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归于平静 但在民间 大批的适龄男女组团婚嫁 地方官员为这些新婚夫妻大开方便之门 不仅如此 对每一对新婚夫妻 从成亲那天开始 朝廷每年都会有幽福送荡 这些幽福大多都是粮食种子农具 又或者是积压猪羊等等 总之完全是日常用的 于是火 所有的人家都赶紧地督促儿女婚嫁 一时间这大秦的民间可谓是喜气洋洋 而这一年又是个丰收之年 大秦百姓基本上都达到了家家有余粮的地步 尤其是关中 由于郑国区修建完毕 关中多出了几十万请良田 这一年秋天 在大秦史官笔下 只用两个字来形容 大俗 上郡 榆赛 关中还是草长英妃 花红流绿的世界 而草原上已经是遍地金黄 寒风阵阵 数次扩建之后的榆林赛 雄居于黄河核桃之南 北街 现在的内蒙古阿尔多斯 东厄艳宿 西卫宁夏 南壁秦龙 已经成了大秦的北方索要 现在的榆林赛 已经不是当初所指的一座军城了 而是一个庞大而坚固的防御体系 可以这样说 当年投曼蝉于 进攻榆林赛的时候 那十万匈奴大军可以直抵榆林赛城下 但是现在 投曼想要直抵榆林赛城下 那就必须得突破一道的封锁 拔出上百座物宝 不损失十万人马 是绝对打不到榆林赛城下的 如今的榆林赛 已经成了镇北军 乃至整个北第三军 防御体系的指挥中枢所在之地 北第三军最高民政机构 张师傅也设置在榆林赛城内 当然了 现在的榆林赛城 比当初扩大了三倍不止 其规模已经和关中的雍城 不相上下了 在那个年代 这样规模的城池 出现在草原和丘陵交界之处 那就意味着 雄奴要想越快榆林赛 攻入大清腹地的打算 成了水中月 雾中花 雄奴向来一野战奔袭建成 攻城的本事 基本上约等于零 就是针对一座 防原不足一里的乌宝 也需调动至少三万骑兵 而且也未必能攻下 就更别说像榆林赛 这么大的城池了 以榆林赛为蓝本 北地郡和龙西郡 也正在修筑 大规模的城防体系 为了让北地三郡 整个防御体系连成一体 从白玄奔袭 图曼城之后开始 北地三郡 年年都动用 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边墙 如今 这道把榆林赛 和北地郡龙西郡 连接到一起的边墙 就要竣工了 而恰在这个时候 长安军城郊 带着新婚妻子 在王黎和段红的陪伴下 回到了榆林赛 维俄壮观的榆林赛 立刻刷新了王瑶 对北地的认知 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座城 当然也喜欢上了 嬴政下招修建的长安军府 长安军的回归 让北地三郡是人心大定 虽说城郊不是主将 但是他挥下那三万铁英军 那可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也是北地三郡 这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环节 若是城郊留在长安封地 只怕这三万铁英军 也要被撤回去了 这么多年 镇北军和铁英军 早就不分彼此了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这两军是同出一脉 兄弟们又是一同为国戍边杀匈奴 早就已经不是兄弟 胜死兄弟了 哪里舍得分开 如今城郊一回来 百姓们先不说 这军中袍则是一片欢腾 北地主将迎奔 乐呵呵地拎着自己打的黑熊 进了长安军府 愣是把王瑶这个将门之女 吓了一大跳 不过当他看清楚 是一只大黑熊的时候 王瑶也就笑纳了 后来这大黑熊的皮 被做成了坐垫 熊头和四只爪子 都保存得好好的 也成了城郊小两口的心爱之物 三千铁英军精锐骑兵 全副武装奔驰在草原上 大队中间是被三百轻卫 围住的一辆马车 这不是一辆普通的马车 是经过改造加固覆盖着皮甲的马车 车内坐的是长安军的夫人 王瑶 而在车前的大旗下 则是一身戎装的城郊 这大队人马在经过最后一座物宝 来到了插着戒标的丘陵顶部 城郊 举目思望之后说道 列阵 军司马有令 列阵 眨眼之间 三千铁英军布置成了一个圆形的防御阵 最外圈是大盾 其后是弩手和长矛兵 再其后就是骑兵 与城郊相隔十里左右 这两侧各有一只五千经济组成的方阵 左面的主将是李信 右边的主将是蒙义 三只秦军组成了一个以城郊为首的燕翅大阵 就在这时 远处草原上传来牛号叫声 在视线尽头 蓝天和草地交界之处 突然涌出一群匈奴骑兵 远远看去 他们就像一股洪水 慢慢地将金黄色大地覆盖过来 这只匈奴骑兵人数不多 总共算起来也就五千人马的样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66集 这只匈奴骑兵停在了距离城郊大阵三里之外 五千匈奴骑兵摆开阵形鸦雀无声 单凭这个素质 就可以知道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匈奴骑兵 这绝对是匈奴的精锐 黑色的绣着白狼的旗帜下面立着两匹马 一白一黑 在两匹马前面蹲着一只巨大的狼 就在这时 城郊右手向前一挥 三十名轻尾护着城郊和马车下了丘陵 直奔对面匈奴人而去 与此同时 三十个匈奴骑兵陪着那两人一郎 还有那辆马车迎着城郊也走了过来 当城郊和对面那个骑着白马的匈奴首领相隔摆布的时候 两人同时勒住战马同时翻身下马 城郊张开双臂走了过来 而对面的匈奴首领也张开双臂迎了过来 莫独你个狼崽子 城郊你个胆小鬼 莫独我成亲了 城郊我是真男人了 两人是越走越近 城郊是一身戎装 而莫独的穿着一件华丽的紧缎长袍 他腰间竖着一条香襟欠玉的牛皮腰带 腰带上挂着一把镶嵌着银质花纹和各色宝石的弯刀 刀架末短恰好和牛皮靴子上眼挨着 那双牛皮靴子同样也镶嵌着银质的花纹 莫独的左右中纸上戴着精美的黄金戒指 左手拇指上是一个白玉斑纸 在他肩上还背着一张弯弓 莫独的脸比城郊要沧桑 这让莫独显得仿佛比城郊大了十岁一样 除了皮肤有黑之外 莫独样子倒变化不大 不过他已经换成了匈奴贵族所特有的发饰 他左边头发编成了细腻精致的发辫 末梢点缀着镶嵌宝石的发饰 右色头发则整齐地披在肩膀上 盖住了右耳垂上那硕大的镜耳环 剑眉朗目依旧是炯炯有神 满脸的落腮胡子修剪的也算是整齐 只是这身打扮让莫独显得珠光宝气 这一副土财主的架势 而莫独身后那个惯人和莫独打扮是一模一样 莫独张开双臂笑嘻嘻地看着城郊 城郊盯着莫独 片刻之后城郊说道 狼崽子 你身后的车里是你的娘子 哈哈 胆小鬼 那是我的女人 城郊又说道 看你举手举得那么辛苦 本君就给你个面子 两人重重地拥抱在一起 然后用力地拍着对方的后背 过了很久 两人才分开 城郊说道 来人 把酒宴摆上 免得这个狼崽子 说咱们情人不懂礼数 莫独也说道 图木克 把我给胆小鬼的礼物送过来 不要让他说咱们匈奴人小气 来几个 快来见见我常跟你说的那个情人胆小鬼 城郊也说道 杨儿 来见见为父对你说过的那个 万恩负义的狼崽子 城郊话音刚落 一身红装的王瑶就下了马车 王瑶的出现 让五千匈奴骑兵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呼 普通中原女子在匈奴人看来就如同是仙女下方一般了 更何况是王瑶这样的世家贵女 此时王瑶在匈奴人看来就是女神一般的存在 再看看这莫独身后的蓝旗格 虽说也是夜深的紧缎 满身的金黄 但是和王瑶比起来 这气质上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城郊看着莫独脸色不由地哈哈大笑 他指着莫独说道 你输了 罚酒 莫独是一言不发 举起一滩酒 拍开风泥仰头酒罐 而此时 城郊的双眼眯了起来 他的手下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剑饼 就在这时 那只巨狼仰头长笑 那个怪人看着城郊也是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莫独在喝干了一滩酒之后 这右手一扬 酒坛落在草地上滚出了很远 莫独看着手握剑饼的城郊 黑黑一笑 说道 嘿嘿 求水剑 断了我三把弯刀 好剑 中原的酒好练 好酒啊 可惜 这样的烈酒 这样的利刃 却没有让你的胆量 有一丝增长啊 我的奔森堡一声成笑 就让你住手了 还说不是个胆小鬼 城郊说道 哼哼 若想杀你 何须三段弯刀啊 你得感谢你的奔森堡 还有你身边那位天狼仆 否则 你早就变成一只死狼崽子了 我们秦人 不像你们匈奴人 我们秦人讲究道义 尽管我很想杀了你 但是不能用这种手段 我要堂堂正正地打败你 然后再杀了你 莫独说道 不要用你们的道义 来掩盖你们的胆气 你们的道义我懂 愿手送我的道德经 我一直在看 看的次数越多 我就越明白 那个道义 只适合你们秦人 或者说只适合你们中原 草原上 自由草原上的生存法则 强者为尊 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这一点 其实你们表面上不愿承认 但心里是认同的 来看看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吧 知道你成亲消息之后 我亲自去了大青山 为你捉来了 鸡脚上有五个叉的鹿王 还为你捉来了 最壮硕的公宴和母宴 蓝七阁给你的女人 准备了很多宝石 玛瑙 还有很多金银毯子 最重要的是紫羊皮 北地苦寒 不要动坏了人家 成交也说道 我的夫人 为你的女人 准备了首饰 胭脂 还有礼服 其中也有给你的 相识这么多年 我还记得你的喜好 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穿上 回忆从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67集 莫独的眼睛 开始放光 他指着铺好的地毯 以及上面 白放好的猪案 和菜肴说的 很久没有吃过 中原的菜肴了 九宗山上的梧桐树 还是那么美吗 原家村的集市 还是那么热闹吗 闲阳桥下的欢杀女 还是那么美丽 泼辣吗 成交回答 一如从前 有机会 你可以回去看看 请入席 莫独笑着鞠了一躬 随后拉着兰奇格 坐在桌岸边 图木克和奔森堡 坐在了 莫独身后的桌岸边 成交和王瑶 面对莫独和兰奇格而坐 王瑶好奇地 打量着对面的兰奇格 而兰奇格 也在打量着王瑶 两女目光相碰的时候 一起笑出声来 兰奇格是兰氏部族 出了名的美人 他的美和王瑶不同 王瑶像是一朵牡丹 富贵而妖绕 兰奇格则像是草原上 盛开的萨日奈 浓眼而热辣 王瑶回头看着成交 成交笑着点点头 于是王瑶 冲兰奇格招招手 兰奇格看着莫独 莫独挥了挥手 兰奇格高兴地 站起身来 到了王瑶身边 王瑶手里 有一个精致的 珠红色首饰盒 当王瑶打开之后 兰奇格发出一声惊呼 漂亮的首饰 最能够让女人们 成为好朋友了 没用多久 这小家俩就亲密得 如同亲姐妹一般 兰奇格摘下自己脖子上的 红珊瑚串挂在王瑶脖子上 王瑶拿出一只金钗 为兰奇格插在发肌上 目睹看着这笑得 像一只百灵鸟一样的蓝奇格 他右手扶胸向着王瑶身尸一礼 而成交则向着蓝奇格拱了拱手 莫独摘下拇指上的玉斑指 对成交说 你们亲人喜欢玉 这个归你了 刷的一声 这玉斑指脱手飞出 成交一把抓住戴在拇指上 随后成交拍了拍手 侍卫送过来一把装饰古朴的弯刀 藏的一声 成交将弯刀拔出一半 那雪亮的刀身冷气森森 寒光四射 莫独坐着了身子 眼中射出热切的目光 好的 成交说道 这时我求默契大师亲手锁住 天下只此一把 归你了 嗖的一声 弯刀扔了过去 莫独伸手接住 刷的拔了出来 仔细地翻看 这越看是越喜欢 胆小鬼 谢了 不用谢 本君连着断了你三把万刀 这个就当是赔偿 省得以后跟你生死相搏的时候 你的刀总是被我斩断了 匈奴人的冶炼技术实在差劲 最差劲的是 明明本事不计 却怪武器不好 这下看你怎么说 莫独举杯说道 哈哈 看在这把刀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斗嘴了 我说你是胆小鬼 你不服气 可是你不得不承认 你哥哥比你狠 成交说道 韩院守没教过你 贵人自有自知之明吗 我适合干什么 我自己清楚 别人怎么说 由他去 我一听一乐就好了 倒是你啊 莫独 我承认 你的胆子比我大那么一点 但是 胆子大 似乎没什么用啊 你看呀 到现在为止 你还是躲在你舅舅羽翼之下 靠着他的保护 而活到现在 别说是大蝉鱼了 你现在的身份 到底是匈奴王子 还是匈奴太子 你自己都说不清了吧 那个尹莫邪 可是日渐得宠啊 匈奴和大秦交换的国书中 只有他的名字 没有你的了 听成交说完 莫独从嘴里 拽出羊腿骨 扔在一边 他擦了他手说道 谁笑得最后 谁笑得最甜 我还年轻 现在说这个 为时尚扫 狼王再凶 总有老去的时候 而草原上 只有最凶狠 最狡猾的狼 才能够成为狼王 成交说道 这片草原上 可不止一个狼王啊 头慢算 林狐月之也算 你是想成为他们之一 还是想独霸草原 依我看 你还是成为他们之一吧 这件事 就够你做一辈子的了 莫独说道 你的话很有道理 但是没有说全 草原上 的确有很多狼王 但是 我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倒是大秦这只 趴在旁边的虎 叫我心生忌惮 成交 你若住我一桶草原 我可以把阴山以南 都给你 成交说道 我们已经过了 花几个钱 买一些美食 就满足的年纪了 也都明白 有所得 必有所失的道理 帮你 不是不可以商量 但是 你怎么能让我 相信你行呢 那只老狼 火得还挺结实的 他身边那只老狼 实力比你 只强不弱 要我帮你 那唯一的障碍就是 那两只 碍眼的老狼 去坐吧 证明给我看 证明你不光会 跟我斗随 证明给我看 你的确比我胆子大 心更狠 莫独 哈哈笑道 哈哈 好一招挑拨离间 成交 你越来越像你失尊了 那是自然 进诛者至 莫独 接着说道 进莫者黑 这哥俩说完 都是放声大笑 随后 共同举杯 一饮而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 君灵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68集 蓝七格笑着闻王瑶 他们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王瑶回答 我也听不懂 男人的事 我们少管 打打杀杀的 总是没个消停 就是 可是不打仗 当兄弟一样多好 他俩小时候 的确是兄弟 那时他俩经常一起到 集市上 摄账吃好吃的 一起去山里打猎 一起到渭水河边 调戏幻沙女 我听莫毒说过 那些幻沙女 都是穿得很少的 都是光着胳膊 露着腿 胸脯也露出一把 他们比我们 匈奴女人还好放 风俗不同而已 那些幻沙女 也是被生活左迫 你们匈奴 肯定也有牧羊女 你是匈奴贵女 自然没吃过这般苦 我和你一样的 姐姐 我给你弄一只羊腿来 这个最好吃 多蘸些佐料 不然会山 才不会 草原上的羊 肥美却没有山气 不信你尝尝 看着这姐俩 其乐融融的样子 莫毒对程交说道 似乎你的女人 和我的女人 很容易成为朋友啊 程交回答 因为 他们的心里 不像我俩一样 装着那么多事情 人活着已经很艰难了 简单一些 反而会好 莫毒说道 话是这么说 可是 你能简单吗 我能简单吗 或许 等我们顿老子 快死的时候 才会简单 嗯 这句话 说得有理 那你 可要好好活着 等到 咱们俩都老子 走不动了 那咱俩 就每年见一次 我要看看 到底是你先死 还是我先死 莫毒笑着说道 肯定是我先啊 因为你胆小 所以活得肯定比我长 成交也笑了 看看 胆小有胆小的好处 借你吉言 来 喝一杯 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 这场宴会 终究还是结束了 当双方 各自上马上车之后 成交将莫毒摆了摆手 说了句 别忘了 证明给我看 莫毒扬起右手 说道 前人就知道挑拨离剑吗 难道就不会 堂堂正正地打一仗吗 赢了我扶你 输了 哈哈哈哈 成交回道 你以为我不敢吗 莫毒 我看上一个地方 你给还是不给 莫毒大吼道 草原之大 无边无际 但却不是谁想怎样 就能怎样的 这是我们的家 你想要进来 要么是真心地和我做朋友 要么就把我杀了 成交说道 说得好 中原富饶 可也不是你寄予之地 做朋友有美酒 做敌人 只有死 莫毒 哈哈一笑 掉转码头 拍马就走 但没走出几步 莫毒又勒住战马 回头喊道 成交 你会看到你想看到的 我莫毒 以天狼神的名义发誓 若有一天 你的哥哥要杀你之时 你可以来我这里 到时候 我们还像从前一样 我封你 做部落的首领 成交回答 挑拨离间的手段 你也觉得不差吗 莫毒啊 若是实在混不下去了 就来找我 我帮你 成为匈奴王 哈哈哈哈 这哥俩 是齐声大笑 随后 拍马离去 当莫毒的大队人马 离开宴会之地 五十里之后 遇到了 埋伏在那儿的 兰比里 所率的蓝石部族 三万精锐 兰比里抱住 莫毒 上下打量一番 确认 莫毒没事之后 这才放心 兰比里说道 明知秦人狡诈 还非要去找成交 他已经不是 从前的长安君了 他一点也不比你差 小心哪 舅舅莫要担心 所谓拉拢 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个慢功夫 只可惜 这种事情 在匈奴只有我能做 和大秦比起来 匈奴可用之人 太少太少了 舅舅 我好羡慕成交啊 好羡慕秦王啊 兰比里说道 会好的 以后会好的 对成交 现在不是触怒的时候 要稳住他 现在要对付的是 沾摩多那只老狼 他越来越不像话了 依附咱们的不足 又有两个被他给灭了 这样下去 对咱们太不利了 是大大的不利啊 莫毒回答 我本来也不想这么快招惹他 可这个老家伙 却步步紧逼 不管了 先对付他 蓝比里问道 好 可有计策 莫毒一伸手 图木克从剑囊内抽出一只剑放在莫毒手上 莫毒 弯弓搭剑 对准远处一群羊松开了弓弦 吃的一声 哪只剑直奔 牧羊人而去 不等蓝比里反应过来 五千匈奴经济 齐齐的弯弓搭剑同时射出 剑狱过后 羊群全被射到在地 就连牧羊人和他的马也被射成了四尾一样栽倒在地上 马车内 蓝骑格发出一声惊叫 莫毒刷的转身 第二只剑对准了马车 蓝比里急忙大吼的 不要 呼唤一声 拉车的马挨鸣着扑倒在地上 顺势带翻了马车 一股鲜血从车厢内涌了出来 而蓝骑格却没有半点声音发出 莫毒问道 图木克 有多少人不曾发剑 图木克回答 共计一百三十二人 莫毒冷冷地说了一个字 杀 刀光闪过 人头滚滚 一百三十二个没有射箭的匈奴精锐骑兵 身手分离 栽倒在地 这惨烈的一幕 让蓝比里还有那三万精锐 看来是浑身的发凉 在看莫毒时 他们眼中满是敬畏之色 蓝比里稳定情绪之后说道 莫毒 你才是匈奴的大蝉鱼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69集 秦王政九年秋末 嬴政搬回了咸阳张台宫 嬴政把北第三郡发挥的秘奏 看完之后 命黄空收荡 嬴政说道 成交做得很好 看样子 莫毒现在也处在生死一线的境地 应该没有心思南下 命成交 迎奔 断裂 严守北第三郡 时刻 提防匈奴南下 命李信蒙义回咸阳任职 魏辽 扶手应诺 随后问道 李信蒙义是军侯点名要的将领 按照大王的意思 蒙义留在大王身边 惨赞军务 兼领咸阳位数 李信担任矛头纪主将 那么铁英军主将 又让谁来担任 还请大王明示 嬴政起身离岸 在殿内夺着步子 他来到正在岸边 坐着记录的赵高身边 赵高抬头看着嬴政 嬴政伸手 按住赵高的肩头 似乎要说什么 却又皱起眉头 赵高问道 大王可是难以抉择 嬴政说道 大雄开办五经院 其目的就是为大秦培养可用的酱菜 可是正当用人之际 还是不敢烫啊 王俭 杨端和 蒙武 王奔 以及几位老将 都已经有了用武之地 不可能 再从北第三郡调将了 否则 北第三郡 就显得薄弱了 一时之间 寡人还是想不出 还有谁 可堪重用啊 赵高说道 大王可还记得 杨端和将军麾下 那位军侯 就是当初 生情司马上的那位 光长范亮 不长心眼的祖武啊 他爹当时是百将 两个哥哥 都是铁英军的军侯 如今 在北第三郡 长安军会下效力的 嬴政说道 想起来了 那小子 已经是军侯了 可见不是个 没有心眼的 军武世家 忠心不二 可用 他叫什么来着 赵高回答 他叫桓乙 嬴政拍着赵高脑袋说道 好好好 救他 快把他叫来 赵高起身 跑出犬秋店 对门外的敬卫喊道 王有命 传铁英军军侯 桓乙来见 敬卫领命而去 嬴政高兴地 对着卫辽说道 再过三年 大兄的五经院 就能为寡人 培养出 众多的 可用酱菜 那个张梁 韩信 是大兄 看重的 想来 定是不差 可惜 年纪太小了 再等等 等等 卫辽说道 卫辽说道 大王忘了 我大秦 还有一位名将啊 名将 是谁 君侯啊 嬴政 哈哈大笑说道 哈哈 寡人糊涂了 你说得对 大兄上阵 所向披靡 寡人费尽心思 这么一番布置 不就是为了让大兄 能够腾出手脚来吗 是啊 有大兄在 寡人 高枕无忧矣 赵高说道 大王这时 太过倚重君侯了 且让君侯挂帅 而身边 又离不开君侯 所以 大王才会 顾此失脾的 其实 君侯不是 早就做好准备了吗 嬴政 怼了赵高一拳 说道 大兄对于寡人而言 是兄长 更是师尊 每逢有事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这 你又不是不知道 竟敢说这些 没有言的话 长嘴 赵高是笑嘻嘻地 举手 在自己脸上拍了两下 那样子 逗得嬴政 是哈哈大笑 为了 这时说的 大王 君侯 对大王之情 对大秦之忠 日月可见 只是 他太过重情义了 有些是 这个 还需大王做主啊 为了 从怀中 取出一只 黑漆漆的牛皮筒 皮筒 风口上的火器 压着黑冰台 泥水丝的印鉴 而且 是压了三个 这 代表的意思是 绝密 嬴政摆了摆手 赵高 退了出去 店内 只剩下 卫导和黄空 嬴政 打开了牛皮筒 取出里面的密奏 看了起来 这样的密奏 连卫导 都是不能看的 但是 通过牛皮筒上的标志 卫导可以知道 这幅密奏 来自 河南郡 洛义 嬴政的脸色很平静 但是 未了可以看出来 嬴政是在 激励地压制着 心中的怒火 嬴政将密奏塞了回去 随后将牛皮筒 放在岸边 嬴政缓缓说道 寡人的大军 已经整个待旦 寡人的弟弟 带着新婚妻子 离开了 附属安逸的咸阳 去了塞外边城 寡人的大兄 为了大秦彻夜难眠 寡人的臣子们 为寡人准备好了 粮草君子 就连九宗学院的学子们 也纷纷走出学院 去了各地郡县 大秦的儿郎 已经穿上了戎装 大秦的女子们 已经为夫君和父兄 准备好了行囊 而他 却在做什么 一步破书 他爱给谁给谁 寡人不予过问 但是 他接受了齐王剑的封军 和赵王眼还没来眼去的 这 却是为的哪般 难道 他想效法新灵军 佩戴五国相印 合奏发琴吗 黄空 贵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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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三席之后 秦 君灵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四百七十集 魏辽心里一惊 赶紧说道 启禀大王 其实 赵王眼和齐王剑的封军 只是个名头啊 齐王剑 那么吝嗇的人 怎么会画出一座城 给文信侯啊 他若想会秦 直接把城池给大王便可了 何苦要通过文信侯啊 这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齐王剑 是不会做的 这齐王剑 封了文信侯为纪夏军 其实 就是个虚名 纪夏 实际上 是齐都林子的 纪门附近 纪夏学宫 就在那里 若是 真的有心封君的话 那封地 不可能只有那么大 何况 齐王剑 还模仿了 楚国大夫 屈原的服饰 为文信侯 特制了衣冠 文信侯 是崇拜屈子 故此才接受这个封号啊 至于赵王岩 倒是有可能是真心的 想请文信侯 入朝为相 臣以为 这赵王岩打算的是 公主敏代 侍奉大王身策 再把文信侯 尊为赵国国相 大王看在敏代 和文信侯的面上 或许 不会动 赵国 嬴政说的 赵王岩 为何要请吕不韦 又为何 会认为寡人 会给吕不韦面子 魏辽说的 文信侯 对先王和大王 都是忠心耿耿 先王去世 曾命大王 以重负之礼 待文信侯 所以那赵王啪的一声 一卷竹箭 摔在魏辽脑袋上 魏辽立刻明白过来 自己触碰了 嬴政的忌讳 他慌忙地 拜扶于地说道 臣 臣失言 臣有罪 请大王治罪 你说的都对 赵王的确 应该是如此打算的 重负 未了 不敢抬头 说道 大王 君侯 已经派家将白泽 护送白家大女 去了洛邑 想必 文信侯 定会知错 嬴政说的 他接受 齐王剑的封军 寡人并不过分气呢 他和赵王眼的使者 后胜着眉来眼去的 竟然还说 他就算入诏为相 寡人也不会怪罪 毕竟 他是寡人的重负 未了 这句话算不算大逆不道 未了傻眼了 他也不知道 这密奏里都说了啥 如此看来 吕不韦当真是活得太潇洒了 潇洒的都忘了自己该干啥 不该干啥了 要忘了白轩当初的嘱咐了 嬴政又问道 紫烟何时走的 黄空回的 一个时辰之前 嬴政说的 你立刻去追 追上之后告诉紫烟 就说太后想他了 在丽山脚下 汤泉公等着他呢 诺 嬴政接着吩咐的 赵高 你立刻赵高大兄 王婉 卢幻 李斯 冯去吉 随顾 前往汤泉公 准带家眷 若问缘由 就说寡人想在大战之前 放松一下 赵高在殿外高声应诺 诺 嬴政接着说道 慢 百王此事 你再去一趟洛义 赵高问道 请大王明示 你过来 赵高走近 然后嬴政又说道 傅儿过来 待嬴政吩咐完毕 皇空和赵高退出之后 嬴政叫上卫辽去了后宫 没过多久便传出王命 骑驾汤泉公 与此同时 几匹快马奔进了甘泉公 太后赵姬也做好了 一驾汤泉公的准备 大秦军帅府内 白轩正和王俭 杨端和等人 围着地图是指手画脚的 赵高快步走了进来 军侯 大王请您立刻赶到汤泉公去 哦 还有几位将军也去 大王说准带家眷 白轩问道 可有钥匙 赵高笑道 大王说 大战之前想放松一下 王俭说道 哈哈 也是 大战一起 即便是大王坐镇咸阳 怕也是寝室难安 想聚齐了就不容易了 白轩又问道 还有谁 赵高回答 还有丞相 御使大夫 廷尉 太尉 御使忠诚 等等一杆忠诚呢 杨端和说道 哈哈哈哈 大王还是不太放心呢 想想也是 大秦一国 单独对抗关东五国 即便是先王 那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是该聚在一起 好好地合计一下了 其他将领也是不住地点头 白轩对赵高说道 好 那你回禀大王 我等这就出发 诺 赵高势力推了出去 王俭问白轩道 带上家眷吧 很久都没去汤泉宫了 上次去 还是先王在的时候呢 汤泉宫的温泉 是关中最好的 趁这个机会 也让家中的女人们 联络一下呀 等我等出征之后 他们得抱团 有个照应啊 杨端和也附和道 是啊是啊 阿轩呢 你也要放松一下 这些日子 你太累了 哎 若是累坏了 叫我们几个老头子 这咋办呢 白轩笑道 好 我们快一些 最好 赶在长庭等着大王 如此也不失礼数啊 王俭说道 哈哈 不用着急 大王去汤泉宫 那后宫三妃都得跟着 他们不是将门出身 没有那么快 咱们 指定能够赶在大王出城之前 到达长庭 杨端和也附和道 哈哈 那就别摸到了 快走快走 阿轩 别忘了 把靖竹鞠的大厨 带上啊 然后 众人士 纷纷交代手下 随后 离开了军帅府 白轩 出了军帅府门 翻身上了火鱼马 可白轩的心里 怎么也不踏实 最近 他的心思 全在 蒸伐关东列国上 大秦的战争机器 已经慢慢地 悄无声息地运转起来 其实 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紧张 这仗一打起来 反倒会放松了 所以 近来白轩的注意力 是无暇旁固 可这时候 却有种不安 白轩仔细想想前后安排 没有发现什么 纰漏之处 当他来到咸阳桥的时候 忽然想起了吕不韦 白轩心中一突 但随即一笑 因为他已经派白轩 送紫音去了洛邑 有紫音在 吕不韦应该没事 想到这里 白轩心中的不安 渐渐散去 然后他催马上了咸阳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这门口的地方 看着门帘 以防着秋风灌进来 吹到紫音 昨天夜里 白轩给紫音说了件事情 白轩把道理 讲得非常透彻 紫音心中也明白 可是两位母亲舍不得 结果弄得这母女三人同踏而眠 这同踏就同踏吧 那娘俩和紫音是说话 一直说到满天的星都不见踪迹 这月亮都压到西山上了 再过一会儿 怕是这鸡都要叫了 这个时候 两个母亲爬了起来 张罗着给紫音准备这个准备那个 紫音这才踏实地睡了一会儿 但没过多久 就被奶娘和绿衣 以及一帮侍女们给抬了起来 咪咪咚咚的洗漱更衣 咪咪咚咚的吃饭 咪咪咚咚的跟父母辞行 然后就被迷迷噔噔地送上了车 在两个妈的哭声中 紫音终于又睡着了 紫音可以算是白家的掌上明珠 白轩能把白泽和白家亲卫派出来保护紫音 足见紫音在白家的地位 白泽和白轩实际上是唐兄弟关系 因此白泽也是很心疼侄女的 一见紫音睡着了 于是就吩咐下去慢慢走 不准大声喧哗 所以这群人马现在离开咸阳 也就只有四五十里的样子 这个速度即便是在古代 也是非常慢的 白泽抬头看看天色 随后对手下说道 告诉绿一他们 就说日头偏心了 这个时候得赶个五十多里路 天黑之前就能到长安军的封地 今晚咱们就住在长安军别院内 打前站的人去了吗 去了 怕是早就到了 这么点路拍马就到 白泽笑道 昨天夫人和二夫人跟大女说了一宿的话 大女累了 让她多睡会儿 手下笑道 知道 我这就告诉绿一去 车队速度总算是加快了一些 但就在这时 车队身后的大路上 传来了轮轮的马蹄声 白泽皱着眉头 示意车队靠边 停在宽敞处 大秦就是这样 除了秦王和王妃的车架以外 任何人都要给军队让路 当身后的人马靠近的时候 白泽惊讶地发现 来的居然是咸阳位属的经济 人倒是不多 也就一百来人 不过这打头的一面旗帜 却很吓人 那是一面黑色的珠红云龙纹 中间绣着白色影子的旗帜 也就是所谓的王旗 这样的旗帜 一般是秦王出行的时候才会有 如今这百来计就敢打出王旗 白泽怎能不惊讶 白家子都是有见识的 不用吩咐就纷纷地翻身下马 立于道旁 那驾驶如同是一个小型的方阵一般 就在这时 一匹矫健的骏马 一声长丝停在了白泽眼前 马上之人白泽认识 少府令皇空嘛 老熟人了 白泽说道 少府何故至此啊 白泽话音刚落 却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传来 泽叔啊 你为何只看见皇空 没看见我呀 皇空把码头调转一下 这下白泽看明白了 原来是太子扶苏坐在皇空的前面 见到扶苏 白家子是呼啦一声 跪到一地 拜见太子 免礼 请起 泽叔啊 我的子言姐姐来 白泽回的 回太子 大女在车中安睡 扶苏说道 哦 姐姐在睡觉啊 那便不打扰了 不过我跑了这么远 也有些累了 我也去车里睡会儿 说完之后 这扶苏伸开双臂 笑嘻嘻地看着白泽 这样事儿 白泽也没法拒绝呀 再说 扶苏现在还不到四岁 睡一起就睡一起吧 谁叫他爹是大王呢 白泽把扶苏送进车内 扶苏冲着绿衣 嘻嘻一笑 随后冲着奶娘 拱了拱手 然后就挨着紫燕躺下 没过一会儿 居然打起了小呼噜 不到四岁的孩子 能够骑着马跑这么远 也是着实不易了 的确是超出了 他的体力成熟极限 是该好好歇歇了 这时白泽转身问黄空 呃 少佛 这是怎么回事啊 黄空掏出一块领牌 塞进白泽手中 白泽啊 咱们都这么熟了 我就不来虚的了 大王点了几家重臣 要去汤泉宫沐浴 其实大王是看君侯 最近太累了 想了这么个借口 想让君侯放松一下 大战在即呀 不可多说 你我心知肚明就好 大王 太后还有王妃 想大女了 催着我赶紧来接大女 怎爹 这是要去哪啊 有急事吗 去洛义这件事 白轩叮嘱过白泽 不要多说 所以白泽说的 嘿嘿 也没什么急事 闻信侯夫人 想念我家大女了 来信了 说得好可怜呢 我家夫人心软 就求了我家家主 应运让大女到洛义 去看看文信侯夫妇 倒也不急 黄空又说的 就算有啥事 也得去先见了大王 太后 王妃再说呀 到了汤泉宫 把事情跟大王讲明了 大王还能拦着 不让走吗 好了好了 快走快走吧 白泽说的 老黄 咱们可是老伙计了 在北地 咱哥俩也没少 偷着喝酒吃肉的 你给我撂去实话 没事吧 黄空说的 嘿 你这话问的 能有啥事啊 不就是大王心疼君侯 又想大女了 就这么点事 难不成 你还想来些不好的事 白泽摆着手说的 没有没有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咱这就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四百 七十二集 黄空和白泽 是勾肩搭背 表面上看起来 这哥俩是关系莫逆 其实黄空此时的内心 是矛盾和愧疚的 别说是冲着白泽了 就凭他和白泽的关系 他也应该对白泽说实话 但是黄空这次没有说 因为他心里恨吕不韦 当年 贤王子楚驾崩前 单独召见白泽 却暗中命令 黄空 躲在暗处 子楚驾崩前 留给白泽的密照 不只是白泽一个人知道 黄空也知道 子楚的密照是 吕不韦 赵姬 若有毁乱后宫之事 杀之 吕不韦 若不还证 立杀之 若只犯前者 还杀之 子楚当时已经是 油锦灯窟了 这道密照 是不是矛盾 接照者如何执行 子楚已经没有经历细想了 所以 吕不韦和赵姬的命 完全掌握在白萱的手中 之后的事情 白萱也完全是 按照子楚遗诏去做的 只不过 谁也没料到 中间多了个烙癌 与烙癌相比 吕不韦就高明多了 知道及时收手 急灵勇退 也没有赖在相位上不守 所以 他能够活到现在 但是 白萱可以饶过他 甚至想保护他 可皇空却不能饶他 吕不韦虽然没有犯丽莎之罪 但 会乱后宫 这绝对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贤王一照 还杀也得杀 此时此刻 皇空内心 只能对白泽说了句抱歉 他想杀 他想杀吕不韦之心 是坚定不移 除了先王一照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皇空不想让白萱 因为吕不韦的牵连 而失去了 营正的信任 因为黄昊 黄昊离开之前 对皇空说过 不管何时都要维系好 大王和军侯之间的情分 不敢是谁敢于诋毁军侯 第一时间杀了他 灭了他全家 然后再向大王请罪 诋毁白萱的人还没出现 但吕不韦活着 就有可能影响到白萱 赵高那个人太聪明 瞻前顾后的行事不果断 而且为自己想的太多了 皇空已经做好打算 到了汤全公 直接向嬴政要了这差事 哪怕是因此得罪了白萱 也必须尽快了断此事 就这样 紫燕的车架被皇空 接回了汤全公 汤全公距离咸阳将近百余里 位于丽山北路 此地南伊丽山 北陵渭水 是以温泉汤池著称的骊公 最早名叫星辰汤 这里作为古代帝王的骊公 和游览地 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 历史上 周 秦 汉 随 唐 历代统治者 都是这块风水宝地 为他们游艳享乐之地 也都在这里修建过行宫别院 以自由信 这里的第一座宫殿 明幻飞霜 据说是因为到了冬天 人们利用温泉水 在墙内循环 制成暖气 而每当雪花飘舞到这里 便落雪为霜 顾名飞霜殿 这座飞霜殿 是大名鼎鼎的周幽王 下令修建的 因此他也成了第一个在这里修建离宫的君王 后来经过不断扩建 最终形成了一片宫殿群 于是就改名为汤泉宫 汤泉宫在后代也是大大有名的 在后世大唐朝 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 在这里大兴土木 至汤井为池 环山列宫殿 宫殿规模扩大了十倍不止 直到现在 这座宫殿依旧矗立在黎山脚下 它就是华夏史上赫赫有名的华青池 但是现在 这座宫殿还叫汤泉宫 现在的主人是秦王正 大秦崇尚简洁实用 辉宏大气 虽然没有大唐的富丽堂皇 也没有那位 春寒赐玉华青池 温泉水华 喜宁之的绝世美女杨玉桓 但这里依旧不是宏大的气势 唐泉宫主要殿舍 均以温泉为中心构建 然后向山上和山下展开 利用地形特点 布设不同类型和用途的阁楼 同时还有轻松脆白 七花一草点缀其间 把整个汤泉宫装扮得格外妖娆 王妃贵妇们自然要到宫殿内的汤池沐浴 而嬴政和一帮子文武大臣 却显着宫殿内汤池过于闷热 于是挑选了一处外游竹林环绕 尚有轻松遮顶且雾气飘渺如仙境般的露天汤池 当嬴政等人换上玉袍纷纷泡进汤泉之后 宦官们送上了韭菜瓜果 十几个小宦官来到汤池边上为众人按摩头顶 为嬴政按摩的是一个年纪较大的老宦官 这位老宦官是手法精到力度适中 让嬴政舒服的是直横 这老宦官不经意之间在嬴政耳边说道 大王 黄空 请命去络逸 嬴政一愣 嘴唧嘴角往上一扬 把寡人的金龙令给他 两个黑位 速去速回 诺 一注香之后 三匹快马奔出了汤泉宫 直奔寒谷官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云林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73集 干拳控的温泉 让白轩疲惫的身躯 得到了休息 当白轩泡的浑身发软 浑浑欲睡的时候 嬴政正在和众臣说笑 高兴之余 嬴政 命宦官们在池边 架起了烤架 他要亲手为众臣烤肉 大王由此雅兴 众臣自然是要跟着一起热闹的 于是 白轩也是兴致勃勃地 从温泉内爬了出来 查看了一番备好的肉和佐料 嬴政说道 大兄 以前你给寡人烤肉 现在就让寡人喂你烤肉吧 请大兄安坐 大兄 寡人看你还是再泡一会儿吧 白轩摆了摆手 扑泡了 浑身已经发软了 太舒服了 舒服得只想睡一会儿了 嬴政说道 来人 把床榻搬过来 让大兄睡一觉 这几个宦官似乎早有准备 嬴政的话音刚落 四个人就抬着一张软榻跑了过来 然后这四人是手脚马里地将软榻放在竹林旁边 随后支起了屏风 铺好了毯子 放好了枕头 四个公鹅是不由分说地 扶着白轩到了软榻旁边 白轩还没反应过来呢 整个人就被公鹅们按倒在榻上 军侯 奴婢为您捏脚 军侯 奴婢为您捏头 军侯别动 奴婢为您削剪指甲 军侯 这是壶古酒 您先喝一杯解解乏 嬴政说道 大兄 自古最难销售美人恩 寡人知道 大兄不是好色之人 但是 让这几个公鹅 为大兄放松一下 还是可以的 寡人 绝对不会告诉嫂夫人的 王王也说道 君侯啊 这一张一驰 乃是文武之道 最近 你绷得太紧了 也该稍稍地松松精神了 为长远记 为大秦江山记 睡一会儿吧 哎呀 大王这还给老臣摆上软榻了 多谢大王 大王如此礼遇 陈定当位 打秦尽忠 哎哟 这丫头手劲挺大呀 轻一点 轻一点 白轩听到这儿就乐了 看这意思 嬴政是打算给众臣来一个 联系代柔 代吃代喝的一条龙服务 一般来说 一国之君如此优待众臣是必有所求的 但这个时候就不能说有所求了 应该是嬴政用特殊的方式给大秦的众臣们来了个战前动员 这件事情已经密谋很久了 即使嬴政不说 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些天来 每天上完潮 说完民政之后 紧接着就是军事会议 往往这一天 大半时间都在开这样的会议 全球店内背着一卷卷地图 还有一个九宗学院新制作出来的沙盘 嬴政和众臣们每天都在沙盘上推演 如此一来 包括白宣在内 这文武大臣的脑袋里 自然全都是这一仗先打谁 何时打怎么打 就在这一次次的争辩中 打秦一同天下的战略风筝日趋成熟 如今到了汤泉宫 嬴政是只字不提打仗的事情 只说一些轻松的话题 这在白宣看来 嬴政已经胸有成竹 他要让自己和众臣来一个放松 至于放松过后会怎样 所有人心里已经有了定数 白宣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又用清水竖了口之后 舒服地摊在软榻上 他听着周围这些熟悉的声音 享受着宫额那柔滑玉手的柔捏 不到一息的功夫 白宣就发出了憨声 冯旭极探头看了看之后问嬴政 君侯这么快就睡了 我们要不要小声点 嬴政回答 不用 有我们在 大兄睡得才踏实呢 大家该怎样就怎样 放松就要由内而外地松弛下来 去接 你为寡人磨佐量 烤好了这只鸡 先给太后送去 逢去几回的 太后怕是吃不了这般油腻的东西啊 嬴政说的 寡人知道 你放心 绝对胜不下 这只鸡 还不够那几个孩子分的 去吧 快去快回 来到唐泉宫的都是国朝重臣 而且又都是带着家眷来的 每一家侍卫扑松侍女也是不少 除了贴身的以外 其余的都在中心区以外的汤池子里泡澡呢 这些汤池子和中心区隔着两道宫墙 白泽就和这些人在一起 有人的地方就分个三六九等 像白泽在这些人当中属于是地位最高的存在 于是相熟的兄弟们就围了过来 跟白泽一起聊天 少府的几个宦官也失去的送来了酒和国品 这一来二去的 白泽喝的是红头上脸的 和兄弟们是喝得十分开心 在汤泉宫凤西殿内 太后赵姬领着段玲珑 敏黛 阿诺 圆圆 双尔 还有一帮够资格陪着太后王妃的贵妇们 在凤西殿内洗着温泉浴 这凤西殿实际上就是室内温泉 虽说不像室外那么畅快 但对女人来说确实非常合适 高大的宫殿内并不显得温热 给人的感觉是温暖鲜香 毕竟是女人们沐浴的地方 这总要比男人们用的地方考究了许多 在风吹不到的地方并排放着两个小摇篮 阴蛮公主和白宝就躺在摇篮里 只要是白家孩子 赵姬就没有不宠爱的 白宝能够和阴蛮躺在一起 不能不说这是特殊的礼遇 这女人们凑在一起 总会说些她们感兴趣的话题 三个女人一台戏 现在可不止一台戏 而是好几台戏 子嫣是不爱听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的 而且她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 所以她一个人趴在温泉中 一张浴石凳上 任凭着这咕嘟嘟的冒着气泡的水 把自己包裹住 浴石凳的一端是翘下来的 正好可以让人把头枕在上面 紫嫣现在就把下巴 搁在两只蝶放在一起的手上 双眼是漫无目的地 看着大殿顶上的雕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茶不绝 第四百七十四集 紫嫣双手叠在一起 下巴搁在手上 双眼满无目的地 看着大殿顶上的雕花 就在这时 一只小手顺着紫嫣的脖子 慢慢地滑到腰间 紫嫣回头一看 却是阿诺 紫嫣问道 干嘛摸我 阿诺说道 我看你皮肤好滑 你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的呀 我不用保养 天生就这样 阿诺这一脸的羡慕 紫嫣又问道 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 你不也自己待着吗 我想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我也是 别看我已经嫁给大王 可我还没长大呢 紫嫣上下打量了阿诺一番 之后说道 你几岁了 你一个小嘎嘣豆 居然问我几岁 你几岁 紫嫣回头 五岁 阿诺说道 我要是像你这么大多好 我不想嫁人 我害怕 紫嫣说道 我娘说 女人长大了必须嫁人 这是命 要是命不好呢 我娘说 若是夫君实在不怎么样 那就换个好的 就像我爹那样的 啥叫好 啥叫不好 你这么大人 还问我这个小嘎嘣豆 我不知道呀 阿诺问道 福苏好不好 紫嫣回答 现在看着还凑合 至少不讨厌 但有时候我很想揍他 不可以的 那样会惹祸的 我就是想想 又没动手 看你这么可怜 以后我叫你姐姐吧 阿诺正色说道 我是王妃 哼 不愿意拉倒 愿意 以后只准私下里这样叫 知道吗 紫嫣说道 就算我将来嫁给福苏 我也要自己说了算 哼 我一父一母 留了好大产业给我 福苏感对我不好 我就去洛伊再也不理他了 哼 阿诺羡慕地看着紫嫣说道 真羡慕你 紫嫣说道 我听说昌平君对你挺照顾的 我们都是楚国王族 又是本家 相互照顾也是应当的 紫嫣说道 昌平君这个人还挺厉害的 听我爹说 他差点把李源打死 好玩 对了 大王对你怎么样呀 阿诺说道 还好吧 就是每次他都把我当小孩骗 哼 那是你笨 换做是我的话就不会被骗 我爹就从不骗我 我爹说 男子和大丈夫 骗自己的妻儿算啥本事 有本事把天下人都骗了 我爹还跟我说 男人说的话 十句有九句不可信 越是岁数大的男人就越不可信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那 那你说 大王可信不可信 紫嫣 嘻嘻一笑 嘿嘿 你在套路我 我可不上当 阿诺连忙白手说道 我没有 我就是想知道 大王说的话 哪就是真的 我笨 分不清楚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大王不是在骗你 是在逗你 这是两个意思 不可同日而语 说话的是赵姬 阿诺一见赵姬 立刻变得 鬼鬼祟祟的 赵姬白手说道 你去上面歇会儿 总是泡 人会软的 去吃些东西 阿诺答应着走了 紫嫣眨不着眼睛 看着赵姬 逗得赵姬 是抱着紫嫣 亲了好几口 小人精 跟哀姐上去 哦 出了池子 赵姬还是没有放下紫嫣 她在紫嫣耳边 小声问道 静啊 你义父义母 他们过得好吗 对于赵姬的问话 紫嫣没有往别处想 因为在她的印象中 这个太后 是非常亲近的人 所以紫嫣就如实地 对赵姬说 太后 我的义父义母 可恩爱了 就是没有孩子 所以特别疼我 我爹本来 是要我去洛义的 我都出了咸阳了 却被扶苏和皇宫截住 把我带到了这里 赵姬问道 扶苏有没有说 为何要把你接到这里 她说大王王妃 还有您想我了 还说在这儿玩腻了 还可以接着去洛义 太后 从这里到洛义很远的 若是在这儿待的时间 长了再去洛义 若是在这儿待的时间 长了再去洛义 等到了那里 怕也快冬天了 那样的话 我就不能回咸阳过年了 赵姬是巴基一口 亲在紫颜脸上 他宠溺地说道 那就不去了 洛义就在那儿 你义父义母 也过得挺好 这次就不去了 等明年春天再去 那时候春暖花开去了 才好呢 对的对的 那时候最好玩了 太后 我义父义母 对我可好了 紫颜的小嘴 是巴巴地讲个不停 通过紫颜的讲述 赵姬心中 浮现出那个 白衣长须的吕不韦 一手拉着 蹦蹦答答的紫颜 一手拉着 跨着石盒的崔鸡 一家三口 趁着艳阳高照 沿着河畔 沐浴着杨柳之风 踏着野花青草 去踏青的情景 那必是笑语盈盈 令人羡慕的场景 紫颜的活泼顽皮 催积的温柔贤淑 吕不韦的儒雅潇洒 构成了这个世间 最美的画面 赵姬缓缓地说道 我曾经在梦里 见过这样的场景 我也幻想自己 就是那个陪在她身边的女子 可惜梦醒之时 只有泪眼婆娑 寝室了整席 不韦 太后 您说啥 紫颜这时 歪着头 看着赵姬 赵姬才发觉 自己失态了 赵姬说道 哀家是想起了 从前的旧事 你一夫一母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以后啊 你要好好孝顺他们 哦 我知道了 就在这时 段玲珑 走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四百 七十五集 这时 段玲珑 走了过来 说道 母后 大王传话过来 他烤了十几只鸡 大王说 让母后尝尝 十几只鸡 那是给你们吃的 哀家现在 只吃清淡的 好了 你给大家分分 大王还说 今晚要和大兄 还有陈宫们 彻夜狂欢 让母后不必牵挂 要打仗了 轻松一下也好 随她去吧 你也不要管 咱们女儿几个 自己找乐子去 段玲珑说道 白家嫂子 拿了一副 竹制的牌酒 玩法很是新鲜有趣 母后要不要试试 赵姬说道 你大兄家里的 哪样不是好东西 既然拿来了 就必须试试 说好 说好啊 紫燕 跟哀家是一边的 谁也不准 跟哀家抢 段玲珑 拽着赵姬的手 撒娇地扭来扭去 母后 您把紫燕霸占了 玲珑想赚 母后的钱就难了 赵姬 一指戳戳 一指戳在段玲珑脑门上 说道 多大的人了 都有一儿一女了 还撒娇 你儿媳可在这儿看着呢 你这当婆婆的 将来如何立位 段玲珑看着紫燕那双 亮晶晶的星眸 她瞬间脸红了 因为紫燕一边看着段玲珑 一边嘴里边 发出嘶嘶的声音 段玲珑又羞又气地 一直戳在紫燕脑门上 嘖嘖什么 本宫撒个娇 有何不可的 不准嘖嘖 这一句话 把赵姬逗得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玲珑啊 哀家发现你这婆婆 注定是没威严的 就凭紫燕这个小人精 你想拿捏住她 万难 万难呀 这娘几个正在说笑间 一拍窗户被拍得是啪啪作响 随后传来了扶苏的声音 王祖母 母妃 二位岳母大人 你们玩够了没有啊 玩够了 可以把我的紫燕姐姐 还给我了吧 紫燕快出来 我们发现了一个好去处 阿震说 可以掏蜂蜜吃 快出来 快出来 紫燕听到 一下子就从太后怀里溜出来 边跑边喊她 等等 不能乱动 你们不懂怎么弄 瞎弄的话 会被遮的 紫燕的奶娘和绿衣迅速起身 眨眼之间 就用围巾把紫燕围住 两个人顺势 就把紫燕抱了起来 进了内身 这两串动作 是行云流水一般 赵姬惊讶地说道 圆儿 这里啊 圆圆回答 有功夫 厉害着呢 反正我打不过 短玲龙看着阿诺说道 阿诺 你干嘛去 阿诺站在门口 回头说道 去看他们 逃蜜蜂啊 你是王妃 不准去 哦 阿诺 吹头丧气地 回到原处 伸手 拽了一只鸡腿 塞进嘴里 嘿 这是谁烤的呀 都烤糊了 来人 把烤鸡的这人 拉出去 打三十鞭子 敏带回答 妹妹呀 这是大王亲手烤的 哦 好吃好吃 我吃 赵姬摇着头 对圆圆和双儿说道 咱们 还是去打那个牌什么 牌酒 双儿回答 赵姬挥着手说道 咱们打牌酒去 哎呀 紫嫣呐 你可得快点回来呀 不然哀家给你留的钱 可就被他们都弄走了 知道了 马上 紫嫣的声音是越飘越远 唐全宫内外 欢声笑语不断 直到深夜的时候 依旧是灯火通明 热闹非凡 此时 若是有人站在离山巅峰俯瞰 定会看见 离山脚下的唐全宫 又是天上的宫雀 落入凡间一般 就在这时 五十匹快马 趁着夜色在赶路 这些人 全都是黑衣黑甲 黑斗篷 就连脸上 也带着黑色的面具 战马 一声长思 为首之人 擂住战马 其余的人 也纷纷地停了下来 少府 不到十二个时辰 长驹五百余里 已经换了三马 这马 眼看着也到了极限了 背下 请少府 准许我等 稍息片刻 恢复马力 黄空说的 按现在速度 明天就能追上赵高 今晚就在此处速赢 谢少府 就地速赢 命令刚一下达 就有好几匹马 打着响鼻 栽倒栽地 马上骑士 是联盟跳下马背 将马具卸下 这时候 是没啥好法子的 就看这些马的命 够不够硬了 黄空摘下长剑 攥在手中 随便找了个松树 靠着坐下 侍卫将水囊 递给了黄空 黄空喝了一口之后 抬头看着天上月亮 说道 君侯啊 此时 就算你醒悟过来 也晚了 抱歉 白轩这一觉 睡得特别香甜 以至于 嬴政和仲臣 闹得都快把天筒破了 都没把白轩吵醒 按理说 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 白轩的警惕性很高 如果有危险靠近 他会马上醒过来 但这一次 不知为何 对身边的吵闹 却是充耳不闻 当嬴政等人 从温泉旁转移到汤泉公正殿紫霄店内的时候 冯去吉 崔顾 李斯 甘罗四个人 抬着白轩的软踏 一边走 一边唱着云中军 这都没有 这都没有让白轩 这都没有让白轩醒过来 这一夜欢歌 直到月亮坠入山那边的时候 唐泉公才逐渐地恢复了平静 紫霄店内仍旧是灯火通明 大店内寒声四起 宦官和公俄们 轻手轻脚地 把抱在一起的大秦众臣分开 然后给他们盖上毯子 这时患者令 捏手捏脚地来到嬴政身边 此时嬴政正趴在转岸上 打着呼噜呢 患者令轻声地呼唤着 大王 大王 嬴政缓缓地抬起头 他那双通红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患者令 患者令吓得倒坐在地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嬴政站起身来 把桌案上的背盘扫落了余地 然后把桌案推到白萱的软榻旁边摆好 再然后嬴政就躺在桌案上 伸出一只手 死死地攥住白萱的手 然后嬴政说的 来人 给寡人拿个枕头 再拿毯子过来 寡人一个 大兄一个 诺 嬴政看着还在熟睡的白萱 小声说的 大兄 好久没这样看着你了 以前是你护着小郑 以后换小郑护着你吧 毯子轻轻地盖在嬴政和白萱身上 嬴政挪了挪身子 让自己躺得舒服之后 然后攥着白萱的手睡着了 而这时 白萱的双眼慢慢睁开 他侧头看看 紧挨着自己的嬴政 随后把头转了回去 有个声音在白萱心中喊道 我尽力了 你莫怪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军灵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76集 洛译文献侯府 崔姬带着一大帮侍女扑腹 将紫燕的规格打扫得是一尘不染 崔姬则亲自给紫燕整理卧榻 还把梳妆台和首饰盒都一一摆好了 紫燕的衣裙 也都是从箱子里取出来 挂在衣柜里面 吕府大门外 几十个仆人 将大门周围三百步范围之内的地面 收拾得是干净整洁 吕不韦和几个门客 站在府门前 看着仆人们挂灯笼 火红火红的灯笼 在周围金黄的树叶衬托下 显得粪外的醒目 这时管家说道 家主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 吕不韦回的 行 挺好 管家又问道 这少君什么时候到啊 你这老货 问了几遍了 这么远的路 紫燕年龄又小 肯定走不快 我算计这 怎么也得再过个五六天吧 管家说道 家主 你有君和一个兄弟 足矣啊 吕不韦又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个老货 你又不是读书人 哪来的读书人的酸气啊 管家说道 嘿嘿 我虽不是读书人 可却不比读书人差呀 哦 夫人过来了 吕不韦向门内看去 只见 崔姬在一帮女的错拥下 快步向她走了过来 年近四十的崔姬 此时走起路来 依旧像个少女般轻盈 吕不韦 双手抱在腹间 看着美妻 向自己走来 笑容不知不觉地 爬上她的脸 吕不韦缓地说道 哈哈哈哈 到现在我才明白 年轻时的雄心壮志 是多么的可笑啊 到现在我才明白 什么对我最重要啊 若能再重来一次 我再也不会弄什么 奇惑可居了 有爱我的 和我爱的陪着我就够了 崔姬上前说道 夫君 你一个人在这嘀咕什么呢 妾身看见你嘴冻了 管家说道 夫人 家主刚才在说 你这老货 没有别的事情要做吗 快去 管家笑着退到一边 吕不韦拉住崔姬的手 问道 都收拾好了 崔姬回道 应该都好了 雪身实在想不出还差什么了 吕不韦捧着崔姬的脸说道 紫燕是你的女儿 她不会挑你的 再说 缺什么可以马上去买呀 咱家是在洛逸 这缺什么都来得及买 那倒是 夫君啊 紫燕快到了吧 嗯 应该快到了 我已经派人去城门守着了 只要来了 肯定先回报 就在这时 管家来说道 家主 夫人 小六回来了 这件一匹快马 游远及近 那马背上 叫做小六的少年 催马到了府门前 翻身下马 来到台阶下 抱拳失礼 还没等少年说话 催机连忙问的 快说 是不是紫燕回来了 小六答的 欺变家主夫人 我和仁叔在城门等着 老远就看见来了大队人马 那驾驶 那气派 一看就是咸阳来的 还有 仁叔说 来的车架中有安车 肯定是少军回来了 所以 就让我先回来报训 仁叔 还有其他人 在城门口等着少军呢 听吧 催机是欢呼一声 抱着吕不韦 是一顿的摇晃 吕不韦笑道 从城门口到咱们家 还有段距离 趁这个机会 你再去看看 这沐浴的香汤 换洗的衣物 还有准备的菜肴 这次 就咱们一家人 明天再请 夏侯俊守他们 催机回答 早就跟你说要隐忍 可你就是好面子 那个田剑也真是的 舍不得花钱 还非得要个 李贤下士的好名声 那风君既不实惠 也不显赫 要他做事 吕不韦说道 哎 阿璇风君又风侯 也成了相邦 我和他一比 就差一个风君了 这样一来 我就一样了 这样 才不会委屈了紫言嘛 催机 看了脸吕不韦 然后说道 就你会说 我回去看看 你就在这等着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就是有了小的 忘了老的 老的小的 我都疼 学哪一个都不行 吕不韦摆了摆手说道 快去吧 我在这等着 催机笑着走进府内 管家此时叫喊着 让仆人们 再把周围打扫一下 不能用扫帚 就用手剪 因为扫帚会扬起烟尘 怕枪到紫音呢 吕不韦也不去制止管家的小题大作 因为此时 他的心中全是紫言 远远的 看见了车队 的确是微波无效 很有气势 但随着距离的拉近 吕不韦脸上的笑容 没了 因为 他看到了车队前面 有一面黑色暗红云龙纹的 琴子大旗 在阴风飘舞 煞事醒目 王启 怎么会是王启 不是紫言 车队逐渐靠近 吕不韦的脸色 越发的难看 因为 他看到的 不是白家亲卫 不是王城近卫 而是让人 闻声色变的 黑兵卫 与此同时 吕不韦还看到 洛义郡守 夏侯商 率领着 郡兵和郡卫 跟在车队后面 吕不韦的心 顿时已沉 黑兵卫 圆看着 就如同一片黑云一般 近看着 如同是 黑色的冰山 那整齐的马蹄声 不仅敲在大地上 也敲在了 吕不韦的心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破绝 第 477集 吕不韦 慌忙说的 管家 速速回复 告知夫人 要他待在内宅 别出来 告诉他 来的是黑兵卫 是 就在这时 马车停在 吕不韦面前 而那些黑兵卫 则迅速散开 吕不韦知道 他的府邸 被包围了 黑兵卫 一个个端坐在马上 那一张张黑色的 好窝修饰的面具 全都对着吕不韦 没有一个人行礼 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吕府门前 安静的下人 车帘一跳 赵高下了马车 他手捧王赵 来到了吕不韦面前 中车府令赵高 拜见文信后 吕不韦 微微寒手问道 大王有何训事 赵高说道 还是到府内再说吧 好 请 呃 文信号 赵高不是一个人来的 吕不韦看向赵高身后 只看了一眼 他就诧异地问道 黑位 难道是大王亲自来了 赵高身后 四五个黑位 拥挫着一个人 黑位的铠甲面具 和黑兵位 有明显区别 而且 黑位本身 就是保护秦王的 除了秦王之外 没人有资格 受到黑位的保护 吕不韦 走下台阶 快步来到黑位面前 挡在前面的黑位 迅速让开 吕不韦心中 咯噔一下 他 看见了 黄空 而黄空的右手里 绝对一面 金龙令牌 吕不韦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臣 吕不韦拜见大王 黄空说道 文信侯免礼 大王 有几句话要问你 吕不韦说道 吕不韦 聆听大王训事 请少府进府 黄空 收起金龙令 大步走进府内 吕不韦回头看了看 郡守夏侯商 夏侯商 冲着吕不韦摇来摇头 那意思是 他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吕府正堂内 黄空居中而立 吕不韦面对 黄空跪坐 赵高 在一侧跪坐 黄空说道 中车府令 你先 还是我先啊 赵高回答 少府守着大王金龙令 犹如大王清临 就请少府先 黄空再次举起金龙令 闻信后 臣在 大王问 秦风君河南 十十万户 君何攻于秦 吕不韦 吕不韦 扣手之后 挺直腰身 他直视 黄空手中的金龙令牌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 不颤抖 吕不韦 于邯郸 邂逅后 先王 不韦 以全部身家 资助先王 结交各国世子 让先王的贤名 传于各国 不韦 知神返回秦国 为先王谋划 终于让先王 从安国军 数十子寺中 脱颖而出 最终 先王即位 成了庄相王 不韦 韦相 主政期间 秦国疆域 得到了扩张 天下英才 纷纷细向入秦 不韦和白宣 精心布局 北居匈奴 于疆域之外 头曼城一战 大秦扬威于外 锐不可当 韩古关一战 吴国联军祭灭 姓陵军 魏无忌 死 大秦自辞 无忧 先王崩世 不为尽心辅佐大王 我与白宣 相辅相辅相成 同心协力 破了吴国 合纵公秦 使我王 为福四海 大王 尽其所指 吾不败福 关东 祖国 一直把大秦 视为 荣敌之国 虎狼之辈 陈 主持编撰了 吕氏春秋 让我大秦 文志武功 皆震惊于事 请问大王 臣与秦 无功吗 黄空又说的 大王问 君 何 亲 于秦 号称 重 父 听到这话 吕不韦 听之的腰身 瞬间 就弯了下去 秦 封君 河南 十十万户 君 何 公 于秦 君 何 亲 于秦 号称 重 父 这两句话 是分着问的 黄空完全是 按照 嬴政的意思问的 黄空 在甘泉宫 只停留了一会儿 领了令牌 就走了 嬴政 也没有见黄空 由此可见 嬴政只怕是 早有此意 早就跟黄空 说过这样的话 否则 黄空就是有 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 这样问吕不韦 这句话 前一句问 吕不韦 秦国 封你何呢 十亿十万户 你吕不韦 有什么功劳啊 嬴政 从一个 滞留邯郸的 连质子 都算不上的 王孙 直至成为秦王 吕不韦 吕不韦在其中 做了什么 嬴政心中 清楚得很 莫说是嬴政了 先王子楚 是怎么 当上秦王的 嬴政心里 也是一清二楚 这一问 不是明知故问吗 不是 自古 君王若是 问臣子 这句话 其实是在 告诉臣子 你那些功劳 在我眼里 屁都算不上 因为你得罪我了 让我害怕了 所以你的功劳 全都没了 吕不韦 为大秦 谋划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况且 吕不韦 也不是一无是处 在大秦历代 相邦中 虽然比不了 变法的商鞅 但也算是 可以和张一 比肩的人物 嬴政一句话 就把他功劳 全部抹杀了 吕不韦 当然不服 当然要抗辩 所以才说了 那么多 自己的功劳 这是事实 不容反驳 但是 嬴政根本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跟吕不韦纠缠 而是 矛头一转 直戳 吕不韦心中 最不愿被触及的问题 君和亲于秦 号称重负 这是在问 你吕不韦 和秦国有什么亲缘 让寡人 叫你重负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78集 你吕不韦和秦国 有什么亲缘 让寡人 叫你重负 这句话 直接击垮了 吕不韦 当年 他和白萱 一起联手 挫败了 华阳太后的阴谋 之后 又接连 挫败 立荣王后的阴谋 直到最后 樊无稽 策反 成交失败 逃出大秦 立荣于党 才算被肃清了 还记得 咸阳血液吗 嬴政为何 大开杀戒 不就是因为 立荣于党 利用吕不韦和赵基的 没关系 大造舆论 诋毁嬴政吗 说实话 从挫败 华阳太后的阴谋 开始 吕不韦 对嬴政 究竟是谁的儿子 就有所猜疑了 后来 赵基为了 避免 吕不韦 独揽大权 干扰嬴政亲政 哄骗吕不韦 说嬴政 是吕不韦的儿子 从那时开始 吕不韦 是从心里 把嬴政 当儿子看 甚至 有一段时间 吕不韦还幻想过 是不是要自己 登上王位 然后给嬴政 改个姓 但是 有白宣在 这个心思 也只能是想想 而不敢落实 但不得不说 吕不韦是真的以为 嬴政 就是他儿子 如今 嬴政的一句话 直戳 吕不韦的痛处 吕不韦仿佛看到 年仅 二十二岁的嬴政 那充满了愤懑 和不懈的眼神 嬴政 此风如刀 刀刀封喉 瞬间 将吕不韦内心深处 仅存的幻想 奢望 期待 全部击碎了 吕不韦 吕不韦 崩溃 他趴在地上 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他知道 嬴政 再不是那个 天真单纯的小政了 他的鱼翼 已经丰满 深藏在血脉 深处的虎狼之威 已经显露出来 嬴政 已经杀了一个老外 若不是吕不韦 树大根深 很多众臣都为他说情 更有白宣的袒护 否则 吕不韦只怕是 紧跟着就布了 落矮的后唇了 但现在想来 这也成了嬴政 忌惮吕不韦的原因之一 不管吕不韦怎么委屈 怎么为自己辩解 他总是绕不过 召集这道坎 人在做 天在看 即便是吕不韦及时抽身 但对嬴政的伤害 已经造成 这是无可挽回的 而这也恰恰是 吕不韦所无法辩解的 怎么辩解呀 难道吕不韦对嬴政说 是你爹抢了我老婆 而你娘当时就怀着你 难道让吕不韦对嬴政说 是你娘缠着我不放的 其实我也不想那样 如果吕不韦真敢这样说 怕是死得更快 甚至会举足歼灭 吕不韦也明白 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 除了他和赵姬的关系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吕不韦的政见和嬴政 并不相符 嬴政最崇拜的祖上是 秦牧公和秦孝公 最崇尚的是霸王之道 最欣赏的是 商鞅变法师确立的 以耕之为荣 以斩首为勇的法家路线 最崇尚的是权力和刑法 而吕不韦在执政中 却对此有所纠正 过去秦国是上手工之国 作战以斩杀敌人手机数目 作为战胜之标志 动辄斩杀人数是数以万计 吕不韦之政以后 鼓吹以一兵逐暴军 秦国对外战争中攻占之地虽多 但杀戮却大大减少 若干次大的胜利战争 史书却找不到秦军的斩首记录 更为明显的是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一书中 并没有把法家摆在最显著的位置 反而最推崇道家 提出将人政从王道上君德这路 试图将崇尚霸道的秦国 变成崇尚人道的国家 这就好比逼着一只猛虎 只能吃草不能吃肉一样 分歧和冲突日积月累 肯定是要爆发出来的 最后一点就是 自古以来君主最忌惮的是 功高震主 吕不韦刚才表述自己功老师就说过 他先后扶持了子楚 嬴政这两个王上台 其功是不可谓不高 他扶持年幼的嬴政上台 自然有一种权威 嬴政都称之他为重负 或许吕不韦自己感觉不到 但是没有吕不韦在场的时候 嬴政都会感到有种压力 这就是所谓的功高震主 落矮谋逆牵扯到吕不韦 嬴政想解决他时 这朝中上下竟然为他说情的人那么多 可见其势力有多大 吕不韦被钱送出都城咸阳时 他的几千门客居然没有做鸟兽散 投靠新主 反而死心塌地地跟随他去了河南 可见吕不韦凝聚力之强 人们对他东山再起的希望之高啊 这也是为何白宣提醒吕不韦要低调 要小心的原因所在 吕不韦回到洛邑之后 前往拜访的各国使节 居然还是洛邑不决 可见吕不韦的名气有多大 声望有多高了 有声望名气大 嬴政不会在乎 即便在乎也至少不会产生杀了吕不韦的心思 嬴政忌惮的是 吕不韦对秦国了解那么深 万一被其他诸侯国挖去利用 那对秦国绝对是巨大的威胁 这点上 嬴政和秦昭湘王诛杀白起的做法不谋而合 我不用的东西谁也别想用 嬴政只用了两句话 就让吕不韦心如死灰 所有的骄傲和尊严 被嬴政拽下来摔在地上狠狠地践踏 吕不韦还能说什么怨什么呢 如果他没有遇到自处 吕不韦或许会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 也会有他爱的妻子儿女 尽管不大可能轻使刘明 但至少他活在当下活得很舒坦 如果吕不韦没有和赵姬的感情纠葛 而白轩也埋没在邯郸城外的黄土之中的话 或许现在他依然还是大亲的相邦 当他老迈的不能理政时 才会把权力还给影政 如果如果 有很多种如果和可能 但都不是真的 到了这个时候 任何假设都没有半点意义 吕不韦只能面对现实 吕不韦缓缓地折起身子 抬起头看着黄空 他那张脸仿佛一瞬间老了二十岁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秦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叉叉不绝 第479集 吕不韦有罪无功请罚 黄空邪了一眼赵高 赵高哆嗦着打开锦囊取出王赵 王有命 命吕不韦及其家眷千居八数 即刻启程不得有误 听到赵高说完 吕不韦面如死灰的脸上 瞬间就有了光彩 他颤抖着问道 赵福灵 赵高回答 是啊 绝对是 文姓红若是不信 您可以验看 吕不韦一把 吕不韦一把抢过王赵 您到底还是顾念旧情的 您还是舍不得老臣的 谢大王 谢大王 就在这时 黄空的手伸向赵高 拿来我看 赵高回答 少佛 这是大王亲笔所说 不会错的 给我 赵高一哆嗦 赶紧把王赵递给了黄空 黄空当然知道 这王赵是真的 因为 嬴政是当着他的面写的 但是 嬴政写完这道王赵之后 对黄空又说了一句 他见到这道王赵 肯定会笑 前往巴蜀 必得返回关中 必得路过咸阳 到了咸阳 他也就去不了巴蜀了 因为寡人的大兄 绝对会把他留在关中 留在白家庄园的 若是大兄开口 寡人只能照准 大兄这是在用寡人 对他的信来做交易 也是用寡人最看重的 和大兄之间的情谊 做交易 黄空 若有机会 你带寡人去趟洛义 你去问问吕不韦 你就说 寡人问他 秦 封军河南 十十万户 君和公于秦 君和亲于秦 号称重负 不知道他能不能明白寡人的意思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勇气 让寡人和大兄之间的情谊 不受半点损害 黄空 最在意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嬴政 另一个就是白宣 所以他早就打定主意了 赵高 你先出去 本少府要和文信侯 单独说几句话 赵高联盟说道 少府啊 这是大王的诏命 少府三私啊 出去 赵高退了出去 黄空坐在吕不韦面前 掏出手帕 递给吕不韦 文信侯 在大秦 你最不希望他出半点闪失的人 是谁呀 换句话说 你最在意的人 是谁呢 吕不韦一脸轻蔑地 看着黄空说道 哼 你一个无家无业无亲无后的阉人 能问出这句话 足见你是动了一番心思的 你一定会以为本侯会说 本侯最在意的人是白宣 白宣代本侯情深义重 现在想来当初本侯若是多听他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的下场 本侯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是想告诉本侯 如果是本侯还想狗活 那就会连累了白宣 但是本侯告诉你 白宣此人 只要是他敢做的事情 就不怕什么连累 黄空说道 这是我最担心的 落矮谋逆最多是让大王羞愤难当 若是君侯 大清将会面临灭顶之塞呀 几手危机过去了 大王还会相信任何人吗 大王还能有如今的威势吗 文信侯 你做过大清相邦 你明白大清走到如今这一步有多么的艰难 大清能有今天也有相邦的辛劳 相邦就忍心看着大清境内风烟四骑 观众百姓生灵涂炭嘛 相邦 黄空跪倒在地 吕不韦却站起身来说道 你说得对 这种不顾一气的勇气 白萱有 他也的确有本事能够做得出来 其实 本侯方才的话没有说完 在大秦 我最在意的人不是白萱 但本侯绝不告诉你他是谁 麻烦少府告知白萱 就说 吕不韦欠他的情 今生无缘报场 下一世 吕不韦皆草闲还 定当还给他 黄空抬起头看着吕不韦 他脸上的阴霾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素人 黄空把我拳拱手说道 温信侯高义 黄空既敢且配 吕不韦又说道 莫急 本侯会让你满意的 此时 黄空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玉瓶 放在吕不韦面前 黄空说道 温信侯 此瓶内为震灸 只需一口就可取人性命 您不会痛苦 吕不韦笑道 哈哈哈哈 不会痛苦 难道 少府事官 不然您怎知不会痛苦啊 吕不韦为大秦相邦 绝封闻信侯 连大王都没说我该死 你有什么资格 替代大王赐我振灸 难道 你想让大王背负上 诛杀功臣的罪名吗 你想让大王背上 弑父之名吗 黄空叫道 吕不韦 你大逆不道 苍的一声 长剑出鞘 直指吕不韦 吕不韦抬手 用中指和食指 在剑上谈了谈说道 先王去使 命大王遵我为重负 重负也是负 你这瓶振灸给了我 这骂名却留给了大王 黄空 这是你的本意吗 黄空愣住了 他的长剑慢慢坠下 这时 吕不韦大喊一声 管家 管家出现在门口 吕不韦吩咐的 只宴备酒 本侯要款待 黄少福和赵府令 啊 请下侯郡手作陪 家主 诺 黄空问的 文信侯这是何意 吕不韦说的 我自己喝酒喝死的 与别人 喝干 黄空还剑入鞘 扶手说的 黄空愿陪文信侯 通饮三百杯 吕不韦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能与本侯通饮者 为白轩与他而已 不过 少福之情 本侯领了 请入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四百八十记 吕府酒宴 堪称是奢华 别说什么 真修美食 背叛罗列 也不要说什么 忠名鼎食 乌尽荣华 只说 这络绎城中 歌舞大家旗帜 并且拿出了 审平最大的本事 为吕不韦献议 这就足以说明 吕不韦的声望和地位 是有多么的高啊 正如吕不韦说的那样 如果他真的喝了振酒而死 傻功臣 弑父的恶名 嬴政 是一辈子也洗不掉的 即便是大秦史官不予记录 那么各国的史官 也会在史册上留下一笔 这对嬴政而言 是一个最大的污点 杀功臣 视为不仁 弑父 视为不孝 不仁不孝的君王 在史册上 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暴君 吕不韦真的不想让嬴政背上这个骂名 所以他选择了这种貌似潇洒 实际上比喝毒药还要痛苦一万倍的死法 此时皇空也明白了吕不韦的用心 他只是闷头喝酒 连看一眼吕不韦的勇气都没有 赵高和夏侯商频频地向吕不韦敬酒 此时崔姬来了 他不顾礼法 闯进宴会厅 就坐在吕不韦身边 为他满酒不散 崔姬没有哭 甚至没有掉一滴眼泪 吕不韦说的 别做傻事 等紫燕来了 把家都给他 他会为你养老送终的 崔姬点着头 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站起身来 伴着乐曲声 为吕不韦跳进了舞蹈 吕不韦豪放地大笑着 同时将酒这一杯接一杯地 灌进嘴里 说实话 照这个喝法 用不了多久就会醉倒 但离死还差得远 这时吕不韦已经是 面如屠珠 醉眼迷离 他一手撑着桌 一手举着酒杯喊道 阿璇 再陪韦兄喝一杯 贤王 何时来的 快为贤王布置桌案 贤王 您是来接不韦的吗 接贤王 吕不韦游 腿不韦摇摇晃晃地栽倒在地 垂即抱起吕不韦 把他头放在自己腿上 夫人 我好难受啊 夫君 我更难受 都怪我自己没有听你的话 没有听白轩的话呀 夫君 我不怪你 你好好活着 等着紫燕来呀 啊 好难受 我的头要炸开了 我的心似乎要跳出来了 夫人 帮我 帮我 崔姬泪眼婆娑 她把脸贴在吕不韦脸上 崔姬那温凉滑润的肌肤 让吕不韦稍微好受了些 夫君 妾身对不住你 没能给你生下一男伴女 其实 本来是该有的 但是每次和夫君户爱之前 我都服了药 等到时间久了 我想要孩子的时候 却不能了 却不能了 夫君 我其实是君侯派到你身边的 我是冷风孝伟 只不过夫君离开咸阳之前 我已经是自由身了 夫君 我对不起你 吕不韦说的 我知道我身边有阿萱的人 就好像阿萱也知道 他身边有我的人一样 不过 我没想到 既然会是你呀 阿萱比我高明 喝酒喝酒 夫人 再为我唱一首尖家吧 吕不韦 颤抖着手将酒一杯杯地灌进嘴里 当他的手臂再也举不起来的时候 他瞪着双眼喊道 我先走了 你好好的 今生无缘 下辈子 我还找你 崔吉听拔嚎啕大哭 他一只右手抵在吕不韦伯镜之间猛一用力 吕不韦伯那令人听了都感到扎心的呻吟声 戛然而止 黄空的眼睛直了 因为他看出来 崔吉用的是原大金营卫的独家杀人手法 锁喉手 中了锁喉手的人 游死无声 崔吉慢慢地抬起头 说道 闻信侯 饮酒过量 救之不及 已酒红事 请少服服令 待臣妇禀告大王 黄空 赵高 拱手答道 诺啊 崔吉又说道 夏侯郡手 请您待臣妾至丧 我家 家主丧事 细听夏侯郡手吩咐 夫人 夏侯声回道 谨遵夫人之命 崔吉说完之后便不再说话了 他抱着吕不韦的身子 用一块丝巾 为吕不韦仔细地擦着面颊 他还拔下了头上金簪 仔细地为吕不韦把胡须和眉毛里顺了 崔吉的动作 有板有眼 丝毫不乱 赵高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起身走出宴会厅 黄空也站起身来 到了吕不韦身边 将手放在吕不韦口鼻之前 你应该按压脉搏 这样最准 你还需翻开眼皮 看看他的眼人是否扩大 要不要切身帮你 黄空后退一步说道 在下不敢 师子所在 还请前辈体谅 快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秦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81集 黄空拱手一礼 退了出去 此时 吕府之内 已经哭声四起 府门外 悬挂的红灯 被摘了下来 换上了 白绸子的灯笼 黄空低头 迈不向前 却被夏侯商拦住了 少父留步 这文信侯已经轰式 其余家眷门客 是否按照王赵 千席巴蜀啊 黄空回答 活着 千席巴蜀 死了 还怎么签 可毕竟有王赵啊 此事有我 你只需办好丧事 守住吕府 告诉那些门客 不用害怕 这里会有新主人的 少父的意思是 不该问的 别问 大女 应该已经从咸阳出发了 夏侯商拱手说道 下官明白 明白 黄空 对站在一旁 低头不语的赵高说道 你走不走 赵高回答 我想 等大女到来 黄空说道 你若不怕大女骂你 你就留在这里 那我还是 跟你走吧 夏侯商将二人送出门外 看着二人上了马车 黄空 领走之前说了句 夏侯俊手 从现在开始 洛义执行宵禁 严格盘查往来行人 大王有命 紫烟大女若有半点差池 洛义举城居民 皆为他陪葬 这三十个黑兵位 留下协助你 他们行动 你不用过问 夏侯商吓得 立刻跪倒在地 连声说道 下官明白 下官明白 待赵国和黄空所候 夏侯商才哆嗦着 站起身来吼道 俊成 立刻全城宵禁 严查往来人等 俗清城内 务必不留任何死角 遵命 独位 调集郡兵 以及各县县卒 一是守卫文信侯府 二是要日夜巡防 落一城 遵命 半天之后 整个洛义的大街小巷上 再也没有一个闲人 在瞎逛了 随后 各国派往洛义的戏作 悉数落网 半月之后 紫燕回到了一片高速的旅府 当他下车之后 只见府门前 跪满了一身白衣的门壳 少军 少军啊 你怎么才回来呀 老管家趴在地上 用巴掌狠狠地拍着地面 紫燕的眼泪 刷得就流了下来 他上前几步 扶起老管家 又对着重门客说道 免礼请起 随我到灵堂祭奠 老管家 拉住紫燕的手 是气不成声 紫燕身后 除了奶妈和绿衣之外 还有五百百家子弟 组成的亲卫 这五百亲卫 称得上是 白家子弟中的精英了 为首的就是白泽 白家亲卫 迅速接管了 旅府的守卫工作 白家仆府也迅速地进驻旅府 此时站在门口的夏侯生才看见 旅府门前还有一对规模更大的人马 竟然有两千人之多 这些人全都是黑衣黑甲 人高麻大 全身上下 堪称是武装到了牙齿 为首一员大将 是黑盔黑甲 黑色战袍 面颊放了下来 遮住了脸庞 显得是阴森森的 甚是可怖 而他所骑的是一匹 比别的战马高出一头 浑身上下火红的巨马 在这员大将身后 跟着两位年轻的将军 这两位夏侯生是认识的 一个是蒙田 一个是李信 夏侯生一步一步地 挪到这位将军面前 拱手问道 下官 洛义郡守下猴商 敢问将军到此 有何功感 哪蒙面将军回答 从现在开始 你每天到旅府应谋 旅府周围三里镇内 化为禁区 洛义已经消禁了 日后还会有五千兵马进驻 明军卫以及所有军兵 立刻向蒙田将军报备 即日起 洛义防务 为蒙田将军管辖 夏侯生连忙答道 夏侯生孙命 请将军出示兵符信印 以及大王的王赵 吕信一仰手 一个锦囊落在夏侯商的怀中 夏侯商打开锦囊一看 就跪倒在地 将锦囊高高地举过头顶 那蒙面将军说道 军手请起 随我来 诺 吕不韦的灵堂中 他已经躺在厚重的棺果内 只是没有盖上棺盖 这是崔姬要求的 说是无论如何 也要让他们妇女 见上一面 此时 绿衣抱着紫燕 站在棺果旁边 紫燕是一边哭喊着 一边用小手 施劲地拍着棺果 并施劲地 要伸手 摸吕不韦的脸 可 他的手 却被奶娘抓住了 奶娘说道 大女 闻心猴走得安详 万万不可将泪水 落在他的脸上 否则 闻心猴不会安心的 小小的紫燕 第一次经历生死离别 他已经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他只知道 那个疼他 宠他 从来不会 对他吹胡子瞪眼的义父 再也不会对他笑了 再也不会 手把手地 教他写字 再也不会带着他 在络绎城外的天野上 纵麻熟猎了 紫燕的心 疼得像针扎一样 唯有拼命地哭喊 才能够减轻疼痛 就在这时 一双大手 从绿衣手中 接过紫燕 绿衣只看了一眼那人 就把紫燕交给了他 随后 躬身退下 紫燕已经哭得没有力气了 他趴在蒙面将军肩膀上 哀哀地哭着 蒙面将军一手抱着紫燕 一手摘下了头盔 跪在一旁的老管家一看 立刻残叫一声 军侯 军侯哈哈哈哈 蒙面将军就是白轩 白轩来了 来送吕不韦 最后一程 白轩从怀里 举出一块玉壁 对躺在棺果中的吕不韦说道 你送我的 还记得吗 就在邯郸郊外 那时候 你真年轻啊 哦 还有仙王 当时 他被尸体压在下面动弹不得 一大呼小叫地来求救 人这爷生 真是很奇妙啊 就那一回 你我就有了不解之缘 老哥 你让兄弟 说你什么好呢 第一句话 你这辈子 没白火 第二句话 兄弟带大王 还有大秦 谢你的筹谋之功 第三句话 他让我告诉你 别急着投胎 要你等着他 老哥 老哥呀 人死如灯灭 生前之事 不管什么恩怨情仇 都烟消云散了 你的儿 泽燕 来送你了 兄弟 也来送你了 你 一路走好 文天和李信 也摘下头盔 有权鸡胸喊道 相邦 一路走好 白玄转身 挥了挥手 夏侯双大喊了一声 文信侯走好 改观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82集 爹爹 爹爹 紫燕拼命地 伸着两只小手 想要阻止盖棺 老管家 则嚎啕大哭 家主 侯爷 您保佑夫人 您保佑少君啊 吕府上下 哀声四起 知道吕不韦的官改 和尚钉死之后 这哭声 才渐渐缓和下来 白玄 四处一看 立声贺问管家 你家夫人哪 有谁看到他了 管家立马回答 夫人一见 少君 就哭晕了 被送回内宅 有天生侍女看着 应该不会有事 白玄 一跺脚骂道 糊涂 快去把你家夫人 请出来 老管家 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连忙地起身 向内宅跑去 他边跑边喊 快去 快去把夫人请来 快啊 但是 晚了 白玄 站在灵堂内 都能听见 内宅门口 传来的 侍女们的哭喊声 太管家 不好了 夫人喝了阵酒 喝了阵酒 还有得救吗 肯定没有 白玄 看了一眼 已经哭晕过去的紫言 他心疼得 仿佛是心上插了把刀 他把紫言交给奶娘和绿衣 并对他俩说道 看好紫言 他不能再受刺激了 奶娘眼泪掉了出来 他点了点头说道 君侯放心 老身小的 绿衣也说道 君侯 大女需要母亲的陪伴 白玄 点点头说道 你说得对 我来办 崔姬的关锅 就摆在吕不韦的旁边 白玄手里攥着崔姬 临死前写的遗书 仰头感慨 你呀 莫怪本君 正因为本君对你有愧 这才让紫言认你做异母 今生你活得苦楚 好在 临去之前 有吕胸疼爱 下辈子 生在本分人家 也不用长得多美 只要能够遇上个 疼你的 爱你的人就好了 吕胸疼爱 紫言还小 心神受不了过多刺激 好在 你临去之前 已经和他见了面了 所以 就不让他来看你最后一眼了 崔姬 你是大秦最好的女儿 白玄 谢你了 好走 崔姬的官果 慢慢地合上盖子 老管家哭瘫在地上 只剩下倒气的份了 夏侯商凑了过来 小声说道 军侯 照你的吩咐 一切安排妥当 这个府内见到您的人不多 是不是 夏侯商做了个砍的动作 白玄 冷眼看着他 你就不会把他们单独关在一处 难道就非得杀吗 府内事情 你不用管 本君自有计较 管好你的民政 粮草君资 这四个字 半岔了一样 小心你的脑袋 诺 夏侯商擦着汗 跟在白玄身后 他现在是一步都不敢离开白玄 就怕这一件事没办好 被白玄摘了脑袋 白玄走了两步停住 他回头看了看 跟在身后的夏侯商 紧不住皱皱眉头 夏侯商 夏官在 以后非大事 不必见本君 可以直接跟他说 萧和 你过来 萧和 快步走了过来说道 师尊 有何吩咐 白玄说道 从现在开始 你协助河南郡守 夏侯商 参赞政务 河南郡 每日政务 由你汇总 将为时通报 遇到 有你和郡守 不能决断之事 再拿来找我 诺 萧和转身 冲着夏侯商一拱手 学生萧和 拜见郡守 夏侯商 连忙回礼说道 萧老弟 不要客气 你我今后 要互相帮产 请老弟 随我来 萧和 冲着白玄 施了一礼 白玄挥来挥手 然后 萧和 跟着夏侯商走了 白玄的到来 让吕府的惊慌 得到了缓解 众位门客 也都有了主心骨 这些门客 和白玄都很熟 白家 是不养门客的 否则 这些门客 至少有一半 都会去白家 如今 白玄到来 让这些门客 感到心中有主 一个个主动操持起 府内事情了 白玄当然知道 这些人的本事 大手一挥 先把 早就想好用处的 三百多人 征辟从军 成为军中文力 随后 又把三十个精英门客 冲入自己幕府 做幕僚 别以为 白玄这次来旅家 只是为了给老李两口子办丧事 然后顺便把人家的产业收入囊中的 白玄来此是有着重要的目的的 拔方之广 周落为中 为之 洛义 由于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洛义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欲 从洛义向西 七百余里 就是赵国都城邯郸 白玄为何来此 这目的 不说自明 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 白玄才来到紫音的规格 此时紫音还在睡着 过了半月之后 吕不韦夫妻葬入首阳山下 白玄劝住了紫音 想要在墓前劫如首孝的打算 孩子孝心可嘉 可这时候真的不合时宜 这时候的紫音 是绝对不能离开白玄的视线范围的 老管家自告奋勇地留了下来 白玄感谢忠诚 留下了近百仆从 劫如而居 为吕不韦夫妻守志 安排好之后 白玄领着闺女回了洛义 这几天 紫音的精神状态就不太好 以前那个灵气逼人的小丫头 如今成了大家闺秀一般 不言不语的 走路都不带邪式 这就不是一个孩子应该有的表现了 这几天 张良和韩信是变着方的都紫言开心 可是效果不大 白玄知道 紫音的心中已经有了心结了 这个心结不是针对白玄的 主要是针对嬴政的 白玄虽然明白 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该怎么开解自己女儿 妇女二人回到府中 还没到正堂 就见到萧和快步走了过来 师尊 师母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江种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83集 白玄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这时候能来的师母 只能是他 白玄抱起此烟 快步走进正堂 当白玄迈步进入正堂之后 恰好燕罗也转过身来 夫妻二人四目相对 白感交集 这时紫燕喊了一句 娘 紫燕 委屈地伸开小手 扑进燕罗怀中 燕罗亲着紫燕 心疼地说的 我的紫燕 怎么哭成这样 在娘的身边时 娘怎么舍得 让你流一滴眼泪 都怪你爹 养了闺女不好好哄 总是惹我们生气 娘替你揍你爹 白玄哭笑不得地站在一边 也不知道该说些啥 紫燕这时擦着眼泪说的 娘 你别打爹爹 爹爹挺好的 福苏告诉我 正是为了不让我爹管这事 给我爹喝了昏睡之药 我爹整整睡了一晚 娘 我爹心里也不好受 你别说他了 燕罗抱着紫燕 来到了白玄身边 把紫燕送进了白玄怀中说的 该多亲就多亲 这是你亲闺女 我也没说不是 罗罗 快让我抱抱 白玄身手将娘俩抱在怀中 只有在这种时刻 白玄的心里才会感到无比的安宁 咸阳 犬秋殿 嬴政打开黑兵台的奏报 看过之后 沉默不语 他脸上也露出一丝不忍 这时 魏辽说的 大王 闻信侯也算是去得潇洒 大王节哀 嬴政说的 卓 我以君侯之礼葬至 目前礼翁众牌坊 以张贤弃功 王挽回道 大王英明 臣照办 嬴政又接着说道 闻信侯的风爵风地 不予收回 归白家大女白紫燕继承 待今后紫燕大婚游子之后 从儿女中 则一子 承袭 文锦侯 爵尾和封地 大宗正 俯首应诺 臣 尊命 嬴政这道王照 看似是给了白家实惠 其实 仔细一想 不得不赞叹 嬴政会算计 因为 紫燕最终 是要嫁给扶苏的 这其实也就等于 嬴政提前 给自己 那当不了太子的孙子 准备了去处 这十回 最终 还是落在了嬴家 反正 不管怎么说 过往的 恩恩怨怨 随着吕不韦的死 云散 烟消 而 吕不韦这种死法 也让嬴政心中的怨恨 减轻了不少 他把注意力又转向了 关东列国 嬴政说的 赵告天下 大秦君侯白宣 突发恶极 其本监各职 由冯去集 为辽赞领 臣等 遵命 秦王政十年 春 赵国国都 邯郸 沙丘宫 过去的一年 对赵王衍来说 是喜讯连连 首先 是公主敏黛 顺利地嫁给了 秦王嬴政 从大秦那儿传来的消息看 敏黛公主 很是受到了 嬴政的宠爱 尤其是 两个月前 传来了敏黛 已经有了身孕的喜讯 更加让赵王衍 开心的喜讯是 秦王政 竟然 让魏辽携带大量的金银财宝 出使照顾 当魏辽 进入邯郸城的时候 特意命人 将装着礼物的红旗大箱打开 整个车队 是金黄黄银灿灿的 车队 缓缓地 驶过邯郸主街 引起了全城的轰动 邯郸百姓 受万人空巷 追着看那大秦使节 咬人眼 动人心的财物 魏辽站在车上 命令副手 将一把把铜钱 撒向邯郸百姓 同时 命侍卫 其声大喊的 秦王王妃 敏代 有了秦王血脉 秦赵两家 血脉相通 犹如兄弟 此等喜事 理应同庆 邯郸百姓 立刻就被这大手笔惊呆了 紧跟着就兴奋了 疯狂了 数不清的人 是跟着秦国使团车队 一边捡钱 一边大喊 秦赵一家 普天同庆 整个邯郸都沸腾了 沙丘宫前 等着迎接魏辽的郭开 他眼红了 若不是碍于身份 他真的很想和那些百姓们 一起去捡钱 不过 当魏辽来到郭开面前 就在二人拱手治理之间 悄默声的魏辽就告诉郭开 甘罗带着几辆车 已经去了郭开府上 在这之后 郭开就拉着魏辽的手 仿佛见到了亲兄弟一般 国魏辛苦啊 大王正等着你呢 快随我来 见过大王之后 本官请国魏 去逍遥楼叙旧啊 魏辽回道 哈哈哈哈 早就听闻 逍遥楼的女子美如天仙呢 早就想见识一下 多谢大夫 一概消费 全由魏辽承担 听到这话 郭开的双眼笑成了一条缝 他假装客气地说道 诶 舍不得舍不得 你是贵客 真好让你破费啊 魏辽一直正在狂呼 勤赵一家普天同性的 邯郸百姓 对着郭开说道 大夫听听 勤赵一家呀 这一家人 还客气什么 郭开是哈哈大笑 拉着魏辽就赶紧去见赵王 此时此刻 沙丘宫的宫墙上 站着两个华府青年 一个是赵太子家 另外一个是公子谦 公子谦 兴奋地拍着手 对太子家说 大兄请看 秦王竟然派魏辽来了 还带了那么多贵重礼物 这是其他国家 前所未有的礼遇呀 太子家哼了一声道 哼 民间有言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公子谦说的 大兄此言差矣 秦赵本就是同族同族 亲近是应该的 再说 秦王是你媚婿 是我姐夫 这可是最实在的亲戚呀 太子家回的 哼 你可是忘了长平之耻 说完之后 太子家一甩袖跑走了 公子谦看着太子家的背影 眨巴眨巴眼说道 长平 那都过去多少年了 早知道秦赵联姨有这般好处 当初何必打呢 还是郭开说的对 秦赵联手才能纵横天下 秦赵联是我姐夫 敏代姐姐对我最好 所以 秦赵定会助我 你 不过是嫉妒了 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订阅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四百四十八集 沙丘宫内 魏辽大礼参拜赵王隐 礼仪态度既恭顺又亲热 这让赵王隐和仲臣很是得意 魏辽说道 大王 我王名下臣问候大王安 顺告大王 明代公主一切安好 这是明代公主亲手 魏辽大王秀的白子扶手图 祝大王扶手绵长 祝赵国国运长龙 呵呵呵 好好好 伤势辛苦 快做 大爷魏辽坐下之后 赵王爷笑眯眯地问道 赵太后安好啊 魏辽立刻起身恭敬地回答 太后万安 谢大王 赵王爷笑眯眯地说道 哎呀呀 都是一家人 那些虚礼就免了吧 魏辽白轩可好啊 魏辽脸上露出一丝悲气 回禀大王 下臣出使之前特意拜访了军侯 君侯并是吗 呃 还好还好 正在恢复当中 呃 君侯托下臣为白家三子白宝向我王求亲 所求的正是 民代公主府中娇儿 虽然还不知是公子或是公主 但君侯的意思下臣明白 是想为白家多一份保障 大王也知君侯有识人之能 能被他看中的绝对不是凡夫俗子 下臣特请大王明示 这段姻缘大王准否 赵王颜哈哈大笑说的 哈哈哈哈 白轩所求 寡人焉有不准之理啊 再说 这件事情还得秦王和民代答应才算呢 哈 你却来问寡人 岂不是本末到这了 魏辽笑道 哈哈 此事下臣已经奏报我王 我王答曰 只要赵王首肯 我王就定下这段姻缘 好 秦王真是有亲有义之人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赵国仲臣听得是满心的欢喜 纷纷的起身恭贺赵王爷 赵王爷更是开心得不得了 他拍着手对魏辽说道 寡人答应 民代投胎若是女儿的话 就许给白宝 若是儿子 那就让他们结为兄弟可好啊 魏辽立即说道 大王英明 赵王爷这时又问道 文信侯 文信侯轰事 着实令人惋惜啊 寡人听说文信侯是饮酒过度所致 不知是否如此啊 魏辽叹了口气说道 唉 回大王 正是啊 大王也知文信侯膝下无子 君侯代他是情深义重 就让白家大女摆文信侯为义父 其实我王以及大亲重臣都清楚 若不是白家子嗣凋零 君侯就是把自己嫡子给了文信侯 改姓吕都是愿意的 而文信侯对君侯也是情深义重 不愿抢了白家子嗣 所以就认了紫阴大女为义女 唉 君侯和文信侯的兄弟之情 真是叫我等羡慕尤家呀 后来 我王知道其中原委之后 就下诏为紫阴大女和太子扶苏赐婚 我王还说呀 待到太子扶苏和紫阴大女大婚之后 从他们的子嗣中挑出一个 承熄文信侯的爵位和封地 其实我王的心思我等都明白 我王就是要保证文信侯后继有人祭祀不断 君侯病重之前 命紫阴大女侍奉文信侯膝下 文信侯自然欢喜异常 可有听闻君侯病重 顿时就痛断肝肠啊 文信侯没法去见君侯 为了排解心中的痛苦 燕饮不错 谁都劝不了 最后竟然 唉 赵王岩说道 赵王岩说道 秦王当真是有情有义 文信侯也是赤胆中心啊 白宣更是一片赤城 大秦君臣之间如此关乎 还当真是叫寡人羡慕啊 好啊 赵王岩说完 大殿之间 大殿之间是一片的唏嘘赞叹之声 为了 陈氏说道 启离大王 我王有言 如果敏黛公主为我王诞下王子 我王就把九鼎中的冀州之鼎送给大王 此言一出 大殿上是响起一片惊呼声 谁都知道这九鼎所代表的意义 九鼎是华夏的代名词 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 夏朝 商朝 周朝 三代奉其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 相传 夏朝初年 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 令九州周牧贡献青铜 铸造九鼎象征九州 又将九州的名山大川 其一支物 铸刻于九鼎之身 以一鼎象征一州 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 自此以后 历朝历代君王都已获得九鼎 而象征自己的王朝是华夏正统 东周末年 周王氏衰微 秦楚两国曾兴师问鼎 直至秦庄湘王灭了东周国 将九鼎置于咸阳张台公之后 大秦奄然就有了天下共主的气势 此时将一州鼎送给赵国 那意义是非同凡响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订阅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秦军灵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85集 赵王眼激动的双眼放光 连连点头可就是说不出一句话 所谓赵国的君主 赵王眼并不傻 也不会被几句好话所迷惑 但他毕竟还是个人 世人就有缺点就有短处 他之所以会问白轩的病情 以及吕不韦的死因 当然是有目的的 白轩是谁 大秦的君侯 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 在白轩的指挥下 秦军是北巨匈奴 打的匈奴不敢南下 在白轩的指挥下 秦军接连两次 击败了合纵公秦 自从白轩归秦之后 秦军是霉战必胜 从无败计 因此白轩在各国君王心目中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的祖父白起 已经成为了不可战胜的象征 赵王眼打听白轩的病情 就是想知道白轩还能不能披挂上阵 魏辽回答这个问题时 有些枝无糖色 这就等于给赵王眼吃了一颗定心丸 再加上魏辽说白轩着急忙慌的 也要给白宝定门好亲身 这等于是在告诉赵王眼 白轩的病很重 重到了要着急安排后事的地步 而秦王的一句话将冀州顶还给赵国 就更加让赵王眼心中笃定 白轩这位大秦的战神怕是命不久矣了 而赵王眼问吕不韦的死因 就是想试探一下嬴政对关东各国的态度 赵王眼和齐王健去咸阳之前摆访了吕不韦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看看嬴政的反应 若是嬴政怒杀吕不韦 那就说明嬴政心里还是要灭各国的 但是如今白轩病得着急安排后事 吕不韦又喝酒喝死了 嬴政以君侯之礼后葬吕不韦 又把文信侯的爵尾封地保留 这说明嬴政没有把七兆两国交好吕不韦当回事 也就变相地说明嬴政没有攻打各国的心思了 至少目前没有 经过这番推断赵王眼是彻底放心了 赵王眼说道 射焰寡人要和魏辽以及大秦使节共谋一醉 大殿内是欢声雷动 魏辽心里冷笑了一声 喝吧 这才叫今朝有酒今朝醉 夜晚沙丘宫内依旧是灯火通明 赵王眼依旧处在兴奋之中 郭开拉着魏辽去了萧妖楼 这件事赵王眼是知道的 萧妖楼的美女们就连赵王眼都暗自赞叹 可是如今赵王眼却一点都提不起兴趣了 因为他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要做 一直以来赵王眼都在为这件事谋划 只是矮于秦王意图不明 所以迟迟不敢决断 今天赵王眼终于可以放心大胆的做这件事了 赵王眼命人关上大殿门窗 将一张巨大地图铺开 他自己趴在地图上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一坐坐城池之间缓缓地滑动着 大王太子来了 赵王眼皱皱眉头说道 让他进来 太子家快步走进大殿来到了赵王眼身边 儿臣拜见父王 赵王眼抬头看了看太子家 随后指着身边说道 坐下 你这寡人有何事 太子家回道 儿臣只想给父王提个醒 大秦乃虎狼之国 秦王乃虎狼之君 父王不可被其迷惑 赵王眼回答 赵王眼回答 从前世 现在 就不好说了 你妹妹嫁给了秦王 如今已经还了秦王血脉 要知道 嬴政至今还没有立后 而太后赵姬乃是赵旁之女 赵旁那怎么说也是王氏之后 这一次 你妹妹能够嫁给秦王 她也出了力了 有了这层关系 赵太后定然会照顾 同是赵国女儿的民代 事实也证明 民代受到了嬴政的宠爱 寡人问未聊的时候 你也在唱 难道你没听到吗 太子家回答 和秦国联姻的 谁能比得过楚国呀 当年 薰太后还在 秦王却将楚怀王 骗着咸阳 支支 克死秦国 而秦 并没有因为和楚国联姻 就停止攻打楚国 五国合纵伐秦兵败之后 秦王正回誓南下 直逼楚国都城 逼得楚王献上宗室之女和秦 才退兵了 但所占之地 可曾还给楚王啊 若是和秦有用 楚王又何必迁都寿春 父王不可相信秦国呀 赵王眼这时 也觉得太子家说的有理 所以他缓和了口气说道 我儿说的有理 寡人也并没有指望以此联姻 就让秦国放弃野心 寡人需要的是时机 需要的是让赵国强大起来的时机呀 寡人之所以会那么问未聊 之所以会忍痛割爱将你妹妹嫁给嬴政 就是为了争取这个时机 现在这个时机到了 寡人必须抓住 寡人不是相信秦国 而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太子家问道 父王难道要攻打燕国 没错 燕照之间历来就蒸发不断 这个燕王野心不小啊 可本事却不大 那个太子丹更是一无是处 我军和秦军交战 胜负尚在伯仲之间 若是打燕军就有必胜的把握 正当此时 嬴政和敏带是情意绵绵 打秦军和白宣是病是沉重 吕不韦有空事不久 嬴政怕是没有心思对外蒸发了 这正是我大赵崛起的好时机啊 理应趁此机会 楷将拓图增强国力 即便将来嬴政起兵伐赵 可那时的大赵已经是今非昔比 定可以聚大亲的虎狼于国门之外 太子家却说道 父王之言儿臣不敢沟通 如今天下秦王独大 秦军单独征伐异国可谓是得心应手 因此当前不是各国互相征伐的时候 而是应该联手对付大秦呢 各国之中唯有我大赵和秦国有抗争之力 在嬴政的心中 我大赵就是其眼中之钉肉中之刺 必欲除之而后快啊 故此儿臣恳请父王为合纵之长 而臣愿效法信邻军为联军统帅 率师伐秦 请父王应允 赵王岩猛的站起身来指示太子家 而太子家却丝毫不回避 一双朗目指示赵王岩 这让赵王岩的怒火陡然而起 本集播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就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点击订阅吧 爱你哦 欢迎收听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查查不绝 第486集 就像杨王席不喜欢太子丹一样 赵王岩也不喜欢太子家 太子家是赵王岩的王后所生的 是正统的赵国王位的继承人 但是赵王岩在即位之后 偷偷地跟郭开去了一趟逍遥楼 而且看上了逍遥楼的头牌 但是这位头牌被一个赵国宗族 抢先一步赎身从良 没过多久 这位赵国宗族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这位头牌就成了一个小寡妇 然后赵王岩就名正言顺地把这位头牌取进了后宫 为了这件事 李牧还曾经以此女出身不正 扰乱宗族血脉 来劝说赵王岩不要纳其为妻妾 但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赵王岩不听啊 而且对这位头牌是宠爱有加 后来这位头牌从姬妾直接上位成了赵王妃 再后来就成了历史上的赵道昌后 完成了从一个巫女到王后的华丽变身 更了不起的是他还为赵王岩生了个儿子 也就是公子谦 赵王岩对公子谦的宠爱是胜过太子家的 多次提起过费长利诱的事情 但是因为太子家是嫡长子 而且是有德行受到了百姓爱戴 所以赵王岩的提议被群臣抵制 也只有郭开在一直支持赵王岩的决定 也在为公子谦出谋划策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郭开和那位头牌 也曾经有过肌肤之亲吧 反正是肯定有关系就对了 尽管公子谦品行不端目光短浅 但他受到赵王岩的宠爱 总而言之赵王岩是看公子谦哪儿哪儿都顺眼 看太子家是怎么看怎么烦 如今这爷俩是正见相左闹了个大眼瞪小眼 赵王岩心中的怒气是可想而知了 赵王岩这是说的 合纵伐琴 历次合纵伐琴 我大赵都是血战在前 可结果呢 不还是丧尸失地损兵折将吗 难道你自以为本领超过了信陵君 那么寡人问你 信陵君何在 他早已变成了寒谷道边的一堆苦苦了 寡人再问你 你可以胜过大秦战神白轩吗 你也听见了 白轩病重 秦君无帅 这正是我大赵开疆拓土的好时机啊 这点道理还用寡人教你 太子家回道 儿臣自知不如白轩 但也不能因为不如就坐以待毙吧 我大赵不乏慷慨悲歌之事 也不缺血战不退之足 长平之战后 我大赵四十五万精锐尽丧 秦君濒临邯郸脚下 可是先有老将连坡平原军赵胜 近起邯郸清壮与秦军誓死血战 后有姓陵君纯申军合纵原兆 一战而败秦军 赵楚连军一直杀到了寒谷关下 打得秦军是归缩不出啊 那是何等的威风 由此可见秦军也不是百战百胜 只要各国齐心定能够将秦军赶回关中 即便不能攻破韩谷关 那也能收回秦军所占之地啊 父王 儿臣恳求父王不要公烟 合纵公秦呢 赵王爷大怒的 放肆 一派的信口私黄 如今秦赵两家亲如手足 你叫寡人合纵公秦 难道是想献寡人于不义之地吗 然后你好取而代之吗 太子家毕竟年轻气生 听了赵王爷的话也是怒火大掌 他指使赵王爷说道 儿臣不敢 儿臣只是不想祖宗基业 江山社稷毁于父王之手 逆子 你这个逆子 寡人 寡人要杀了你 赵王爷朝起青铜灯 向着太子家打去 太子家后退几步轻松躲过 赵王爷手握剑柄 抢上前去 太子家上前一步 手握住剑鞘 一手按住了赵王爷握剑的右手 赵王爷接连用力愣是没有拔出长剑 太子家冷冷地说道 父王 您老了 您的心思都在那个剑人身上 如今却连剑都拔不出来了 逆子 你这个逆子 来人 来人 来人哪 喷 赵王爷一口鲜血喷出 这口血一点没有骚见 全部喷到太子家的胸前 大殿内这么大动静 殿外的人不可能不知道 可是这内患们一个个看着爷俩掐架 就是没人上前劝阻 门外公尾也只是看了一眼 就继续的装木头人 就在这时 大殿外传来奔杂的脚步声 公子前领着一帮侍卫冲进大殿 公子前蹦进大殿内指着太子家喊道 赵家以图弑君杀父 嘴在不赦 杀了他 就在这时 殿前侍卫动了 不过 所有的武器对准的是公子前和他的侍卫 方才还在叫嚣着公子前 立刻如同被掐住脖子的攻击一般 没了动静 太子家这时冷冷地说道 弑君杀父 赵倩 这就是你给我网罗的罪名吗 弑君杀父 你未经传照 就带领侍卫手持军械冲进殿内 还叫嚣着要杀我 我是赵国太子 是储君 你的行径 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弑君杀凶呢 公子前惊惧地喊道 父王 父王救我 我是来救您的呀 大雄 太子哥哥 小弟小弟没那个意思啊 太子家冷冷一笑 哼 没那个意思 剑就在你手上攥着 你的侍卫是全身披挂 气势汹汹的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里是沙丘宫 是赵王李政之所 是你一个庶子 该来的地方吗 跪下 不通一声 公子前 跪倒在地 不敢抬头 就在此时 殿外 传来一片喧哗之声 进君校尉 进殿来报 启禀太子 郭开率领邯郸位属 将沙丘宫包围 说是要秦王护驾 本集播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就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以及订阅吧 爱你哦 欢迎收听秦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87集 听到国开来了 公子前马上从地上蹦了起来喊道 哈哈 赵家你完了 你没想到我还有这手吧 速速跪地收绑 太子家说道 哼 岂不闻捆受油斗 我死之前定能一剑斩你狗头 话音刚落 太子家猛然跃起窜到了公子前身边 一拳打在公子前的肚子上 公子前惨叫一声弯下腰去 太子家拽着公子前的发肌 将其脖颈亮出 锋利的长剑就横在公子前的脖颈之上 太子家冷冷地说道 父王 您最疼儿的儿子在我手上 父王若是舍得 而臣也不在乎一命第一命 公子前是吓得连声哀告 赵王爷松开了握剑的右手 捂着心口连声咳嗽 内患连忙地上前扶住了赵王爷 搬上之后赵王爷才缓过气来 他指着太子家说道 你走 寡人不想见到你 太子家回头一指围住沙丘宫的邯郸位数说道 父王 您看儿臣这怎么走啊 赵王爷说道 传命 命锅开 撤回邯郸位数 若敢抗命 傻无赦 一个宦官 取着赵王的令牌就跑了出去 不久之后 敬畏校尉来报 欺骗太子 郭开撤兵了 确实撤了 确实撤了 太子家吩咐的 好 好 你立刻带人返回我府邮 叫所有人在寒郭 东门等我 命东门卫打开东门列阵一带 有敢靠近者 可杀无论 诺 校尉 举着太子家的令牌跑了出去 三哥副位走了进来 在太子家耳边耳语了几句 太子家皱着眉头说道 我还以为他们是早有谋划 不料 却是郭开那个废物听了魏辽一句戏言 戏言 哼 引狼入室 还能有什么好事 魏辽是大秦的国位 位高权重 此时不能动他 魏辽能够得到嬴政的重用 定有过人之处 郭开听了他的计策 定然还有后手 带上咱们的人 速速离开邯丹 诺 然后太子家转脸看着赵王爷 那灵力的眼神 好似两把利剑 直接刺入了赵王爷的心肺 赵王爷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太子家冷冷地说道 父王 你也是赵五灵王之后 祖辈的雄风在你身上 却一点看不到啊 你是得好好谢谢我那个媚婿 谢谢那个魏辽 若不是他来 这里怕是会再上演一次 傻求公辩 儿臣 没有打算饿死你 只是要逼你退位 只是要逼你退位 但现在看来 你这个最宠的儿子 你没白疼 还知道来救你 不过 儿臣告诉你 这小子 其实是来杀我的 父王 儿臣知道 你不喜欢儿臣 也知道你早就有患处之心 儿臣成全你 儿臣去带郡树边 除非父王传照 从此 儿臣再也不出现在父王面前 离行之前 儿臣再次恳请父王 停止公言 转而合纵伐秦 父王如果阴意孤行 只恐将来无言去见列祖列宗啊 严禁于此 儿臣告退 不过 这一丝儿臣再不能放 但儿臣平安出了邯郸 自会放了这丝 还有一句 从此以后 带郡君正式 无需父王过问 问了 儿臣也当听不见 告辞 太子家拎着公子谦 大步走出大地 听着公子谦那杀猪一般的哀嚎 渐渐远去 赵王眼双腿一软 瘫倒在地上 一阵猛烈的咳嗽之后 又是喷出一口鲜血 大殿之内 除了打小 就陪着赵王眼的宦官之外 其他所有的宦官侍女 包括全部的殿前禁卫 全都追随太子家而去 太子家判断的不错 当他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出了沙丘宫之后 熟不清的邯郸位属就将他们包围了 不过 当太子家把公子谦绑在战车前面 并且用火把将其照亮之后 拦路的邯郸位属就让开了一条通道 太子家是拎着人马大摇大摆的 一直来到了东门 很显然 东门卫是太子家的人 此时 两千守城将士已经打开东门 弓上弦 箭出窍 列阵一旦 太子家来到东门以后 立马横格矗立在东门门口 在他身边就是绑着公子谦的战车 太子家手中的长歌放在公子谦的肩膀上 在活光的映尘之下 太子家犹如是赵武灵王重生一般 唯不可挡 大队人马穿过东门卫的大阵走出城外 在大队人马之后 还有不少大臣携夹带口跟在后面 每一位大臣在经过太子家身边时都会拱手大呼 臣拜见代王 太子家微微点头 并示意重臣快快跟上 在沙丘宫内 太子家说了 今后代军的军政事不需要赵王炎过问 这就等于是列徒封疆自立为王了 当前这种情形 赵王炎也只有咬着牙刃的份了 毕竟他最宠爱的儿子就在太子家手中 当大街上只剩下三里外列队的邯郸位数之后 太子家收回长歌指着夜空大声吼道 大赵男儿听着 我乃赵家 如今曲王代军 愿用一枪热血一抗报琴 大赵热血男儿速来 邯郸位 赵家去了 喊完之后 太子家催眸而去 东门卫将士列阵高呼 大赵男儿速来 两千人的大阵交替掩护退出东门 邯郸位数也是步步紧逼 当东门卫的将士完全退出城之后 邯郸位数接管了东门防务 顺便将已经下的史尿横流的公子谦给解救下来 太子家走了 后世史家每每提起太子家总会唏嘘不已 应该说 在战国末年山东六国的君主王储当中 太子家算是出类拔萃的 太子丹甚难以望其向背 太子家果爵勇武睿智 这一样也不缺 所缺的就是时机 让他发展壮大起来的时机 但是用生不逢时来形容他最是贴切 本集播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就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以及订阅吧 爱你哦 欢迎收听秦 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查查不绝 第488集 邯郟 邯郎 小邯郎最高处 魏辽一手搂着乡间半路的美女 一手端着酒杯 看着这黑沉沉的寒郸城 看着唯一耀眼的东门那儿的灯锅 魏辽一口将酒喝干 随后 随后对怀中美女说的 你们要换太子了 逍遥楼又要发财了 一家把劲儿 没准儿也能当个王妃王后的 那美女娇声说的 爷 我们还是进去吧 这里怪冷的 好 进去 进去 半月之后 魏辽率领使团 离开邯郸返回大秦 魏辽刚走 赵王妍便发现王赵 废太子家处位 李公子谦为太子 废太子家生母后位 李公子谦生母 也就是那位跟谁都有一腿的头牌 为赵王后 这道王赵一下 赵国民间是群情激愤 但是朝廷上却是一片肃静 支持太子家的人都跟着他走了 留下的除了郭开这帮人之外 就是随风倒的一帮子人 自然没人替太子家说话 两个月之后 太子家率追随者近万人来到代郡 李牧率军迎出百里 随后太子家在众臣的拥戴下 自立为代王 赵王爷现在是真的没工夫搭理赵家 因为现在没人阻拦赵王爷 赵王爷的愿望得以实现了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之后 赵王爷于秦王正十年夏末秋初 出兵攻打燕国 洛书 文信侯府如今是戒备森严 周围三里之内全都被驻军占据 侯府兵面上有白家清卫守卫 里面却是黑兵卫 如此重重守卫 把个文信侯府围得是铁桶一般 光是进出侯府令牌就有五种之多 每种令牌所代表的是手持令牌者 所能到达的区域 过界的人绝对是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这时一匹战马停在了府门口 一位浓眉大爷满脸落腮胡子 年龄大概在三十左右的将军跳下战马 从腰间取出令牌递给门卫 门卫拱手说道 环仪将军来晚了 杨老将军早就到了 环仪一皱眉头说道 本将并未延误军侯所定之期 怎么要治本将之罪 门卫拱手说道 卑职不敢 将军请进 环仪接过令牌 哼了一声卖不禁服 门卫等到环仪走了之后说道 好傲气的将军啊 另外一个门卫说道 才三十就成为将军 还是大王亲自败将 成为了铁英军的主将 铁英军呢 能不傲气吗 他有啥了不起的 军侯二十多岁就成了太尉呢 军侯是普通人吗 普天之下 怕是也就咱大秦这一位吧 那倒是 就在这两人说话之时 环仪快步来到政堂门外 到了这里 他也不敢露出狂叹 鬼鬼咎咎的摘下配件交给侍卫 随后张开双臂 任凭着一身黑夹 脸上还戴着黑面具的黑兵卫搜身 黑兵卫搜身完毕 话都不说只是一百手 环仪此时也不狂了 拱手一礼走到门边上 末将环仪奉命来见军侯 进来 门从里面开了 环仪迈步走进堂内 里面的场景立刻将环仪的眼睛吸引了过去 只见宽敞的大堂内这四壁上都挂满了地图 正墙上一张巨大的羊皮地图 几乎是上边挨着横梁 下边挨着地板 一架带着四个孤陆的木制人梯摆在地图面前 张良站在梯子顶端 回头看着围着一个巨大沙盘的白轩 王俭 杨端河 蒙田 还有李信 白轩每说一个地名 韩信就拿起一个涂成了红色或者是蓝色的竹片 制成的小箭头递给了张良 张良就会把这个小箭头按在地图上抹出 有时候还得推动木梯才能到达这个位置 张良随着白轩的讲述不断地爬上爬下 这种场景是还以前所未见的 大秦的将领们都是从士族一步一步杀上来的 勇武没得说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参战次数增多 经验和智谋比其他国家降临是只强不弱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时代的军事指挥是极其不专业的 尤其是没有建立参谋制度 这让主帅不能全面地掌握敌我态势 也没有全方位的信息可以共参考 所以所凭借的只能是自己的经验和直觉 所以说起像白起 连坡 王俭 蒙奥这样的将军 绝对是堪称天才的存在 而白起军神之名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想想看 现代司令员们拿着小棍指手画脚的时候 还要不停地询问各位参谋 我军到哪儿 敌军到哪儿的 敌军有啥 我军有啥 谁布置在这儿 谁布置在那儿 那残谋人员是一个电话 这命令立刻就能传送到位 人家白起脑瓜一响就领着秦军将士杀了出去 几十万大军就能够完全按照白起的意图 如期到达指定位置 这还能大败四十五万兆军精锐 这没法比啊 比较起来那白起当真是神人呢 白宣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清楚 所以他就要把学过的 凡是有助于作战指挥的东西都给弄出来 还要和古代实际情况接轨 这事也挺不容易的 太高端的肯定不行 简单的还是可以的 但就是这简单的几样也让大清将领们眼界大开 如今像是王俭 杨端和蒙武等将领 在作战之前都要先行侦察地形了解敌情 最后标在地图上 还要在沙盘上标情敌武态势 沙盘推演已经成了将军们的至爱 这导致这沙盘是越做越惊喜 代表迪沃双方的战骑冰人 战车 战马 尽管小 但是却越做越是微妙微笑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集播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就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引计订阅吧 爱你哦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89集 像眼前这个沙盘由于体积巨大 上面的人马差不多有半个巴掌的 战车直接就有一个巴掌的 摆在沙盘上可谓是一目了人 大青工匠的手艺那不是吹的 那战车轻轻一推竟能向前走动 这让环仪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不要堵门口 过来 白轩 白轩 瞥了一眼发愣的环仪 随后冲他招招手 环仪慌忙跑了过来 环仪再高傲 也不敢在白轩面前表现出来 白轩那可是铁英军的创始人 当年环仪刚进入铁英军的时候 一见到白轩就激动的不行 白轩就是所有铁英军将士心中的偶像 白轩又说道 放松点 别这那么直 你这样让本军心里发慌啊 环仪立马咧嘴笑了 杨端和是照着环仪的屁股就是一脚 小兔崽子 这刚登上将主 眼睛就往上方了 居然敢叫老夫跑到你前面 说 为啥来往了 环仪在杨端和面前更没脾气 人家是前任的铁英军将主 而且大清将士没有不知道杨端和的脾气的 他看得上的人才踹呢 看不上的人想叫他踹 人家都懒得动脚 环仪摸了一把汗 他是从士族一步一步上来的 能说会道跟他不沾边 这时环仪直接打开自己胸甲 从里面小心的逃出一只猫仔 还有一只小狗仔 也不知是从哪逃还来的 这小猫仔和小狗仔是浑身雪白雪白圆滚滚的 这会儿是睡得只打呼噜呢 胡安义说道 嘿嘿给大女的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 白轩接过小猫和小狗转手交给了张良和韩信 这小哥俩是一人抱着一个看样子很是习惯 白轩问道 不会是抢买抢卖吧 嘿嘿没有 没有祸害咱亲人 就是就是结了一个齐国富商 是他机械养的给抢了过来 据说是花了大价钱的 其实也不是结 这富商不去城池却一点点的向我住地靠拢 所以我带人结了他 白轩问道 然后呢 然后黑兵卫的兄弟们 后来把那个富商还有商队全扣了 然后我就没见过了 哦 那就没问题了 你们俩给你们师妹送去 快去快回 张良和韩信答应一声就跑了出去 白轩拍了拍环椅的肩膀点点头说道 嗯 会用心思了 很好 本来不想这么早把你提拔上来的 想让你多打几仗 不过大王看好你 也是为了筹谢你生擒司马上之功 你是铁英军老底子 这一举超过了众多袍则 因此这个时候要戒骄戒躁知道吗 末将明白 嗯 来 咱们接着说 就在这时 张良和韩信是出了正堂一路飞奔向后院 张良怀中抱着的是只小狗仔 而韩信怀中抱着的是那只小猫 按理来说呀 内宅是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出的 然而张良和韩信显然不是外人 除了自己儿女之外 白宣名下正是弟子有四位 一是王黎 剩下的就是张良韩信和萧和 大弟子王黎 现在随着长安军镇守北第三军 也算是独领异军的将领 萧和算是第二弟子 因为他年纪较大 所以一般不会去内宅 张良和韩信还没有习惯 所以这方面限制较少 而且这个时代败入师门 就犹如是又多了个爹呀 所以张良和韩信是可以自由地出入内宅的 内宅寝室前的草地上 紫燕正在拿一把木剑在练习剑术 燕罗在一旁指点着 小小的紫燕在一朝一世之间颇有章法 连燕罗看了都不住地点头 当紫燕收剑时 燕罗拍着巴掌说道 不错 长进很大 这套剑法是你爹教你的 嗯 你爹真是疼你 这套剑法他都不教给娘亲 娘 我爹说了 太笨的人学不会这套剑法 你爹真是这么说的 哦 哦 让我想想 哎呀 紫燕忘了爹爹是怎么说的了 嘿嘿嘿 燕罗点着紫燕脑门说道 我跟你那两个娘可不一样 别在我面前耍心思 因为没什么用 你爹在我面前从来都不敢耍心眼儿 知道知道 因为您比我爹心眼多 不然怎会生下我 燕罗把紫燕抱进怀中说道 你终于笑了 你终于笑了 你知道这么多天娘亲有多担心你 娘亲喜欢看一天到晚笑个不停的紫燕 燕 就在这时张良和韩进跑了过来 拜见师母见过师妹 紫燕说道 见过张师兄韩师兄 燕罗笑着点点头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是不是偷懒了 张良双手举起小狗说道 师孙命弟子给师妹送来这个 韩信手中的也是师尊让送来的 据说这猫狗很贵 韩信也说道 师父说师妹喜欢小猫小狗 所以就让我们给送来了 紫燕你看 这小猫多好玩啊 这一路颠簸 早就让小猫小狗从睡梦中醒来了 韩信把小猫捧在手上送到紫燕面前时 那只小奶猫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盯着紫燕喵喵的叫个不停 小猫 这女孩子对毛茸茸萌萌的小猫小狗 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紫燕伸手就把小猫抱进怀里 这脸蛋在小猫身上是蹭来蹭去的 韩信是笑嘻嘻地伸手摸着小猫 看样子也挺喜欢这只小猫的 而张良则把小狗放在地上 那只小狗是晃晃悠悠地转圈 一边转还一边哼紫燕 小狗 我喜欢 紫燕蹦到小狗面前 蹲下身子一把抄起了小狗 这下好了 现在它是一边一个 韩信说的 紫燕 他们是不是饿了 老是叫 应该找点吃的给他们吃啊 紫燕高兴地一点头 韩师兄说的对 娘 我去弄点吃的 燕罗笑着点点头 韩信说的 紫燕慢点跑 我来帮你 张良说的 韩师弟 师尊说 让我俩速去速回 我们该回去了 哦 差点忘了 师母弟子告辞 燕罗说的 去吧 告诉你师父 早些回来用餐 回师母 今天怕是要晚了 师母不必担心 若是晚了 弟子会来告知师母的 好 你们去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四百九十集 小哥俩视力之后 转身走了 此时 紫燕抱着猫狗 坐在回廊前地板上 吕姨在一个木盘里 放上了 浇了肉汁的饭 这小猫和小狗 就一头扎进木盘里 吃的那个叫欢快 紫燕拍了手喊道 吃了吃了 他们吃了 嬷嬷 还要给他们做个窝 奶娘说的 嬷嬷立刻给你做 绿衣也说的 为何让嬷嬷动手 而不是你的韩师兄 紫燕眨着眼说的 为何要用它 其实 我更喜欢张师兄给我做 不过爹爹说过 张师兄和韩师兄 将来都是名动天下的豪杰 所以 我不能让他俩给我做狗窝猫窝 这有损他俩今后的威名 奶娘对燕罗说的 哥主 大女虽然有时很顽皮 但其实心地最善 这样的女子 老天都要眷顾的 燕罗说的 紫燕心地善良 但却不傻 你听她刚才说的话了吗 她说她更喜欢张良给她做的东西 我怀疑 这丫头有她爹位不先知的天赋 说实话 我也不是特喜欢韩信 总觉得这孩子清明有余 稳重不足 张良就不一样 一看这孩子就是个有见地的 说话做事也是有板有眼 将来的成就必定在韩信之上 紫燕说的 娘 张师兄的长处在于谋国 韩师兄的长处在于将兵 他俩一个是谋士 一个是大将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很难说将来谁超过谁的 燕罗对奶娘说的 听见没 越来越像他爹 我这个做母亲的都快说不过他了 奶娘笑着说的 家里的两位公子也都很好 少君侯虽然年少 却已经隐隐有了威震一方的霸气 公子庆虽然显得懒散 却是个极聪明 倒是挺适合接了阁主的位子 燕罗说的 你的眼力一向不差 震儿是白家长子 将来是要顶门利护的 没有霸气怎么撑得起来 轻儿若是愿意 那就接了这沧海阁吧 双儿应该也是愿意的 子烟说的 二娘愿意 因为爹爹说过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里 小庆早晚是要单独称吉方的 娘 二娘算账可快可准了 从没错过 家里的产业都是二娘管 大娘就是个享福的 这话被你大娘听见该伤心了 你大娘可比娘亲还疼你 绿衣笑道 才不会 大夫人若是真的伤心了 只需大女搂着她哼几下 那就跟着猫仔狗仔似的撒撒娇 大夫人所有的烦恼 定会咽笑云散的 这娘几个是说说笑笑的 院子里是一片的祥和 白泽走进屋来拱手说道 夫人家主命我告知夫人 今晚不能和夫人和大女共进晚餐了 请夫人和大女不必等了 家主还叫夫人不要过早就寝 家主有事和夫人商议 燕罗说道 莫不是赵国动了 白泽点了点头却没有明说 燕罗点头说道 告诉家主我等他 诺 吕府正堂内气氛稍有紧张 赤猴和黑兵台的密探刚走 白泽和王俭 杨端和正俯身在沙盘上 标注赵军的行动路线 环仪大声的爆出一个个地名 张良韩信配合着在地图上标注 片刻之后白泽起身说道 赵军的目标是黎阳城 主将是谁 环仪答道 是赵军 白泽说道 虽然算不上明将 但也还是有一定眼光的 赵国不愧是强国 虽然一代不如一代 但这底蕴还是有的 不要着急 现在他们还没打起来 环仪啊 你说我军何时出击最佳呀 环仪说道 当然是赵冲攻下黎阳城之后 不过军后啊 末将以为我军的先锋 此时可以隐蔽前出 指预定攻击地带呀 白萱笑了笑说了声好 秦王正十年 赵王炎以赵冲为将 领兵二十余万攻打燕国 此战 从秦王正十年初秋开始 直至秋末 赵军是攻势迅猛 气势如虹 正像赵王炎所预料那样 赵军和秦军对战是胜负难料 但是打燕军从来不会失败 在赵军将士心中 燕军就是天下最好的敌人 因为和燕军对战 赵军总能够找回自信 并且能够重现这大赵 胡扶其舍的辉煌 赵冲是不辱使命 不仅夺取了大片的燕国疆土 还攻占了燕赵边界的要地 黎阳城 捷报传来 整个邯郸城都沸腾了 赵王炎是激动得浑身哆嗦 同时剧烈地咳嗦着 还喷出一口鲜血来 这可也算是另类的铸截了 更让赵国君臣高兴的是 从战斗开始到攻占了黎阳城 这时间可不算短 动静也不算小 齐楚两国的说客都已经来到邯郸了 可是让赵王炎一直担心的大秦却无动于衷 这让赵王炎信心大增 他立刻下令调集赵军精锐赶赴战场 至此赵国面对大秦一面的防御力量被抽掉了三分之二 针对秦军的防线现在是形同虚设 打秦攻赵的时机已经到来 白轩有着穿越着的灵魂 他自然知道大体的历史走向 在原本的历史上 秦灭六国最难打的就是赵国 在白轩还是白狼的那个年代里 显得没事的白狼曾经做了一个统计 秦灭韩只用了一年 灭魏三个月 灭楚四年 灭燕六年 灭齐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而秦灭赵之战 从秦王正十一年开始 直到戴王家兵败自杀为止 整整用了十四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秦灭其他几国的时间加起来 也没有灭赵国这一国的时间多 欢迎收听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91集 赵国 能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根本原因就是走了富国强兵的路线 赵国军队是久经战阵的 兵员素质在战国七雄中 是唯一可以和秦国对抗的 赵国之所以那么难打 凉将只是一个因素 士兵的骁勇和强横的战斗力 才是根本的原因 战国有四大名将 分别是白起、王俭、李牧、廉坡 这四人的名字不仅文明于战国 更是响彻了整个华夏的历史长河 这四个人与其他一流战将相比 还是高出一大截的 而在这四个人当中 白起和王俭是秦国的 而李牧和廉坡是赵国的 冯志远的汉宫秋中有名言 三军以德一将难求 赵国顶尖的军事人才 也是赵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今 廉坡已经逃亡楚国 赵国两大名将中只剩下李牧一个 而秦国从来都不缺乏一流的将军 也不缺乏杰出的统帅 作为被嬴政委以重任 以举国之兵相托的大秦统帅白宣来说 他的压力很大 虽然他知道历史走向 也凭借一己之力将大秦灭韩的时间提前了很多年 从战略上造成了将楚国和魏国赵国燕国齐国 割裂开的趋势 为大秦一同天下创造了极为有力的条件 但是灭赵才是大秦一同天下的真正的难点所在 只要能把赵国彻底打垮 那么灭其他几国基本上就没什么难度 华夏史册上提起大秦总会灌制以虎狼之国的称谓 但实际上赵国也是一只虎 一只雄居在中原大地上的猛虎 尽管赵国这只猛虎比大秦这只猛虎要瘦弱 尤其是现在 赵国这只猛虎在面对大秦这只猛虎的时候 已经有点心虚了 但是猛虎还是猛虎啊 就算是一只虚弱的猛虎 也不是羔羊所能够比的 因此白宣对灭赵之阵的总体策略就是 稳扎稳扎逐步削弱 最终以击毙命 这一点嬴政和大秦的众臣们也是认同的 毕竟是一国对抗五国 不要以为秦灭赵这是秦赵之间的事情 若真有那么简单 秦王政何必派姚甲带着重金 游走于各国之间 贿赂诸如后盛国开这样的贪婪奸宁之人呢 打赵国同时要防备其他几国联手抗秦 虽说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 但是小心方能使得万年船呢 因此打秦灭赵首战用兵并不多 并且选在了秋末冬初这个季节 也就是说打秦灭赵的战役 第一阶段注定规模不会太大 因为要防备燕国齐国和楚国 绝大部分兵力在用来应对这种最不好的情况 所以公罩的规模不会太大 同时这第一阶段也注定包含了试探的成分 一是试探赵国抵抗的决心和能力 二是试探各国的反应 为了这一战 大秦已经准备了多年了 为了这一战 嬴政肃清了所有阻碍他手脚的势力 从立荣与党落矮势力到吕不韦 可以说如今的大秦除了白宣之外 没有人能够阻止嬴政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 而白宣的想法和嬴政是一样的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样的 这一刻华夏大地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除了赵燕两国越打越热闹之外 其他各国全是悄无声息的 咸阳全球殿内 嬴政是焦骚地走来走去 就连平时最宠爱的阴蛮公主 也是因为哼了几声 被嬴政叫人抱回了六阴宫 全球殿内 王婉 卢 卢 李斯 赵高 逢去及催骨 未聊默默的静坐 殿外每每响起脚步声 都会引起众人期待的眼神 就在这时 黄空撞开了全球殿大门 大声喊道 大王 军侯下令 公兆 嬴政瞪大双眼 看着黄空一言不发 未聊问道 君侯何时下令 黄空回道 半月之前 冯去击回道 大王 公兆了 公兆了 嬴政走出犬秋殿 来到了张台宫正殿前的台阶上 他慢慢地抽出定琴剑 指向了赵国方向 猛地大吼一声 公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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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前禁卫们将手中长鸽 齐齐地指向了赵国方向 并且齐声怒吼 在嬴政身边 一把把长剑出鞘指向赵国的方向 张台宫正殿前 煞时间是鸽毛如鳞 剑气纵横 大秦 这只折伏了很久的猛虎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大地为之颤抖 长空为之变色 大秦的虎狼之师踏上了征战天下的征途 秦王政十年冬 大秦名将王俭率军攻占了炎与辽阳 秦将环宇阳端河率军攻占叶 安阳等九座城池 站至秦王政十一年初 两路兵马共计占领赵国十余城池 并且大片疆土 后因赵军守城巨险 避免与秦军决战 加之赵将赵聪甩尸回防 战事成相持局面 但经过此战 白宣对赵军守土抗敌的决心和能力 有了深刻全面的认识 对各国的反应也有了较为准确的猜测 总而言之 大秦灭兆的守战 让白宣和嬴政很满意 也让秦军将士士气大振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订阅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秦军灵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92集 首战告捷 对于秦国是件好事 但对于赵国 就是最倒霉的事情了 当赵王爷得知秦军攻赵 并且攻占了赵国十余城 和大片疆土之后 赵王爷大喊一争 嬴政 寡人诅咒你 一口鲜血喷出 赵王爷从王座上滚了下去 当众臣大呼小叫地扶起赵王爷的时候 赵王爷已经咽气了 众臣是围着赵王爷的尸体嚎啕大哭 郭开则找了个机会偷偷流出大地直奔太子宫 当郭开闯进太子宫的时候 太子谦正躺在温暖的寝室内 身边则围着四个身材恶挪的宫女 太子谦和这些宫女身上的衣衫很少很少 准确地说也就有几块山而已 郭开说道 太子大王驾崩了 太子谦一下蹦了起来 一脸惊喜地说道 嘿嘿父王驾崩了 那那我那我郭开我咋办 郭开一跺脚喝道 哭啊 太子谦一愣随即咧开嘴干嚎的 爹啊我的亲爹啊你终于 不是你咋死了呢 郭开气得吼道 快给太子换衣服换素服 太子宫中是一片的忙乱 然后整个王宫是哭声震天 秦王正十一年 赵道湘王演祖 太子前几位 实称赵幽慕王 拜国开为相 秦王正十一年春 阎国国都继城郊外溢水河畔 一座占地极广 堪称是奢华的庄园 沿映在绿树红花之中 滔滔避水之畔 端的是一处美轮美奂 尤雅宜人的好居处 只是这座庄园自建成之后 就一直打门紧闭 主人家是闭门谢客 轻易不肯露面 这附近住的是非富即贵 有那手眼通天的人 经过一番打探之后 才知道 这座名叫凡管的庄园主人 是何许人也 消息透露出去之后 往日也有人路过观景的凡管门前 立刻变得人际灭绝 死气沉沉 凡无机眼 秦王悬赏千金封万户侯 要他手机的那位大秦叛将 这谁敢招惹 还是敬而远之吧 不过后来 又有着手眼通天的人打听到了 感情这位大秦的叛将 竟然还是太子丹的座上宾 太子对这位樊无机是甚为忧的 这朵樊管就是太子为樊无机建的 自从樊无机逃到燕国 辗转来到燕都寄城之后 他按照乔夫所指引的来到了西城 找到了狗图 这狗图是真够意思 当即就收留了他 但是徐夫人却对樊无机是不冷不热 甚至很是厌烦 好在没多久高建离就把樊无机给领走了 徐夫人那大了十天的脸才见了笑容 后来樊无机成了太子丹的座上宾 也跟着太子丹高建离 秦武阳田光等人来过几次 徐夫人就对樊无机客气多了 但是谁都可以看出来 徐夫人对樊无机 依旧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就连樊无机邀请狗图和徐夫人夫妻俩到樊管做客 徐夫人都给推辞了 为此狗图曾经问徐夫人这是什么缘故 徐夫人说的 这人是个不祥之人 最好别招惹他 免得沾了一身晦气 要说其他原因 我一个女人家也说不出 反正就是见了他就不舒服 看了一眼就不愿看第二眼 狗图说的 哈哈哈哈 既然你不喜欢 那我以后不招惹就是了 我听你的 咱们好好过日子 等那座庄园干好了 能住了 我就领你去那庄园住去 这外表豪放的人说起软话来 是最能打动女人的心的 这徐夫人那一夜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伺候的狗图是如灯极乐世界 直到第二天还一边煮肉一边揉腰呢 这天一早 狗图刚把肉给炖上 回头就看见高建梨跑了进来 大哥大哥 快把阿科的小药收拾一下 阿科今天就回来 再给我带上点好吃的 我去城外迎他 狗图一听是蛮心的欢喜 就连徐夫人都高兴的跑了过来 打听荆轲的情况 自从荆轲来到寄城之后 没住多久 就继续向东云游去了 他说要看看大海 看看狗图说的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森林 这年月 这人已离开百里之外 只要他不主动联系其他人 基本上就属于踪迹皆无了 不过 荆轲不是一般人 走了没有半个月 来狗图这里 吃肉喝酒的江湖豪客就多了不少 这些人爆出名号之后 连狗图都震惊了 这里有一个算一个 不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大侠 就是新晋崛起的俊杰 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可是这些人到了狗图面前都是恭恭敬敬的 李树那叫一个周导 态度那叫一个恭敬 都不用徐夫人说话 就把大把的钱放在柜上 狗图一问才明白 这全是被荆轲打败之后对他崇敬有加的人 当然那肯定也有恨荆轲的 但那些人是否还活着就不好说了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物以类局人以群分 能在这聚齐的那肯定是意气相投的 脾气秉性心气也都差不多 不然早就拔剑队砍了 狗图两口子是有钱人 不在乎这些人给多少钱 就是觉得对脾气 所以狗图两口子对这些人 那叫一个热情啊 就唱了杀鸡烧香拜靶子了 这如此一来 荆轲的行动轨迹 狗图两口子基本上就掌握了 要知道他最近肯定是要回来一趟的 让两口子没想到的是 高建黎的消息竟然比他俩还要灵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秦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93集 徐夫人把热腾腾香喷喷的肉片夹进面饼里 又把一壶酒和面饼一起塞进包裹 递给高建黎 徐夫人说道 阿黎 看到荆轲赶紧带他回来 告诉他哥嫂在家等着他呢 高建黎说道 嘿嘿 嫂子 还不知道阿柯什么时候能到呢 就算他回来早 今天也到不了你家了 得去反馆 徐夫人一听 反馆这两个字 这脸色就不好看了 他埋怨地说道 不回家去那干嘛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别去那地方 你就是不听嫂子的 有你后悔的时候 高建黎笑道 不去不行 太子太傅田先生他们都去了 所以我也得去啊 大哥 田先生说了 你最好也能去 有事商量 徐夫人说道 不去 我俩就是屠户 管不了军国大事 不去 高建黎是一脸的尴尬 他双眼看着狗徒说道 那个田先生都去了 大哥 你怎么也得给田先生面子吧 狗徒说道 哈哈 阿黎这话说的对啊 人不能忘恩负义啊 田先生对我有恩呢 他叫我必须得去 放心 我不缠和别的事 我就给他们煮肉 一起喝酒 高建黎笑着说道 嫂子 你放心 他们说啥我也听不明白 我和大哥一样 就是吃肉喝酒去的 徐夫人绝着嘴说道 在家吃多好呀 咱家啥没有 我就喜欢看你们有吃有喝 有说有笑的样子 行 当家的你去吧 把家务事都带上别无了事 告诉田先生 叫他到咱家来吃 都多久没来了 狗徒笑道 哈哈哈哈 你这娘们就是可人疼的 阿黎啊 将来成亲呢 就要找你嫂子这样的 高建黎笑道 可惜被你霸占了 我没地方找去 这一句话 把撒人逗得是哈哈大笑 可巧今天客人不多 狗徒煮的肉也够吃了 狗徒把他徒果用的家伙事绑在腰间 对着正在喝酒吃肉的客人们 抱拳说了声抱歉 最后跟着高建黎出门去了 祭城东门外三十里亭 亭子外面的树林里拴着两匹马 狗徒一手拎着拌好的草料 一手拎着水桶喂着两匹马 而高建黎则散开发肌盘坐在亭子里 白弄着架在腿上的摇琴 明事就是明事 高建黎往那一坐随便摊了几下 就引来一片交互 往常这条路上的人不少 但是女人却不多 今天可巧了 今天继承东市首富 号称是一刀飙写的屠夫薛胖子 给自己大孙子过生日 请了继承各家青楼里的漂亮姐儿 出城踏青野炊 高建黎才有了这么多高素质的观众 尽管是耽误了薛胖子行程 可是薛胖子却美得不行 大烟著名的青年歌唱家 作曲家高建黎 给他孙子弹琴祝寿 这事够薛胖子炫耀一辈子了 这一曲是鸟鸟鱼音尚未落地 中家姐妹是忘情地拍手喝彩 金钗耳环手镯戒指 用手帕包住鱼点般地 砸向高建黎 就连在一旁喂满的狗徒 他脑袋上都挨了几下 狗徒笑着摇摇头说道 哈哈哈哈 有这本事还当什么官啊 没事装装高人就够吃够喝了呀 狗徒话音刚落 却听得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最难销售美人恩呢 这钱拿多了就成了风流债了 一听到这声音 狗徒只哈哈大笑 转身一把抱住了金钗 哈哈哈哈 你小的终于回来了 你嫂子成天念叨你 弄得哥哥我都不知道她是我媳妇 还是你媳妇了 哎 这次回来就别走了 哥嫂啊 给你找个好女子 咱成家立业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你嫂子说的对呀 这样的日子才舒坦呢 金钗重重地垂了狗头一拳 随后说道 哈哈哈 这次我听哥嫂的 狗徒兴奋地拍着手说道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啊 是爷们儿说了就得算 不带反悔的 金钗笑着说道 哈哈 不反悔 狗徒只哈哈大笑着 跑上长亭 一把扛起高剑离来到了金钗身边 高剑离说道 哥你快把我放下 我还得给姐姐们弹琴呢 别谈了 你看看 谁回来了 阿柯 剑离 这哥俩重逢是指手相望 瞬间就红了眼睛 狗徒是一边笑一边抹眼泪 高剑离抓住金钗的手喊道 快随我走 阿丹等着见你呢 快走 三人是翻身上马打马而去 这留下一帮美女 撅着嘴扭着腰 剁脚撒娇 剑胖子 嘿嘿一笑 对下人说道 高公子后裔 为老婆孙子送上货礼 受之有愧 却之不恭 来呀 把亭子的那些宝贝都给我捡回来 差一劲打断你们的腿 这帮狗腿子是一拥而上 眨眼之间 方才还是遍地相怕的长亭 变成了一根草棍都看不见了 三匹快马是来到反馆的门口 离得老远呢 高剑离就摘下腰间长剑甩向府门 哐的一声 长剑狠狠地砸在府门上 府门刷的一声开了 三人是催马冲进了反馆 在门口的扑送捡起地上长剑 关门追人 那动作是一气呵成 显然是以前经常这么干 正堂门口 留着两撇胡子的太子丹 张开双臂走下台阶 荆轲 太子 太子丹拽着荆轲的手走进正堂 当荆轲走进正堂时 他看到了熟悉的田光 太夫菊武 秦武扬 同时 荆轲也看到了樊无姬 荆轲离开几城云游的时候 樊无姬还没有反叛 所以荆轲自然是不认识樊无姬的 可是当二人的眼光接触之后 荆轲的双眉皱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秦军林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94集 太子丹说道 阿克 樊无姬 这位是樊无姬 樊无姬 樊将军 樊将军 这位就是 名满天下的剑客 三剑断魂 荆轲 樊无姬拱手说道 哈哈 久闻荆轲大名 今日一剑 果然名不虚传 荆轲说道 将军之名 荆轲也有耳闻 赵将庞宣率军渡河攻入秦帝 将军以三千老兵拒之 而且重创赵军 三千大秦将士死战不退 为国捐躯 将军之名传遍天下 世人皆散将军忠勇 荆轲也对将军仰慕之至 不料今日却在燕国见到将军 难道说大秦和燕国 已经亲如一家了 秦王把最好的将军 派到燕国来 帮助大燕抵御赵军吗 荆轲的问话 让樊无极很是尴尬 太傅局武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而田光则非常欣赏地 看着荆轲 太子丹这是说的 荆轲 你刚回来有所不知 樊将军是受到 老矮模拟一案牵连 被迫出逃致死 他的亲族已经被 嬴政斩杀殆尽了 荆轲说的 老矮我是知道的 他谋拟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但这和燕国有关系吗 燕国为何收留 樊无极啊 太子丹说的 阿克啊 这可不像你该说的话呀 在我心中 你一直是一个 激功好义 是非分明的人 樊将军是受了牵连 他是无辜的 荆轲说的 太子和秦王 结识于邯郸 曾经是 无话不说的好友 这件事情 天下谁人不知 不管樊无极 是不是无辜的 但他就是 大秦的仇敌 大秦的罪人 太子与秦王 情同手足 理应将樊无极绑了 送还大秦呢 如此才算是 尽了兄弟本分 可太子非但不如此 反而对樊无极礼遇有加 是问 太子将与秦王的兄弟之情 置于何地啊 太父居武回道 太子 臣赞同荆轲的话呀 樊无极站起身来说道 我本是该死之人 依靠太子丹的庇护 苟活至今 樊无极甚是惭愧 若不是家仇国恨还在 樊无极绝对不忍辱偷生 太子丹 樊无极多谢太子后裔 请太子杀了樊无极 将首级送给秦王 若能让秦王不灭燕国 也算是樊无极 对太子丹的报答了 说完之后 樊无极跪倒在地 不再言语 举武的手握住了剑柄 但是却被田光给按住了 荆轲说道 你就不该来这 你在 我走 说完之后 荆轲甩袖离开 狗图是急忙追了出去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太子丹愣在原地 这时 这时田光终于说话了 太子 荆轲乃是可用之才 太子不可错过 老夫在这里开解樊将军 太子和太父应该追上去 挽留荆轲才是 太子丹说道 先生所言极是 樊将军切莫气呢 荆轲不知详情 故有此一说 待我跟他讲清之后 他会知错的 太父 我们走 居武站起身来 跟着太子丹走了出去 荆轲并未走远 而是站在庭院中 等着太子丹 狗图和高剑离 在一旁陪着荆轲 荆轲一见太子丹追来 便强先说道 你可知道 樊无稽是真心来头 还是另有打算 嬴政雄才大略 心急深沉 你方才说烙矮一案 牵扯到樊无稽 这是听谁说的 太子丹说道 嬴政召告天下 就是这么说的 你是怕樊将军 是嬴政派来的卧底 荆轲回答 樊无稽策动 长安军谋逆畏国 兵败一驱城 亲信全被撑交堵死了 只剩他一人逃脱 当时秦王和白轩 甩三万精锐 就在一驱城外 难道樊无稽 有万夫不挡之勇吗 若不是卧底 那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太子丹 闻言大惊 问道 这般相信 你如何得知 荆轲回答 我云游齐国临死时 听齐人所言 齐国商人 与各国往来甚密 我等游侠剑客 若想得知天下誓 只需问齐国商骨 就能知道详情 怎么 燕国连刺探他国军情的奸细 都没有吗 太子丹回答 为何我却不知啊 菊武说道 阎国奸细 均归大王调遣 太子不知 也在情理之中啊 方才 荆轲所言 臣已经听出了门道 这樊无稽 不管是真心来头 还是秦王卧敌 我们都不能留他了 太子丹说道 我之所以留下樊将军 就是看中了他的统兵之能 嬴政身边是名将如云 猛将如雨 这一个白轩 就让天下人不敢妄动 再看我身边 就没有一个能够带兵打仗的 我不敢奢求上天给我一个白轩呢 有一个樊无稽 也足以让我能够领兵 对抗赵军了吧 嬴政不用樊无稽 难道我就不能用吗 高剑离这是说的 对呀 樊将军的本事 在燕国那绝对是一等一的 若能够率军攻招 即便不能打得赵军丧失师弟 至少也能够不落下风啊 刚才听荆轲这么一说 我忽然明白 秦王是故意的 他绝对是故意把樊无稽 逼到燕国的 他是不想杀樊无稽 但是又不能留他 所以 秦王想起了好兄弟阿丹 于是就把樊无稽送给了阿丹 肯定是这样的 这话说的荆轲是无言以对 菊武是以首服额 高剑离疑活地问的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何止是不对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别说是菊武和荆轲不信了 就连太子丹都觉得高剑离的话不靠谱 不过这种话从高剑离嘴中说出来并不令人吃惊 高剑离是个艺术大师 甚至可以说是已经无限接近宗师级别了 在艺术领域他处于巅峰的位置 但说到军国大师 高剑离是个外行 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得准 所以太子丹有军国大师 从来不问高剑离 因为问了也是白问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95集 菊武这是说的 太子 臣早就跟你说过 大燕国力弱小 地处偏僻 连秦和单独抗秦 都是自寻死路啊 为今之计 大燕应该邀请赵 魏 楚 齐 和宋同盟 与此同时 向北方匈奴解兵 联合攻秦 唯有如此 才能够打败大秦 保住我大燕的江山设计 也只有保住江山设计之后 才能够变法图强 富国强兵啊 太子丹回答 太父所言有理 可秦王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吗 他已经开始征伐天下了 菊武又缓缓地说道 像秦国这样残暴的国家 对各国早已是虎视眈眈呢 太子为质子之时 因为一个女人和秦王结怨 本已不甘 太子还把秦王所赠的陆炉剑 还给秦王 还说了那样一句话 这就更让秦王怀恨在心了 说好还给燕国的城池也不还了 而大王对秦国的态度是飘忽不定 吕斯和秦王作对 这已经足够让人心寒的了 如今太子又收留了樊武军 这无异于是把肥肉送到老虎嘴上啊 希望太子速将樊武军送到匈奴去 希望能以此来消除秦国攻打我们的借口啊 太子当回的 樊将军在走投无路之时 投奔到我们这里 这是对燕国和我的信任 我们不能因为怕得罪嬴政就抛弃朋友 菊武连王说的 为结交一个朋友而不顾国家的安慰 这就是资助怨恨和灾祸呀 犹如是把红毛放在人手的火炉上 结果自然是很快会被烧光的 太子也知道樊武军走投无路 如今太子给他荣身之地 他就应该感恩戴德呀 我们不杀他 也不把他送还给秦王 但也不能再收留他 因为那样就是与秦为敌呀 我们可以理宋樊无机去匈奴部落生活 千万不要为了一个人影响两国的邦交 不顾国家的安危呀 太子之前 已经和秦王产生了隔阂 但是毕竟还没有正式决裂 还可以有不救的余地呀 太子 您是将来的燕王 应当为江山社稷和百姓着想啊 人让一时 是为了换取燕国强大的时机 为了这个机会 太子受些委屈也是值得的 听到菊武这么一说 荆轲复合的 太父所言极是 不杀凡无几 李送他去匈奴 也算是对得起他了 如此一来 和嬴政之间就有缓和余地 请太子三思啊 太子丹说道 荆轲 我们自小就认识 难道你也不帮我 荆轲回答 这次不就是因为知道赵军攻打燕国 我才回来的吗 我想告诉你 我虽然没有办法带兵打仗 但是我可以去刺杀赵军统帅 甚至刺杀赵王都可以 我只能这样帮你了 太子丹一把抱住荆轲 激动地说道 好兄弟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虽然这次没能够用上你 但是这份情谊我记住了 你不能走 你就留在我身边 刚说到这里 一名侍卫跑来禀报 启禀太子 大王召你回宫 太子丹问道 可知是何事 末将不知 菊武说道 定有大事 我们速归 太子丹对着荆轲说道 荆轲 剑离 你们去太子东宫等我 太子丹走后 荆轲转身走进正堂 对樊无忌说道 之前对我得罪 请不要介意 樊无忌说道 先生客气 今后还望哆哆指教 荆轲拱手一离 转身离开了樊馆 与狗徒高剑离 还有秦武阳去往了太子东宫 带郡城外 施礼长亭 带王家站在长亭上圆跳 当他看到燕子大旗出现的时候 带王家对身边的李牧说道 他来了 李牧回答 有霸王之心 却无霸王之能 燕丹不足以成为带王的仪仗 带王家说道 总比那个燕王喜强一些 他还是有一腔热血的 李牧问道 普天之下 王者谁可胜过嬴政 将帅谁能比过白轩呢 带王家说道 我自认不能胜过嬴政 但我有放手一搏的勇气 而将军足可以和白轩比肩 李牧笑着说道 能与白轩交手是李牧的荣幸 这么多年 白轩每战之后 我都要仔细研修 唯恐错过半点细节 我总在想 若我是白轩 敌手应该如何 越是严修 就越觉得白轩不凡 他的长处在于 料敌在前 而且是没料必中 这个本事 李牧是自叹不如 除此之外 李牧还是可以和白轩 争个高低的 带王家说道 那就是了 人各有所长 曲长不短 便可胜过旁人 白轩再厉害 也是人 最多算是 料事如神 但他绝对不是神 李牧说道 带王自立如今 李牧算是带王 麾下将军 倘若赵王有赵 该如何呀 带王家回道 若为抗秦 则不分带赵 本是同根 自然要齐心协力 共保大赵设计 李牧说道 你才应该是赵王 先王糊涂啊 子不言覆过 我拥兵自立 已经算是不孝了 休要再说其他了 我只盼着 我那个弟弟 能够多少继承一些 武灵魔的血性 能够让赵国奋起于勇 若他能做到 我便遵探为王 李牧叹了口气 说道 唉 剑宁当道 主上昏庸 带王的话 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所者 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96集 带王家 对李牧的话 不予反驳 因为他知道 李牧说的是实话 那赵王谦 自即位以来 只知道吃喝玩乐 将朝中的军政注释 全部交给了国相国开 那个国开 有没有向国之才 暂且不论 单凭他那贪财的烈性就知道 赵国 为已 如今朝中都是国开之流 这些人中间 哪有一个是真正的为赵国的江山设计谋仇的 为赵国的百姓死虑的 秦军打了过来 庆贺 可带王家神知 秦军的进攻只不过是个试探 真正的攻击还没开始呢 现在带王家深深的为自己当初的冲动而后悔 如今他已经不能左右赵国朝政了 他只能尽自己所能为赵国谋划 这时侍卫来报 大王 燕太子丹来了 迎接 燕丹的车停住了 燕丹睁开眼睛透过窗子看向车外 局武说道 太子到了带郡了 带王家在十里长庭迎接你呢 太子该和带王家好好谈谈呢 燕丹叹了个气 起身下车 燕丹这次不是专程来找带王家的 而是去秦国做致死的 燕王喜说 信赖秦王公兆 才是燕国得以解脱为局 为表秦燕盟好 你就去大秦做质子吧 不可义气用事 对秦王要公顺 燕丹知道自己说啥 燕王喜也不会听了 所以就带着太副局武和高建立来了 本来荆轲也要跟着来的 但是燕丹矮于荆轲见客的身份 同时又想把荆轲当作是暗藏的致命武器使用 因此就没让荆轲跟来 这边燕丹是心不甘情不悦 但是带王家却是一片的赤诚 燕丹只得打起精神和带王家见礼 啊 有劳带王相迎 鸡丹愧不敢当啊 哈哈 燕赵本是兄弟 你我也曾是兄弟相称 客气话就不要说了 鸡丹拱手说道 带王愿摒弃前嫌 鸡丹感激不尽 带王家说道 惭愧啊 不知太子此次父亲 意欲何为啊 为至 太子怨否 不愿 但是王命难违 秦王和太子一向交好 此去咸阳应该不会为难你吧 唉 但愿如此吧 太子 本王以为太子此行 怕是要自取其辱了 太子是想啊 秦赵本为殷亲之国 那秦王依旧出兵伐赵 他眼里啊 哪有一点人情可言呢 我看太子不如不去 鸡丹长叹口气说道 哎 父王有缘 不去怕会触怒秦王啊 带王家面色一冷 那去了又能如何啊 秦丹低头想了想说道 这个不知啊 带王家呵呵一笑 稳住秦丹手臂说道 哈哈 随我进城 小住几天 你我兄弟好好谈谈 十天后 严丹告别了带王家 一路向西直抵咸阳 大秦 咸阳张台宫 正殿之前是假式林立 星红的地毯 从台阶下 一直延伸到大殿门口 雁阳之下 为一个高大的张台宫 锐气千条 气象万千 大秦进位 犹如是天兵神将 大秦重臣 犹如是云中之君 站在台阶下的燕丹 仰望着高处大殿 心中是感慨万千 当年在邯郸时 他是燕太子 嬴政还啥都不是 等到了第一次至秦的时候 燕丹还是太子 而嬴政已经是秦王了 如今 燕丹还是太子 嬴政却已经将天下最强盛等国家 掌握在手中了 差距 而且是越来越大的差距 都不用别人说 燕丹自己就觉得 已经没法和嬴政平等相处了 秦王摆出这么大架势 当然不是为了迎接燕丹的 在燕丹身边 还有齐国使节 楚国使节 以及魏王增 齐国和楚国使节 倒是挺开心的样子 而魏王增 却是一脸的木人 燕丹仔细一看才发现 魏王增竟然穿的 不是王袍 而是侯爵的服饰 魏王 您这是 魏王抬头看了也燕丹 随后摇了摇头 摆摆手 什么话都没说 这种情况下 燕丹也就不能再问下去了 这时 菊武附在燕丹耳边说的 太子 看到了吧 你若不想像魏王增这样 就必须合纵攻勤啊 燕丹回答 合纵 您看看齐国和楚国使节神情 就能知道 这两国心里想的就是 怎么跟大秦交好啊 罚琴 哼 就在这时 大殿内传来宦官的声音 王有命 齐国使节 谨见 齐国使节 面色堆笑 规规矩矩的领着使团成员 抬着丰厚的礼物 走上了台前 过了一个时辰 上面传来高呼 王有命 摄焰款待 齐国使节 出国使节 谨见 这次过了一个半时辰 上面再次传来高呼 王有命 摄焰款待 出国使节 为侯谨见 魏王僧 瞥了一眼 燕丹 随后抱着玉龟 走上了台阶 燕丹 自语道 魏侯 太夫 魏国 靠不住了 局武 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这一等 又是一个多时辰 眼看 太阳都偏了 明显都过了正午 可上面依旧没有传着 高建离气得蹦着高的喊道 嬴政 我是高建离 我和太子丹来看你了 你为何不见我们 嬴政 你若不见 我们就走 哗的一声 殿擎侍卫 手中长歌 瞬间指向了燕国使团 一把把擒奴 上弦完毕 也是指向了燕丹等人 大秦郡君校尉 拔出长剑 指着高建离喝的 胆敢直呼我王明慧 最当车裂 来呀 把这狂徒绑了 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灵天下 作者 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四百 九十七集 胡拉一声 四个假式 闯上前来 将高建离 暗倒在地 这时 燕丹举起双手 喊的 将军请慢 我是燕太子丹 请看在 秦燕蒙好的份上 饶过高建离 禁军校尔高呼的 本将管你是谁 张台宫前打放厥词者 最该车裂 谁说都不行 这是 菊武说的 这位将军 高建离 乃天下名士 如此待他 有损 秦王威严啊 雷 秦军校尉 吼道 不管 如我王者 犹如杀我父母 必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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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秦敬畏 七声的怒吼 朕的居武 是连连后退 鸡丹 急忙喊道 将军 暂且息怒 待我见过秦王之后 再做处置 说完之后 燕丹 撩起长袍 冲向台阶 奔向大地 突然之间 先前 点前那些 如泥塑木雕一般的 大秦敬畏 眨眼之间 就堵在台阶上 一面面盾牌 锁在身前 一杆杆 闪着寒光的长矛 直向了燕丹 后退 后退 一拍拍大秦敬畏 眉口一声 便向前一步 那滔天的杀气 逼人的气势 让燕丹 会由自主地倒退下来 进军校尉 冷笑一声 说道 哼 未经传诏 擅自上殿 你 这是闯弓之罪 看在你是燕国太子份上 本将饶你一次 跪到一边去 燕丹 秦军校尉 被呵斥一通 顿时脸上就红了 你 刷的一声 秦军校尉 秦军校尉 把长剑指向了燕丹 恶狠狠地说道 再敢说一个字 本将便砍了你 菊武张开双臂 挡在燕丹面前喊的 将军息怒 老夫愿带太子领法 秦军校尉 收起长剑说道 看在你一把胡子份上 就答应你了 跪下 普通一声 菊武跪倒在地 燕丹是泪流满面 叫了声 太夫啊 秦军校尉 满意地点点头 对燕丹说 哼 你这位太夫很不错 身为一国太子 不注意自己言行 居然让一位老人家 待你受过 你这太子 当得不咋地啊 来人 把高建立拉出去 押入廷尉域 等待廷尉大人 明正典型 诺 四个魁梧的大秦进尉 拖着高建立救手 高建立是拼命地挣扎呼救 燕丹跪倒在地 对着秦军校尉 是连连叩首 将军息怒 将军息怒 求将军不要带走高建立啊 就在这时 大殿内传来一声高呼 王有命 燕国太子鸡丹 进剑 进军校尉大声回复道 燕国使节高建立 直呼大王明慧 最当车裂 末将正要将其 押王庭尉玉 过了片刻 大殿之上 又传来一道声音 王有命 树高建立不敬之随 准其上殿进剑 莫将遵命 放开他 敬畏把高建立扔在地上 燕丹跑了过去 扶起高建立 明事又如何呀 在车裂面前 也是被吓得 面如土色 浑身晒坑 太子丹 为何还不进剑 这时 李斯 慢悠悠地 顺着台阶走下来 当他来到距离平地 还有五六个台阶的时候 他停下脚步 站在那里 面无表情地 低头 看着燕丹 燕丹仰头 怒视李斯 局武在一边 撕死地拽着燕丹的袖袍 太子 小不忍 则乱大谋啊 局武小声说的 燕丹 深吸了口气 拱手毅礼之后说的 有劳廷尉告知 鸡丹 这就觐见秦王 李斯 点了点头说的 快些 大王昨晚批阅奏书到半夜 今天 借见诸国使节 已经疲惫不堪了 快点 说完之后 李斯 面对禁军校尉 大声说的 大王曰 点前禁卫 克禁之首 位属有功 拙 锦一绝 四百斤 九肉足用 点前禁军 齐声呐喊的 谢大王 李斯 哈哈大笑着 转过身去 昂首挺胸 脉步 走上台阶 却连看都没有看 燕国使团一眼 燕国使团尽管是人人心中怒火万丈 但是人在屋檐下 这不得不低头啊 这能是咬牙忍着 大殿之内 众臣列作 王位之上 嬴政 左手指着下巴 斜靠在岸上 太医下午且 正跪在嬴政的身边 为他暗揉肩膀 大王 这个力道可行啊 啊 舒服是舒服了 就是不如白泽捏得痛快啊 哈哈哈哈 大王 这白泽是军中萧将 他下手肯定重啊 臣知道 大王在北地时和将士们 吃住在一起 肯定是经常被白泽暗揉啊 那滋味尘尸过 这一阵剧痛之后 这浑身啊 是松快无比 适合军中袍泽 大王正直壮年 重一些无关紧要 但是臣却不再成经常那样 有道是柔能克刚 但毕竟不是在战场上 无需急躁 缓缓恢复还是较好啊 嬴政点头说的 哎 你说的对 大兄也是这样说啊 你这样跪着累不累啊 以后给寡人看病暗揉 不要跪着 怎么顺手怎么来 哦 谢大王 就在这时 李斯上前来报 启禀大王 燕国使团来了 宣 黄空这是喊的 王有命 宣燕国太子鸡丹 尽见 鸡丹来到嬴政面前 跪倒在地 大礼参拜 燕太子丹 拜见秦王 菊武也拜倒在地 燕国太父菊武 拜见秦王 嬴政回答 免礼此座 高建离啊 怎么这般模样 高建离 耿着脖子说的 有劳秦王 动问 高建离能有命在 还得多谢大王仁慈 谢了 从进了大殿 高建离就一直站着 此时更是很随意地 冲着嬴政拱了拱手 这下 把烟丹和菊武 吓得是脸色煞白 急得二人 直冲着高建离 试眼色 嬴政拍来拍 夏无忌的手 试以可以了 夏无忌 退到嬴政身后 嬴政坐着身子 盯着高建离 高建离的目光 和嬴政的目光一碰 在这瞬间 他的眼中 闪过一次惊慌 最后 就是怒火 哼 高建离哼了一声 然后仰头 看着大殿顶上的凋梁 而嬴政却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498集 嬴政说的 小黎 现在还唱云中军吗 嬴政的这句话 顿时让高建离 心中一寸 也让燕丹 这眼圈发红 燕丹不由得低下头去 高建离是个艺术家 艺术家的感情 有时候是细腻 有时候是奔放 总之是很丰富的 但通常和理性 保持着一段距离 若非如此 怎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呢 嬴政的一句话 犹如是打开了高建离 那丰富情感的闸门 一种怀念 委屈 还有许多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纠缠在一起 迫使高建离 低下了他高傲的头 还唱 经常唱 大王还记得 嬴政说道 记得 那时候 你总喜欢把发肌打散 你说那样有明示风范 为何现在打扮得这样整齐啊 来人 为云中军更衣 就在这时 打擒群臣 发出了善意的笑声 六位美丽的宫女 俄奴走来 为高建离 净手擦面 梳理头发 又有六位宫女走来 为高建离 换上了一身五彩长衫 最后六位宫女走来 为高建离 铺粉化眉 其中一位宫女 跪在高建离面前 在她手背上 画了两朵牡丹 眨眼之间 高建离 就从一个满脸怨气 浑身尘土的邋遢鬼 变成了一位 眉清暮化 神清俊朗的翩翩公子 好啊 当真是云中军哪 这时王婉拍手赞的 如幻也是捋着胡子 笑着点头 嬴政又说道 哈哈 玲珑最喜欢小离的琴剂了 玲珑说 如果能请来高建离 为阴曼教导秦记 那当为一件大姓事啊 小离 留下吧 阴曼是寡人最宠爱的公主 你就做她师尊 还记得当年 秦宋燕阳之约吗 你留下来 帮寡人做秦宋吧 高建离知误地回答 我 嬴政马上说道 不要着急答复 听寡人说完 寡人搜集了很多秦谱和古秦 对秦谱寡人知之不多 但古秦却又耗中绕梁能入寡人之夜 其余的不足为论 你若留下 全是你的 哇 大秦众臣是大为惊叹 不为别的 这是因为 嬴政所说的那两把古秦 太有名了 浩中是传说中 周代的名秦 此秦音之红量 犹如钟声激荡 浩角长鸣 令人荡胸生云 绕梁 是一位叫做花园的人 献给楚庄王的礼物 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之后 整天见弹琴作乐 陶醉在琴乐之中 楚庄王 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银马黄河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之一 他用过的琴 那不是用钱能够买来的 这是阿诺的陪价 不过阿诺不善此道 这把琴被转赠给了段玲珑 段玲珑将其示弱珍宝 轻易都不肯碰一下 如今为了留住高剑离 那都舍得拿出来送人了 高剑离虽然不知其中曲折 但他知道这两把琴的价值 那一刻他真的动心了 他向着嬴政走了几步 黄空这是说的 云中军请止步 嬴政马上说的 哎 不要拦他 小黎过来 嬴政勾了勾手 脸上露出了孩子一般的笑容 高剑离立刻双眼发亮 他几步跑到嬴政面前坐了下来 此时此刻嬴政和高剑离之间只隔了一张桌案 这是前所未有的礼遇 在大秦就连白轩都没有过这样的礼遇 嬴政双手撑在桌案上 故作深密的小声问高剑离 这么多年了 还没有心仪的女子 高剑离咧咧嘴说的 我还等着你和阿丹一懂天下 我好云游四海 收集曲谱呢 哪有心思成家呀 嬴政说的 只要你肯留下 只要你交英漫福勤 我肯定派人陪着你走遍天下 三百 不 五百人够不够 不够就一千 我封你做上青 那些郡守和地方官吏 见了你都得客客气气的 还有 我还封你做九宗书院的分院守 你在那里有专门的藏书阁 至勤的工匠 你想说多少弟子 就说多少弟子 如何 高剑离一把攥住了嬴政的手腕 但随即又松开了 他看了一眼黄空 而黄空则是撇了一眼高剑离 没有说话 高剑离不可置信地说的 这 这 真的 君无戏言 这 这个 等我想想 王婉 这是说的 云中军 你还想什么呀 卢幻也是接口的 就是就是 我若是你便立刻答应 唉 想当年 老夫也是如同云中军一样 是个偏偏的美少年呐 哈哈哈哈 家 众臣听了卢幻这话 无不对他嗤之以鼻 王王干脆就离着卢幻远了一些 高剑离又说道 云中军 是在叫我吗 赵高 这是开口说的 大王一言九鼎 说你是云中军 你就是云中军 这 可是封军啊 您若留下 您就是 大秦的云中军 封地 就在云中 这时 下面的鸡丹问道 云中 那不是 赵国国土吗 鸡丹话音刚落 嬴政就转过脸看着他 方才和高剑离说话时的满面笑容 瞬间消失不见 嬴政说道 鸡丹 赵国猛攻燕国 燕军被打得抱头鼠窜 若不是寡人下令公赵 还不是这赵军已经杀进继承了吧 你我本是兄弟 可列国合纵公勤 哪次都少不了你淹过 可寡人并未因此怠慢你 你扪心自问 寡人待你如何 寡人心中一直记得 邯丹呈上你我的诺言 可你呢 你就是如此 回报寡人的兄弟之情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秦军领天下 作者江东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四百九十九集 不等鸡丹回答 菊武拱手说道 夏臣不明白 秦王何处此言 嬴政说道 寡人在质问严丹 与你何干 退下 退下 大秦众臣齐声断喝 整座大殿内被喊声震得嗡嗡作响 吉武满脸震惊地看着嬴政 他想要抗辩 但却再也提不起任何勇气了 这时高建黎说道 大王 嬴政转过脸 和颜悦色地对着高建黎说道 不要怕 不关你事 当嬴政面对鸡丹时 又恢复了一张冷脸 鸡丹 寡人 问你话呢 鸡丹回答 鸡丹愚钝 还请秦王明氏 明氏 寡人最恨的是谁 难道你不知道吗 鸡丹心中咯噔一下 他已经知道嬴政说的是什么了 嬴政冷笑一声问道 哼 为何不说话 是不能 还是不谢 菊武实在憋不住了 他跪在地上 悉行几步 对嬴政说道 秦王息怒 我家太子并不知晓此事 那叛逆逃到燕国时 用的是假名字 当太子有所察觉的时候 赵军已经开始攻打燕国了 我家太子忙于抗赵 已是忘记了这件事 待夏尘回去之后 定将那叛逆赶走 嬴政继继续看着鸡丹问道 鸡丹 你当真不知道他是谁吗 鸡丹摇头回答 鸡丹不知 嬴政又问道 既然不知他是谁 那么 溢水河畔的反馆 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里面住的是你的情人 鸡丹吃惊地看着嬴政 团员以为 自己行事很是小心 断不会走漏消息 没想到嬴政早就知道了 鸡丹深吸一口气之后说道 阿正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你怪我没有把樊乌鸡杀了 或者送回大秦 但 我想问问你 你是真的要杀樊乌鸡吗 你要杀他 在义渠城的时候就能杀他 可你为何放他走 既然你知道他在阎谷 你为何不派人杀了他 大秦的黑兵潭无处不在 就算樊乌鸡逃到天涯海角 黑兵卫照样能够抓住他 杀了他 我是给他建了一座樊馆 樊乌鸡就住在那里 既然你知道他在那儿 你的人为何不行动 你是在看我会怎么做吗 阿正 正因为我知道你恨樊乌鸡 所以我才刻意留下他 还给他建了一座 那么显眼的庄园 这个目标够明确了吧 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的黑兵卫没有理由不知道吧 你是故意不杀樊乌鸡 你是故意留着他 作为跟我跟燕国撕破脸皮的借口 对吗 阿正 我们的誓言 我一刻也没有忘 我不如你 燕国也没有大秦这般强横 我以为你是故意把樊乌鸡逼到燕国的 你是要让樊乌鸡为我所用 你是要帮我 你知道吗 我心里对你是多么的感激涕灵啊 可是 现在我明白了 是我想错了 我不应该把你当成是从前的阿正 我应该恭恭敬敬地遵你一声 秦王 鸡丹错了 要打要罚 秦王 随意吧 秦丹这话是真真假假 叙叙实实 但总的意思是 其实就是知道瞒不住了 干脆就耍起来光棍 嬴政你爱咋地咋地吧 秦丹这个态度 倒让嬴政有些意外 他原本以为秦丹会百般狡辩 没想到 秦丹竟然痛快地承认了 而且还讲出一堆 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的理由 这些理由看似荒唐 但是 嬴政还真的不能一股脑地给予驳持 因为是嬴政先提起了兄弟之情 嬴政本想着占据道义的高峰 来指责秦丹不顾兄弟情分 容留大秦的叛逆 没想到 秦丹竟也用了兄弟之情回秦 秦丹说得很清楚 咱俩既然是兄弟 你也帮了我不止一次 那么 我觉得樊无姬是你送给我的大将 这也在情理之中 是我想错了误会了 但绝对不是故意要跟你作对 情急之下 秦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来回答嬴政 也算是出乎意料之外 一边的菊武那颗紧张的心则瞬间就稳住了 这时嬴政开口了 你是这样想的 秦丹立刻回答 正是 哈哈哈哈 你居然会这样想 寡人应该是夸你集中生智呢 还是应该骂你巧言令色 你觉得寡人会信你的话 不管秦王信与不信 秦丹心中确实是这么想的 嬴政冷冷地瞪着秦丹 那好 那你此来何意 秦丹回答 一是感激秦王的元首之恩 二是戴武王告知秦王 燕国愿与秦国永结盟好 为表示燕国诚意 秦丹愿留在咸阳为至 嬴政说的 若是真的肝胆相照 生死与共 秦丹之间不互至又如何呀 寡人只有一子扶苏 且尚未成年 寡人也舍不得扶苏 去他国为至 所以你愿意留在咸阳为至 便留下 寡人 不 我大秦今后 绝不会再派王氏子嗣 去他国为至 举武这是说的 秦王 梁国蒙好 太子护治 这是古以有之的成立 秦王怎可不孙呢 若如此 大秦 孔为天下笑柄啊 嬴政 瞪着举武说的 寡人 有雄兵百万 战将千元 大秦战旗所指 皆为寡人的疆域 笑柄 谁敢笑寡人 那么寡人就先灭了谁 寡人倒要看看 谁能笑到最后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军林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集 听到嬴政这么一说 举武 没词了 嬴政说的没错 大秦有近百万虎狼之师 有众多喊将 这天下谁敢笑话嬴政啊 谁敢笑话大秦呢 怕是只有嬴政 笑话别人的份 倒是真的 刚才鸡丹是强词夺理 现在嬴政却是耍起了大哥吧 在绝对实力面前 任你诡计多端 任你巧身如簧 都不好使 打秦信奉的就是实力 不服没关系 直接打到你服为止 事已至此 无论是鸡丹还是居武都明白 这次来咸阳 那真的是劳而无功了 带王家的预测 那是奇准无比 大殿内陷入沉寂 嬴政很是随意地 向着夏无且招招手 夏无且又开始为嬴政 暗揉起肩膀来 高简离看看嬴政 又看看鸡丹 他不知道该怎么打破这个僵局 嬴政忽然笑着问高简离 小李 你是不是有话要对寡人说 高简离一愣神 啊 秦王 你是知道我的 除了乐曲歌舞之外 其他的 我是一窍不通啊 不过 我也是燕国人 而且 我们自小就伤识 我真的不希望 我们之间弄得很生疏 嬴政说的 你说得对 可是 这生疏 不是寡人的错吧 高简离说的 当然不是 呃 这个 其实谁都没错 大家是兄弟嘛 有什么话 不能推心致腐的 说明白呢 嬴政说的 说得好 鸡丹 大家都是兄弟 有什么话 你不能对寡人 推心致腐呢 寡人 只要你一句实话 你收留凡无忌的时候 究竟是怎么想的 听到嬴政的问话 菊舞紧张地看着鸡丹 心中是不停地祈祷 别说实话 千万别说实话 这时鸡丹缓缓地开口了 阿正 我身边没有像样的将军 我又不好意思跟你要 所以 我就是这么想的 菊舞的心情放松了 可是嬴政的脸色 却很难看 嬴政 竖起一根手指说的 既如此 寡人告诉你 秦烟之间 若想永结盟好 那燕王媳 必须要答应寡人 一个条件 菊舞 联盟说道 请大王名言 燕王自取王好 将为公爵 菊国 依附大秦 遵行大秦律法 遵照寡人诏令 解散燕军 接受大秦的证编 国相以下 包括郡县之长 皆由寡人任命 答应了 秦烟荣为一提 秦如兄弟 不答应 寡人也不强求 以燕国 好似为之吧 菊舞 听了这话 愣了半天之后 才缓过劲了 嬴政的意思是 让燕国 效法魏国 甚至做得 比魏国 还要彻底 魏国好歹 还保留着王号 燕国若是 答应嬴政的条件 那就等于 是菊国 并入大秦呢 从此 这世上 就没有什么燕国了 菊舞回答 姿势体大 夏臣不能做主 必须和吴王商议之后 再给秦王答复 那就回去商议吧 寡人不着急 还有 寡人和鸡丹 亲如兄弟 怎么忍心看着 鸡丹和燕王媳 父子分离呢 寡人也怕怠慢了鸡丹 所以 燕国送太子丹 至秦之事 寡人不准 鸡丹 你回去吧 黄空联盟说的 王有命 燕太子丹 至秦不准 燕国使团 即刻返回燕国 不得在咸阳停留 这是典克断裂 站起身来说的 太子丹 请回吧 尽管说的客气 但是却在啪啪打脸 在他之前 两国护房 即使是谈蹦了 也没有马上 哄人家走的 最多是狠狠地说一句 三天内离开 可这一次 燕正是直接撵人了 这等于是 把燕国的脸面撕下来 摔在地上 狠狠地用脚踩一样 燕正这时在告诉鸡丹 你不是我兄弟 以后也别拿兄弟之情 说事了 总而言之 秦燕两国 虽然还没到撕破脸皮的份上 但是也差不了多少了 因为燕正就差对燕丹说滚了 局武现在是浑身哆嗦 六十多的人了 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鸡丹失礼之后 语气平静地说道 鸡丹告退 燕正看都没有看鸡丹 只是随意地挥了挥手 那架势犹如在轰盖一只苍蝇 这时高建离开口了 秦王 燕正说道 小黎 你是答应寡人要留下吗 来人 把官服印寿拿出来 不 我要走了 我是燕国人 那里有我的家 我要回去 谢大王厚爱 营正站了起来 走下王位 扔到了高建离身边 伸手扶住了高建离的肩膀 小黎 你的志向之高远 寡人心知肚明 而今天下唯有寡人可以帮你 想想看 等你收编了天下局谱 编钻成策之后 寡人还可以将其搬过天下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高建离的成就 都记住你高建离的名字 寡人可以搬到 鸡丹 他绝对搬不到 不要冲动 不要拒绝 留下 寡人需要你 大秦需要你 寡人心中 那片辉煌壮丽的秦宋 也需要你 这时王婉也劝的 云仲军 留下吧 卢幻也连忙附和的 留下吧 回到燕国 会埋没你的才华的 大秦仲臣 齐声说的 请云中军 微请 高建离看着 嬴政内置热的双眼 想着嬴政的承诺 再看看大秦重臣 那期待的眼神 那一刻 他心中是真的很想 答应嬴政 留在大秦 可是 当高建离 回头看见 大殿门口的鸡丹 那痛苦的表情之后 高建离的心刺痛起来 高建离后退三步 迎看高歌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零一集 秦王 高倩离谢你了 此生也以秦王为之音 但我的心告诉我 我不能留下 因为我若留下 心便死了 心若死了 就再也没有那壮丽的诗歌和悠扬的乐曲了 我是云中军 云中军是不会受到束缚的 所以 请让高倩离走吧 唉 大秦众臣是发出一片惋惜声 嬴政点头说道 高倩离谢你了 高倩离 打秦的国门永远为你敞开 寡人就在这里等你 你记住 不论你到哪里 你都是打秦的云中军 众臣高呼道 恭送云中军 高倩离以一到底 随后哈哈大笑 潇洒地走出了殿门 嬴政是不由自主地走出大殿 目送高倩离离开 嬴政张开双臂 说道 寡人就要一统天下了 到时候 哪里还有什么燕国 齐国 赵国 楚国 即便是白月 也将在寡人的统治之下 你会回来的 寡人等着你 秦王政十一年 燕太子丹至秦 秦王不离 丹怒而逃归 这是太史宫技术的燕丹至秦的经过 如此笔法 为之春秋 不过 这的确是嬴政和鸡丹 最后一次见面 秦王政十一年下 大秦 河南郡 洛邑 文信侯府 白轩 王俭 杨端和 枪磊四人 从政堂内出来顺着师资小路溜达 自从宫兆之战进入香吃阶段之后 白轩一直忙于调兵前将 今天总算是忙里偷闲和三位老将军聊聊闲话 枪磊是半月之前带着五万精锐来到前线的 当他按照白轩的布置将人马安顿妥了之后 就立刻赶到洛邑来见白轩 枪磊说道 君侯啊 老夫见你之前 一直觉得这仗打得不爽快 完全不是君侯之前那种狠辣伶俐 一见封侯的战法 不过方才听君侯一讲 老夫突然明白了 君侯就是君侯啊 当年寒谷一战 君侯是打一个下一个盯一个 哈哈哈哈 这回又是如此啊 杨端和也复合道 哈哈哈哈 我跟你就不一样 君侯怎么说我就怎么打 不操那么多闲心呢 王俭说道 端和 你也就是服君侯啊 除了君侯之外 在大清上下你还服谁啊 杨端和回道 这话不对 除了君侯之外 我还服大王啊 难道你俩不服 哈哈哈哈 说笑归说笑啊 赵国不同于韩位 灭韩基本上没用多少兵马 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 那全是君侯筹谋在前的功效 这叫做上兵伐谋 不战而缺人之兵 但这赵国不一样 毕竟曾是威震天下的强国 这敌韵还是有的 老汉觉得君侯说的对 赵国佣兵接近七十万 其中精锐约有三十万人左右 若是能将这三十万人全监 赵国对于大秦就犹如是无人之境啊 我军可以任意往来 畅通无阻啊 关键是如何让这些精锐集中起来 然后怎样让他们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啊 这天师地利权一不可呀 是得好好算计算计啊 枪磊说的 关键是那个李牧 之前我一直在想如何避免和李牧过早对决的事情 但是君侯一言让我毛色顿卡呀 必须逼他出战 要逼得他措手不及 要让他手忙脚乱不能镇定自若 这李牧一乱 赵军不战自愧呀 王俭说的 没错啊 那个司马上是仅次于李牧的将才 只可惜啊 如今不受重用 可谓是明珠暗头啊 白轩说的 上将受辱 三军弃夺 司马上本是赵军小将 曾经给赵蛇连坡 庞轩都当过副手 绝对是个独当一灭的大将 就因为被我军俘虏 便被赵王搁置 连最起码的体面都不给 司马上是和心情就不用说了 他那些老部下心中有多愤懑是可想而知 赵冲也算不错 但是比司马上就差了一大截啊 而且资历不高 难以服众 你们看吧 李牧挂帅定会让司马上为副将的 王剑也说的 军侯安排周响 末将并无异议 只是把这么重的单子给了还以 末将有些放心不下呀 白轩回答 哈哈 想要一个合格的将军 那就必须让他放开手脚去指挥作战 允许失误 允许战败 别心疼 也别过于担心 大秦的将军 都是这样打出来的 杨端和立马说道 好好 说的是 王剑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那小子又不是一个人 背后不是还有我们的吗 不过 军侯啊 你让蒙田李姓两头猛将 对付阎门记 老夫觉得是不是太给李牧灭死了 这燕门记也没人胜多少了 蒙田李姓随便一个就能灭了他们 枪里说道 不可轻敌 燕门记兵力虽少 但却是一把利刃 在战场上往往能见奇效 谨慎些没坏处 白轩说道 第一次和李牧教授 怎么慎重都不为过 也算是本君对她的尊重吧 这四人是边说边走 忽然见到紫燕 从前方的花束后面转了出来 今天 紫燕是一身的粉红尽妆 这让她更加的粉嫩可爱 娇俏迷人 爹爹 王爷爷 杨爷爷 枪爷爷 饭菜备好 我娘让我请你们入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我还放了梅子 放在火上煮着 还有你们最爱吃的卤肉 哎呀 不能说了 我都流口水了 王俭 哈哈大笑 抱着紫燕不肯撒手 气得杨端和是骂的 稀罕孙女 回家去抱自己的 凭啥摟着我家紫燕不撒手 快给我 王俭回答 什么叫你家紫燕呢 你跟白家有半点关系啊 要喝 找胆是吗 王俭一摞袖子 哼 怕你怎的 紫燕蹦到地上 一边蹦的 一边喊的 饭前打一打 吃得饱 喝得香 快来呀 我爷爷和杨爷爷巅峰对决 机会难得 赶快下注了 这时 枪磊说的 哈哈 他俩半斤对八两 打了不是一两回了 不输不赢的 独注 这谁还吓呀 吃饭吃饭 白轩哈哈大笑着 把紫燕夹在自己脖子上 说爱仙走向了餐厅 离得老远就看见 燕罗等在门口 夫君都准备好了 三位将军请 王锦三人跟白起是同辈的 这算是白轩爷爷辈的人物了 在他老个啥面前 燕罗是不用避讳的 而且三位老将都是航武出身 没那么多讲究 反倒显得更加亲近 几人坐定之后 韩信为四人倒上了酒 白轩问道 你师兄呢 韩信回答 回师尊 师兄在争利密报 师尊吩咐过 一旦有桓尹将军战报 必须立刻报来 师兄怕错过了 白轩问道 哦 那你为何不陪着你师兄 韩信嘿嘿一笑 嘿嘿 师尊 弟子掐指一算 那份战报马上就到 所以我提前告诉泽叔 叫他在门口等着 话音刚落 白泽拿着一个竹筒跑了进来 军侯还以战报 白轩接过竹筒递给王锦之后 问韩信 哈哈你怎么算出来的 韩信回答 欢以胜得急 尽管师尊反复叮嘱 可弟子看这几日 有关他的军报就能算出 不超过三天 他准会有所行动 嘿嘿 这次又被弟子猜对了 白轩说道 那我还真有点替他担心了 王锦劝道 莫慌 此时不宜干扰他 此阵过后再说 白轩点了点头 随后对韩信说道 去 叫你师兄去 以后不可取巧 以免坏了规矩 诺 韩信还没去找呢 就见紫燕拉着张良的手走了进来 紫燕说道 来了来了 我们吃饭吧 有紫燕的地方总是笑声不顿 但白轩却敏锐地发现 韩信有意地坐在紫燕和张良中间 有意地把张良和紫燕隔开 但是白轩什么都没说 韩信所料的和事实有些出入 环仪的确是发起了公事 但不是在三天前 而是在六天前 韩信没有把信使赶路的时间算在内 他只关注了军报上写明的日记 并以此作为推算的标准 因此和事实有些出入 环仪回十五万发起公计 一天便攻克了五成 少时休整之后转攻平阳 此时的平阳只有两千劳弱参兵守卫 尽管这些赵军在县令和县位的指挥下 做好了与成贡村王的准备 但是当铺天盖地的秦军涌来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人被吓破了蛋 环仪没有急于攻城 也没有迅速地将所有城门围住 直到十几匹快马跑出平阳之后 环仪才下达了围城的命令 但是却围而不打 环仪端坐于马上达量着平阳城 虽说是座县城 但是因为位置重要 因此城池规模比一般的县城要大 城墙是很高很厚 强攻的话 想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 但是环仪根本就没打算攻城 传令 弩炮和弓弩射击 将军有令 弩炮和弓弩射击 弩炮就位 弓弩就位 弩炮就位 兜囊内放入了尸弹 一拍拍弩手也做好了射击准备 弩炮 放 弓弩手 放 这万兴飞舞的尸弹就撒落下来 紧跟着的就是雨点般的弩箭 眨眼之间 平阳城头上被尸弹和弩箭 一遍遍地轻挤着 当尸弹化成火弹之后 平阳城内燃起了冲天大火 环仪对副将说 你千平你没个仪 就用弩箭射 弩炮杂 不得攻城 记住没 末将明白 环仪率领四万秦军 于当晚离开了平阳 平阳被围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 正在撤回的赵军工艳部队里 主将赵聪温讯大惊 平阳的位置太重要了 平阳若是被秦军占领了 周边城市的联络就会被切断 就此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中 这对平原居多的赵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赵聪不及多想就派副将护哲率领十万赵军去平阳解围 护哲率领十万赵军用最快速度赶往平阳 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 十万赵军终于来到了距离平阳三十里的地方 此时此刻十万赵军使人困麻烦 实在是走不动了 主将护哲指的是下令买骨早饭修整两个时辰 军令下达之后很多赵军士族当时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一时间十万大军是憨声如泪 只有伙夫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做饭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在距离赵军仅仅两里之外的一片坟地中 秦军侍侯将赵军的情况看了个清清楚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零三集 半个时辰之后 正在做饭的赵军伙夫 就觉得大地在颤动 正在酣睡中的赵军老兵们忽然蹦了起来 嫡西 就听嗡的一声 暴雨般的弄箭横扫赵军的营地 其实那根本不算是营地 因为既没有营杖也没有墨墙 更没有路债和少榻建楼 一切宿营师该有的防御设施全都没有 十万赵军全都挤在一起 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秦军袭来的时候 很多赵军士族被吾掌从地上拽起来 可是还没等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倒在监狱之中 一万秦军经济呼啸而过 所过之处石横遍野 雪流成河 紧跟着 三万秦军组成的庞大方阵 就压了上来 环蚁将长剑指向赵军 大吼道 攻 一排一排的阁毛放倒平端在手 一排接一排的秦军将士 呐喊着买开腿冲了过去 阁毛手冲过去之后 跳荡兵陷阵士 骑兵和弓弩手护住两翼压制敌军 一排排锋利的阁毛刺进赵军将士体内 一把把长剑砍下赵军将士的头颅 当秦军将士发出一声呐喊 齐齐地解开铠甲的时候 秦军从一支军队变成了一群猛兽 赵军溃散了 他们就像是一只只被恶狼追赶的羔羊一般 惊慌失措但却无处可逃 在他们身后是数不清的拎着武器 撒腿狂奔 腰间挂着手里拎着嘴里叼着 血淋淋着人头的秦军世俗 整个战场一片混乱 四万人追着十万人打 片刻之间好大一片土地被鲜血染红 环仪率领卫队追着赵军将棋杀了过去 当一阵箭雨过后 三百多个反抗的赵军只剩下一百余人 环仪催马轮箭就杀了过去 一阵砍杀之后 这一百多赵军全部震亡 启禀将军发现赵军主将 在哪儿 就在您脚下 环仪低头一看 这件自己的战马两只前蹄 死死地踏在一位赵军的将军胸膛上 那位赵军将军的脖子上 有一道醒目的伤口 很显然是被常见邪皮所致 这应该是致命上 后来的这两题子 也就是让这位将军少受些痛苦 死得更痛快一些 尽管这位赵军将军满身是血 但是他那身铠甲和他的披风 以及他腰间的令牌 明白呜呜地告诉环仪 这就是赵军主将 胡哲 这一战 环仪所部斩杀赵军五万余人 俘虏三万五千人 余者四散而去 秦军自损七千 这个战损比可算大胜 是夜 环仪率领一万精锐 换上赵军军服 打着赵军骑士 来到了平阳城前 框开城门之后 秦军杀进平阳城内 守冲赵军上至县令县位 下至普通士族无疑幸免 拿下平阳之后 环仪停止进攻 固守待员等待白萱的军令 秦军攻占平阳的消息 传到了邯郸 由于工艺部队还没有撤回来 所以赵王谦不得不下令 各个城义军民接上阵抵抗秦军 但白萱是不会给赵王谦 丝毫地喘息机会的 既打下了平阳和武城之后 白萱又派王谦 阳端和 羌磊 兵分三路 蒙攻照地 一时间 夜帝 太原 狼梦 藩武 纷纷丢失 秦军之后 竟然已经潜出到 离邯郸不足百里的地方 这意味着 从长平之战之后 赵国国都邯郸 再一次暴露在秦军的兵风之下 更意味着 赵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汉郸 沙丘宫内 一帮大臣一个个低头缩脖 坐在自己位置上 一言不发 赵王谦是一脸惊慌地问国开 向国 秦军就要杀来了 这这这这如何是好啊 快快想个办法呀 国开回答 这这能有啥办法呀 要不然 臣带着使团赶赴咸阳 求秦王把兵言和 这时一个大臣说的 呃 相国 这怕是没什么用吧 大秦此时兵风正盛 本唠嗦了好处 怎肯罢兵啊 国开回答 本相也知道秦王定不会轻易把兵 可如今不去求他又能怎样啊 你说 你有何妙策 那大臣说的 这个 这个不如把代王家请回来 让他率军和秦军作战 不求能打赢 只求能够挡住秦军就好啊 如此向国去求和说话也硬气些呀 赵王签立马说的 不行 寡人宁肯亡国 也不能让赵家回来 大王 当此生死损亡之计 就不要义气用事了 先保住江山设计 这才是啊 这时另外一名大臣也附和道 是啊大王 赵家来不来不重要 关键是李牧啊 现在能打的将军 只剩下李牧了 可他现在依附了赵家 大王只调李牧 不调赵家 这个李牧怕是不会听大王的呀 赵王家说的 哼 若你说的再有道理 不用就是不用 哼 大王若是执意不肯用赵家 那么臣倒是想起一人可用啊 谁 连坡 赵王谦一脸惊奇的问道 连坡 他还活着呢 大王 连坡老将军肯定还活着 他现在客居楚国 楚王封他当了将军 可是也没啥大用 不过老将军的岁数肯定也不小了 能不能上阵 这臣就不知道了 赵王谦赶紧说的 那派给人瞅瞅不就知道了 那个谁 你 就是你 你去 那名被指派的大臣说的 陈 陈 陈孙命 可是大王 既然是请老将军出山 那怎么着也得拿出诚意啊 这怎么也得黄金千两 良天万情 牛马成群 美女多多啊 赵王谦赶紧赶紧说的 听听听 还不知道他能不能上阵呢 花那么多钱干嘛 万一不能上阵 不白糟蹋钱吗 当然也不能空着手续 那样显得咱没诚意 这样好了 寡人记得宫中有一副盔甲 甚是威风 父王说 那是当年姓凌军穿过的 寡人虽不知姓凌军是谁 但是父王说起他 就一脸的崇拜样子 就知道这盔甲很贵 如今国难当头 再舍不得也得舍得了 你 带着这套盔甲去找连坡 看看 他还能不能杀阵杀敌 若是不能就把这套盔甲 给我再带回来 大臣回答 大王 这也太寒酸了吧 还要多少 不然你戳 那不少了 不少了 这时国开说的 大王 臣觉得根本没必要跑这一趟啊 连坡就算能够上阵杀敌 他也不会回来呀 当年他可是带着一肚子怨气跑的 他心中对先王怀有怨恨 他肯定是不会回来的呀 赵王谦说的 行不行走点看看呀 就这么定了 散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零四集 赵王谦说完 就快速地跑没影了 郭开是一把没拉住 他狠狠地瞪了朝下大臣一眼之后 转身对着要去请连坡的大臣说的 你随我来 那位大臣名叫唐九 唐九随后紧跟着郭开走了 这时朝堂上剩下大臣讨论的 哎哟 我忘了相国和连坡有仇啊 不然老将军当年何至于逃亡呢 说都说了 怕自作甚啊 大不了秦军杀来师 我等跪地请降罢了 这众臣是议论纷纷地离开了大殿 这时郭开府中 四百斤金光耀眼的黄金摆在唐九眼前 唐九的目光就像是被吸铁石吸住一般 郭开说道 听我说 连坡老了 已经不堪重用了 大王不过是拗不过群臣 所以才不得已派你去例行公事 所以你归来后怎么回复 你心里一定要想明白了 郭开一边说着 一边用袖子将金子一会盖住一会掀开 弄得唐九是心急火燎的 唐九说道 相国大人请放心 卑职一定秉承大人的意思 不让连坡回到邯郸的 国开挪开袖子说道 赏你了 去吧 楚国国都寿春 定会跟我回赏过去的 那我就没法和相国交代了 这金子到我兜里了 岂有再掏出去的道理啊 就这么办 唐九是一个劲地夸赞连坡老当一桩 连坡一高兴就挽留唐九吃饭 连坡当着唐九的面子 一口气吃了一斗米十斤肉 吃完了还当着唐九的面上马弯弓 以此来表示自己身体康健还可以带兵打仗 这唐九实境跨完连坡之后 拍着胸脯保证 下次一定带着大王的诏书和兵服将印前来 连坡高兴地又送给唐九一些财物 唐九是毫不犹豫地收下 然后辞别连坡回到了邯郸 沙丘宫内赵王前问道 咋样 那老家伙还能不能上阵杀敌了 这唐九先将装着铠甲的盒子放到地上 随后说道 连坡老将军年事虽高 饭量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跟臣吃饭的时候 竟然去了三次茅厕 赵王前说道 糊涂啊 能治又能拉的还能顶什么用啊 算了 再想别的办法吧 我王英明 郭开也在暗中对着唐九竖起了大拇指 赵王前和郭开他们把这事扔在了脑后 可是连坡却在楚国苦苦等待着 但却始终不见赵王的王赵以及出征的军令 楚国虽然败了连坡为将军 但是连坡实在是看不上楚国的军队 他还是想率领赵国二郎和秦军对战 但是这一等就是数年 在一个寒冬的夜里 连坡那雄壮的身躯终于倒下了 连坡 连坡命人打开了门窗 他指着邯郸的方向大喊道 大王 何时命连坡出征啊 末将依数甲配剑 只待我王世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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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坡连呼三声 弃绝而亡 一代名将最终孤独的 并逝于楚国都城寿春 秦王正十一年秋 秦国大将桓仪率军东出上党 越太行山深入赵国后方 攻占赤利宜安 对赵都邯郸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秦军出井行之后 直接攻击区域是胡陀河之南 在这里 赵国建有众多的诚意 在赵国失去太原盆地之后 胡陀河下游成为了沟通赵国南北的必经之路 由于赵国的防御重点在南北两县 即云中燕门的赵北长城 以及邯郸一带的赵南长城 因此秦军主力在胡陀河南岸并没有受到太大阻力 很快就攻克了宜安赤利两座城市 按照白勋的战略设想 攻照秦军应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 不断地扩大战国 以胡陀河为依托将赵国一分为二 在春秋时期 当时的中山国正是凭借有着小黄河之称的胡陀河之县 和赵国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对抗 因此秦军沿胡陀河构筑防线 并以此为依托在南岸攻城略地扩大战国 的确是最佳选择 但是赵王谦的一个决定改变了白宣的打算 因为赵王谦终于答应启用礼目了 赵王谦的使臣来到戴军拜见戴王家 并当场宣读了赵王谦的王赵 王有命 命李牧甩边军回援邯郸 封李牧为上将军 大赵军队西听上将军调遣 上将军 这是兵符将印 请上将军即刻赴任 火速回援 李牧看了眼使者 并未伸手去接兵符将印 戴王家说道 将军 国难当头 我等应摒弃前嫌 共同抗秦呢 李牧回答 戴王 末将不是不肯出兵 末将有个条件 需大王应允 这时那使者说道 大王曰 只要将军答应为将 所有条件一概照准 李牧欢欢地说道 本将的条件只有一个 司马尚为副将 镇守邯郸附近张水和南长城 此为本将与秦军对抗之一托 乃重中之重 交给他人 本将不放心 那使者立刻回答 下官立刻返回邯郸 禀告大王 定叫司马尚为上将军副将 按照上将军之意 沿江水以及南长城一带布防 上将军还有其他条件吗 李牧说道 本将统军之后 大赵所有将士 军归本将调遣 本将如何作战 大王不得干预 下官竟会把将军之意 传告大王 大王也会答应将军条件 上将军请接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505集 李牧终于接过了兵符将印 率领三万照顾边军 回防汉顿 这三万边军中 有一万人马是燕门纪 当然 真正的燕门纪老兵 只有三千 其余的七千人马 都是从代军边军中 抽调的精锐骑兵 和白宣不能把镇北军主力 全部都抽调一样 代军边军是抗击灵狐 和匈奴的主力 抽调三万已是极限了 再多 赵国边防就会空虚 于是 李牧率领边军主力 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后 渡过胡托河 在宜安附近 与秦军对峙 李牧认为 秦军连续获胜 时期甚高 如果仓促迎战 势难取胜 所以采取了助累固守 避免决战 等待敌人疲惫之后 伺机反攻的放阵 拒不与秦军接战 银安城内秦军帅父 白轩掀开了面架 将战盔放在周岸上 环仪上前说道 军侯 末将赞同军侯一战 殲灭赵军主力的计策 可是为何不趁赵军渡河之际 半渡而机啊 如今李牧率二十万赵军 安然渡河 与我军对质 但他身沟壁垒拒不出战 这如同一只乌龟 卷缩在壳子里 真让末将无处下手啊 白轩说道 李牧乃是赵国名将 半渡而机 只会让他改变战术 在北岸设防 若是如此 才是对我军大大的不利 本军之意 就是要在南岸 大量地歼灭赵军 随后顺势渡河 如此 湖陀河便会成为 赵军抵御我军的屏障 如此不止 意图在于逼迫李牧 和我军展开野战 以我军野战之能 定可一战而胜 战若胜 那么 无论是赵国国都附近 还是北第三郡 都不会再有像样的抵抗了 从战略上来看 这笔将赵军主力 组在湖陀河以北 逼迫赵国向北 做战略撤退 然后再发起新的攻击 要更合算 欢迎 正如你所言 李牧如今龟缩不出 你有何妙策 欢迎说的 末将有一计 呃 末将院帅一只人马 攻打肥类意 若李牧弃迎而出救援肥类的话 那么就恰好中了军侯 与赵军决战于也的计策 我军只需 预先探查好赵军的出击路线 并选好合适的地形 预留兵力 就可以打一次类似平阳的围典打员之战 如果李牧仍然坚守不出的话 那么我军就会顺势攻取肥类 并继续在湖陀河以南地区攻城略地 扩大战果 军侯以为如何 白宣这时问身边的王俭 还有王端和 两位将军以为如何呢 王俭说的 好记啊 杨端和说的 嗯 环仪自从来了前线 聆听军侯教诲之后也成了一员智将 末将以为啊此技甚好 环仪啊 你放心的去攻肥类 不用担心大营安全 尽管的攻城略地就是 环仪满脸兴奋的大声回答说 谨遵军侯及两位将主之命 白宣说的 公兆之战不可能一蹴而就 本军提醒入军 定要解交解造 更不得以一时成败 以成一地得失来论英雄 须致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 人地皆得 众将齐声答道 诺 白宣率领重将 登上了延安城头 遥望着赵军大营 白宣首服堕口说道 李末 你我终于要一蹶高下了 你的战术是对的 但本军告诉你 武安军这个封号 你是得不到了 赵军大营 一匹快马冲进了赵军大营 这马上赤猴的背上插着四五支弩箭 流失的鲜血已将后背染红了 他冲到率仗前 一头栽下马来 趴在地上 声嘶力气地喊道 骑兵将军 秦将还以 率军 攻打肥肋 喊完之后 赵军赤猴 气决身亡 门前校尉 从赤猴身上 摘下了信筒 举过头顶 抛进了率长 担心跪地 将信筒 递到李牧面前 上将军 秦将还以 猛攻肥肋 李牧淡定地 接过信筒打开 同时问道 赤猴何在 校尉打道 那位兄弟 殉国了 李牧抬头 看脸校尉 随后说道 后葬 其家眷 家重负恤 诺 这时 赵冲上前说道 上将军 还以善战 一日就能攻克平阳 如今 他猛攻肥肋 肥肋威矣 肥肋若实 我军 在南岸 就没了侧影啊 战况 于我不利 末将以为 应该立刻出兵 救援肥肋 李牧将军报 递给赵聪之后 说道 敌功 而我救 必将受制于人 孙乃兵家所计 何况 以胭之 这不是环仪的调户离山之计 军报上说 秦将环仪 率军十万公匪 那么 他营中的留守兵力 必定薄弱 环仪虽然年轻 但是 自公兆以来 每一战必胜 此人不可小觑 秦军主力公匪 难道 他们就不怕 本将顺势夺回宜安 赵聪回道 或许环仪以为 我军多日以来 采取守势 拒不出战 又以为 肥肋可以一战而下 所以 他想先下肥肋之后 回尸攻击我军 故此 宜安秦军 应该输于戒备啊 李牧说道 命赤侯 严查环以公肥战况 不得漏过任何细节 设法告知肥肋守军 叫他们死战到底 再派精锐之后 乔装改办 进入宜安 谈听虚实 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领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506集 三天后 欢迎的十万秦军 展开了对肥肋的猛攻 战斗 从一开始 就异常激烈 无论怎么看 都不像是阳攻 而是真正的强攻 李牧 由此 做出了判断 欢迎攻击肥肋 绝对是为了和赵军 展开一场 类似长平之战的战役 做准备 肥肋 威胁着警刑 那是秦军 运送兵力和补给的生命线 拿下肥肋 可保秦军的补给线安稳 这是不争的事实 除此之外 攻克肥肋 也可以让秦军 扩大自己的占领区 从而拥有 更大的战略纵深 如此就可以为进行一场持久战 提供充分的活动空间 当年的长平之战 主将连坡打造了数条防线 将秦军 阻隔在太行山一线 即便是战神白起 也没有能够突破 若不是后来用了反间计 将连坡 换成了赵阔 也许 就不会出现长平之战 也许就不会成就 打清白起 这人徒的威名 李牧当前采用的战法 的确和当年的连坡 如出一辙 但是 李牧作为赵国最优秀的将军 保守并不是他的性格 李牧研究过白轩 而白轩也把李牧研究了个透彻 李牧当年大胜匈奴的战力 让白轩对李牧有了深刻的认识 李牧最擅长的就是 扮猪吃虎 也就是一方面 以保守姿态来麻痹对方 让对手以为 自己绝对没有主动出击的胆量和能力 另一方面 却在内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选择适当时机突然反击 一战而解决问题 基于这种对李牧的认识 白轩从策划公罩战役开始 就把如何打败李牧作为战役重点 这也是他和嬴政唱了一出双簧 对外宣布自己病危的原因所在 当潜入宜安的赵军探子返回赵军大营之后 当李牧得知宜安勤军不足一万人马 而且都是老弱残兵 最主要的是 得知宜安勤军大营内 粮草物丝军系堆积如山之后 李牧的双眼射出了凶光 李牧说道 传我将令 命赵聪将兵三万 攻占宜安外围秦军大营 务必确保秦军自重全部交货 大营备战 还宜必定回援 其余驻将随同本将 足迹回援秦军 此战关系到赵国的生死 传本将将令 全军死战 是夜宜安城外十里秦军大营 弱大军营内 此时却鸦雀无声 只有营门上 内幕架上的灯盆 闪耀着火光 三万赵军 借着夜色掩护 慢慢地靠近了秦军大营 当接近到 距离秦军大营 五六百步的地方时 赵军前锋顿在原地 举起盾牌 组成了一道临时的防线 在这道盾墙之后 是一排弓弩手 细碎的脚步声响起 几十道黑影 猫着腰 向秦军大营摸去 扑吹一声 一只弩箭射中了 少楼上的秦军 那个秦军身子一歪 倒在少楼上 但几乎 却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这时 赵军的赤后弩箭 接连射出 少楼箭塔上的秦军 以及营门内的秦军 沖着冲进了秦军大营 十万人规模的大营 这战地绝对不小 最先冲进去的近千名赵军将士 只是占领了对方粮草物资的地方 没有冲到帅杖那里 但是今晚赵军的任务就是攻下大营 缴获所有物资 秦军主力都跟着环蚁攻打肥类去了 帅杖内肯定没啥重要将领 因此赵军将士们就都没有往帅杖那边跑 这时 一个赵军校尉 领着一百多个兄弟 冲进了一处草料场 他纵身越过栏杆 一箭砍在一个秦军的脖子上 那名秦军将士 喷着血栽倒栽地 那赵军校尉吼道 兄弟们 给我杀 不可放过一个亲狗 赵军将士 一窝蜂式地冲进了草料场 冲进帐篷内是挥箭就砍 这残叫声是接连不断 片刻之后 一位赵军百将来到校尉面前说道 校尉 秦狗都被我们杀了 草料场是我们的了 校尉吩咐道 留下几人看着 我们继续往里杀 此时 三万赵军从四面八方冲进了秦军大营 当赵冲走进帅帐的时候 这座满是粮草物丝的群军大营 已经全部被赵军占领 帅帐内空荡荡的 只有帅帐后的阴影处 站着个人影 赵冲的侍卫长冲了过去 挥箭就砍 赵冲连忙白手制止 慢 留个活口 侍卫长把那个人 从阴暗处拖了出来 扔在赵冲脚边 夸的一声 击把长剑架在那人脖子上 侍卫长从那人嘴里 扯下了一块布扔在地上 赵冲问道 说 以安城内还有多少兵马 那人抬起头流着泪说道 将军 我是跟随护蛇将军回原平阳的 我不是秦军 这座大营内全是咱们赵军被扶的袍责呀 秦人 把我们绑住手脚 堵住嘴 扮成了秦军士族的模样 就是为了迷惑将军 那些物资都是假的 将军快走 我们中计了 赵松听吧 大惊失色 连猛喊道 传令 扯兵 快 但是 为时已晚 秦军打赢之外 瞬间亮起了无数的火把 巨大盾牌构成了一圈盾墙 盾墙之后 是密密麻麻的秦军公奴手 大阵后面 是一架架奴炮和巨奴 这时 只听得秦军校尉大喊道 公奴手 放 武炮装天火弹 放 巨奴封锁营门 放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507集 林同志平地上刮起了一阵飓风 密不透风的箭雨横扫着营内的赵军 从空中撒落下来的火弹将一座的帐篷点燃了 也将 尾座成凉草物资的营火之物 点燃烈 烈焰 烈焰军 撐烈的烈焰让赵军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 他们只能是拼命地冲向营门 然而那一波接一波联名布局的弩箭 却阻断了他们的逃生之路 一杆杆巨大的弩枪 哭笑地飞射而至 每一杆弩枪都会将三四个赵军 串在一起盯在地上 挤在营门处的赵军将士太多了 几乎到了人挨人人挤人的地步 这让秦军奴剑的威力被赠 眨眼之间打赢四处迎门 便被赵军将士的尸体堆满了 就在这时秦军战鼓声响起 秦军向尾大声口道 取阵进 对前排的盾手 举起了A半人高的盾牌 迈步向前 一杆杆长哥架在盾牌缺口处 一杆杆长矛架在盾手的右前上 秦军弓弩手紧贴着割毛手迈步向前 跳荡兵和现阵士紧随其后 秦军每前进一步都会齐声大喊 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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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齐的脚步声震得大地不断的发出颤抖 秦军大阵前进速度并不快 但是给赵军造成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大阵在移动 可剑语和弩炮却一刻未听 大营内残存的赵军将士 被秦军大阵气势所迫 不得不靠在一起步步后退 但是他们也退不了几步 因为他们的背后就是熊熊的烈火 这时赵冲对师务长说道 一会儿本将率军冲击敌阵 你借此机会逃出去 不管是硬闯还是装死 总之你要逃回去 一定要见到上将军 禀告他叫他速速退回北岸布防 再告诉上将军 就说赵冲无能 无言再见家乡父劳 唯有一死以报家国 侍卫长哭道 将主我等拼死保你脱困 将主 不要废话了 本将走不了 已经被盯上了 就按本将说的办 就在这时 一支三愣透假锥一闪而至 若不是赵冲身边侍卫 眼镜手快 举起盾牌挡住 这赵冲只怕会是被当场射穿了头颅 这时从秦军大阵中传来一个声音 赵国将军听着 我乃上将军王检 你等已没有退路 顽抗到底没有任何用处 唯有你等器械投降 方可保住性命 三夕时间 若不降 那便死 若不降 那便死 秦军将士 齐声呐喊 赵聪 长叹一声 说道 本将无能 连累各位袍泽 若愿投降者 可以离开 本将 不愿你们 赵军将士 却没有一个懂的 赵聪 感激地说道 既然 都不愿 降秦 那我等就一起死战吧 让秦狗看看 我大赵热血男儿的勇气 兄弟们 告诉秦狗 想不想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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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聪 举起长剑吼的 大赵男儿 杀秦狗 杀 紧跟着赵聪 通向了秦军大阵 这一阵 紧死一阵的弩剑飞来 将赵军将士 射倒在地 一根接一根 这大的像长矛一样的弩枪 足断了赵军将士 冲锋的道路 然而 赵军将士 却前伏后继的 片刻不停地 发起了冲锋 就在这时 一杆巨大弩枪射中了赵聪 那高举常见的右臂 锋利的枪头撕裂了赵聪的手臂 巨大的冲击力 活生生地把赵聪的右臂 从他身体上撕裂开来 鲜血 喷涌而出 赵聪惨叫着跪倒在地 他身边的侍卫怒吼着 挡在他面前 但眨眼之间 就被弩箭射到在地 当赵聪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的时候 一排巨大盾牌 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 一杆杆闪着寒光的长矛 对准了赵聪的腹部 一杆杆锐利的长歌 封住了赵聪的头顶 这时 一名秦军校尉 上枪喊道 赵将 降不降 赵聪用左手 摘下战盔吼道 赵聪不降 宁死不降 杀 赵聪揮舞着战盔 冲向秦军大阵 这时 一杆杆长矛 狠狠地刺进了他的身体 一杆长歌 那锋利的横支 割断了赵聪的脖颈 赵聪 赵聪没有马上倒下 他手中的战盔还在一下一下敲击着挡在他面前的盾牌 秦军将士以斩敌手为荣 赵聪是将军 砍了赵聪的脑袋 那颗底子上上百名普通士族 但此时却没有一个秦军出手去砍赵聪的脑袋 白轩就站在大阵后的高处 他看着还没断气的赵聪 叹了口气说道 白泽 给他个痛快 家主 还是叫别人吧 师尊 弟子冤枉 白轩看着韩信 片刻之后 白轩解下了长红剑 递给韩信 说道 去 谢师尊 韩信举着长红剑 跑进了秦军方阵中 他一路无阻地来到阵前 那名被赵聪用战盔砸的大个秦军 看了一眼身后韩信手中的长红剑 那是秦王赐给军侯的配剑 在某种程度上 见到这把剑 就如同是见到了军侯本人一样 大个秦军闪开了 韩信看到了浑身是血的赵聪 尽管赵聪面前已经没有盾牌遮挡了 但是 他的左手依旧机械地轮着战盔 砸向前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零八集 韩信说道 这位将军 我是韩信 奉我师尊之命 恭送将军升天 将军虽办 但将军之永烈 赶天动地 我家师尊有言 后葬将军 善待将军家眷 此为誓言 尤为背者 天诛地灭 赵从手中的战盔 还在向前砸着 韩信挠挠头 忽然眼前一亮说道 将军若是不信我的话 韩信就告诉将军 我师尊就是 打秦军侯白轩 我师尊答应的事情 绝不反悔 请将军放心去吧 赵从的手停住了 他的双眼瞪得流远 韩信莫名其妙地 问身旁的赵军校尉 大叔 他 他啥意思 秦军校尉 仔细看了看 说道 还能啥意思 你说话要算数 必须要办到 不然 他不会放过你的 你个松瓦 敢替军侯做主 快点 拔剑 砍了他的头 他个子高 我够不着 那校尉大喊一声 撤割锚 长毛 长歌撤开 赵从的身躯 慢慢地倒在地上 韩信 拔出长红剑说的 将军 大秦军令森严 斩将 必见手机 韩信 答应你的事情 绝对办到 耍得一声 长剑落下 韩信 左手拎着赵聪的手机 低头 看了看右手的长红剑 这剑 剑上的鲜血 顺着锋刃 滴到地上 长红剑身上 竟然半点血迹都不沾 好剑 多谢大叔 多谢众位 袍泽 某家 回去复命 校尉 看着韩信的背影 说道 十五岁的娃 看人脑袋 竟然这般利索 居然 连手都没有 哆嗦一下 他天生 就是个 杀财呀 听到这话 周围的秦军 也是连连地点头 这时 快马 跑过来一名校尉 说道 军口有令 打扫战场 秦军将士 迅速打扫战场 已经死透的 赵军士族 被直接 扔进了火里 还有气的 就放到一边 等死透了 再烧 就在这时 秦军的号角声响起 秦军 只留下了少数将士守卫 剩下人 立刻集结 在这战场上 一处不怎么显眼的尸堆中 一具尸体慢慢地滚到一边 赵冲的侍卫长从尸体堆中慢慢地爬了起来 他趁着远处秦军不注意 慢慢地从他面前的木墙上爬了过去 随后窜进了树林中 从肥磊到夷安的碧京之路上 李牧已经布置好了阵型 他秦率三万人马挡在大陆中央 其余的十四万人马分成两个部分 在其左右埋伏 李牧司法教授 中路牵制 两翼包钞 秦军若是一头扎进来 定会被李牧包了饺子 就在这时由赤鸥来报 报 禀报尚将军 秦军巨祠八十里 再探 诺 疾病尚将军 秦军巨祠五十里 停止不前 什么 停止不前 再探 诺 李牧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 还以停止不前 难道他不想救援宜安 不想要那么多的粮草物资了吗 李牧思虑片刻 然后说的 把赵聪派来的人叫过来 侍卫将赵聪派来的信使 叫到李牧面前 李牧问的 赵聪的确攻下了秦军打赢 现在正在围攻宜安了吗 回禀张将军 绝对没错 之前故意放走那些秦军 您不也看见了吗 那就是去给还以送信的 我琢磨着 我家将主现在应该攻进宜安城了 李牧问身边赴将 可派赤侯到了宜安 赴将回答 派了 还没回来 李牧听把低头思索 奇怪 这还以难道看出了什么 就在这时 一名赤猴来报 报 禀报上将军 秦军动了 李牧问的 可是快速行进 上将军 秦将还以摆开了进攻阵型 一步一步的往前挪 李牧闻言大惊 什么 进攻阵型 就在这时又有一名赤猴来报 报 启禀上将军 赵聪将军命人送来大量军资 马上就要到了 好 本将何时要他送来军资 这时候一匹快马跑来 马上之人连连挥手大喊 上将军小心 来的是秦军 赵聪将军战死了 三万兄弟全没了 我们中计了 就在这时 先前那名信使 纵身而起 一剑刺中那人的心口 那人惨叫一声 塞下马来 信使大喊道 他是秦国奸细 故意污蔑我家将主 上将军不要信他 还以不肯快走 定是看出前面有埋伏 上将军何不引他上钩啊 上将军 末将取杰军资 免得再有禽狗奸细捣乱 李牧却双眼狠狠地盯住他 抓住他 李牧话音刚落 众侍卫一拥而上 那信使 丑说长剑 是一顿砍杀 接连杀了四个侍卫 才被降服了 李牧问道 你到底是谁 我乃大秦黑兵台取笑 李牧 你插翅难逃了 扑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出 这位大秦黑兵台的取笑 摇舌自尽 壮烈殉国 也就在他死去的同时 赵军身后 响起了战鼓声 秦军杀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零九期 李牧吩咐的 左军迎战还宜 右军随本将 迎战身后秦军 掩门记 准备冲阵 就在这时 凄厉的号角声 响彻了 湖陀河南岸 这个时代 数一数二的两支军队 在此发生了 激烈的碰撞 这是两个国家的较量 一个是为了实现 一统天下的宏图伟业 一个是为了 保住家园而战 还未接触 双方将士 这战役 已经沸腾了 两支军队 喊着各自战号 凶狠地 扑向了对方 一万雁门记 迅速越过 赵军步兵大阵 迎着扑面而来的 秦军 杀了过去 大赵雁门记 就是赵武灵王 实施 胡扶七射 而建立起来的 骑兵为主的一支军队 燕门记成军之后第二年 赵国就向侵略赵国已久的中山国发动了进攻 赵军依靠燕门记一直打到宁家 随后又西宫湖地打到渔中 可谓是匹地千里 赵武灵王打的灵狐王不得不向赵国贡献两马来求和 如此一来 大赵雁门记的骑兵是越来越强的 成为了可以和魏武族并驾齐驱的天下强军 就凭着燕门记 赵武灵王蒙公一直跟赵国过不去的中山国 直到赵惠王三年 赵国终于灭掉了中山 并将其领土并入赵国 与此同时 赵国还在进攻中山的同时向北方的匈奴出击 向西对灵狐楼藩用兵 连战连结 开疆拓土 这才有了今天赵国北疆的带军 云中九元这三军 可以说 胡福骑射让赵国成为了 当时除了秦国以外 国力最强的国家 但是到了现在 燕门记这支曾经总横中原大帝的强军 只剩下了一万人 更准确的说 真正的燕门记只有三千人 燕门记能打 可练起来装备起来也不容易 是要花费很大代价才行的 所以说 燕门记的数量下降 质量下滑 说白了 其实就是赵国国力日渐衰微的一个侧面写照 如今赵国仅存的最强骑兵向着速敌发起了冲锋 战马四骑翻腾重重的敲打着地面 马背上的骑士拼命的拍打坐骑加快速度 一张张弯弓已经张开 一只只凋零剑已经上弦 一眉眉闪着寒光的剑簇直向了秦军 秦子战旗也伴随着巨大轰鸣声 越来越近 突然之间 数不清的大秦骑兵 跃出地平线 呐喊着冲向了燕门记 用无边无言和万马温藤 以不足以形容这支秦军骑兵所带来的震撼 这支秦军骑兵部队 无论从装备上和气势上都要超过燕门记了 燕门记主将一见这阵势 禁不住喊道 镇北军 难道是镇北军来了吗 没有人回答他 随着一声号角 秦军骑兵瞬间左右分开 这时燕门记主将猜看清楚 这其实是两支秦军的骑兵 左边这支将棋上绣着一个李字 右面的将棋上绣着一个蒙字 燕门记主将不知道那个李字将棋代表的是谁 但他却知道这蒙字将棋代表的是谁 镇北军 他们真的是镇北军 兄弟们 拿出真本事 贫命吧 傻呀 闻了一声 燕门记七叔叔地开弓放箭 奈何 双方距离还远 一支支雕领箭还没飞到地方就已经立即落地 然而秦军骑兵的骑女回击之后 燕门记那整齐的队形犹如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一样 瞬间就凹进去一块 但燕门记就是燕门记 依旧保持速度 依旧一往无前的猛冲 燕门记不得不如此 如果挡不住秦军的迎头统计 身后还在调整阵型的赵军步兵将会遭受灭顶之赛 随时此刻 明知双方兵力重挂悬殊 燕门记主将也只能咬牙猛冲 无路可退了 只好就拼了吧 但是 秦军骑兵似乎并不想跟燕门记一较高下 两支骑兵部队擦着燕门记大阵的左右两翼一闪而过 之后用密集的弩箭射击燕门记 燕门记主将当即明白了秦军骑兵的用意 这是要靠骑兵冲垮还未成行的赵军大阵 燕门记主将急得大吼一声 全军斩向 拦住阵备军 但是 高速奔跑中的骑兵 想要瞬间转向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有燕门记全都是身体后仰 横拽马将 希望尽快将马的速度降下来 就在燕门记速度下降一些之后 他们前方传来轰鸣的声音 燕门记主将仔细一看 顿时大惊失色 原来 秦军骑兵之后的不是步兵大阵 而是将近百辆狂奔而来的战车 每辆战车的御手拼命的抖动缰绳 拉翅的四皮战马撒开梯子 向前狂奔 虽说依旧赶不上高速奔跑中的骑兵 但速度也不慢了 除了御手之外 每辆战车上还有两名甲士 左方甲士持弩主射 是一车之手称车左 右称甲手 右方甲士执鸽主击刺 并有位战车排除障碍之责 称车右 战车上除三名甲士随身的佩戴兵器碗 还备有若干的长柄格斗兵器 这些兵器是割 书 挤 球毛 仪毛 合称车之武兵 这些兵器插放在战车两侧 供假释作战时使用 燕门级主将怎么也想不到 秦军的战车部队 竟然紧紧地跟在骑兵之后 看来是要借着骑兵的冲势 将赵军的大阵彻底地摧毁 面对着已经是急速撞过来的 秦军战车部队 速度已经下降的燕门级 根本就没有机会躲避 燕门级的骑士们 眼睁睁地看着秦军战车越来越近 眼睁睁地看着战车上的车索 射出手中的弩箭 而且一杆杆树杖之长的长矛 对准了自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一世纪 别说此时燕门级已经速度下降 即便是高速奔跑中的燕门级和狂奔而来的战车相撞也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 这就好比是小车车撞坦克一样 下场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燕门级主将大吼一声 燕门级 吐鸡 反正也躲不开了 干脆就直接撞上去吧 希望能将这近百辆战车给挡住 好歹也能给后面的部族争取一些机会 燕门级将士怒吼着拼命打马 当他们速度再次飙升的时候 秦军战车部队和燕门级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巨大的撞击声根本无法掩盖战马的悲鸣和人的惨叫 一蓬蓬飞尖的鲜血和碎肉肆意在空中抛洒 最后箭落在大地上 燕门级主将在两军相中的伊莎那 就被战车上的长矛刺中了战马 濒临死亡的战马锁度不减 撞向了拉扯战车的死匹战马 燕门级主将被巨大撞击力甩了出去 他那健壮的身躯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飞过战车上三名秦军甲氏头顶之后 重重地摔在地上 没等燕门级主将站起来 就被四匹战马踩到在地 马蹄踩过之后 又被沉重的战车压了过去 燕门级主将再也没办法发出任何命令 他的躯体就像一头破口袋一样 摊倒在地上 任凭战马肆意踩踏 任凭着战车肆意的碾压 秦军战车 犹如是大海中的航船一般 在燕门级的大镇中 列出了一条条航道 只是 这一条条航道 全都是用燕门级的血肉和生命组成的 秦军战车部队 犹如是狂风一般呼吓而过 留下的是满地的狼藉 燕门级损失惨重 秦军战车部队 也差不多由三十辆战车翻倒在地 战场上还活着的燕门级 只剩不到三千人 就在这时 连口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黑压压的秦军步兵 拍着密集的阵型 快速开进 眨眼之间 距离燕门级 只有五六百步了 一个满头白发的燕门级香味 摘下战盔 狠狠地摔在地上 兄弟们 我们是燕门级 我们就算死 也不能如没了这个军名 看着我 傻 不到三千人马的燕门级 以老校尉为中心 却组成了一个类似箭促的阵型 高速地向着秦军大阵冲了过去 这时一名秦军校尉 大吼道 纸布 鼠盾 弩剑 射 秦军大阵 猛然停住 最前面的盾牌手 竖起盾牌 弓弩手 立刻 开弓放箭 战场上 猛然刮起了 一阵由 弩剑组成的飓风 一支支 三愣透假锥 呼啸着 射向了 正在狂崩中的燕门级 锋利的剑簇 轻易地穿透了 燕门级身上的铠甲 狠狠地 扎进了血肉之躯内 一匹匹战马 栽倒在地 一个个骑士 抛飞了出去 无一例外 都被自己战友 裁成了一滩滩肉泥 五六百步的距离 对于高速奔跑中的骑兵来说 根本就不叫距离 但就是这段 不叫距离的距离 却成了不可逾越的死地 秦军剑阵 威震天下 靠的就是 又快又密 连绵不绝 不给敌人 这一丝一毫的喘息机会 直到 当面前之敌 全部倒下之后 秦军剑阵 才会停歇 燕门记 最后一个老兵倒下了 倒在了距离 秦军顿阵 极不远的地方 到此为止 这个老兵手中的战旗 一直钻得死死的 因为 这个老兵 是燕门记的掌旗官 也就是那个 扔掉了战盔的老校尉 他和他的战马 就躺在距离 秦军顿手 极不远的地方 他的脸上 胸上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弩剑 已经看不出 他原来的样子了 燕门记 这支赵国最顶尖的骑兵部队 这支曾经 威震六国的英雄部队 这支曾经为赵国 带来无上荣耀的军队 却在秦王正十一年 这个秋天 完成了 他的最后一战 所有将士 全部战死沙场 他们的前辈 大多都倒在了 别国的土地上 前辈们倒下的地方 成了赵国的国土 可现在 燕门记的将士们 倒在了本国的土地上 随着他们的倒下 大兆燕门记 彻底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就在这时 秦军校尉回头看了看 频频摆动的令旗 他举起长剑 向前一指 同时喊道 军侯有令 全军加速前进 蒙田和李信 各率三万骑兵 冲向了黎木的大阵 此时 黎木的本阵 三万部族 刚刚列阵完毕 索军的七万部族 刚刚赶到 正在向本阵靠楼 这蒙田和李信 来的是恰到好处 这哥俩是一左一右 撞进了 正在调整队形的 赵军当中 平原野战 没有豪沟 鹿寨 木墙 甚至 连临时的盾墙 都没有的步兵 在面对着 狂奔而来的骑兵时 就和被恶狼盯射的羊群 没啥区别 狂暴的战马 带着呼啸声 冲进了赵军部族之中 根本不用前军骑士 这剑皮枪跳 单凭着战马的冲撞力 就能让三四个赵军部族 横飞出去 六万秦军骑兵 犹如是滚滚激流 呼啸而来 赵军还没有组成的风阵 瞬间就崩溃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叉叉不绝 第五百一十一集 李牧大声下令的 传令向中军靠拢 李牧本阵内号叫声响起 令其呼啦啦的摆动 被打蒙的赵军 左军将士立刻向李牧的本阵 聚集过来 而此时六万千军骑兵 正好杀透了赵军的左军队形 片刻不停的呼啸而去 李牧说的 镇北军的骑兵 他们也来了 战车 列阵 快列阵 刚刚松了口气的赵军士族 一听这声音 吓得脸都白了 秦军战车部队 紧跟着骑兵身后 就冲了过来 李牧的军领刚出口 就听轰的一声 秦军战车部队 一头撞进了赵军 那密集的队形中 李牧打后当 不得后退 挡住 挡住 将近七八万的赵军 对付不足百辆战车 尽管开始损失很大 但随着战车速度下降 对恐怖的冲击力 也逐渐消失了 就在赵军将士们 将秦军的战车部队挡住 并且分割包围的时候 铺天盖地的秦军步兵 就冲了上来 王俭此时下令的 军侯有令 全军冲阵 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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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秦军将士 脉开双腿怒吼着冲向了赵军大阵 一身重甲的宪阵士们 夸得一声脱掉了铠甲 扛着斩马剑向前猛跑 一排排秦军士族 犹如是奔腾的黑色浪潮 锐不可挡 仅仅一个照面 赵军就被秦军的部族 冲垮了阵型 就在李牧指挥反击的时候 赵军身后传来隆隆的马蹄声 蒙田率领着三万骑兵杀了个回马枪 此时 所有的赵军都在应对秦军的步兵 所有的人都在用后背对着蒙田 蒙田是指挥骑兵的行家 一见这等机会 岂能错过 他怒吼一声 全军加速 上 三万骑军骑兵一路的狂飙 没等赵军回过深门 就撞进了赵军的大阵中 乱了 全乱了 赵军乱成了一锅粥 看着越来越近的秦军骑兵和步兵 李牧的侍卫长给其他侍卫丢了个眼色 侍卫们一拥而上 驾起李牧就跑 大胆 放肆 放奔将下来 不然我砍了你们 侍卫长说的 将军 我们显然是中了亲人的奸计 取胜无望 不如扫车 大王有命 死多少世俗都没关系 上将军不得有半点闪失 快走 三百轻卫护着李牧冲出一条血路 直奔 湖脱河而去 那里还有李牧渡河时所留的十几座浮桥 这主将一走 赵军世俗就再也没有战心了 呼赖一声追着李牧就逃了过去 这一幕被蒙田看见了 他长剑一指 大吼一声 李牧修走 那命来 给本将追 将近五千骑兵 跟着蒙田去追李牧 而此时 秦军的步兵本阵中 也杀出一只两千人左右的骑兵 追向李牧 蒙田隐约看见 那支骑兵部队 打的是白字将棋 蒙田对部下们喊道 白泽跟咱们抢功来了 不要让他得逞了 加把劲啊 兄弟们 五千秦军骑兵 陡然加速 在仓皇的赵军人群中 生生的踩出一条血路 超近道 杀向了李牧 李牧的马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 侍卫长反应比较快 提早把李牧 从这个败局当中解救出来 当李牧的战马 冲过扶桥之后 他的侍卫长 勒马转身喊道 将军快走 末将再次挡住他们 李牧说道 一个本将 活着回来 侍卫们 挫拥着李牧 飞快地撤走 李牧在回头那一刻 看到一队秦军骑兵 打着白字战旗 冲过了扶桥 而另一侧 打着蒙字战旗的秦军骑兵 击快地冲过扶桥 冲上了北岸 李牧的侍卫长 仅仅一个照面 就被蒙田 斩于马下 李牧说道 白字战旗 白轩 他不是病了吗 李牧 带着这个疑惑 被事物们 簇拥着 逃往邯郸方向 湖陀河南岸 白轩立马在高坡之上 俯瞰着整个战场 包括迎击还以的赵军 右路七万人马在内 二十万赵军 阵亡十万余人 包括大将赵聪在内 将领阵亡三十余人 除了主将李牧 以及差不多两万残军 逃离战场之外 剩下的全部成了秦军的俘虏 看着那一排排脱掉铠甲 扔掉武器 被秦军用绳子绑住索臂 像赶阳一样驱赶的赵军俘虏 白轩心中不惜不悲 回到大秦这么多年了 也打了这么多仗 白轩早就见惯了 史记如山的残景 应该说 战场上已经没有什么 能够让白轩感到难受的场景了 在白轩立马的这道高坡前方 在一片狼藉的战场上 秦军将士正在打造战场计算军功 张良寒信看到战场一角 有一辆翻倒的秦军战车 于是这小哥俩带了几个白家轻尾 就跑了过去 四匹马死了三匹 一匹受了点轻伤 小哥俩把那匹马解开 倒在地上爱鸣的马 终于获得自由站了起来 这辆战车俩咕噜都朝天了 车上三个假式估计也悬了 当小哥俩和白家轻尾 用力地掀起战车车厢 让车厢直立在地上之后 韩信只看了一眼就转身哇哇地吐了起来 这一身铠甲的御手最惨 头上的战轨几乎被压成了青铜片 可想而知 御手的脑袋已经碎成什么样了 车厢只剩下半截身子还在 上半截不知道丢到哪了 之所以还能剩下下半截 是因为车厢的腰上拴着绳索 而绳索另一头就固定在车厢上 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避免在高速奔驰过程中被甩出去 车厢的腰间也有这样的绳索 车厢还算完整 当张良将车厢的上半身扶起的时候 才看清楚这个车厢是被赵军的弩箭射死的 也就是说 他一直战斗的秦军步兵到来之后才死 按照战车所在位置来看 这辆战车应该是秦军战车部队里面冲得最远的一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一山二集 张良拔剑砍断了车座腰间的绳索 在百家轻卫的帮助下把车所的尸体横放在地上 张良说道 说啊 能不能找到车厢的身子 好歹让他全活的入土啊 百家轻卫答道 去找了 应该没多远 公子不难受吗 想吐就吐吧 第一次上战场都这样 不丢人的 张良摇了摇头 抬起袖子 为车座擦着脸上的血迹 当张良为车座整理开架时 发现车座的怀里是鼓鼓囊囊的 张良伸手一掏 掏出了一个布包 打开一看 却是一双崭新的布鞋 看着布鞋上的细密针脚 以及抱着布鞋的这块布上 袖着的一朵篮花 张良不难猜出 这双鞋子肯定是车座的娘子 亲手给他做的 看着车座那张二十多岁的脸 张良心中涌起了一股酸楚 他把鞋包好之后 重新塞回到车座怀里 找到了 找到了 车友身体 找到了 四名百家轻卫 用一面破损的赵军战旗 抬着车友的上半身走了过来 这四人是轻手轻脚的 把车友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合在一起 这时韩信说的 师兄 我们回去吧 我又想吐了 张良站起身来 环顾战场 满眼的全都是横堂树卧的尸体 鞋插在地上的战旗 还有那孤零零的 站在主人尸体身边哀鸣的战马 张良说的 韩信 我们去见师尊 师兄 你怎么了 你是吓着了吗 你别看我吐了 可是我不害怕 就是恶心 张良回道 我不怕 我就是想问问师尊 为什么要打仗 为了得到天下呀 要是大王把别的国家都灭了 天下只剩下大秦 那大王得有多威风啊 再说 就算咱不打人家 人家也会打咱呢 与其被别人打 不如咱们打别人 这时白家轻卫说的 哈哈 说的有道理 咱不欺负人 咱也不能被别人欺负 对那些胆敢跟咱们嚣张的人 用不着废话 直接砍了就好 张良啊 你别心疼这些战死的袍则呀 咱们秦人的爷们 以战死沙场为荣 这三位兄弟虽然死了 他们的爹娘妻儿 肯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若是他们有儿子 将来愿意从军 就能从军 如果愿意进九宗书院 都不用考 就能进呢 张良听吧 点了点头 领着韩信 向着白玄走去 韩信 可没有张良那般多愁善感 他一边走 一边捡着散落在地上的赵军的武器 以及他们的弩箭 韩信说道 哇 赵军的箭头居然是铁的 厉害厉害 可是这箭头却不如咱们大秦的三愣透假锥 这样的箭 我是不会用的 韩信是一边走 一边点评 而张良却是一言不发 白轩看着这小哥俩来到自己面前 又听着韩信 这默默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最后白轩问张良 良 可是有所领悟 张良说道 师尊 弟子想问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白轩笑了 笑得很是欣慰 他翻身下马 伸手摸着张良的头说道 你能问出死话 为师心中甚畏啊 但是 为师不打算回答你 因为 这个问题在不同人的心里有着不同的答案 你需要找到你自己的答案 当你得到这个答案之后 你就可以出师了 谢师尊 这时韩信问道 师尊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师啊 白轩在韩信脑门上谈了一下 说道 哈哈哈哈 你们几个里面 为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你就跟着为师吧 以后啊 为师既是你的师尊 也是你的爹 韩信说的 呃 那我要不要改姓白啊 哈哈哈哈 算了 你还是姓韩吧 韩信又说的 师尊 其实弟子在心里一直管师尊叫爹来着 只是怕师尊还有师母不高兴 所以没敢叫出来 以后韩信就称呼你为爹地吧 白轩说道 呃 为师忽然觉得不太合适 要不啊 我们还是师徒相称吧 韩信说道 师尊说话一言九鼎 就这么定了 在家里可以这么叫 在外面还是叫师尊吧 遵命 爹 哈哈 去玩吧 就在这时 李信催马而来 军侯 王将军已经过了河 他问军侯何时开战 白轩看着李信说道 尽快 一匹快马奔进了邯郸 马上骑士回首大喊道 八百里加级军报 闪开 快闪开 路上行人纷纷地让开道路 看着信使几尺而过 定是李末将军打败秦军了 那不对啊 若是捷报的话 那信使为何不喊出来 历来捷报都要大声喊出来的呀 难道没打声 你闭嘴 李末将军怎么可能会打败仗 除非是白轩亲子挂帅 那才有可能打败李将军 就是就是那白轩听说病了都快咽气了 他这一死秦国哪有什么将领能打得过李末将军啊 所以说呀李将军那绝对是不会被打败的 哎 今年闹了旱灾 这一秋很多农家都颗粒无收啊 这秦人又杀了过来 你说这老天是不是跟咱赵国过不去呀 众人是议论纷纷 没一会儿就散开了 百姓们想不了那么多 赶上今年是个灾年 怎么才能不让家人饿肚子啊 这对大多数赵国百姓而言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沙丘宫内乱成了一锅粥 一安战败的消息传来之后 赵王前当时就被吓得瘫在王位上 众臣也被这个消息震得是两眼发指 赵王前说的 相果 国开 管人叫你呢 说说 咋办啊 国开哭散着脸说的 臣 臣还是去一趟咸阳吧 火出这两老脸 求求秦王 叫他别打了 但是大王啊 割地赔钱是肯定的 您您别怪臣就好 赵王前说的 先先不说这个 先让秦军退回湖头和南岸就好 等咱们还口气 等还口气之后 再 再许许图置 听到赵王前的话 众臣嘴上不敢说 心里全暗道 许许图个屁啊 你想咋着就咋着啊 人家秦王能干嘛 人家都打过了糊涂河了 凭啥退回去了 这时 郭开开口说的 大王 虽说李牧兵败 但是赵军不可一日无将啊 大王还得用李牧啊 赵王前说的 不用他用谁啊 除了他还有别人能用吗 啊 你们说说 还有谁能当这个上将军 众臣是低头不语 赵王前气恼地说的 你们都是一帮蠢财 要不是有你们这帮蠢财 先王何至于把我姐姐嫁给亲王啊 原以为成了殷亲 内斯应该对赵国好些 没想到 内斯就是一只白眼狼 他才不管什么亲戚不亲戚呢 这个李牧也是 你们把他吹得跟战神一样 可对上秦军呢 二十万人呢 就给寡人生回这么点 寡人还想着 只要李牧打了胜仗 寡人就封他为武安君呢 现在好了 不用废这个事了 哎 李牧呀李牧 你叫寡人说你啥好啊 来人 告诉李牧 让他继续带兵 叫他无论如何 给寡人挡住秦军 若挡不住 他就不用回来了 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叉叉不绝 第五百一十三集 秦王正十一年 东 白玄 在取得 宜安之战胜利之后 仅仅准备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再次发动了公召战役 这一次是兵分三路 王俭为主 还以为父 二人 率领中路大军 渡过了胡图河 稳步推进 李信和蒙田 隶属于中路大军所下 但却拥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 这两支骑兵在赌河之后 立刻分散开来 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 纵横驰骋 尽最大可能的 扰乱赵国的腹地 其余两路 一路以阳端河为主将 游夜北上 准备渡张水 向邯郸进破 另一路以枪磊为主将 游狼梦东进藩屋 意图是指导邯郸后辈 三路大军如同是三把尖刀 狠狠地插向了赵国邯郸 因为邯郸之南 有张水以及赵长城为依托 所以阳端河一路 难以迅速突破 所以李牧把司马上的部队 布置在邯郸以南 聚守长城一线 又命严聚率领一军 聚成而守 并构筑了深沟壁垒 抵御王俭所部 而李牧自己率领主力北进 以图一战拒见了枪雷所部秦军 李牧如此不知 也是出于无奈 一安之战中 那只打着白字战旗 如影随形 为了他三天三夜的骑兵 给李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李牧深深地怀疑白玄病得快死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更主要的是 王俭的中路大军刚刚打败赵军 这正是士气高昂的时候 而且中路大军兵力雄厚 又有两支骑兵主战 硬拼是不行的 只能擦去节节防守 逐渐消耗其锐气的战法 央端和那一路秦军有司马上抵挡 应该不成问题 而枪雷这路秦军兵力最少 而且是远道而来 主将枪雷也不算什么名将 所以李牧把目标定在枪雷身上 虽说这有些欺软怕硬之嫌 但此时的赵国急需一场胜利来振奋人心呢 还有一点就是赵王谦催促李牧 不管打哪一路都必须速战速决 因为赵国国库内的存粮不多了 若是打持久战阵地战 只怕是不等把陈军赶走 就要把自己饿死了 有这么多原因所在 李牧不得不盯上了枪雷 为了能够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李牧集结了十五万精锐 浩浩荡荡地开赴藩武 在宜安之战之前 秦军就已经拿下了藩武这座城 如今这座城只有三千秦军诸首 尽管要说增兵 但却一直没见动静 这一天终于有一队人马进入藩武 人数不多也就五六十个吧 这些人一进城就直奔秦军校尉所住地方 两个时辰之后 藩武城的城头上竖起了白字将棋 藩武这座城是西伊太行 北靠古兆东临叶城 为晋济卢裕四省的通渠之地 按照现在区域划分 战国时期的藩武城就在现代的河北磁县境内 属于邯郸市管辖 整个藩武所处地区 东部为平原 中部为起伏和缓的山地 西部是太行山区 藩武城西北三十余里 有座名山叫做贺兰山脉 有传说是因为一位叫做贺兰的道人 再次修炼 故为贺兰山 另有一说 因为山上长有一种花 名叫贺兰而得名 此山高约五丈左右 由鹅卵石堆成 绵延石于花里 而邯郸就在藩武西北方向 距离藩武城仅有百里之遥 而这座不高的贺兰山 就横更在藩武城前 恰好挡住了邯郸到藩武的通道 因此 李牧要想在藩武挡住枪里 这座秦军 就必须抢占贺兰山 李牧率领十五万兆军 日夜兼程奔赴贺兰 尽管邯郸到贺兰山 只有不足百里距离 但是十五万兆军 多为不足 而且要携带大量的粮草物资 因此行军速度并不是很快 心急如焚的李牧 不得不将所有骑兵集中起来 先行出发 意图抢占贺兰 李牧没法不着急 因为秦军的阳端和部队 已经对司马上发起了攻击 王剑所部的中路秦军 以环以为先锋 蒙公研具依托成义所组建的防线 战况是异常激烈 每日大小战斗不小于十次 一做的诚意被秦军攻克 一道道防线被秦军突破 严举虽然拼命抵挡 但也只能是步步后退 因此 李牧若不能挡住枪雷 并迅速回尸 与严举共同抵挡 王剑的中路大军 那么邯郸就会暴露在秦军的面前 也再没有什么能够挡住秦军的脚步了 就在李牧率领一万多骑兵 火速赶往荷兰山的时候 秦军老将枪雷 已经站在了荷兰山的最高处 俯瞰着赵国的腹地 这步高的荷兰山 已经被秦军构成了一座庞大的堡垒 一道道壕沟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 形成了一个大体为圆形的防御堡垒 总体来看 整座荷兰山堡垒共分为三层 呈阶梯状布置越往上越小 秦军的大营就坐落在顶部 一杆青字战旗迎风飘扬 在这杆旗的两侧 分别是白字将旗和枪字将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一十四级 整座荷兰山堡垒的最底层 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 壕沟之前摆放着路寨 壕沟之后就是用挖出的土石 夯置的第一层台间 这台间原有一人高 再往后和第一层一样 又是几排路寨和一道壕沟 这层的高度比第一层稍矮 再往后又是几排路寨和壕沟 七后就是最后一层台间 这层台间最矮的 约有一个成年人胸部那么高 而秦军军营的木墙碉楼 就建在这最后一层台间上 实际上 秦军的大营就是一个用木头制成的堡垒 整个堡垒分成两层 第一层是排列的很紧密的木墙 几乎是看不到任何缝隙 这木墙上有堕口 那上面才是提供将士们作战的地方 在木墙上面稍往后的地方 是一圈箭楼交错布置 箭楼是弓箭手和哨兵警戒的地方 同时也设置了弩炮 巨弩等远程的攻击武器 整个军营自然是因地制宜 是圆形的 那山顶上地方本来就不大 再弄个方形堡垒 那地方就更小了 所以还是圆形合适 从贺兰山脚到秦军大营 只有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采用黄土电程 坡度是很陡而且狭窄 只能容一辆战车勉强通过 除了这条通道之外 整座贺兰山堡垒 再没有其他入口 而且现在这条通道 被密密麻麻的路寨封堵着 贺兰山在周围平坦地势的衬托下 本就显得非常突兀 在经过秦军将士 这精心的购入之后 整座贺兰山堡垒 就犹如是蹲居在平原上的远古猛兽 露出了尖牙利尺 等待着一口吞下 无数鲜活的生命 老将青雷 看着已经就位的秦军将士 满意地点头之后 对着身边的白轩说 军侯妙策 虽说我军只有五万人嘛 但凭借赫兰山堡垒 李牧就算有百万将士 也休想占了便宜 白轩摘下面甲 递给了身边的韩信 最后说道 本军说过 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 不以一战胜负来论英雄 本军要的就是大量地消耗赵军的兵力 来得越多 赵军损失就越大 如今的邯郸 好像是包了好几层壳的核桃 我们要做的就是 一层一层地将这些硬壳砸碎了 没了这些硬壳 邯郸这个核桃人就唾手可得了 就在这时 一名赤猴来报 报 骑兵军侯 将主 有赵军骑兵接近 约有万计 白轩笑道 哈哈 强老 您猜 是谁来了 老将 强雷 哈哈大笑说道 哈哈哈哈 定是 李牧 李牧勒住战马 抬头看着 变得已让他不再熟悉的荷兰山 他心中的愤恨可想而知 本来这座山 应该成为拱卫邯郸的屏障的 但如今 却落到了秦军手中 成了秦军的仪仗 这能怨谁啊 李牧已经来得够快了 但是秦军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不仅快 而且还一下子占据了贺兰山这座战略要地 若在平时 谁会把贺兰山这座荒山秃灵看成是战略要地 但现在他就是 攻下贺兰山需要赔进多少人家 李牧心里都不敢去算 若不是那帮大臣彻手彻脚的 若不是为了凑足三天的粮草物资 若不是费尽了口舌 把王公敬畏调出了一半才凑足了十五万大军 若不是因为这些耽误了四五天时间 站在贺兰山顶的应该是李牧才对 想到此处 李牧的双眼冒出了怒火 李牧大吼道 列阵 副将上前圈道 上将军 我们只有一万骑兵 而且是远道而来 人困马乏 秦军却是阳精蓄锐 聚险而守啊 看样子 秦军兵力不会少于五万 我们这样冲上去 就是送死啊 李牧坚持喊道 列阵 一万的赵军骑兵 摆出冲锋的阵型 而秦军的战鼓也在同时雷响 战壕后面瞬间人头攒动 一片片弩箭对准了赵军 赵军骑兵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这是枪磊说的 哈哈哈哈 一万骑兵就想攻击我们 看来李牧的怒火很大呀 白轩说道 他不是要进宫 他摆出这个架势 其实是想见我 那不行啊 军虎不能去见他 太过危险了 老朋友了 见个面说句话 没什么大不了的 白泽 被麻 枪磊之道拦不住白轩 于是把自己卫队掉了过来 交给白轩 除此之外 他还叮嘱白泽 务必要保证白轩的安全 白子将棋当先 白轩带着八百侍卫走出军营 顺着坡道走下了赫兰山 山下 李牧端坐于马上 他早就看到了山顶的白子将棋 说实话 这面将棋 所代表的人 才是李牧真正绝望的所在 随着白轩渐渐靠近 李牧心中的绝望越来越大 当他能够看清白轩脸的时候 李牧心中是彻底的绝望了 李牧说道 白轩 你一直都在战场上 对吗 白轩笑了笑说的 将军猜对了 本军一直都在 我就说嘛 白轩怎么会轻易病倒 正直壮年 又怎会病得快死了 为了灭兆 你竟然这样诅咒自己 够狠 白轩缓缓地说道 你们燕门纪全部战死 死得壮烈 全军上下堪称勇士 对得起燕门纪这个军名 李牧 你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在中原 而是在北方那辽阔的草原上 本军灭列国之后 就会挥石北上 北极匈奴 东征林湖 西讨越之 重现当年穆天子 统一死仪 西征昆仑的辉煌 你若助我 本军愿把武安军的封号 让给你 你是在劝我叛国投敌吗 你我都是炎黄子孙 匈奴 灵狐 越之这些义族 才是我们的敌人 你想想看 自周以后 列国纷争 硝烟不断 让多少华夏子民生灵涂炭 我王一统天下 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 让他们不再受到蒸发之苦 一统天下之后 我们齐心合力对付一族 不好吗 那为何是秦王一统天下 难道不能是赵王 李末 以门心自问 赵王他行吗 赵王不行 还有代王 代王所占之地 也就是一郡而已 即便是代郡 燕门 云忠 都归了代王 那又怎能挡住 我大秦的兵风啊 梁秦则牧而妻 梁臣则主而逝 你就算不为自己 也应当为赵国百姓想想 罗里牧 祖上军委赵将 牧宁死不所国贼 白轩叹了过气 继续说道 唉 何必呢 要知道 千年之后 没有什么齐楚燕赵位 甚至连百月 都是华夏一元 我们是一家人 千年之后的事情 李牧无法知晓 李牧只知道 现在不能让你等 越过赫兰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本军等你来战 李牧不拿回赫兰 绝不收兵 勇气可嘉 本军等你 说完之后 白轩调转码头 回了大营 李牧则怒吼一声 扯兵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一十五集 当天夜里 赵军主力赶到 李牧召集 众向一事 李牧说道 你等都知道 我军只有三天的粮草物资 大王命本将速战速决 所以 我军务必集中兵力 蒙攻赫兰山 务必要在三天内攻占赫兰 然后聚险而守 方能保住汉郸 王俭中路亲军攻势迅猛 言句就要抵挡不住了 本将只给你们三天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一定要拿下赫兰 这时 副将问道 呃 少将军 我们还要持缘严聚吗 从哪调集兵力啊 李牧回道 毁金之计 只有效法平原军的做法 命邯郸市家 家将蒲从侍卫 全部出征 再争调邯郸青壮 持缘严聚 司马上那里被阳端河拖住了 指望不上 这里就交给你了 副将说道 好 上将军且去 末将但有命在 绝不让秦军踏过赫兰山半步 李牧一拱手说道 主军 拜托 重将 七声回答 死战 第二天清晨 赵军列阵完毕 随着悠长的号角声响起 赵军大阵 向前缓缓地推进 古代作战时 阵型一般都分为 前后左右中 主帅 坐镇中军 指挥调度 前军 以步兵为主 战斗时 能够顶住敌军正面攻击 并且缠住敌军 为所有两军 实施包抄 创造机会 而后军 则充当救火队 哪里需要 主帅 就会把后军 投到哪里 作用相当于 现代的战略预备队 赵军 是马步车 三个兵种 配备齐全的军队 这样的军队 在当前这种 地势 是起伏不大的 平原丘陵地带 具有着 无以伦比的 强大攻击性 但 赵军现在 却要面对 归缩在赫兰身上 并构筑了 完善防御体系的前军 这座突兀而起的 赫兰山 此时 在赵军将士眼中 却如同昆罗一样 矗立在那里 有经验的老兵 和各级军官 一眼就能看出 秦军防线的 可怕之处 整个防线 呈阶梯状布置 而秦军打赢 矗立在山顶 充分体现了 居高临下的好处 也占尽了地利 秦军身后 就是藩武城 因此 无需担心 补给线被切断 也就是说 秦军只需要 严防死守 就能大量消耗 赵军的精锐 秦军防线 呈圆形布置 又逐渐升高 因此 基本上 不存在攻击死角 秦军可以凭借 高墙壁垒 以及内部连贯的通道 和梯子 快速灵活的布置兵力 也可以充分地发挥 战车适合于在开阔地带冲敌破阵,也可以连接到一起形成防御攻势,但是在这座堡垒面前却无能为力,因为那第一道又深又宽的壕沟就足以将赵军的战车挡住,没有合适跳板或者将壕沟填平, 战车根本就没法越过壕沟发起攻击,更何况就算越过壕沟,那上面还有一道一人多高的土墙呢? 这第一层土墙基本上是直立的,战车和战马根本无法翻越,只能靠步兵冲锋或者将土墙摧毁为骑兵开辟通道。 但是,秦军会眼看着赵军在眼皮子底下毫无顾忌地开辟通道吗?显然不会,而那唯一的通道,在赵军将士看来那就是一条死亡通道。 通道狭窄不说,坡度还非常的陡峭,骑兵如果上了这条通道,这马速会被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完全会丧失了骑兵快速突击的威力。 通道狭窄,步兵们就会面临着空有雄厚兵力却无法展开,只能挤在一起应付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攻击。 赵军在距离第一道豪沟两里处停下,赵军副将在卫队的掩护下仔细观察了一番,他的脸色是越来越不好看了。 这时,一名赵将出来对副将说道, 将主啊,如果我放强弓的话,这损失那太大了,末将刚刚草草算了一下,若是强弓到最后,我军的损失会高达八成以上啊。 另外一名赵国将军问道, 你的意思是,强弓虽然损失巨大,但最终还能取胜? 那名赵将点点头说道, 应该可以,因为我们的兵力是他们的三倍还多,这毕竟是夯土堡垒,而不是坚固的城池。 攻城需要无备于敌军的兵力,而攻打这样的堡垒,现有兵力应该共用,只是损失会很大。 战后怕是再没有兵力去攻克藩武了。 另外一名将军却说道, 那以我之见,我军不可贸然强弓啊,应该采取阳弓之法,大量消耗敌军见识,等到敌方见识耗尽,就是我军开始强弓之时。 这三位将军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而那副将却一言不发,拧眉苦思。 山上的白轩看着山下列阵完毕的赵军,他问身边的张良和韩信, 若你们是赵军主将,该怎样攻下这座高台啊? 张良低头想了半天之后才说的, 最好的办法是为而不打,若一定要打,我想应该我军之外再修筑一条土墙,这高度应该比第一道防线略高一些,如此就可以压制我军的攻毒手,为强弓的将士提供掩护。 白轩问韩信的,你呢?韩信回的,那太费事了,我会让赵军阳功牵制,然后率一支骑兵驰援中路,若能够打败王俭内陆秦军,这里也就不用打了。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行,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引播,恐龙先生,茶茶不绝 第五百一十六集 白轩点头说道 张良之计只适用于进攻小型堡垒 而且,必须是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 倘若敌军还有援兵,这个办法就不行了 因为太耗时间了 而且,我军也不会坐视赵军为而不公的 由这座堡垒为依托,我军是进可攻,退可守 掌握着主动权,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绝不会给赵军构筑高枪的机会的 韩信的计策,现在李牧正在用 不过,他也调不出多少兵了 我军中路兵力雄厚,又有蒙田李信骑兵助战 李牧,水源中路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于事无补了 张良公说道,师尊所言极是,张良受教了 白玄和蔼地说道,你的长处是谋国而非征战 能想出此计已经很出色了 至于韩信,你不妨再大胆一些 韩信说道,弟子锦授将 就在这时,赵军的号角声响起 前军将士为之精神一振 此时赵军前军步兵大阵左右分开 八辆战车是鱼灌而出 看到这里,枪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什么,这是要用战车实施攻击不成啊 赵军八辆战车以及配属护兵 在接近亲军防线一里左右时停下 随后便一字排开,做好了攻击准备 号角声再次响起 位于赵军左右两翼的骑兵 随着号令之声纵马奔出 左右两队各有三千骑兵 两队骑兵在快速奔跑过程中 拉成了一字长蛇阵 当他们进入秦军攻弩射程之内时 带队校尉大吼一声 奔射 呜的一声,骑兵们完攻搭建 箭如雨发 从两个方向上向着第一层土坡 不间断地抛散着箭雨 就在这时,秦军大营内也响起了号角声 山顶上那些碉楼和箭楼瞬间冒出了端着弓弩的将士 放! 随着一声号令 秦军是渐入雨下向着两队骑兵射去 两队骑兵是马速波茧 快速地奔驰让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被射中的可能性 但是他们射出箭的准头也随之大幅度下降 赵国的精锐骑兵 眼门记已经全体陨落 现在这些骑兵 不如说是一帮骑在马上的步兵而已 赵国骑兵没有装备马凳 骑兵的双腿只用两个绳套挂在马腹两侧 这绳套是绵软无力 赵国骑兵的双脚是根本没法借力 必须要死死地加入战马 才能够保持自己不在高速运动中摔下马背 秦军将士是大为惊讶 因为在大秦骑兵普遍装备马鞍和马凳的情况下 赵国的骑兵居然还在用绳套 是装备不起吗 应该不是 应该说是统治者不够重视 共准却说是统治者没有创新的观念 没守成规所知 或者说已经忘了赵武凌王那胡夫妻设的大胆改革 只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当中 看着这帮赵国骑兵在靠近秦军防线后 竟然跳下马来站在原地和秦军的弓弩手对射 这种早已被秦军抛弃的陈旧战法 竟然在赵军这只仅次于秦军的军队中存在 这怎能不让秦军将士惊讶 秦弩是这个时代射成最远威力最大的单兵武器了 而且经过不但改良 这天装速度也不比弓箭慢 那些下马对射的赵军骑兵往往只能够射出一箭 然后就被呼啸而止的十几只弓箭射倒在地 这两只赵军骑兵攻击是疲软无力 效率又低下 又是养攻 诸多不利因素让两队骑兵是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够牵制住秦军的注意力 消耗秦军的弩箭 这两队骑兵擦肩而过之后再掉头往来奔驰 秦军那密集的箭语让这些骑兵接连不断地中箭落马 在快速奔跑中掉下战马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 没用多久 这六千骑兵就由大半躺在了赫兰山下 但却连秦军防线的边缘都没有碰到 就在赵军骑兵舍死妄生地和秦军对射的时候 赵军中战鼓响起 赵军将士整齐地发出一声怒吼 紧接着苍狼一声赵军副将抽出配件 直指秦军打赢 狗 赵军前军大阵的前排步兵举起盾牌迈不向前 后面的步兵把一把把长矛架在前排刀盾兵的肩上 整个大阵犹如是一堵墙一般缓缓地向前推进 就在前军大阵接近之前战车的时候 随着一声号叫声响起 那八辆战车的御手猛得一斗缰绳 八辆战车同时就冲了出去 战车隆隆大地震颤 赵军战车很快便踢到了最高速度 就在战车接近第一道豪沟的时候 随着一声号令 八辆战车瞬间分成左右两队 冲向那条通道的左右两侧 高速冲击的战车撞开了路寨 直接冲进了豪沟内 沉重的战车撒在沟底的声音 就连山顶的白轩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这个时代 战车的数量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强弱 像齐国那样的大国最多也只有战车进前 因此号称千胜之国 就算当初周天子拥有的战车也不过几千而已 但却号称万胜之国万胜之尊 由此可见 一辆战车在各国国军心中是多么的重要 堪称是大国重器 如今却被赵军用来填坑 由此可见 赵军真的是急眼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一十七集 枪磊 自着牙说道 这是叫壮士断腕 不计损失 力求一战功成啊 狗狠 赵军副将也不是个傻子 那唯一的通道明显就是个陷阱 赵军副将再傻也不会从那进攻 因此他选择了贴着那条通道左右 同时再开辟两条通道 那八辆战车 就是为了后面步兵突击 假桥不路的 损失自然是很大 马和战车肯定是废了 就连车上假式能活的估计也不多 不过的确是将道路拓宽了 就在这时 秦军是雷响战鼓 第一层吐坡上煞尸间是人头攒动 随着一声号令是箭如雨翻 这一层是最不好守也肯定守不住 那就是白玄用来消耗赵军兵力的 也有给赵军来个荡头棒喝 顺便激怒赵军主将的意思 赵军步兵们踩着战车和战马 纵跳着越过了壕沟 他们举着盾牌奋力向前 但也不停地被射中 一个接一个残叫着栽进豪宫 那些掉进坑里战车上的甲氏 还没死的 以及受了轻伤的 纷纷解开身上绳索 吵起武器 怒吼着冲上了坡的 沉重的铠甲 限制了他们的速度 这不到十个战车甲是一个接一个倒在了斜坡上 这时赵军中再次响起号角 前军步兵发出一声呐喊 所有步兵瞬间 矛下腰 迈开腿 端着武器 冲向那用战车扑就的两条通道 弓箭之战向来惨烈 那些步兵是前伏后继 死不回头 赵军弓箭手 是拼命地开弓放箭 掩护战友冲锋 撤到土墙下的赵军 是奋力地挖掘土墙 一时间第一道土墙下是人声鼎飞 箭于横飞 这戈毛是上下飞舞 打成了一锅粥 这层的秦军兵力不多 这与敌压力不可为不大 但秦军校尉却面无惧色 哈哈大笑着往来指挥 秦军将士们在他的鼓舞之下 士气高昂死战不退 突然之间 秦军大营中响起了急促的战鼓声 密集的箭于倾碰而下 一下就将赵军的根势给压制住了 原来此时那两队骑兵已经消耗殆尽 这让秦军能够集中火力 猛烈地攻击正面之敌 处在中军的赵军副将大吼一声 吼军出镜 战鼓山翔大军前冲 含沙声是支冲消汉 大地也发出了颤抖 第一层土墙终于被赵军给挖塌了 出现了一个豪大的缺口 赵军将士们发出一声欢呼 士气更胜 就在这时急促的鸣鸣声响起 秦军校尉果断地一挥手吼道 全军扣撤 在密集剑鱼的掩护下 防守第一层的秦军将士 顺利地撤回到第二道防线内 而第一层土墙 那里横七竖八地 躺了一大片 目测一下 至少躺下了万余名赵军将士 只是进攻第一道高台 就让赵军的骑兵战车兵消耗殆尽 到目前为止 赵军步兵阵亡接近两万 总的战损接近三万 无分之一的战损的确算是惨重 但秦军却跟没事一样 战损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赵军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攻克了第一道防线 但是接下来的战斗 却一点也不轻松 因为通过第二套高台前的壕沟 就是个难题 这时候可没有战车再去填坑了 即便有 这怕也没那么容易冲到这里 因为这里坡度更大 最可气的是 秦军撤回之后 居然把封闭通道的路寨给撤了 那条通道就那么敞开在赵军眼前 已经杀红颜的赵军将士 此时已经顾不得气他了 自然而然的冲向了那条死亡通道 如此一来 可算是已经掉进了白宣设计好的陷阱里 看着拥堵在通道里的将士们 一个接一个地倒在监狱之中 赵军副将急得是连连大吼 两位赵将是主动请鹰 率军就冲了上去 这两位赵国将军 组织一部分兵力 堵在通道口和秦军展开对射 这样一是为了防止秦军反击 另一方面是要把通道口控制在自己手中 这两位赵国将军分别指挥将士们 顶着剑鱼挖掘土墙 应该说 这两位将军的到来 使得有些混乱的前线迅速变得有条不紊 战事也按照赵军副将的预想发展下去 这赵军副将一剑心中大喜 当即下令中军迁移 决战的时刻到了 白轩看着山下如海潮一般涌来的赵军 紧不住拍手大赞 此将果敢涌烈 对战机把握也恰到好处 假以时日定是一员名将 不过可惜了 第二层高台的秦军兵力 可比第一层雄厚多了 但秦军主力是在大营之内的 因为必须要保证大营内有充足兵力 来支援两处高台的阻击站 说实话 若是没有大营内来连绵不绝的剑鱼支撑 这两道土墙早就被第一时间攻破了 韩信这时嗖的一声跑出营门冲向第二道防线 张良正要阻拦却被白轩给拉住了 白轩说道 让他去 他就是为了战场而生的 这时韩信端起一把秦奴 瞄准了正在指挥的赵国将军 叫你猖狂 死吧 嗖的一声 一只奴剑 电射而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孔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五百 一十八集 正在指挥将士们挖掘土墙 眼看就要把土墙挖他的赵将 呼绝胸前一阵 低头看时 只见胸前铠甲 被一只透甲锥传透了 这一剑射得是真准 直接射穿了赵将的心脏 这名赵国将军只觉得眼前一黑 浑身冰冷 剧烈的疼痛 让他的呼吸都瞬间停止 他张了张嘴 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雄壮的身躯向后栽倒 身体顺着斜坡 一直滚到了壕沟里面 另外一名赵国将军 被这一剑吓得 躲在了卫兵的身后 但他却没有后退 依旧只会将士们继续挖墙 哗啦一声 土墙坍塌 赵国将军挥舞着长剑 大吼一声 将士们 随本将杀呀 杀禽狗 赵军士气大振 刚刚赶到的赵军副将 一见之下是哈哈大笑 他跳下战马 常见一只秦军大英吼道 将士们 胜利就在眼前 跟着本将 斩将夺起 杀 赵军将士们发出海啸一般的吼声 潮水一般的发起了冲锋 赵国将军率领将士们勇往之前 当他奋力爬上壕沟的时候 立即僵住了 因为他看见韩信正端着弩箭 瞄准了他 不迟一声 这名赵将 头猛地往后一扬 身躯重重地砸在地上 这名赵国将军的死 并没有让赵军停止攻击 随着 攻上的赵军将士越来越多 秦军大营内 响起了鸣金之声 这时 韩信大声吼道 全军后撤 秦军将士们交替掩护着后撤 退入大营之内 当最后一个秦军将士 进入军营之后 营门哐当一声关闭 随后 咔咔咔三根巨木横在门上 将营门堵得死死的 这时 那名赵军副将说道 攻克秦军大营 升秦百宣 升秦百宣 赵军将士们 瞪着血红的双眼 怒吼着冲向了秦军大营 攻到这里 赵军的损失 已经不能用惨重来形容了 看看快被尸体填拼的壕沟 再看看这漫山遍野 横堂树卧的战死的袍则 赵军将士不急眼才怪了 此时此刻 赵军将士心中 已经没有了恐惧 只有这一枪的热血 和满枪的恨意 他们要发泄 他们要杀光所有的秦军 随着赵军将士的逼近 秦军大营 这墓墙上的暗窗突然打开 一把把秦奥伸出暗窗骑射 猝不及防之下 一排排赵军将士栽倒在地 但他们依旧是前伏后继 怒吼着冲向秦军大营 在赵军副将的指挥下 几十个赵军将士们抱着原木 猛烈地撞击着秦军的营门 在接连不断地撞击下 营门发出了吱吱嘎嘎嘎的声音 终于轰隆一声 整个倒向了大营里面 赵军副将呐喊一声 神仙士卒冲进了秦军大营 他的侍卫们紧紧地跟在他身边 用盾牌和自己的身体保护着主将 密集的箭语迎面射来 刚刚冲进营门的赵军将士们 纷纷地栽倒在地 别以为这营门倒了就胜利再望 让赵军将士感到心寒的是 在秦军的营门之后 还有一道木墙 此时木墙上的暗窗全部打开 木墙上堕口之后 站满了秦军将士 这三愣透甲锥 是一波接一波的射出 几乎是没有一点空气 蜂拥而入的赵军将士 被堵在这狭窄的空间内 连转身都相当费劲 赵军副将是目资欲猎 到现在他才明白 这秦军打赢才是最凶险的地方 赵军副将大吼道 后撤 速速后撤 想后撤 现在哪有那么容易 后面蜂拥而入的赵军将士们 根本就听不到主将的喊声 依旧是呐喊着冲进了秦军大营 而秦军将士是躲在掩体之后 轻松的用秦弩收割着赵军将士的生命 秦军的弩箭封住了赵军将士的四面八方 完全没有一点死角 这时后方的一名赵军将领率先反应过来 他挥剑大吼道 撤 撤后撤 不然将主也完了 还没冲进秦军大营的赵军将士 这才止住脚步掉头后撤 但是这赵军副将却走不了了 他对着门外的赵国将领喊道 到山下建立防线 不要进攻 等着上将军回来 那名赵国将军回道 将主 我来救你 快走 走 为令者斩 那名赵国将领是嚎啕大哭 领着残余的赵军撤下山去 而此时 赵国副将身边最后一个侍卫 也被上百只弩箭射成了刺猬 栽倒栽立 这时 这名赵军副将踩着袍子的尸体 抬起长剑指向秦军 本将要见白宣 韩信上前说的 我家师孙会为大秦军侯 其实你想见就能见的 本将要见白宣 白宣 你出来 这时白宣走上前说的 本军在此 你若想 本军可以收你做弟子 那名赵国副将说的 白军之将 无言苟活 白宣 白宣 本将求你一件事 讲 你 若兵入邯郸 请不要为难百姓 好 本军答应你 多谢军侯 说完这话 那名赵国副将 长剑一横 碧血飞剑 尸身 栽倒在地 白宣说的 可惜了 后葬 就把他葬在 赵国名相 令相如的墓旁吧 他有这个资格 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五百 一十九集 贺兰山这一战 是从清晨 打到了天黑 十五万赵军 包括主将在内 阵亡打十三万人之举 赫兰山 是从山脚到山顶 已经被赵国将士的鲜血 给染红了 那名下山的赵国将领 在山下收拢参兵 聚集了 大约有两万人马 秦军是没有多少伤亡的 主力犹存 而且士气争亡 这名赵国将领知道 两万人马 根本就挡不住 如狼似活的秦军 但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能再后退了 再后退 就是寒丹了 就在这名赵国将领 排出信使告急 并在原地修筑勾累的时候 一匹快马 奔进了赵军大营 将军 上将军 命全军后撤五十里布防 那名赵国将领说的 后撤五十里 那离邯郸就没多远了 难道是上将军击退了王简 李牧在离开赫兰山的时候 就知道赫兰山不好打 但不好打也得打 李牧预计最坏的结果 就是赵军拿不下赫兰山 而秦军也休想前进一步 李牧只想借此机会 回原中路和延具一起 顶住王简的猛攻 三天 他至少需要三天时间 但是李牧没想到 他给副将下达的 三天拿下赫兰山的命令 却把十五万将士送上了不归路 当李牧领着 这东拼西凑起来的十万兆军 赶到延具防线的时候 这条防线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秦军是一刻不停的猛攻 每天都有城池被攻克 都有防线被摧毁 延具手下兵力是越大越少 最后不得不主动放弃一些城池 退守到信都 信都是赵国邯郸西北的重要城义 因为城内建有赵王一座 重要的行宫信宫 自赵国赵敬侯之后 赵国的政治中心一直都是邯郸 邯郸位于赵国疆域的东南部 东居西国的辽城 西居韩国的上党地区 都不过百余里 南居卫国的业也只有几十里 而且东南两面又无天险凭着 在当时诸国间频繁的政治斗争 和军事纷争的背景下 赵国都城处于异兽攻击的不利位置 随时都会受到来自于敌国的威胁 远的不说 就说这赵孝成王时期 国都是频遭危险 秦军已经打到了邯郸城下 这就足以说明 作为政治中心的邯郸 在其地理位置上有着先天的不足 那么为解决这一问题 那唯一的措施便是建立陪都 即建立邯郸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 因此信都其实就是赵国的陪都 陪都这个地方位于现在的河北省永年县西阳城 从西汉开始叫做易阳 如今那里只剩下了遗址了 严聚在率军撤入信都之后 立即发动了全城百姓来守城 而秦军大将欢仪只给了严聚一天一夜的准备时间 严聚刚把轻壮编组完毕送上城墙 秦军就铺天盖地带而来包围了信都 就在李牧率领一万骑兵赶到贺兰山的那天 环仪率领着五万秦军猛攻信都城 秦军在使用弩炮和攻城弩 一遍又一遍地血系信都城墙之后 就采取了四面骑攻毫不斤断的战法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攻城战斗 不要怪环仪心急不体恤将士 环仪也没办法 因为仗打到这个份上 秦军中路的补给已经跟不上了 而今年赵国是个塞年 百姓家里存粮也不多 为了安定那些新战之地的民心 大秦还得从本地调集粮草来接济照顾百姓 一事件 秦军的补给压力是倍增 另外 秦军中路攻击速度过快 占据城池也很多 这些城池都需要分兵把守 中路军原本凶猛的兵力 如今已经被移走的城池分散开了 若不是王俭知道信都的重要性 咬着牙给了还以五万兵吗 说不定中路秦军就会停止攻击 固守防线等待物资补给的到来了 虽然这是白玄意料之中的事情 中路秦军能够打到这里 已经把赵国最硬的外壳给砸碎了 信都只不过是最里面这层壳上一个比较硬的点而已 若能够攻下信都那自然更好 若攻不下 至少也能把战线推进到信都城下 无论怎样对秦军都有利 既然打也行不打也行 若是换作阳端河这样的老将 那绝对会对信都围而不攻 他或是围点打员 或是就地等待补给 而信都的赵军因为被围困 也会渐渐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此时攻打信都就会事半功倍 但是虽然以自参战以来 历经的大小战斗进白 以不败战绩名震全军 现在不管是大秦还是各国 都知道了这位年轻的不败将军 虽然以自己对此倒是不觉怎样 因为他牢记着白勋的叮嘱 努力克制自己心中那骄傲的情绪 但是他的那些部将就不一样了 这些部将那可都是出自铁英军的 一直是以大王的亲军 军侯的嫡系自居的 本来就是一帮子骄兵汉将 如今信都就在眼前 他岂能放过 于是就一顿的窜斗 环一也觉得在停止进攻之前 能够拿下信都是有利无害 于是率军攻打信都 可没想到的是信都不好打 作为陪都 他城池的规模大 城墙是又高又厚又结实 城防设施完备 最主要是 这里的城守是赵国宗氏 而且是鼎鼎大名平原军赵胜的 嫡系子孙 如今秦军兵临城下 赵胜的子孙们是脱下了长袍 换上了铠甲 领着族人侍卫 还有家族死士上了城墙 如此一来 极大的振奋了信都军民 抗击秦军的决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二十集 这一战从早上打到天黑 秦军攻了十余次 战死一万余人 愣是没有能够攻占 信都外城的城墙 当然 信都军民也是伤亡惨重 毕竟他们面对的是 大秦的精锐之师 即便是全城的军民抱着与城贡村亡的死制 但是拼命也是需要技巧 也是需要体力的 在这点上 信都军民和秦军相比就差了一大截 这一天下来 信都军民伤亡超过了三万余人 其中百姓伤亡超过两万 而最让言举为难的是 经过如此激烈的战斗 信都城内所储存的物资被消耗掉一大半 尤其是弩剑 滚木 雷石 滚木和雷石好办 直接把挨着城墙的民居拆了就是 可是弩剑就没有办法了 秦军射来的弩剑倒是不少 可惜秦军的弩剑和赵军的弩剑不是一个尺寸的 赵军用不了 无奈之下 严聚只得派人杀出城去邯郸求援 而此时李牧正在心急火燎的集结军队 第二天几乎是在赵军副将下达攻击贺兰山的军令的同时 环仪也下达了攻城的军令 战鼓是惊天动地 秦军是派着方阵文部推进 每个方阵之间是推着冲车 扛着云梯的伏兵 还有那一座的箭塔和弩炮 当秦军大阵靠近信都城一里左右的时候 猛然停住了 一座的弩炮和攻城弩迅速地架射完毕 做好了发射准备 一枚枚实弹被放进兜囊里 只等着一声令下就要发射 一架架攻城弩也扬起了弩身 一杆杆弩枪也对准了信都城 弓弩手走在了前排 随着一声号令拉开了强弩 此时严聚站在信都城头 嘶嘶地盯着秦军中军的大旗 在他身后 赵军将士们还有着穿着各色衣裳的百姓 拎着武器和棍棒猫着腰迅速奔赴战位 严聚看着城外这一眼望不到头的秦军大阵 他心里已经萌生了死至 他知道信都城能够扛过昨天 但是绝对扛不过今天 就在这时 环仪下令了 攻城 秦军向尉大吼道 弩炮放 随着一声令下 弩炮手猛地砸开了几颗 一枚枚实弹发出了呼啸声 砸向了信都城墙 大秦的弩炮已经经过了几次改良 在不增加体积和重量的前提下 威力射程和准确性都有了大幅的提高 如今最好的秦军弩炮手 可以做到三炮就能打断一里外的巨木 在这个年代 这已经算是奇准无比了 巨大实弹从天而降 击中城墙堕口时 顿时是专时飞剑 躲在堕口后面的信都居民是一片的哀号 尸弹击中了城楼后 饱受弩炮摧残的高大城楼再也支撑不住了 哗啦一声坍塌下来 趴躲在城楼后的居民是压死压伤了一大片 秦军的弩炮手打得是真准 打得信都居民不敢冒头之后 一部分弩炮立刻转而攻击城墙上的投石机 还有那一盆盆被烧得咕嘟嘟冒炮的金只 另一部分弩炮手换上了火弹 把密集的弹鱼砸进了信都城内 刹那之间信都城内是烈焰冲天 尽管秦军的弩炮 没有打中存放物资的官仓 但看着自己的家被烧成了火海 这对城墙上的军民士气也是会有影响的 被火弹砸中的民房瞬间就塌了一半 随后才会燃起烈火 砸在街道上的巨石碎成了无数小块四散飞溅 蹦飞的碎石力道极强 在街道两侧墙壁上留下了一道道深坑 眼界的铺面被碎石击打的是千疮百孔 甚至有的碎石竟把厚厚的木门洞穿了 一波一波的石弹落在城墙上 四散飞溅的碎石打得信都居民是不敢抬头 个别运气差得正好被石弹砸中 眨眼之间是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就变成了一堆肉泥 就算没有被砸中 被磕着碰着的无疑不是骨断筋蛇 鲜血喷洒 整个身体高高的飞起 随后重重的摔到了城下 就在这时 秦军校尉又下令道 弓弩手放 弓城火放 翁的一声 秦军大阵上空腾起了一片乌云 这片乌云是又大又密 几乎连阳光都被遮住了 当这片乌云升到最高处的时候 猛的一顿 随即以更快的速度扎了下来 利剑如雨点一般坠落 信都军民只能是尽力地 把身体蜷缩起来 躲在舵口下方死角内硬扛 城墙上戒二连三地竖起大盾 这是要掩护弓箭手还击 因为此时秦军大阵已经向前移动了 一杆杆弓成弩的弩枪已经钉在城墙上 形成了一条条登城的阶梯 信都居民的弓箭手 如果不赶紧把城下秦军压制住 等到秦军弩炮和剑语停止的时候 秦军早就爬上城来了 到那时候信都居民都会被秦军打得步步后退 也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秦军 源源不断地顺着云梯箭塔爬上城头 将一段段城墙占据 到那时候信都城的沦陷只能是个时间问题了 大盾能够挡住利剑 可是挡不住弩炮啊 秦军弩炮发射的实弹是越来越密 枕头是越来越高 每一轮发射都能够准确地将一段城墙给覆盖 现在这城墙上根本就占不了人 看着这一面面被砸飞的大盾 一群群被砸飞的军民 言句绝望的吼道 头是鸡反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缺 第521集 秦军有弩炮 信都居民当然也有投射机 只不过城墙上的投射机 全都被秦军的弩炮破坏了 只剩下布置在城墙下面的巨型投射机 巨型投射机是需要广阔阵地 以及有人指引目标的 因为巨型投射机都是布置在城里的 高大城墙阻挡了视线 因此效率要比秦军的弩炮低得多了 但是发射出去的弹丸 因为体积大重量足 其威力还是很大的 只要命中了 那绝对会砸倒一大片 尽管信都居民的投射机不多 重新发射的速度也是慢得令人发指 但面对城外这排成密集方阵的秦军 即使准头再差 又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时候啊 随着信都军投射机的反击 秦军开始出现伤亡了 但是在这个双方都是通过远程武器 拼命压制对方的阶段 秦军的伤亡并不大 工程方是要给工程部队创造登城的机会 防守方则相反 要尽量的在远距离给予敌方重大杀伤 在信都军投射机和秦军弩炮 还有弓箭部队你来我往打得正激烈的时候 信都城内各条小巷中出现了很多黑衣蒙面人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着信都军的投射机阵地靠拢过来 当这些黑衣人离着信都军的投射机部队 越来越近的时候被发现了 你们是谁 站住 不准靠近 黑衣人随即发起了攻击 操作投射机的信都军一般都是民夫 又处在后方 因此保护他们的军兵是非常少的 在猝不及防之下 被黑衣人杀的是死伤一片 没死的也是大叫一声四散奔逃 赵军没了投射机的助阵 秦军立即就占了上风 在联名部局的剑鱼和弩炮的压制之下 信都居民的反击是越来越弱 而秦军部族已经开始登城了 一架架云梯靠在了城墙上 秦军士族是将剑塔奋力地推向了城墙 剑塔上的秦军弓箭手 居高临下射出弩箭 城墙上那本就不多的信都居民 是一个接一个惨叫着倒在了血泊之中 环仪挥舞着长剑怒吼一声 赛攻不要停 秦军将士们是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 冲向了信都城 一辆辆冲车被推动着快速冲进了城门洞 不断地撞击着高大的城门 由于城墙上的城防设施 已经被秦军的奴炮给破坏殆尽了 所以冲到城门洞里的秦军 没有遭受到热油和金枝灌顶的酷刑 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忌地撞击 直到把城门撞到为止 一座座剑塔如同一个个巨人 缓缓地向着城墙靠近 数不清的云梯搭在城墙上 秦军将士们手举盾牌顺着云梯向上攀爬 云梯之下的抚兵死死地顶着云梯 不让云梯倒下 弓弩手端着弓弩瞄准城头不断激发 那些试图将云梯推倒的信都居民都被射死了 随着秦军登城的人越来越多 弩炮停止了发射 弓弩手也向前推进 在抵近城墙之后进行精准射击压制城上的信都居民 眼看着秦军就要夺战城墙的时候 炎锯红着眼睛吼道 出击 呼拉一声 隐藏在城墙下的大队精锐赵军呐喊着冲向了城墙 刹那之间刚刚冲上城墙的秦军被赵军是逼得步步后退 这是炎锯手上最后一支精锐了 人数只有五千 本想是留在最后时刻在用 可是从战斗开始到现在 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 信都城墙上的军民几乎连秦军的面都没看到 就被一扫而空 尽管炎锯不愿相信 但这最后的时刻还是来到他面前了 炎锯怒吼着率领将士们冲向城墙 临走之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在城内是大杀大烧 而且还有一部分聚在一起杀向赵王行宫的黑衣人 炎锯狠狠地说了一句 黑兵台 你们这帮恶魔 骂人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此时的炎锯已经没有工夫去管混进城内大肆破坏的大亲奸细们了 就在这时秦军箭塔放下了带着金属钩的跳板 那些金属钩死死地勾住城墙 再想把这些箭塔推倒那就不可能了 这就等于是在城墙上架起了一道不会倒下的云梯 秦军的工程部队顺着箭塔源源不断地冲上了城头 炎锯率领五千兆军拼命地厮杀 试图把越来越多的秦军赶下城墙 可是那一座的箭塔上射下的弩箭 如同是暴风骤雨一般抽在赵军将士们的身上 赵军将士是一个个栽倒在地 就连炎锯的箭头也被一支透甲锥射中 若不是侍卫拼死相救 炎锯定会哼尸当场 侍卫说道 将军 挡不住了 撤吧 炎锯吼道 不能撤 后面就是邯丹 守住 就在这时传来一声巨像 炎锯当时就傻了 将军不好了 城门被撞倒了 秦军杀进来了 快走吧 炎锯无奈的一回头 撤 哪里是撤呀 其实用逃命这个词更加恰当 当炎锯在侍卫的保护下冲出北门的时候 李牧的十万大军刚刚赶到 距离信都北门还有不到毅力 炎锯一见李牧大军立刻吼道 上将军来了 信都有救了 啥回去啊 嗡的一声 一大队秦军射出弩箭 炎锯的侍卫们是举着盾牌联盟地护住炎锯 炎锯大吼道 不准跑 守住北门 上将军马上就到 这时城外的李牧也见到了这番情况 李牧大吼道 全军冲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522集 十万大军洒开了双腿 呐喊着冲向了信都城的北门 而此时 北门的城门洞里 炎锯率领着500兆军将战死的尸体 累了起来作为防线 和秦军展开了对射 城门洞内防护较好 一时之间 秦军还真没办法拿炎锯怎么样 而李牧的援军距离北门只有不到500步的距离了 登城距离 速速告知将主 让骑兵突击 四五百个老兵跟着这个老校尉 冲上了北门的城楼 刚登上城楼 老校尉这一眼就看到了城楼上集大锅 热气腾腾的金枝 老校尉大吼一声 破金枝 所谓的金枝 其实就是竹飞的粪便尿液 美其名曰金枝 是古代守城的一种武器 它不仅可以烫杀敌人 而且肮脏的粪便也可以让伤口腐烂 即使当时不死 之后也难以医治 在这个医疗技术极其落后的年代 伤口溃烂发炎 基本上就算没救了 滚烫的金枝顺着城门洞上方的沟槽 倾斜而下 城门洞内 烟具等人是惨叫连连 大部分人当场就被烫死了 剩下几个活的是惨叫着往外爬 好在由侍卫举着盾牌护着烟具 烟具没有被烫到 就在他还要坚持的时候 就听到头顶的秦军在喊 火油 这里有火油 掏下去 捡火 黑乎乎的散化着刺鼻气味 烟除的火油顺着沟槽就流了下来 盐具的侍卫长惨叫一声 拽着盐具是没命的跑出了北门 就在他们两个跑出北门之后 身后是轰的一声 一片的烈焰蒸腾 发了风一般冲向新都北门的赵军援军 停住了脚步 这北门已经成了一片火海 人肯定是进不去了 再看城头上 赵子战旗是一面接一面被扔下城墙 秦子战旗是呼啦啦的迎风摇摆 随着城墙上秦军将士增多 设想赵国援军的弩箭也越来越密集 也就只有半炷箱的射箭 秦军弩炮所射出的火弹 砸进了赵国援军的队列中 本来就是临时组建起来的赵国援军 立刻就乱了阵脚 就在这时 李牧见到了逃命出来的盐具 如今 盐具所不 只剩下他和他的侍卫长两个人了 射将军 末将无能 上马再战 诺 嘹亮的号角声响起 已知将近七千人的大秦骑兵呼啸着狂奔而至 李牧大呼道 列阵 盐具说道 射将军有令 速速列阵 不要跑 盐具是催马上秦 灰箭斩杀了十几个要逃跑的赵军士族 这才是堪堪压住了混乱的阵将 但至于列阵啥的就别想了 因为你别指望一帮刚放下出头的农夫在面对着狂奔而来的天下最精锐的骑兵时免不改色心不跳的按照号令列阵吗 别说是刚放下出头的农夫了 就是从军三四年的老兵在面对着高速杀来的骑兵时也会害怕 所以乱哄哄的赵军阵型紧紧维持了几夕时间 就被越来越近杀气腾腾的勤军骑兵吓得崩溃了 这次就算是各级军官大砍大杀都拦不住士族们的溃躺 李牧这时怒吼一声 中军列阵 弓箭手 射 文的一声 先后两朵乌云是通空而起 秦军骑兵射出的箭鱼后发先至 李牧中军的弓箭手一拍一拍倒下 而此时密集的实弹以及射成员 威力大的弩枪一排兼一排的射了过来 李牧的中军不得不后撤到信都城上秦军射成之外 李牧的中军是正规军 虽说比不上精锐 但好歹也是正规矩 令刑禁止还是知道的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保持阵型不乱已经难能可贵了 可惜就是人数太少了 满打满算不过两万人和那正在逃跑的七八万人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李牧说道 两万多秦军部族迅速列阵 秦军副将大喝一声 弓 秦军校尉喊道 弓弩手 八百步 仰射 翁的一声是剑如欲发 李牧的中军侧翼受到了攻击 力箭落下 李牧中军煞尸间使人养马翻 铁英军 吐鸡 环仪大喝一声 一马当先就杀了出去 七千秦军骑兵猛然加速 快速射空了剑南中的透甲锥之后 然后收起七弩 摘下长矛端在手中 双腿是夹紧马腹 双脚踩着马正 半蹲在马背上向前猛冲 战马奔腾 杀声震天 环仪挥舞着长剑 撞破了盾墙 杀进了李牧中军 秦军副将一剑 立即大呼道 步军 突击 秦军步兵们 立即平端割毛 怒吼一声 发起了冲锋 秦军步兵像是一股飓风 又像是掌潮的海水一般 吸卷而去 当他们从侧面 冲进李牧的中军时 战号阵天 刀枪轰鸣 马蹄隆隆 杀声不顿 秦军最不怕的就是 剑身肉搏 内衣蓬蓬 飞剑的鲜血 在秦军将士看来 就是为他们庆功的红仇 那一颗颗血淋淋的头颅 就是他们的功训 秦军将士把砍下的人头 拴在腰带上 拎着兵器 瞪着血红的眼睛 杀向下一个目标 这不是个别现象 而是整个秦军的集体行为 包括秦军骑兵也是如此 只要有机会 能够摘下敌人手机 那就绝不手软 不少秦军骑兵 来不及把人头拴在腰间 就干脆拎在手中 杀向下一个对手 激战之中 内人头也成了 秦军将士手中的武器 有几个秦军将士 受伤拿的人头太多了 只好将人头的发便 咬在嘴里 然后再次投入战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二十三集 这恐怖嗜血的一幕 将赵军将士吓得是 双腿打颤 目瞪口呆 久闻秦军是如狼似虎 嗜血成性 喜好摘敌军手机 如今一箭果然名不虚传 当凭这种冷血残忍的杀人手段 就足以震慑住任何敌人 方才还算镇定的里木中军 现在可算是崩溃了 就在这时 里木中军所处位置的左右两个方向上 扬起了大量的烟尘 眨眼之间 黑色青子战旗 跃出了地平线 紧接着蒙子和李子将棋 引导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清骑兵 蜂拥而至 李木大喊道 中军殿后 撤 李木修走 留下人头 环仪怒吼着催马冲向李木 怒火中烧的李木 弯弓搭剑回身就射 这是他的拿手绝技 而且是一发三十 三根凋领剑中的两根 擦着环仪的头和脖颈飞过 但第三根却射穿了铠甲 狠狠地扎进了环仪的左胸 环仪的脸当时就白了 但他依旧催马杀向李木 李木一剑心中一惊 这还是他第一次失手 李木收起弯弓催马便走 前军将士们站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 是欢呼雀跃 他们手上的腰间的人头 也随着他们的跳跃晃动不止 还未干固的鲜血被甩得到处都是 蒙田问前军副将 黄仪呢 这小子打得不错 风头都盖过本将了 这次我和李信来助他 让他请一顿酒应该不过分吧 那副将笑道 别说是一顿酒啊 就是喝个十顿八顿的 那又算个甚来 来人哪 快把主将请来 就说蒙将军和李将军要和他喝酒了 是 然而 黄仪却没法和一帮兄弟们喝酒了 他的生命永远停在了这个年纪 当蒙田和李信看到黄仪的时候 他依旧骑在马上 他手中的长剑依旧指向邯郸方向 他的双眼瞪得流圆 却再没有一丝光彩 李牧那一剑直接射穿了黄仪的心脏 很有可能 黄仪在中剑之后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但他的战马依旧载着他在战场上纵横驰骑 直到战斗结束 他的事物们才发现 自己的将主已经战死疆场了 蒙田和李信用大秦的战旗兜着环仪的尸身将他平放在一辆战车上 秦军将士纷纷地跪倒在地嚎啕大哭 环仪 这位年轻的将军 这颗冉然生起的耀眼的大秦将星 如同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一般 永远消失在了夜空当中 但他留下了那精彩的瞬间 环仪 十六岁进入铁英军 因为升秦司马上之功升任白将 后屡经战阵 大秦宫照之前 秦王正摆环仪为将 自大秦宫照开始 环仪是身经百战 未尝一败 直到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他仍旧是取得了胜利 而且被他打败的是赵国名将黎木 环仪 这位过早离开的大秦猛将 获得了一个让所有军人们都羡慕不已的称号 不败之将 信都一战 秦军以主将还以阵亡 全军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攻克了信都 杀了信都守军 以及黎木的援军 共计十六万八千余人 兵力大量损耗的赵军 不得不收缩兵力 在邯郎周围修筑垫 构筑 构筑防线 黎木的两个目标 哪个都没有实现 不过 秦军的确停止了攻击 一是因为补给实在是跟不上了 二是因为下雪了 翻五成 白轩站在门廊前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看着这天地浑人一体的世界 他心中是感慨万千 黄乙的死让白轩心中很是难过 信都侯就是黄乙的封号 信都成了黄乙的封地 可惜黄乙走得太早了 还没有成亲 因此他的爵位和封地 给了他的大哥黄真 黄真也是一位九经战争的老将 原本是镇备军的军侯 现在也是个将军 现在大秦三边 有长安军城郊做君司马 有隆熙侯迎奔做主将 还有段红为长使 如今又多了个信都侯 黄真为将军 白轩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他的到来 而改变了某些人的命运 应该说怀疑的命运没有改变 只是更加清晰了 赵国的命运没有改变 注定要灭亡 只不过灭亡的时间提前了好多 李牧的命运改变了一点 原本应该两次击败秦军 然后火封武安军的李牧 如今却接连经历了 一安反无良长惨败 赵军精锐基本被这两场大战 消耗殆尽 就算李牧有天大的本事 也没法改变赵国的命运了 似乎历史上那些不死没地的人 命运都没啥改变 比如烙癌还是因为和赵极的暧昧送了命 至于赵高现在还看不出来 但是白轩觉得内思绝对有座奸臣的潜质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得找个机会宰了他 白轩正琢磨着呢 灭照 那还谈什么 师尊 如今三面夹齐邯郸的形式已经成了 明年开春之后 我军定会攻克邯郸 但是如今李牧将邯郸附近青壮 全部集中起来日夜操练 还修筑了数不清的污宝战壕还有壁垒 只凭这些就可以迟至我军灭照的速度啊 我军心战之地定有不少人心怀顾国的 若我军不能尽快灭照 断了这些人念想 等这些人暗中勾结起来 退赴我军的时候 那灭照就难了 故此弟子以为 师尊和国开有的谈啊 国开可以帮助大秦撤掉绊脚石 面对如此聪明的弟子 白璇还能说什么 他只能摸着张人的脑袋说道 你如此有见地 为师甚畏 请郭开来见我吧 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二十四集 一连忐忑的郭开来到门口 低声吓气地说道 吓成郭开 求见君侯 郭开 诚惶诚恐地坐在白璇对面 以前他面对白璇的时候 还称兄道地 可现在他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 灭赵这战 其实就是白璇指挥的 白璇病重根本就是个骗局 这个消息传遍邯郸之后 朝内和民间是一片的刺激 赵王前连指责李牧的心思都没有了 白璇啊 他的爷爷是大秦的人图白旗 坑杀四十五万赵军 致使赵国国力直接掉了一个档次 白璇的威名一点也不比白旗差 是接连两次大败五国合纵 杀了信陵君 并且率领三千骑兵夜入邯郸 取了赵王印 自从白璇指掌大秦兵权以来 灭含逼位 公赵 败楚 可谓是拱无不克 战无不胜 济无不成 如今赵国被大秦打得是命悬一线 如今的赵国 就好像是一个人被砍掉了下半身 同时脖子上还架着一把剑 这种探视 让任何局外人一看都会叹口气 说一句玄了 郭开是赵国的国相 但他却没有安邦定国的本事 他其实就是个心底狭隘 贪财弄权的小人 小人虽然不懂 怎么把一个国家弄强大 但为自己谋利益 却是任何一个小人的比修课 因此 郭开此来明面上是觐见秦王求和的 实际上他是为了给自己找一条出路的 这时白轩将茶盏推向郭开 郭开点头致谢之后 双手捧起茶盏 抿了一口 相国 这杯茶 味道如何 郭开回答 均好 此茶入口 只有苦涩 没有其他味道 那就对了 知道为什么吗 愿闻奇想 本君有一名弟子 名唤韩信 因为其少不更事 颇为顽皮 这茶本来是不苦的 只是这茶盏内 被韩信用雄胆抹了一遍 本君也是刚知道的 来人呢 为相国换茶盏 换上茶盏之后 白轩为郭开亲自倒了一杯茶 相国现在尝尝 啊 这才是茶的味道 白轩说道 同是一壶茶 倒进不同的杯子里 味道就不一样 郭开 你是愿意用某个雄胆的茶盏喝茶呢 还是愿意用现在的茶盏喝茶 郭开回道 那自然愿意用现在的 君侯何以 其实 你应该想到了 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本君替你说吧 荣华富贵 对于你郭开来说 就如同是这湖里的茶 你为哪国效力 就好像捧着哪只茶杯 那是你自己选的 可以换不 可以 因为不论你怎么换茶杯 那茶还是那茶 只是你换了茶杯之后 喝起茶来的味道 不一样而已 你明白本君的意思了吗 郭开回答 君侯之意 是在告诉郭开 茶就是这个茶 茶杯随便换 换句话说 只要荣华富贵不变 为哪国效力都可以 聪明 郭开啊 现在是到你 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你跟本君说实话 你愿不愿意助秦 郭开放下茶杯 倒头便办 郭开早有此意 只是无功于秦 不敢投奔大王和君侯啊 白玄伸手 扶起郭开说的 怎能说你无功于秦呢 你逼走连坡 又用计 命使者告知赵王 前连坡不可用 你还促成了秦楚连音 在我心中啊 你已经算是 打秦之臣了 郭开 现在 本君 有一桩富贵来送给你 不知 你敢不敢拿 愿闻奇想 白玄拍了拍手 张良走上前来 捧着一个牛皮信筒 放在桌案上 白轩事宜 锅开打开 锅开打开信筒之后 只见里面全是 一桶桶的竹简 过来拿出一卷细看 却是一封信 信抬头 一句就是 启奏秦王 末将李牧 有势禀报 这窦大的汉堤 顺着鬓角 就滴滴答答的 掉落下来 这一信筒 全都是李牧 写给嬴政 和白玄的密信 说的全都是 赵军的动向 兵力部署 后勤粮草 等等的军事机密 甚至还有李牧 给白玄出谋画策的信件 从时间上来看 正是在宜安之战期间 国开看完最后一封信件 已经是浑身的大汉淋淋 白玄笑着问的 看了这些 你有何感想 国开攥紧拳头说的 太过分了 李牧太过分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怎么可以不和我商量一下 就投靠大王和军侯来 小人 李牧就是个小人 白玄身边的张良 已经被郭开的言行 震惊地失去了 正常思考的能力了 张良从来不知道 世界上还有这样 令人恶心的人物 白玄笑了笑说的 郭开 你逢场作戏的本事 是一等的 你的脑子也过聪明 你看这些信件的时候 应该已经明白 本军的意思 那么 本军也不想和你废话 大王有诏 郭开若能为大秦 搬开那块绊脚石 赐万金 逢万户 拜上清 听完这话 郭开是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不停地磕头 郭开 谨遵我王之命 谨遵君侯之命 白玄哈哈大笑着 扶起郭开说道 哈哈哈哈 你我同殿称臣 还要互相照应啊 还请君侯 多多照应 白玄伸手一挥 张良 酒宴摆上 为师要跟郭开上清 以罪方休 是 师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525集 白萱 把那些竹简 收进了牛皮信筒 封好盖子之后 递给郭开 郭开 是联盟接过来 放在自己身边 君侯放心 郭开 这就返回寒淡 错 你应该先去咸阳 郭开显示一愣 随后明白过来 他竖起大拇指散的 君侯英明 郭开这点伎俩 在君侯面前实在是 算不得什么 白萱说道 不要你有多大本事 只要有恰逢 其实的机会 本事不计 也照样能够飞黄腾达 你说是不是啊 郭兄 不敢不敢 郭开欺赶 在君侯面前攀大呀 这个君侯切莫如此 称呼郭开 如此称呼 正是折杀下官了 正午过后 喝得醉醺醺的郭开 被送到了驿馆 带他走后 张良来到了白萱身边 说道 小人 郭开才是真正的小人 白萱回答 哼 他就是个小人 你说的没有错 可是张良啊 为师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 有善就有恶 有美就有丑 有君子 那自然也有小人 这些小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用得好的话 也是可以解决大问题的 张良叹道 哎 可惜了李墨 白萱说道 为师 给过他机会了 师尊 再给他一次吧 白萱摸着张良的头 说道 你这份心呢 若被李墨知道 他也会感激你的 为师答应你 再给他一个机会 只是 他未必 能如你所愿呢 那弟子只求问心无愧 好 为师答应你 谢师尊 师尊 将来这个锅开怎么办 通常的话 小人用完之后 最好的办法 就是杀了他 你以为如何 杀 这次为何如此果断 杀一个小人 无愧于心 哈哈 你将来绝对会名流青史的 韩信呢 哦 师弟去抓兔子了 他说下雪天 野鸡兔子最好抓了 哼 这小子 定是把为师教他的伏击阵法 用来抓兔子野鸡了 今天他要不满载而归 为师定会罚他抄鞋 屡试春秋 张良 一副额头说的 哇 太狠了 那韩师弟 说不定会悬梁自尽的 白玄笑着说的 嘿嘿 不用怕 那小子最在意的 就是自己的命 看着吧 只要他将阵法用得好 这法 怕是他领不到的 樊屋城外 三十里 贺兰山脚下 密林中 是一片欢腾 穿着白斗篷的白泽 从雪窝子里爬了出来 打了个胡哨 白家亲尾 一个个的从雪窝子里爬出来 收网 这网里全都是 环蹦乱跳的兔子 还有这扑隆隆 飞腾的野鸡 这草草一鼠 将近百只 韩信从树上 出流下来 蹦到白泽身边 则说 我的主意咋样 白泽回答 这一下弄这么多嘞 告诉叔 这是啥招数 韩信回答 这是从师尊教的阵法 演变出来的 那阵法叫做 石面埋伏阵 咋样 是不是一听就觉得 很厉害 厉害厉害 太厉害了 我说公子 咱们该回去了 弄了这么多野鸡野兔的 家主 绝对不会责罚你的 可以放心大胆的回去了 好 输兵 这一群人 是带着猎物 嘻嘻哈哈的 冒着风雪 就回到了藩屋城 秦王正十三年 春 经过一年休整的秦军 在稳定了 新战赵帝的形势之后 依旧是采取三路 攻打邯郸的战法 任由王俭 统帅中路军 杨端河对战司马上 枪磊从赫兰山出兵 与王俭杨端河 形成了南北夹击邯郸之势 赵王谦 仍旧派李牧和司马上 率军抵抗秦军 李牧仍采用筑磊固守 避免仓促决战的方针 秦军是屡次试探 皆不奏向 这战斗从一开始 就形成了相持的态势 这面对着就像是一支团起来的刺猬一样的赵军 秦军也不是不可以用重兵猛攻 但是如此一来势必伤亡大增 这是白轩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在大秦公召期间 各国是蠢蠢欲动 就连是一向老实的魏国都有了不臣的迹象 信赖甘罗等人游走各国 用大把的金银贿赂各国 这才没让各国再次合纵抗秦 再加上内士藤集中了一郡之兵 陈兵于秦魏边界 再加上大秦黑兵台那帮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把大梁城内心存抗秦志向的世家大臣 挨个杀了个遍之后 为国这才老实了 所以白轩这次甩军攻召的打算 是尽量的减少兵力损伤 攻入邯郸之后 还有一场大战役已经策划完成 因此攻召之战必须要快 而且还要伤亡少 贺兰山 秦军大营 乔装改办的赵芊来到白轩面前 军侯脚背下来 可是觉得时机到了 白轩说道 你告诉国开 大秦的金子堆起来比华山还高 想要就得凭本事 到了他为大王建功的时候了 赵芊笑道 卑下只需说出军侯所言的前半句 那国开就知道怎么办了 军侯请放心 白轩回道 眼看胜利在望 本军不希望老有胜利死别 你给本军活着回来 赵芊拱手 绅士一礼说道 钱 多谢军侯 去吧 回去之前 把本军给你的帮手带上 是 赵芊离开贺兰山的时候 心中是美滋滋的 因为白轩给了他十个黑位 除此之外还有一对夫妻 在这对夫妻面前 就连那十个黑位都是老老实实 规格局的 因为这对夫妻不是别人 正是徐安和红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五百二十六集 赵芊一边走 一边说道 红棉回来 情有可原 他原本就是寒丹取向 哎 老徐啊 你回来 可是让我喜出望外啊 你不会是来捣乱的吧 哼 君侯 让我杀一个该杀的人 你放心 杀这个家伙 我 绝不收润 赵芊一听 这才放心 有了白轩的安排 这个徐安 就算不帮忙 也不至于坏事 就这样 一行人 悄悄回了汉郸城 汉郸 杀秋宫内 严聚跪在赵王谦面前 低头不语 赵王谦狠狠地 白了严聚一眼 说道 寡人问你 能不能速速击退秦人 你却说得和李慕如出一辙 滚 严聚扣手之后 起身退出大殿 赵王谦气呼呼地 坐在王位上问郭开 这帮粗胚子 都被李慕弄得迷瞪眼了 他们全听李慕的 眼里还有没有寡人 那个司马上来了没有 郭开回道 大王 司马上离得远 还没到 赵王谦说道 哼 寡人启用了他 给了他颜面 若是他敢跟李慕穿一条裤子 寡人立刻弃之不用 郭开立马说道 大王 一年了 赵军实力有所恢复 这仓库内的钱粮也有了积蓄 本应该见此机会 收复失地 同时解除邯郸三面受围的威决 可是李慕就是按兵不动 归缩在防线内不肯出战 以至于措施良机 如今秦军马上就要增兵了 若不抓住机会实施反击 再想保住邯郸 那就难了呀 李慕身为上将权 难道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吗 赵王谦说道 哼 他哪里是看不出来呀 他就是跟寡人补一条心 他是跟戴军那位一个鼻孔出气的 他们定是这样打算的 等到秦军增兵 我军又没法反击 扛不住的时候 逼着寡人向戴军那位低头服软 请他还朝抗秦 我呸 做他们的春秋大梦 郭开说道 大王 臣以为大王想的不差 但是臣觉得这其中还有更可怕的阴谋存在 赵王谦问道 阴谋 有何阴谋 郭开说道 大王试想啊 赵家是何等聪明之人呢 现在他偏安异于 帝不过三军 兵不过十万 不要说没有和秦王对抗的实力 就算是和大王您对抗 他也是难啊 李牧在带军已经经营多年 根深蒂固 又打败过匈奴 林胡 白玄虽然厉害 最多也就和李牧打个平手 何至于逢战必败 而且败得如此之惨呢 大王就不觉得这其中另有隐情吗 赵王谦愣了 他的双眼瞪得流远 郭开 若不是你提醒寡人 寡人还真的没往这上面想 你这一提醒 寡人忽然明白了 这个李牧定是和赵家串通一气 故意败给白玄 然后借着赵国的危机 意图篡位谋反 气死寡人了 李牧该杀 赵家该杀 郭开说的 大王 臣此次出使大秦 臣的门客 从咸阳大群的军帅府 投来一个信筒 请大王过目 郭开把白玄给他的信筒 递给了赵王谦 赵王谦打开看过之后 猛的将信筒摔在地上 大胆李牧 竟敢勾结亲王 故意兵败 损我大赵兵力 坏我江山社稷 且先当诛我 郭开 寡人命以带兵夺了李牧兵权 命他自财谢罪 否则寡人灭他全族 大王且慢 随着一声怒吼 司马尚冲了进来 他刚刚赶到 正好听见赵王谦的话 司马尚虽然不明白 李牧是因何触怒了赵王谦 但是他知道 此时如果夺了李牧兵权 次次李牧 犹如是自毁长城 是让亲者痛 愁者快的做法 所以 司马尚是想都没想 就上前置之 赵王谦是拍着着暗吼的 司马尚 你想造反不差 寡人知道 是因为李牧的举荐 你对他心存感激 但是李牧通敌 证据确凿 不由的寡人不信 对这等逆贼必诛之 司马尚 你若不想再次被弃用 那 你就去解除李牧的兵权 带其掌军 你还要亲手杀了李牧 带着他的人头来见寡人 如若不然 寡人连你一起杀 司马尚捡起了赵王谦 扔过来的信件一看 呜呜的大惊 他说的 请问大王 这些信是从何而来啊 赵王谦说的 这是郭开的门人 从咸阳大秦军帅府貌似偷出来的 难道有假 司马尚说的 大秦军帅府戒备森严 司这等绝密信件 岂能轻易被人偷出啊 相国 竟是中了秦人奸计 郭开说的 哼 为了偷这些信件 本相在早年间 安插在大秦军帅府内的眼线 全部折损 就连门人都死了三个 你还敢说这不是真的 本相离开咸阳的时候 前人把本相所带行李 挨个开箱检查 若不是本相几十个门人 隔开腹部 将这些密信藏在伤口内 本相怕是早已死在 向阳门前了 司马尚 本相知道 你和李牧斯交甚好 但是在此大是大非面前 你却不能只讲情面 忘了大王的恩情 你若按照大王说的办案 你就是赵军的主帅 上将军 不然的话 你就和李牧同罪 都要灭族 赵王签说的 对 司马尚 寡人的赵命 你接还是不接 司马尚正要抗辩 但转念一想 心中有了主意 他跪倒在地说的 末将奉赵 赵王签这才消了火气 给了司马尚兵符将印 还有一道王照 命司马尚去杀李牧 司马尚刚走出去 锅开便对赵王签说的 大王 这司马尚和李牧 是穿一条裤子的 如今答应得这么痛快 怕是另有图谋 请大王准臣带领 王公近卫 前往大营 若是司马尚 胆敢和李牧一起造反 臣就把他俩一起杀了 赵王签说的 好 你带两万进军去 不要让他们跑了 若是真的一起造反 那就杀了他们 让严聚同军抗秦 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五百 二十七集 李牧的中军大营 距离邯郸 有六七十里 距离赵军防线 四五十里 司马尚 领着二百侍卫 快马交鞭 不一会儿 就到了李牧大营 司马尚 是催马 冲进大营 静止来到了中军帐前 才跳下马来 李牧 我是来了 国开那个小人 污蔑你勾结秦军 国开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了 你写给秦王和白轩的信 赵王签那个昏军信了 派我来杀你 李牧说的 我李牧 向来忠于大赵 和秦人使不两立 我怎会和秦人勾结 国开如此无信 着实可恶 这真是贼咬一口 入骨三分啊 国开 我跟你使不两立 司马尚说的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啊 大王下了王赵 要你交出兵权 自裁呀 否则要灭你全族 我说不来 也和你同罪 李牧 如今该怎么办啊 李牧回答 我不能束手就勤 我要面见大王 来不及了 大王要我带你脑袋去见他 李牧 为今之计 为了赵国 我们不得不采取兵剑之策呀 现在就以你为主 我们杀进邯郸 囚禁赵谦 供应大王家 回邯郸 继位赵王 凭借大王家的微信 赵国百姓 定会拥戴他的 还请上将军 当机立断 救救赵国呀 李牧布下 气声说的 请上将军 当机立断 救救赵国 就在这时 一名侍卫来报 报 启禀尚将军 国开率领 两万王公进位 包围了大营 司马尚说的 该死的国开 李牧 我们一起杀了国开 再杀了赵谦 攻营带王家回了吧 否则赵国就真的完了 李牧看了看司马尚 然后他喊道 权军接接 战鼓声 骤然响起 留守中军大营的 只有一万赵军 其余主力 全被李牧 派往了防线出防 没办法 赵国的兵力 相比秦军 还是单薄了些 但 这一万赵军 却是李牧 从代军 带来的边军精润 当初离开代军时 包括一万念门记者 在内共有三万边军精锐 跟随李牧 保卫邯郸 到如今 只剩这一万人了 这也是李牧的亲军 战鼓雷响 一万赵军精锐 迅速集结仗前 李牧大吼一声 郭开 无限本将通敌 魂军 命郭开率军 夺我兵权 灭我全族 我李牧 族上 世代 效忠大赵 怎会勾结秦人 定是那郭开 得了秦人好处 故意陷害 可惜啊 大王听信谗言 不辩是非 把江山社 起安危 使同而戏 为了重振我大赵雄风 本将决定 发动兵舰 傻奸应 迎立明军 众将士 跟随本将 傻奸应去 一万边军将士 跟着李牧和司马上 冲向了 刚刚列阵完毕的禁军 虽说 禁军兵力 是李牧军的一倍 但是论战斗力 禁军就是 再多一倍 也不是边军的对手 双方一结战 禁军就被边军 冲垮了阵脚 步步后退 就在禁军 兵临崩溃的时候 郭开命人 把两辆球车 推上阵前 郭开 用剑指着球车 大声喊的 反贼李牧 司马上 你们两个看看 球车里的是谁 司马上和李牧 看了一眼 不由的心中一惊 这两辆球车内 一辆装着 李牧的父母妻子 另一辆 则是司马上的妻子 郭开恶狠狠地说道 哼 我说你俩会造反 大王和不信 你两个反贼 果然是狼狈为奸 试图谋反 你们两个反贼 若不速速地束手就擒 本相就砍了 你们的家人 李牧说道 郭开 如今 秦军压境 大战在即 你不劝大王抗击秦军 却来诬陷本将 你这是自相残杀 自乱阵脚 是资敌 你定是得了秦人好处 你这个卖国贼 将士们 不要受他蛊惑 郭开 是秦人的奸细 杀了他 李牧军是吼声如雷 启示逼人 建军将士 本来也不相信 李牧会勾结秦军 如果李牧勾结秦军 还费劲巴拉地 和秦军打什么呀 直接杀进邯丹 抓了赵王 把他献给秦王 这功劳不是更大吗 这样一个 连普通士族 都能够想明白的道理 李牧这原大将 还能不明白吗 所以众多禁军将士们 转身看着郭开 郭开一见 是心中着急 因为万一禁军划遍 第一个倒霉的 那可是郭开呀 郭开说道 大王赵命在此 李牧涉嫌勾结秦人 证据确凿 我大赵将士 人人等而诛之 这是大王的赵命 谁敢不孙 与李牧同罪 李牧说道 我有没有勾结秦人 你心里最清楚 历代世家忠良 绝不会背叛大赵 我要见大王 他若不来见我 我就领着将士们 去邯郸找他 他是赵王 他都不顾设计安危 百姓死活 我李牧不能不管 进军兄弟们 你们的家就在汉郸 你们的妻子亲人 也在汉郸 若是亲人杀来 你们的亲人 就会备受亲军的蹂躏 你们若想和我一起抗秦 就到本将这边来 这呼啦一声 这三分之二的军军将士 是临阵道哥加入李牧这边 而两个赵军校尉 领着手下 趁着郭开不背 把那两辆球车 也抢了过来 郭开吓得是拍马就跑 司马上正要追 却被李牧拦住了 李牧冲着郭开背影 大声喊道 你告诉大王 李牧就在中军大营内 等着他 司马上着急地说道 为何不让我追啊 为何要放郭开走啊 事已至此 难道上将军 还指望赵谦能够下诏 赢回代王吗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我等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郭开 再杀了赵谦 代王才能够顺利继位啊 上将军 李牧回道 大敌当前 不能再内斗了 再内斗下去 伤的是大赵的根本 司马上听吧 长叹一声 他接上自己妻儿 转身就走 李牧这时却问道 司马上 你去哪里 司马上回道 回我的军营 上将军若是能够跟赵谦谈好 那就请告诉司马上一声 司马上可以保证 不让杨端河 一兵一卒 踏过江水 越过长城 李牧说道 辛苦你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五百 二十八集 司马上 白了白手 带着妻儿侍卫 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牧率领 边军精锐 和新规父的禁军 进入了中军大营 如此一来 李牧手下兵力 又雄厚了一些 李牧安排心腹 将妻子儿女 送往代军 目前 也只有代军 是最安全的 等忙完了所有事情 已经到了半夜 李牧这才感到饥饿 下令 上饭菜 赵军的粮草 本就不多 因此 全军上下 不管是将军 还是普通士族 都是吃一样的伙食 即便是 赵军统帅李牧 也是一样的 在平时 李牧的晚饭 不过是一块饼 一碗汤 和一碟盐菜而已 可今天不一样 当晚饭端进来的时候 李牧闻到了 烤肉的香气 多日没有尝过肉味的 李牧 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今天怎么添了肉啊 酱什么都有吗 那火服放下托盘 摆好了碗块之后 说道 将军身为赵军统帅 赵国安危 细于一身 而将军 却连一口肉 都舍不得吃 这样下去 将军会被熬干的 李牧迅速 后退竖步 手握剑柄和的 你不是火夫 你是谁 是赵迁派来 杀本将的吗 那人 呵呵一笑说的 赵迁可调不动我 他若知道我的身份 定会被吓得半死 所以 我不是赵迁派来的 说话那人 先掉了头上皮盔 然后抹掉了 脸上沾的 胡子皱纹 一张如雨的胶炎 出现在李牧面前 你是 红颜 难得将军 还记得当年 逍遥楼那个 为你跳了一曲 泥伤舞的小丫头 多年不见 将军风采依旧 本将记得 你和沧海阁走得很近 难道说 秦王出了高价 买同沧海阁杀手 要我的人头吗 并不是 红颜是受将军 一位顾骄之托 来见将军的 顾骄 是谁 白轩 藏狼一声 李牧常见出鞘 指着红颜喝道 你是黑兵台的人 来人 抓刺客 刷的一下 杖连一条 冲进来五六个赵军 这些人 虽然都是赵军打扮 但李牧却一个都不认识 李牧大惊问道 你们是谁 这些赵军将士 也不回答 但是手中弩箭 却对准了李牧 咯噔一下 李牧的心 凉了 将军莫急 你的将士们 睡得都很踏实 帐位 侍卫 也都很老实 将军只需平心静气地 看完这两封信 其他的事情 都好商量 两卷竹箭 放在李牧桌上 李牧盯着红棉问道 我的家人呢 都好 至少比在郭开手里要好 将军想看这封信吧 一卷带着 云托月纹路的竹箭 被红棉递到李牧面前 李牧后退一步 用剑指着红棉说道 你 念给我听 红棉 微微一笑 打开竹箭念道 李将军军剑 将军镇守三边以来 大败匈奴 林虎 斩首十万 使葫芦不敢藐视中原 将军威名 震动华夏 为华夏百姓尊崇 宣之祖父 武安君有言 能败葫芦者 皆为华夏名将 盖世人节 宣申以为然 如今赵国 微如泪卵 赵王极贤度能 宠信奸宁 将军为之效命 却遭赵王猜忌 宣申为将军不平 所谓 良辰择主而逝 此正当时也 当日与将军 会晤于赫兰山下 宣曾说过 愿和将军携手北极葫芦 此言乃肺腑之言 将军请想 自犬戎攻破浩京 斩周幽王时 葫芦便将中原 视为予取予求之地 将华夏子民 视为其奴隶 大秦先祖子相公 文公起 与嫡容血战不止 直至将其击败 驱逐出关中 才有今日大秦鼎盛 古有嫡容 今有匈奴 华夏北方之患 愈演愈烈 故此 宣以为 我华夏之敌 并非各国 而是虎鲁 虎狼之国 非大秦 乃为义族 曾有秦王 愿丹天子之责 统御四海 率华夏子民 积康义族 此为应天顺命 大势所趋 将军应审时夺度 顺应天道 将军若肯 白宣愿让出 武安君封号与将军 愿和将军一起率领华夏兄兵 北极葫芦 拥解华夏父辈之患 将军若归秦 白宣姓慎 武王姓慎 大秦姓慎 华夏姓慎 宣桥首以待 将军归来 虹眠念完之后 收起竹箭 看着李牧 从李牧的表情可以看出 白宣的这番话 还是对李牧有所触动的 李牧常年戍边 深知异族 对华夏造成的伤害有多深 作为华夏的将军 最想的 当然是率领虎狼之师 打败一族 捍卫华夏尊严 保护华夏百姓安慰 李牧心里 也不得不赞成白宣的说法 否则 当年白宣 攻占铜曼城的时候 李牧为何要大罪三天 以示庆贺呢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 不管是哪国将军的胜利 那都是华夏的荣耀 红棉看着低头沉思的李牧 问道 将军 我家军侯仰慕将军已久 这封信言辞恭敬 可谓推心之父 请将军审时夺度 顺应天道 李牧说道 那为何不是白宣顺应天道 来偷我大罩 哼 六位大秦黑兵台的人员 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冷笑 红棉咳嗽一声 皱皱眉头 李牧当然知道 这六人为何冷笑 秦军都打到了赵国的家门口了 眼看就要马踏邯郸 即便赵王秦和郭开 不整这么一出窝里斗 李牧也知道 邯郸迟早是守不住的 他作为一个打了多年仗的速将 若是连这点都看不出来的话 那他也就不是李牧了 本来是赌气说了那么一句 没想到被人看了笑话 李牧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你回去告诉白娟 本将感谢他能够推心之福 告诉他 勇解华夏之患 也是本将的一生所求 若是本将不能与他携手攻破一族 那就请白玄不要忘了他说过的话 告诉他 叫他替代本将 完成我这一生所求 将军何必如此固执 将军 这里还有一封信 将军听我念完之后 再做决定可好 不等李牧答应 红棉打开朱家念的 秦王赵曰 将军李牧 汉勇伟烈 半生戎边 微震葫芦 是一族望而却步 乃华夏非将也 今受李牧 大秦代侯 封太位长 代 云中 燕门 三郡军政事 受节月 三郡军政事务 军有李牧决断 副将以下降 左皆由李牧任免 只需派军帅府 披露即可 代侯 寡人把东第三边 交给你了 这是秦王政的王赵 意思是说 授于李牧 代侯爵位 封太位 跟当年的白轩一样 执掌三边军政事 如果说当年的白轩 实际上是 北地之王的话 那么 李牧只要 接了这道王赵 那他就是 名副其实的 东地之王 最主要的是 嬴政的王赵 从一开始 就是把李牧 当成自己人看的 王赵上 没有一句 提到降降这个词 而且 通篇对李牧 是赞叹有加 最后 还加了一句 非常口语话的嘱托 说实话 即便是 蛮篇的华丽慈藻 都比不上 最后那句贴心呢 听到最后那句话 李牧 也不由得 心中发暖 眼圈发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二十九集 戍边大将 看似权力很大 风光无限 但是 也最容易 受到君王猜忌 而嬴政的那句话 绝对可以 让任何一个戍边大将 为其 跑头颅 撒热血 死而无憾 这就是所谓的 是 为知己者死 这是这个时代人的特点 也是他们所崇尚的作派 李牧收回常见 红眠心中一阵激动 他心中说道 要归琴了吗 这可是李牧呀 赵国的头好大将 他若归琴 不仅可以直接击垮赵国 甚至还可以击垮楚 齐 燕 胃 使其不能生出任何抵抗之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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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太大了呀 红眠 试探着问道 将军 归否 李牧把长剑放在桌上之后 坐到桌边问道 可有没酒 有赵国的酒 也有军侯托我带给将军的酒 还有秦王赐给将军的酒 李牧说道 白轩 给本将的酒 诺 一名大清士兵立刻跑了出去 没多久就扛着一滩酒 跑了回来放在桌上 随后退回原地 红眠刚把封口打开 李牧就吸着鼻子说道 绿醉 尚好的绿醉 这味道 即便是景竹居伯雅宣内的十年绿醉 也比不了啊 想必这是白轩自家府藏的真品吧 正是 君侯知道将军好饮 故此命我为将军带来这谈尘酿 君侯说 待将军归来 君侯定要把将军接到白家别院内痛饮 君侯说 要和将军携手 游遍九宗山 醉卧咸阳桥 李牧说的 我与白旗神交已久 没想到最懂我的却是他的孙子呀 你陪我喝一杯 这当时白轩陪我可好 遵命 李牧联合三杯 红眠却是只饮了三口 毕竟亡命在身 不敢多饮 况且这是绿醉陈酿 劲头很足 红眠在女子中算是酒量不错的 但是要像李牧那般好饮 恐怕用不了几杯就会醉倒 李牧并没有挑红眠的不是 他是喝得很开心 而且李牧一边喝 还一边会说一大段话 说的是 当年白轩领着十万新组建的任北军 打败了匈奴缠鱼 头慢的事情 同样的一段往事 从李牧这样的军事家嘴中说出来 那就相当于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战役讲堂 李牧把白轩北极头慢参与的战略目标 战略布局 分段实施 战术运用 实际把控等等因素 讲解的是鞭辟入理 深入浅出 同时又如何定了自己的观点 主张和自己的思考 这三名大金士兵听的是津津有味 连手中的弓弩都不自觉地放了下去 这样的态度会让任何讲述者越来越兴奋的 李牧是越讲越快 越讲越精彩 他现在不是看着洪眠 而是非常专注地看着那三个仔细聆听的大金士兵 有时候李牧还会停下来问他们三个 记清楚了吗 若是不清楚 本将再说一遍 那三名士兵就会提出问题 请李牧解答 往往这个时候 李牧总会特别开心 他甚至对洪眠说 啊 本将一直想找几个得意弟子 没想到 本将的得意弟子 竟是眼前这三个竟然在大秦 呵呵呵 造物弄人哪 洪眠没有答话 因为他觉得李牧的情绪很不对 这不应该是一个准备背叛本国 投靠他国的人的情绪 而是一个自傲的将军应有的表现 尽管白宣和嬴政都把李牧当成自己人看 可是一旦李牧归秦 这对于赵国而言就是叛国 对于李牧而言 他的名声也是会有很大损害的 至少赵国百姓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敬他 爱戴他 没有人会爱戴一个叛国者 不管这个叛国者过去为这个国家做了多大贡献 付出了多大鲜血 只要他叛国了 过往的一切攻击全都会被抹杀 而从此以后 在民间甚至在以后的史书上 他在名字后面都会追上三个字 卖国贼 这样的称谓李牧能接受吗 红明的心提了起来 李牧终于说完了 他又挨个问那三人记得全不全 知道三人确定无任何问题之后 李牧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对红明说 把这些都交给白萱 这是本将对他北极投卖那一仗的评鉴 其实更多的是我多年数编的心得 有没有用 他一看便明白 务必转交给他 红明叩首说了声 谨遵将军之命 李牧又指着那三人说的 这三人很是聪慧 对本将所言各有不同的领悟 当戏作 这早见了呀 告诉白萱 这是我的弟子 叫他替我好好的交 这三名奸细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很想拜李牧为师 奈何三人身份尴尬 按照大秦这黑兵台的规矩 这仨敢这样做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所以这哥仨只能是低头不语 这时红明说道 将军难道不能自己交吗 军侯在九宗书院开了分院 专门为大秦培育将才 军侯已经把咸阳养老的大秦老将们 全请到了九宗书院 等到将军年迈时 也可以去那里交出遇人 将军试想 当您看着自己逃离满天下 看着自己的子弟争齐斗艳 您不觉得心持神网吗 李牧说道 当年本将就觉得 你不是一个久居人下的女子 那个赵鹏简直就是有眼无珠啊 贤王若是娶你为后 本将绝不会说一个不字 红棉笑的 将军过奖 红棉没那个命 也有 只是 生不逢时而已 还有酒吗 这 绿醉只此一谈 军侯说 将军若想再喝 那就去他家中喝 可对 是的 军侯是这样说的 将军和军侯虽然不是一辈人 但却颇为神似 应该算是最好的至极 他对我是真心的 他是真的盼着我去打秦 真心地盼着我和他一起打一族啊 白轩 李牧记住你这份情了 拿酒来 只有赵国的酒了 喝了一辈子赵国的酒了 不想再喝了 欢欢吧 不是 还有秦王赐的酒吗 这 将军若想喝秦王赐的酒 有两种喝法 一是到张台宫秦王坐前 喝他亲手给本将倒的酒 另一个就是 喝你带来秦王的赐酒 可对啊 红明尽管不愿承认 但还是狠心地点了点头 拿出来吧 这才是秦王的做派 大秦昭乡王在位时 死死了百起 秦王正在位 闻信呼吕不威被淫乐死 我不能用 他人也不可用 历代秦王都是如此 嬴政若不如此 他就不配做秦王 何止是秦王啊 天下的君主 有有哪一个不是这样的 拿来 红明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瓶 透过洁白晶莹的玉瓶 因应可以看见 瓶中那红色的酒浆 将军何苦 那名声难道比命还重要吗 将军为赵国戎马半生 到头来 赵王谦竟然要杀将军 那郭开为了要挟将军 竟然将您的父母妻而挟持 如此行径 值得将军为其尽忠吗 为了赵钱 自然不值 但为了我大赵男儿之热血 就值 李牧可以死 大赵男儿热血之心不能死 李牧愿意一死 让大赵男儿热血 永存 扑通一声 那三名士兵跪到赛地 红明流着泪 打开了瓶塞 将阴红的酒液 倒入杯中 将军 红明如何跟军后交代啊 李牧说的 看在你我相识异常的情分上 将我的父老妻儿交给白萱 李牧虽死 心也安了 多谢 红明再也忍不住 嚎啕大哭起来 李牧是呵呵一笑 端起酒杯说的 赵钱郭开恨我不死 秦王白萱 判我归秦 换作他人 何去何从 我李牧 不管他人 胆求无愧于心 死于秦王之手 总比死于 赵钱郭开之手 要好得多了 至少 百姓们会说 本将是为赵国而死 是死于敌手的 白萱 若有来生 你我定为生死之交 嬴政 李牧谢你 成全了我李牧的 真烈之名 多谢 振酒一饮而尽 酒杯掉在地上 为爱的身躯 轰然栽倒 一代名将 就这样去了 他离去的时候 身边陪着他的 为他晚些流泪的 为他失声痛哭的 竟然 是他的敌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言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三十集 红眠擦干眼泪 大力参拜之后说的 将军走好 红眠职责所在 需取走将军首级 得罪之处 还请将军海涵 蹭的一声 红眠拔出妖间里人 正要上前 却被那三个 大亲的士兵给拦住了 三人在拦住 红眠之后 转身跪在 李牧的尸体前 行了拜师之礼 三人齐声说道 师尊 身后之事 就交给弟子们吧 怎么 你们想把将军 带回去交给他的家人吗 正是 不可以 军侯有命 将军尸身 必须留在大营内 为何 乱其军心 将军宁死不归琴 他的魂魄 已经留在这片土地上 等到我等回去复命之后 再找机会 将将军守纪 与师身合葬吧 现在 你们不是将军弟子 你们首先是 大前黑兵台的死士 黑兵台源于大前冷风 为了大前强盛 多少冷风烈士 死无葬身之地 你等莫要丢了 仙辩们的脸面 诺 红棉 仔细地 收好礼物手机 随后 右手一摆 这死士们 立刻 把所有能够 引起赵军怀疑的 物品痕迹 都给消除干净了 等到他们退出大帐之后 红棉 退至大帐门口 右手一扬 一卷竹简 掉落在地上 为竹简落地之后 翻卷看来 露出了上面的几个字 网友赵 罪臣李牧 勾结秦人 泄露军机 王赵右下端 盖着赵王印 印前面一根竹简上 最后两个字是 赐死 昨晚潜入赵军大营的黑兵卫 显然不知有 红棉和那六个人 围着中军大帐的那一圈 侍卫住的帐篷里 李牧所有的侍卫 都倒在自己铺位上 一个个是口鼻眼角 以及耳朵伤 都带着紫黑的血迹 很显然 都是被毒死的 侍卫长 是后来被人 在马厩的石草底下发现的 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伸手一兔 而且全身上下 只有那一个伤口 可见是一件封喉 而且是被砍飞了脑袋 除了李牧的侍卫 军营内还有一些 重要部位的将士 被斩杀一空 存放着大量粮草的仓库里 粮食倒是不少 只是不能吃了 因为都被撒了毒药 看着这满地 四腿伸得笔直的死耗子 就知道 人如果吃了这些粮食 只怕也会跟这些死耗子一样了 严俊 是下午才赶到众军大营的 此时 李牧的尸身 已经装进了棺材里 严俊看着 摆在棺材前面 供桌上那道网罩 他心里是一片的冰凉 当他看到 众军大营内的一片残壮之后 都不知道 应该说点什么好了 众将士看着严俊的样子 什么都没说 就各自散开了 赵王赐私李牧 还把手机砍了 最后竟然要下毒 这是要毒死 中军大营内的所有人吗 没等严俊反应过来 这一万名 跟随李牧来的边军精锐 收拾行装 默默地离开了大营 等到严俊领人去追的时候 一万边军将士竟然是严阵一带 这一个个恶狠狠地 瞪着严俊和严俊的部下 最后 严俊眼睁睁地 看着一万的边军精锐 排着整齐的方阵离去了 严俊回到中军大营之后 立刻写了奏书 派人快马送往邯郸 等第二天 他起来巡迎之后才知道 整座大营里面 除了他的亲卫之外 那些曾经的王公敬卫 也都跑了 还好 给严俊留了一封信 说是去了代帝 投靠代王家去了 中军大营 本是用来囤积兵力 随时准备支援各处战场的 如今使人去迎空 让严俊大伤脑筋 赵军本来兵力就少 如今经历此巨变 兵力更加空虚 严俊在左思右想之后 还是觉得应该立刻禀报赵王定夺 于是他领着卫队回了邯郸 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大营 停放着礼木观果的中军大营 寒淡杀丘宫 赵王谦好奇地问郭开 李牧死了 还被摘了脑袋 居然还是寡人下的王赵辞死 这事是寡人干的吗 郭开回答 绝对是啊大王 大王亲口对臣说 要李牧自裁 否则杀他全族 那李牧为了保全全族人性命 只好自裁谢罪了吧 赵王谦说的 那是谁摘了他的脑袋 这可不是臣干的 这可能是李牧的仇人干的 李牧为将多年杀了那么多人 又个把仇人不行先吧 赵王谦说的 死就死了吧 反正他不死 寡人不放心 那个言句请求僧兵和第二派两者的奏书到了 你看怎么办 郭开回答 大王 从司马上那里调兵吧 那司马上答应吗 我估计那家伙已经跑了 为啥 李牧脑袋都丢了 司马上想要活命 不就只能跑了吗 赵王谦一拍脑门 哦 这你说的对啊 那就从司马上那调兵 那粮草呢 郭开回答 东军大营那里有粮草 不用掉 赵王谦不解的问道 有粮草 为何还要 郭开解释说道 这帮将军就是这样 没事要一堆粮草 压在军营那位耗子 他们是怕打起仗来 来不及掉粮草 多囤积一些保险啊 赵王谦一拍招案说道 哼 怕是还中宝私囊了吧 郭开马上附和道 对啊 臣之前咋没想到呢 大王 臣请大王下令 从现在开始 所有粮草 收归官仓 已被战时之靴 准 这时内侍喊道 大王 上将军 严巨求见 哼 叫他在外面等着 告诉他 寡人问他呢 叫他想想 他的粮草 够不够 内侍出了大殿 问严巨 大王问 你的粮草 够不够啊 严巨回答 那关 本将就是 来要粮草和氏族的 不够 都不够 等着 这内侍 把严巨的话 跟赵王谦一学 赵王谦是 气得直拍专案 不够 多少算够啊 一问问他 寡人把王称 给他够不够 叫他给寡人 跪那儿想 等内侍 出来以后 指着严巨说的 王有命 把严巨 跪着想 大王让我问你 多少算够 把王称给你 够不够 跪那儿想吧 堂堂上将军 竟然被一个 烟魂 指着鼻子 羞辱 竟然被赵王 罚跪在 处理政务的 朝堂之前 这上将 受辱 三军 启夺 消息传开之后 各条 方线上的赵军 呼呼啦啦的 又逃走了不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三十一集 当赵王谦的使者 带着王命 来到了 袁司马上大营之后 才知道 司马上 是真的跑了 就在李牧死后 第二天就跑了 使者 命副将 调出两万人马 转入中军大营 那名副将 是一脸沮丧地说道 大人 我这儿 就五万人马 之前和秦军交战 损失了一些 已经只剩四万了 您再调走一半 这防线 我没法守了 使者回道 有蒸水 有长城 你还怕个啥 亡命难违 不然 就会这样 那使者 用手掌 在脖子上磨了一下 副将 叹了口气说道 照这么下去 赵国 早晚得亡国 使者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啊 本官与此事无关 就是本将说的 你回去告诉赵秦 叫他来杀我 来杀我呀 使者被撞入风火的副将 吓得转身就跑 当他跑出军营之后 拍着胸脯 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样子 赵国 是要完蛋了 我得赶紧问问 向国家 这得早做打算 才是 黄河边上 一辆马车 停在道边休息 这一身腹伤打扮的 司马上 坐在树下石头上 一口口地 喝着酒囊内的酒 这已经不是赵国 而是齐国 和赵国的交界处了 距离 现代的渤海湾 也不远了 司马上 刚把一口酒 灌进嘴里 忽然听从 河滩那里传来了喊声 快来看看 又唠到死人了 还有兵器 司马上站起身来 走下道路 来到河滩上 这时候 这儿已经聚了不少人了 司马上挤进一看 原来是两个渔夫 在打渔的时候 渔网被挂住了 这哥俩是好不容易 把渔网拽了上来 一看却见到 王中士一具 穿着铠甲的白骨 看样子 年头不短了 这具尸骨 已经是残缺不全 若不是那铠甲还算结实 恐怕早就被水流冲散了 司马上仔细一看 却见到尸骨腰间 挂着一把长剑 那把剑的剑鞘 居然还是完好的 司马上是个 九经战阵的将军 尸山血海 剑多了 一具尸骨 倒真不算傻 于是他伸手抓住那把长剑 用力一转 车拉一声 长剑出枪 剑身已经是秀气斑斑 不过通过剑柄 还是可以看出 这一剑是出自内国的 司马上说的 赶丹上库 上库就是武库 武库既是存放兵器的场所 也是兵器骤造作坊所在 赵国的武库一般分为上下库或左右库 这个赶丹实际上就是邯丹 也就是说这把剑是出自赵国邯丹 换句话说 这具尸骨那就是一名赵国世俗 司马上扔下长剑 蹲下身来 仔细地打量那身残破的铠甲 这一看就发现了端倪 尽管随着时间及核实的侵袭 这件铠甲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但是司马上还是从铠甲样式上 以及残存的一枚金质带扣上 推断出此人至少是个校尉 司马上摘下那枚金带扣 仔细打量 他发现带扣背面刻着两个字 司马灰 哄的一声 司马上的脑袋是如草雷迹 这个带扣他也有 他原来的亲尾 那些全部由司马家族组成的亲尾 尤其是晋之子弟 人人都有这样一个带扣 这个司马上不是别人 就是司马上的堂弟 战死于五国合纵公秦 庞宣率军渡黄河之时 当时司马上和司马辉 乘坐同一艘船渡河 但是那艘船被秦军的弩炮砸中 火弹飞来时 司马辉挡在了司马上前面 司马上是眼看着司马辉被砸飞了出去 落进了滔滔黄河之中 如今这哥俩在这儿冲逢了 阿辉 司马上是一边哭 一边收拢着司马辉的残骸 周围的人一看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这几年 也有不少照顾人在这里 寻找到亲人遗骨 像司马上这样的 算是非常的幸运了 绝大部分人是找了半天 是啥都没找到啊 不得不哭着从这儿离开 这时一名老渔夫拍了司马上说的 老弟啊 别哭了 我们这块地下全是这个 全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 听说呀 是个叫庞轩的 领着十几万人过黄河闹的 你说他怎么想的呀 黄河是那么好过的吗 听说呀 那家伙还是夜晚渡河 不知道黄河有自古不夜渡的规矩吗 这些当官的 心里哪管底下人死活呀 他们只管着让底下人送命啊 好为自己换来这荣华富贵 周围的人是议论纷纷 这话在司马上的心里 是犹如刀割一般 若是按照老渔夫的说法 司马上其实也是只管自己荣华富贵 不管手下生死的那种当官的 这时这老渔夫又安慰道 别哭了 既然找到了 就入土为安吧 那边 那边 还有那边那土坡 埋的全都是 司马上 司马上用一领旧袍子包好了司马会的尸骨之后走到那土坡上 到这一看司马上立刻震惊了 这件整座山坡都是大大小小的土包 有的插着一块木牌 有的则连坟前的木牌都没有 最新的木牌是一年前上面写着的 溺死无名氏之母 司马上跪倒在地哭喊道 他们不是溺死的 他们是为国征战而死的 他们都有名字 他们都是大赵的好男儿 兄弟们 司马上来了 来完了 司马上打开了酒囊 将酒挨个洒在坟头上 兄弟们 喝吧 山坡下面众人看了这一幕都叹气摇头 那老姨夫说的 都是可怜人啊 都是爹生父母养的 最少都吃了十八年饭才长这么大 如今全躺在这儿了 那河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唉 可怜啊 狂的一声 司马上将手中的酒囊狠狠地摔在地上 司马上拔出腰间长剑直向了咸阳方向 就在那一刹那 天忽然硬了下来 河面上忽然挂起了狂风 滔滔大河发出了咆哮之声 司马上见至西北喊道 赢政 司马上活着攻不进咸阳 死了要领着十万鬼雄杀进张台宫 兄弟们 门将来了 烈阳 翻滚的河水卷起了层层浪花 掀起了滔天的菊了 司马上哈哈大笑着抱起司马辉的尸骨 纵身跳进了大河 出坡上众人被这一幕都给吓傻了 那老渔夫大喊一声 闹鬼了 快跑啊 呼来一声 河滩上立刻空无一人 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天空放晴 大河恢复了平静 缓缓地流向远方 就像方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三十二级 樊武城 六个黑兵尾低头跪坐在白轩面前 屋内红棉正向着白轩 白轩说道 来人 拿本军的牌子 送着三人 回咸阳 送入九宗书院 诺 白轩继续说道 你等三人 自此以后 就不再是黑兵台之人 那是大秦九宗书院 五经院的首届弟子 不要忘了你们失尊的教诲 好好用功 单肯辱莫李将军的威名者 本军严惩不淡 三人是泪流满面 跪倒在地 七声打道 谢军侯 然后白轩转头 对另外三人说道 一入黑兵台 世代为黑位 这规矩 本军知道 今天破个例 本军不为难你们 直接跟卫聊要人 那三人答道 军侯高颖 卑下赶紧不进 柔踏实 卑下告退 去吧 你等虽然没有被李将军看中 但也是我大秦的英雄 大王不会忘记你们的 诺 白轩再也不看那三人 他翻身跳上火鱼马 喝道 白泽 速速传令 大军集结 秦王正十三年五月 李牧死后仅十铁 大秦军侯白轩 命三路秦军 猛攻寒淡 此时 赵军主将 严举因为得不到 粮草兵员补充 便自作主张 命赵军后撤三十里 勾住防线 可以说 这是一个大胆 大到了无知的命令 面对着摩拳擦掌 随时都可以发出致命一击的强敌时 突然放弃固有防线 全军后撤 引起的结果就是一场灾难 赵军等于是把自己的致命之处暴露给了秦军 严举命令刚刚下达 赵军刚刚撤出防线 秦军就发起了迅猛的攻势 王前索部以王奔为先锋 蒙天李信为所有两翼兵出信都 直奔汉郸杀去 索过之处犹如指狂风扫落叶一般 只留下身后一片的尸横遍野 血色汪洋 杨端和索部几乎是骨匪一兵一族 顺利的渡过了江水 绕过了南长城 一步一步的逼近汉郸 强雷索部 十万亲军从贺兰山出发 一路狂飙 势如破竹 追着赵军狂杀了三天三夜 直到第四天凌晨 强雷索部将士已经看到了汉郸的城墙 与此同时 王锦所部攻克了邯郸前的最后一座平城 东阳城 坚守东阳的赵军主将延距 兵败奔逃 北蒙天斩于邯郸门外三里村 至此 三路秦军会失于邯郸城外 邯郸成为了一座孤城 四十万秦军将邯郸围了个水泄不通 秦军的大营是黑压压的一片一眼望不到头 邯郸城上守军已经名副轻壮 看见了是一个个下的面如土色 恐惧在邯郸城内蔓延开了 沙丘宫内是一片的臭云惨淡 赵王谦根本坐不住了 他把众臣召集起来 挨个的问着怎么办 赵王谦说道 你说 是打还是降 这个 投降 如莫祖宗 打 又没有大将捅兵 一时之间 这个 这个 滚 真告退 嗖的一声 这大臣就跑没影了 赵王谦记得 是揪住另一名大臣的脖领子 大吼道 你说 那名大臣是浑身哆嗦着说道 大王 臣愿意去秦军大营 面见军侯白宣 臣定会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凭借臣的三寸不烂之舌 说动白宣 让他羞愧难当 主动退兵 好 你去 说不能退兵 管人 杀你全家 诺诺诺 臣告退 这名大臣 出了沙丘宫 是一溜烟的 逃出了邯郸城 直接去了 秦军大营 到了秦军大营门前 这大臣 摘了高官 跪在地上喊的 我是来投降的 我知道 邯郸城那兵力 是如何不防的 我要见军侯 沙丘宫内 赵王谦气的是大声的咳嗽 这个大臣临阵投敌的举动 让邯郸居民的士气 下降到了可怕的程度 赵王谦再次召集众臣商议 可来到沙丘宫的除了郭开等十几个人之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赵谦游气无力地问郭开 相过 事已至此 阻止奈何 郭开回答 大王 秦军势力强大 赵国兵威将少 与之抗衡 无非是以卵击石啊 也陈之间 不如县城投降吧 这样或可保住满城百姓 保住赵家祭祀不断啊 赵谦一听这话 顿时就嚎啕大哭 可是 哭有什么用呢 摆在赵王谦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是详秦 去秦国等着营正大发自卑 二是亲自披挂上阵 和江山社稷满城百姓 一起去和秦军拼命 这第二条路 赵谦连想都没敢往这上面想 别看他哭得撕心裂肺 痛哭难当 但是 郭开知道 赵谦最终还是会选择投降的 郭开太了解赵谦了 所以 郭开连问都不问 就在赵谦的哭声中 替他写了详书 郭开把详书放到了赵谦面前 说的 大王请用印吧 赵谦双手捧起赵王印 哭着说的 此列侯至今 大赵立国将近二百年 不想今日竟要亡于寡人之手 这叫寡人又何面目去见烈族烈宋啊 郭开回答 大王若不愿 臣愿意陪着大王和秦军血战到底 你我君臣共赴国难 为国而死便是 赵王前说的 这 相国 秦王真的不会杀了寡人吧 不会 大王放心 赵王前叹息一声 在祥书上重重地盖上了赵王印 第二天 赵国使节带着祥书 还有赵国地图 还有甲值连城的和氏碧 前往秦营献保清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灵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三十三集 赵国使臣大力参拜白轩之后 双手献上详书赵国地图 还有何时必 白轩对祥书和地图不感兴趣 他伸手拿起了何时必 白轩说道 西时令相国完毕归赵 今日白轩取毕归秦 由此可见 宝物只有最强大的人 才能够拥有啊 维军者心中的宝物 不是诸于其真 而是贤臣良将和民心也 大秦没有和氏碧 只有贤臣良将和民心 有了这世上最珍贵的宝物 和氏碧又算得了什么 来人将这三样送往咸阳 献给我王 大秦威武 我王万圣 片刻之后 雄壮的喊声在秦军大营内响起 赵国使节是体如筛糠 低头说道 韩请君侯念在秦赵 本为殷亲的情分上 关赵我王 白轩冷哼一声 哼 赵国使节连忙改口的 夏臣说错了 夏臣是说 请君侯关赵赵谦 白轩说道 命赵谦 明日大开城门 邯郸百姓夹到欢迎 迎接大秦将士入城 本君给赵谦一个面子 就让他在沙丘宫 等着本君吧 谢君侯 赵王县城投降的消息 传遍了邯郸城内 恐慌了多日的邯郸百姓 总算是心中安定下来 正如白轩所说 人心才是君王 最应该看重的宝物 这赵谦早就已经失了民心了 因此 邯郸百姓 对于投降大秦 没有表现出 多少强烈的反抗情绪 这一方面是因为 百姓们觉得 为了赵谦和郭开 这样的人不值得 另一方面是因为 秦军还在围城 一旦反抗 秦军是不会手软的 这些天来 邯郸城内最开心的普通人 就数着周二狗和如花两口子了 这两口子 现在出来进去 都是仰着头一脸的傲气 因为现在他们俩 可以堂而皇之地 跟别人说 他们是老秦人了 赵国王了 以后邯郸就是大秦的了 邯郸人和赵国百姓 马上就会成为秦国人 为了区别身份高地 周二狗和如花两口子 就管自己叫老秦人 而念秦宅的牌匾 也改成了念秦宅 这时这如花说的 当家的 李正让咱们家 在王城前候着君侯 还特意嘱咐 要给君侯献上美酒 我琢磨着 不如让咱儿子大牛上 万一君侯要是看中大牛了呢 你说是吧 周二狗说的 你说的对啊 就让大牛去 好歹咱儿子 当年和君侯家的大女 有过交集啊 君侯看在这个情分上 自然会提下一样的 那瞅 我这就让咱儿子 沐浴焚香 等着见君侯 这两口子正说着话呢 吕谦领着一帮 山谷打扮的人 走了进来 哎呀 你们两口子都在呀 李正吩咐的事情 可都准备好了 二狗回答 准备好了 我们家可是老秦人 办这事 您们放心 吕谦说的 那 知道你们是老秦人 所以特地带了几位客商 照顾你们家生意 闪好的客房打开 不要怠慢了客人 二狗和如花 仔细一看 吕谦身后这帮商骨 突然发现 为首的两个中年汉子 是那般的野熟 那俩汉子一见就笑的 哈哈哈哈 二位如今 也算是小富之家了 可忘了当年 那晚是谁帮了你们 话音刚落 扑通一声 这二狗两口子 就跪倒在地 那头便拜 安人 不对 秦人哪 这一帮客商 是哈哈大笑 微手两人 扶起了二狗两口子 顺手把一袋钱 塞给二狗 拿去 既然是老秦人 就不要客气 你家韭菜不错 快快上来 二狗回答 好嘞 各位先坐 如花 你倒是吩咐后面 准备韭菜呀 如花是眉开眼笑的 去了后处 二狗是拉着照前 说啥也不让他走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念秦斋 这念秦斋内 是酒肉飘香 小声不断 过往行人 无不侧目而示 念秦斋二层 周大牛的卧房内 大牛依旧很胖 但是他的身体 比过去高大健壮了不少 这猛一看去 就像是个十七八的大小伙子 实际上大牛今年才十二岁 自从紫烟走后 大牛很是消沉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遇到一个老头 这个老头 只在大牛面前 展示了一下精妙的剑法 大牛就决定拜他为师 大牛悄悄跟着老头 学剑整整五年 后来老头对大牛说 为师的本事 你学的差不多了 欠缺的就是魔力 你当不了剑客 但凭你的本事 可以做将军 为师走了 你好好练剑 不可懈怠 大牛说的 师父 大牛还不知道师父名字呢 很久之前啊 有个叫荆轲的孩子 想要拜我为师 可是他的三招剑 我却怎么也破不了 最后 为师不得不送起下山 京哥仅凭三招剑法就冥满江湖 人称三剑断魂 为师今生别无所求 只想破了那三招剑法 让京哥拜我为师 为师走了 若是有缘 你我师徒还能再见 就这样 大牛的师父走了 可是大牛仍然不知道师父到底叫啥 只知道师父去找那个叫做三剑断魂的京哥 比剑去了 如今秦军就要进城了 往日和大牛好的跟亲兄弟一样的小伙伴们都不来找大牛了 大牛知道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听到过邻居们在背后骂他们一家是禽狗 大牛很想告诉所有人 他不是禽狗 他会成为一个将军 一个最厉害的将军 为了向所有人证明 大牛把自己的长剑磨得飞快 他在等 等着秦军入城 等着大秦军侯来到王城之前 他并不想伤害白轩 因为他知道白轩是烟儿的亲爹 大牛只想证明给所有人看 他不是禽狗 他是个勇士 他要用自己的血证明给所有人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三十四集 第二天一早 邯郸正门缓缓打开 城内宽敞的主街 已经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而且都用黄土铺垫 还均匀地洒上了清水 第一批进入邯郸的 并不是已经在城外列镇的 三万秦军精锐 而是由黑兵台的人 带领的秦军老兵 他们入城之后 迅速接管了守城赵军位置 而那些赵军 再被押入了军营 勘管进来 当整个邯郸外城的城墙 均被秦军占据 所有赵国旗帜 全部换成大秦旗帜之后 蒙天李信 各率五千骑兵 从东西两侧城门 冲进城内 直接占据了各处的府库关押 随后是王奔阳端和 率领三万秦军部族 从北门入城 占据了整座王城 也就是说 尽管邯郸正门打开得早 秦军的入城仪式 却并不着急 秦军不着急 排着队挤在街道两边的 邯郸百姓 更没有着急的资格 他们只是把双手抱在胸前 低头看着脚下 偶尔会抬起头 看一眼城外 那黑压压的秦军大阵 也只能是快速的撇一眼 然后又低下头去 邯郸百姓 被官差 拧到街头的 差不多有七八万人 可是 聚在一起 这七八万人 竟然连一声咳嗽都没有 就在这时 十几匹快马从城内奔出正门 马上赤猴来到秦军阵前 勒住战马大声平报 启禀军侯 我军已经就位 请军侯入城 白宣说道 王旗开道 王俭军在前 强磊军在后 全军入城 秦子大旗 矗立在战车上 被三十名秦军小卫 护卫着先行入城 大旗之后 是嬴子王旗 代表着秦王嬴政 加临邯郸 王旗之后 是王俭军战旗 和王俭的将旗 一队队大秦将士 排着整齐队列 走进了邯郸 街道两旁的邯郸百姓 跪倒在地 低头不语 面对这些亡国之人 白宣知道 此时需要的 就是震慑 但凡事总有例外 当白宣的中军 来到逍遥楼的时候 居然听到了欢呼声 白宣斜眼看去 只见逍遥楼外 花之招展 香气扑鼻 逍遥楼的漂亮姐 以及所有的奴仆侍女 全都站在逍遥楼前 挥舞着花束 兴高采烈地欢迎亲军 白宣说道 商女不知亡国恨 此言不虚啊 张良说道 师尊所言精辟至极啊 韩信也说道 师尊 这些女子真的好漂亮啊 白宣回道 哼哼 不怕死 你就偷偷来这儿 到时候 他们有可能会把尖刀 戳进你的喉咙里 不会吧 师尊方才不是说 商女不知亡国恨吗 有些女人呢 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存在 见了要赶紧躲得远远的 您面前这些就都是 师尊 我还是觉得 原家村的小娘子好 那当然 只要是正经人家的清白女子 只要你真心对人家 那就不用担心这些了 嗯 弟子记住了 太可怕了 以后这种地方 我绝对不来 白宣嘴角翘了翘 差点没憋住 笑出声来 不过 当白宣的眼神 扫过小妖楼三层的时候 白宣看到了 站在那儿的赵旁 以及他身后的张三 白宣向着赵旁点点头 赵旁拱手身失一礼 此时不是叙旧的时候 白宣转过脸 不散开赵旁 白宣知道 这街道两旁的楼顶和房顶 以及所有面对街道的房间 都被黑兵台的人经历过了 不为别的 只为了确保大清将帅们的安全 白宣甚至还看到了 很多躲在人群中的 沧海阁的杀手 当然 这些杀手不是来杀白宣的 而是防止有人行刺的 当大军来到王城前的时候 入城仪式就算圆满结束了 此时郭开站在王城前 等着白宣到来 在郭开身旁的是一帮赵国官员 还有一帮赵国百姓 这些百姓中 为首的就是周二狗 如花和周大牛一家 秦军将士来到王城前 停住脚步 白宣催马走向王城大门 郭开率领众人迎向白宣 郭开拜见君侯 白宣说道 上情请起 你我同为秦王效力 分属同僚 你我之间就不要客气了 为了把戏做足 白宣翻身下马 扶起了郭开 貌似很亲热的样子 这两人的对话 让周围人听到之后 不由地大吃一惊 原来赵国的国相郭开 居然是大亲上亲 还和白宣如此亲热 那不等于 郭开说李牧 勾结秦军是假 郭开叛国才是真的 周围百姓 看向郭开的眼神 不一样了 郭开继续说道 君侯能来 郭开喜不自胜啊 现有邯郸百姓 周大牛为君侯 献上美酒接风 周大牛 快快献上美酒 大牛端着托盘 瞪着眼睛 看着白宣 从白宣的脸上 大牛似乎看到了 紫烟的模样 这时如花推了一把 大牛小声说道 儿啊 那是烟儿他爹 快去敬酒啊 大牛收起了 对紫烟的思念之情 双手托着托盘 走向白宣 当他靠近白宣十步之后 被白家青卫拦住搜身 白宣说道 哈哈 不用搜身 扯他过来吧 他也算是个故人 静儿告诉我 大牛是个小胖子 没想到竟是个 形状的少年啊 国开说道 啊 原来此子 认识大女 不错不错 大牛来到白宣面前 跪倒在地说道 拜见君侯 君侯请酒 国开抓起酒壶倒酒 就在这时 大牛猛地抽出了 藏在托盘下的短剑 总身跃起将国开撞倒在地之后 只冲着白宣而去 肠内是一片惊呼 白泽立声怒骂着就冲了过去 猪二狗是吓得瘫倒在地 如花是干脆被吓得晕了过去 那几十个商骨打扮的人 纷纷地抽出藏在袍子下面的长剑 将所有的寒郸百姓 按倒在地 大牛手中的短剑 这一时已经插进了白玄的腹部 尽管白玄攥住了大牛手腕 但是天生大力的大牛 还是凭借着前冲的力量 将短剑插进了白玄腹部 白泽长剑就要披落下来 秦军将士们大声吼着军喉 国开趴在地上是呆若目击 可这时候白玄却挥手制止了白泽 白泽眼看着白玄将大牛的手 一点一点地从腹部推了出来 没有鲜血流出 也不见白玄脸上有半点痛苦 所有人都被这诡异的一幕惊呆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三十五集 白玄看着大牛缓缓地说道 力量不错 心思够用 实际把握也很好 可惜剑术不行 此偏了 孩子 你跟本军的铠甲有仇吗 跟谁学的 大牛回答 不是我剑术不好 是我本就没想杀你 因为我是紫燕的爹 对吗 对 可就算你不杀我 你这样做需要承担什么后果 你想过没有 你回头看看你的父母 大牛回头一看 这件父母以及周围的铃人 被白家青尾踩在脚下 长剑就顶在他们身上 大牛转过脸来 看着白玄说道 我自己做事 我自己承担 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请放了我的爹娘和铃人 理由呢 我只想证明给我的伙伴们看 我不是 我不是禽狗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白玄 欢欢说道 你师父 不仅没有教好你剑法 更没有教好你怎么做人 乌鸦坟捕 山羊贵辱 畜生 尚且知道不忘父母养育者 你做人 却不知道吗 为了证明给别人看 就将生生父母 置于死地 此等做法 连禽兽都不如 话说回来 你要证明什么 你不是禽狗 那你是什么 从此以后 邯郸为大秦的邯郸郡 原兆国百姓 现在均为大秦子民 按照你的说法 这满城的父老 不都成了禽狗了吗 你证明给谁看 告诉本君 你师父是谁 我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知道他就想破了荆轲的三招剑法 白萱冷笑一声 哼 原来是他 本君告诉你 荆轲的三招剑法 是本君教的 你以为 凭你的三脚猫功夫 能够伤了本君分毫吗 自不量力 这时王简 上前说的 君侯 杀了他 白萱说的 看在紫燕的面子上 本君 饶你一家不死 但 你必须告诉本君 是谁 在背地里辱骂你 逼着你 出此下策 说 国开这时 也附和道 快说 不然 杀了你爹娘 大牛 瞪着国开 是一言不发 白泽一脚 把大牛踹到在地 长剑架在大牛脖子上 此时 如花 恰好醒了过来 一见这个场景 立刻惊呼着 就扑了过来 君侯饶命 民父知道 民父愿意指认 国开 逼着如花指 如花 也是乱了分寸 随手指认了几人 秦军将士 上去把那几人绑了 随后 逼着李正 带去抄家 啥时间 这王城十字街内 是一片的哭号 那些人全家 都被秦军 带到了王城前 白轩 对大牛说道 记住 这些人的死 都是因为你的缘故 本君不杀你 和你的家人 因为有人 用他们的命 换了你们全家的命 好好想想 到底要不要做情人 杀 刹那之间 王城门前 是人头滚滚 血流成河 白轩 白轩 翻身上马 催马 进了王城 王城门前 广场上 横七竖八地 躺着近百人的 无头尸体 前军士族 守在周围 不让任何人收尸 这 就是震慑 大牛被吓傻了 既不哭也不闹 就坐在 雪坡之中 发愣 最后 还是二谷夫妇 把他拉回到家中 白轩 是怒气冲冲地 走进沙秀宫 一身白衣的赵千 就跪在宫门口 等着白轩 白轩说的 将赵氏宗族 全部囚禁 主张抗秦的 全部查经 一律出死 赵千施德 施德王国 本应赐死 因其县城投降 免去死罪 小区封决 流放于房陵 国开 寄杀李牧 劝降赵千 由大公于秦 吴王 封其为上卿 即日赴咸阳就任 国上卿 恭喜恭喜 赵千扑通一声 贪导在地 直到此时 他才明白 他一向信任的 郭开 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但此时 已悔之晚矣 后来 赵千被软禁到了房陵 他的住处 是一处 封闭起来的狭小院落 每天只能看到 头顶的那片天空 而且四周围墙上 没有任何用于采光的窗子 整座院落 犹如是一座活人之墓 过逛了锦衣玉石的赵千 哪受得了这个呀 他经常的顿足垂胸 大声哭号 久而久之 一遇成疾 到了房陵部族三月 就病入膏肓 密留之际 赵千做了一首歌谣 房山为宫兮 聚水为江 不畏调琴奏色兮 为闻流水之汤汤 水之无情兮 又能自治于汉江 皆于万圣之主兮 徒梦怀忽故乡 福水使 于及此兮 乃禅言之孔章 良辰烟没戏 舍计伦王 于不听聪兮 甘愿秦王 赵千唱吧 一命呜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三十六集 赵千现成详秦之后 白轩命中将率军四处扫荡赵军残部 至秦王政十三年八月 大将蒙田李信 率军攻占了云中城 赵国云中郡被大秦夺去 鉴于云中郡在北部边防中的重要地位 白轩建议嬴政 依旧在云中涉郡 大秦北第三郡扩充为北第四郡 至此赵国除了歹王家所占带军 雁门郡之外 赵国五分之四以上的国徒 均被占据 大秦灭兆之战看似简单 所用时间也不算长 从秦王政十年首次攻照开始 至秦王政十三年八月为止 所用时间也就是四年 这期间秦军五次攻照 历经百战 几乎没打过败仗 反观赵军则是一败再败 即使名将黎木挂帅 也没有能够扭转赵国的败局 表面上看 是因为秦军彪悍异常 军队战力管居各国之首 但事实上 大秦为灭兆所做的准备工作之充分 付出的代价值高昂 是各国所无法想象的 别的不说 为了不让各国合颂抗秦 而用于贿赂各国高官君主的钱财 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而且其中有一半 是从嬴政的小金库 少府内支付的 以至于在灭兆期间 嬴政的三位王妃 一直都没有增添新的衣裳 和新的首饰 除了必须的庆典之外 嬴政连大兴的宴会 都很久没有举办了 但是秦军将士 却从来不缺乏物资机养 即便是跨过了湖陀河 攻到了信都 这秦军都能够吃饱肚子 而且基本上可以保证 每十天吃一次肉 在这个什么效率 都非常原始的时代 大秦的后勤共赢 能够满足这一点 就足以令人惊叹了 嬴政会落各国的策略很成功 再加上白宣的精心谋划 这对军臣共同演出了 一幕接着一幕的双簧 让各国君王不知不觉中 就中了圈套 正所谓付出总有回报 如今就到了大秦 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可以想象 大秦所得的回报 要比他付出的多很多很多 多到了根本 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地步 白宣甚至 灭兆只是 一同天下的第一步 甚至灭了各国 也是第一大步 真正的难题 不在于打天下 而在于如何让死海归心 这个时代 人们还不像后面朝代那样 对改朝换代 抱着比较随意的态度 因为华夏历史上 除了元朝和清朝 是异族统治之外 其他朝代 都是本族人做皇帝 老百姓当然无所谓了 反正不管是谁当皇帝 还不都是一样 完粮纳税 那新上台的皇帝 为了争取民心 还会出一些 与民生息的法律 老百姓只要过上 比前朝好的日子 就没有怨言 可是战国时期不一样 自从朱天子成了摆设之后 强大诸侯 兼并弱小诸侯的战争 是连年不断 大家虽然都是炎黄子孙 但是各有各的国 各有各的军 而且谁都想说了算 打来打去 最后就剩下哥儿七个 虽说这名义上 都是一个村的 可毕竟这各家是各家 你想让别人家变成你家 那别人肯定会跟你拼命的 最麻烦的是 这各家还有各家的规矩 别的不说 这七家所用的文字前笔 撑东西的横起 车轴的宽度等等等等 完全都不一样 虽然大家说的都是华夏语言 但是写出来的时候 却是千姿百态 在战国时期 能够当上一国国相的人 绝对是个奇才 因为他首先要会看会写 七个国家的文字 还要懂得七个国家的官方用语 甚至还要知道 这七个国家的律法 有啥不同和相同的地方 先别说这治国理政了 光是通晓这些东西 就能把十个人弄神经七八个 想想看 战国时期的国相 处理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竟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对别家律法 这政务是掌口就来 写给别国国君的书信 提笔就写 连翻译都不用 这当然个顶个 都是顶尖的人才了 有如此多的不一样的存在 而且这头上 没有添字好多年了 列国君主早就习惯了 自己说了算 肯定也是不遗余力的 给臣民灌输 忠君爱国的思想 这些都是大秦今后 治理天下的障碍 在以前 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公主 但实际上 诸侯国内百姓 没有谁是听周天子的 全都是听自家君主的 在大秦开始 一统天下的时候 各国百姓氏族心中 没有一个有大一统的国家概念 大秦灭了赵国 在赵国百姓心里 秦军就是侵略着 这其实也怨不得赵国百姓 大秦的律法是战国时期 各国之中最严苛的 秦人早已习惯 赵国百姓这一时半会儿的 肯定是习惯不了的 但是白宣在王城前 斩杀了百余名邯郸百姓 并且捕食三日的做法 给邯郸百姓一个下马威 那些从秦军一进城开始 就蠢蠢欲动的人 立刻就老实了 大秦的黑兵台就是干这个的 前连几个月的时间 黑兵台的一帮杀财 硬是将这些邯郸的游侠义士 还有那些标榜自己 忠于大赵的人 杀了个人头滚滚 大秦军后白宣 颁布的连做法 也是相当的震撼有效 一人反杀全家 近邻皆杀 三人反杀其全族 诸武族 检举揭发者 重赏 白宣是杀手出身 以前没什么从众的经历 只能是参照后世 某些超级大国 打败某国之后 采取的做法 一是震慑 二是扶持傀儡 震慑 白宣是杭家 扶持傀儡这件事 就让白宣头疼了 因为谁来当这个傀儡 是个难题 窝囊费肯定是不行的 奴才也不行 所以说 这个傀儡必须是有影响力 和真才实学的人 才能够当的 就在白宣为此事 头疼的时候 公孙缺钱 来请白宣和众位将军 去逍遥楼快活 白宣看着公孙缺钱 这眼前一亮 后来 赵国成了汉郸郡 郡守是公孙钱 也就是公孙缺钱的主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言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五百 三十七集 这邯郸郡的郡城 比郡守更厉害 就是那位 想建立一个生意帝国 收了秦太后召集 做干棍女的赵庞 那为啥不让赵庞做郡守呢 因为他姓赵王 而且还是赵王宗族 按理说是要被囚禁起来 使劲咔嚓几刀的 可是赵庞因为眼光独到 早早的就投资营正 如今有了丰厚的回报 不仅命保住了 他那一族原来过啥日子 现在还过啥日子 甚至比以前还要好 所以说 白轩让赵庞当郡城 赵庞心中是一点抵触都没有 邯郸城外势力 原本就不太突出的一大片草地 如今被挖出了一座座巨大的深坑 秦军将士在挖开黄土之后 原本那挥舞的很势有力的敲稿 立刻变得又缓又轻 当敲稿碰到硬舞之后 秦军将士会立刻扔掉敲稿 跪在地上 用双手轻轻地拔开黄土 当黄土内的枯骨露出来的时候 将士们都禁不住哭喊几声 一声声地咯个兄弟 耶稣大伯的呼喊声 此起彼伏 只能剩下一堆枯骨了 谁能够认出那骨头到底是谁的 反正当年没回去的秦军将士 都躺在这里了 他们被埋在这的时候 现在这些将士 有的可能刚刚断奶 不管那骨头是谁的 总之叫上一声咯个兄弟 耶稣大伯是不会错的 这么多年了 这些人躺在这里没人搭理 如今多喊上几声 撒上一把眼泪 又能怎样 没人笑话 更不会有人追究叫的是谁 这里就是当年十三岁的白璇 受伤被俘之后 差点被赵军活埋的地方 也是百将员工 胡子以及所有被俘的秦军 被活埋的地方 此时白璇正站在当年差点活埋自己的坑边上 而公孙钱就站在白璇身边 现在的公孙钱已经是一身秦国官员的装束了 坑已经挖了半人身 白璇记得这个深度就应该是他用双手举着三岁的婴证时那个深度 也就是说 再往下挖 就是百将员工 胡子 还有曾经和白璇并肩战斗的那个百人队的袍则们 白璇缓缓缓缓地说道 轻一点 轻一点 白泽领着白家亲尾在坑内小心地挖着 这些亲尾大部分不是白家子 而是被埋在这个坑里的将士的后代 因为当年百宣说过 包括员工在内的都是白家布区 所以这个坑实际上应该算是白家家臣家将的合葬坑 更何况白家家主的岳父 家主夫人的生父白将员工也埋在这里 所以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 这时忽然听到白泽喊道 家主 你看 白璇唰的一声就跳下空去 他看到了一个刚刚露出的一个绣烂的皮质板棺 板棺下那花板的发肌还能够分辨得清楚 白璇的眼泪顺着面颊滑落下来 他趴在地上用手一点点的拔开黄土 逐渐的一颗颅骨露了出来 白璇记得 当年离自己最近的就是员工和小虎 员工是白将 那板棺就是白将的标志 白泽等人围在白璇身边一起动手 不一会儿这具尸骨的上半身就露了出来 他的身上还穿着铠甲 他的双臂平身向前 白璇只看了一眼就认出他是谁了 因为那身铠甲虽然破旧的失去了光泽 此时此刻他哪里还有半点大秦军侯的威风 爹 二来接您了 胡子 大哥 来接你回家 白家亲吻们一边用手抠着黄土 一边不停地哭着喊着 当白璇将白将员工和小虎的尸骨挖出之后 他用两面战旗将两具尸骨裹好 背在自己背上 当白璇站起身一抬头的时候 他看到了蹲在坑边的嬴政 以及嬴政伸出的右手 大王 秦军将士急急跪倒在地 嬴政的眼中满是泪水 他对白璇说的 寡人本应明天才到 只是想念大兄 所以催马赶来 大兄 把尸骨 寄给寡人 白璇说的 这不合适 你是大王 嬴政双眼中也含着热泪 若没有大兄举着 寡人也是一堆枯骨了 若是没有这些袍则举着大兄 寡人还是一堆枯骨 如今 寡人接袍则们回家 谢大王 谢大王 嬴政的双手 接过员工的尸骨 小心地放在一旁 铺在地上的毯子 立刻 白家轻卫上前 打开战旗 清点员工的遗物 其实 哪里还有什么遗物呀 只是一身破得不能再破的铠甲而已 嬴政对公孙前说的 今天 寡人不进城 什么时候 这些袍子的尸骨 全部清理出来 整理完毕之后 寡人 再进邯郸 公孙前 心中咯噔一下 生起了不妙的感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三十八集 三天后 当这些在邯郸城外 埋了二十来年的 秦军将士事故 全部清理出来之后 嬴政沐浴更衣 净手分香 在这里举行了祭祀 参加祭祀的 秦军将士 群身术甲 军容严整 每个人在讹前 都扎着一条白布 就连嬴政和白宣 也不例外 一座巨大的军长 成了临时 安放这些 将士尸骨的地方 待到祭祀结束之后 这些将士的尸骨 将会安放在 王城内的一处宫殿内 享受香火 等到嬴政返回咸阳时 会被一起带走 嬴政进城的仪式 很是隆重 这一次 邯郸百姓 再也不死气沉沉了 欢呼雀跃的有 再歌再舞的有 端着酒水国品抽军的也有 尽管看起来很热闹 但明眼人一看这些人的表情 就知道是啥回事 嬴政却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他 以战胜者的姿态 以主人的身份 回到了这座带给他 难以磨灭记忆的城市 嬴政偏过头来 对和他同乘意识的白宣说道 大兄 辛苦你了 寡人知道 赵国人恨寡人恨秦人 其实寡人也恨他们 如果可以 寡人更愿意听到他们的哭声 白宣说道 但王不可 陈进入邯郸之后 想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 打下一座城很简单 但是 若想把这座城 完全变成自己的 就比较难了 可能需要 一代人的时间才行啊 嬴政说道 难道就没有 比较快的方法吗 比如 把邯郸的妇人 牵到关中去 空出的宅院土地 赐给有功的将士 这个法子 倒是可以试试 大兄 其实寡人 有一个 以劳永逸的法子 你敢说出那两个字 臣立刻辞官寡印 回咸阳 大兄在赵王城前 一口气杀了百人 是何等威风 大兄能做的 寡人 为何做不得 因为 你是秦王 也是未来天下的公主 你不能有错 也不应该错 所以 错的事情 是臣等做的 但我明白吗 大兄 言之有理 寡人听你的 大兄 寡人 不想住在 王冲沙丘宫 我们 住学部相如何 可以 其实 臣一直住在那儿 毕竟那里 很值得怀念 赵高 起家学部相 秦王公 诺 自从白轩进住 邯郸 学部相内的秦王公 就成了他的行员 白轩不能 也不愿住在 沙丘宫内 所以 这里最是合适 秦王公 是经过改造扩大的 除了保留 原有的建筑之外 又增添了许多 这辉煌大气的建筑 所以 嬴正住在这里 是不会有失威严的 嬴正这次来 带着了 段玲珑和扶苏 很奇怪的是 阴曼却送到了白家 交给了 媛媛和双儿照顾 进驻秦王公之后 嬴正将所有会面 都放到了第二天 现在 在这弱大的秦王公内 只有嬴正 段玲珑一家 和白轩 阎罗一家 这时候 宽敞明亮的宣誓前 一溜排开 十几个考架 蒙田 蒙义 李信 赵高 张良 韩信 萧和 打扮的是精神利落 在那忙着烧烤 而白轩 则在 河塘边上 搭起了木亭 织上了炉扫案板 开始忙碌起来 子拉一声 由锅里 冒出了一股香气 白轩身后 紫烟和扶苏 不由自主地 咽着口水 其实 又何止是 紫烟和扶苏啊 这香味 让所有人的目光 都转向了白轩这边 本来 一直挽着 嬴正手臂 溜弯的段玲珑 闻到这香气之后 直接拽着嬴正 走到白轩面前 大兄 那个 何时用餐 段玲珑这话一说完 这脸上 立刻就红了 而嬴正则是 笑得前扬后合 白轩 只微微一笑 然后 把刚出锅的肉丸子 夹出几个 放在碗里 给了紫烟和扶苏 一人一碗 不多不少 一碗八个 绝对公平 扶苏端着碗 对段玲珑说道 父王母妃 你们先吃 段玲珑 激动地说道 大王您看 扶苏知道 疼爱父母了 嬴正笑问 端着碗 却强忍着 馋 不吃的紫烟说道 紫烟啊 自从 你陪着扶苏之后 她就越来越 懂事了 你看以前 又好吃的 她都是先吃个饱 再问寡人 这个毛病 说了她很多次 都没有改掉 可 你在她身边 她就能记住 恭敬父母 告诉寡人 你是 怎么做到的 紫烟说道 我对扶苏说 若是她寄的恭敬父母 我这碗肉丸子 全给她吃 嬴正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紫烟当真是聪明啊 来 你吃 寡人让你吃 紫烟把小碗 藏在身后 她对嬴正说道 爹爹说过 人要言而有信 言出必见 嬴正点点头 转身看着白萱说道 大兄啊 你我之间 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何苦叫两个小人 点醒我呀 白萱将一大盘肉丸子 放在桌上 然后缓缓地说道 自从你三岁开始 你我就同吃同住 你什么脾气秉性 能瞒得过我吗 三天 我最多在邯郸待三天 王俭的部队 已经修整完毕了 前锋已经向 溢水方向开进 我不能待在邯郸了 我得跟着去 你也要尽快回咸阳 你若是想啊 就把赵王宫中 所有的奇珍异宝 所有你喜欢 看得上的 以及历代赵王 所收集的书籍文册 全都运回咸阳去 大兄还留给你一个 可以任你处置的人 但是不要找那些人的麻烦 尤其是得罪过你的那些人 大兄不会跟你说什么 以德抱怨 因为大兄觉得 那就是一句屁话 但是大兄提醒你 君子报仇十年不稳 不是不报 是即位的 现在报仇是一如反正 可是也会在百姓中属敌 如此百害而为力的事情 不能做 至少现在不能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三十九集 嬴政说的 寡人以为 大兄要对寡人 说什么大事呢 原来却是为了这个 大兄觉得寡人 没有容人之谅吗 寡人既然答应了大兄 就一定能信守诺言 白勋说的 好 卢大夫后天就到 他一到 我就走 嬴政捏起一颗肉丸子 扔进嘴里 边吃边笑道 大兄啊 你怎么都那么不放心寡人啊 还要找卢幻来看着寡人 有玲珑扶苏 紫燕和商君在 寡人还能干得了什么呀 白勋说的 你若是别的什么 自然也干不了 可是你是王啊 秦王 今后还会是天下的王 你的话 无人敢违背 就算是卢幻 也只能是劝谏 却无法强行阻止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人 能够阻止一个君王的权力 若有 那人也该杀了 嬴政说的 可是寡人想让大兄 有这个权力 那就等着你想杀了大兄的时候吧 不过 就算你给我这个权力 我也不会用 大兄 我们是例外 前无古人 之后也不会有人像我们一样的 所以 我把这个权力给你 别 你先留着 等我灭了列国 你再给我 到那时候 我就做一个官位最高 俸禄最高 就是不干事的人 没事 就在大殿上挑你的毛病 就这样 你还敬着我 让着我 咱俩一定要让后来的君王 永远都无法超越 嬴政兴奋地攥住了白萱的手 就这样说定了 白萱说的 那你得先给我十个八个的免死金牌再说 免死金牌 那是干啥用的 白萱摇了摇头 我想多了 想这样吧 接下来的三天里 嬴政先是慰问了秦军将士 大把的封赏是撒了下去 一时间 秦军将士士气大振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收拾戴王家 随后 嬴政在沙丘宫内 接见并且款待了 邯郸郡的官吏 以及各界的士绅 嬴政的态度很是和蔼 言辞也很贴心 赏赐也算是中规中矩 办完这事之后 卢患鸡慌慌的来到了邯郸 他一来 嬴政就拉着他在赵王宫内到处乱窜 甭管是再不再次的宝贝 只要看上了就打包装车 要知道那可是赵王几代人收集的宝贝 那不仅仅是奇珍一宝 还是文化艺术的瑰宝 那不是用价值能够来衡量的 要想搬空这座巨大的宝库 那可不是一两天辜负就能够成的 白宣一看嬴政这一门心思用在了宝库上 这下也就放了心了 又过三天之后 嬴政拜王俭为将发兵易水 因为黑兵台得到消息 秦军攻入邯郸之后 戴王家已经派人和燕国联络 并且戴王家正在集结兵力于易水 看他架势是打算和燕国一起对抗大秦 如此一来 原本计划着用秦军主力灭位的白宣 将战略计划进行了调整 秦军主力转向对准了燕国 嬴政送走了白宣之后 运送第一批宝物的车队也准备好了 要将这么多宝贝运回咸阳 这人少了不行 没有重臣压车也不行 于是乎 嬴政派卢换压车先回咸阳 当第二批宝物准备好了之后 嬴政派出重兵 保护着宝物 还有王妃段玲珑 太子扶苏 以及燕罗紫燕回咸阳 按照嬴政的话 太子和王妃先回咸阳 商君是为了保护王妃的 这话听起来是合情合理 因此也没人说什么 当第三批 也就是最后一批宝物准备好了之后 赵高问嬴政何时起驾回咸阳 嬴政嘿嘿一乐说道 不急不急 寡人好不容易来一趟 不见见老朋友怎么行呢 赵高回答 大王 君侯虽然离开邯郸了 可是他却一直盯着大王啊 蒙义就是他留在大王身边的耳末 臣知道君侯是为了大王好 可是 可是 嬴政说道 小哥 你和寡人一起长大 寡人和太后在邯郸受过多少凌辱 你也曾看见 你的爹娘是怎么死的 你难道忘记了吗 赵高归岛在地 等他抬起脸的时候 已经是泪流满面 父母的惨死 一直以来都是赵高心中 那挥之不去的阴霾 更让赵高想不明白的是 为啥白轩杀了夜宵之后 要用长剑对着他 当时 白轩的神情是那样的猙獰 长久以来 赵高都以为是白轩杀红眼了 杀谜等了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 赵高通过各种渠道 多少知道了当年的一些事情 赵高越来越确定 白轩是真的要杀他的 他跟着嬴政来到邯郸之后 表面上看起来是规规矩矩的 实际上他早就已经私下找了 当年欺负嬴政的那些孩子 甚至找到了参与攻击学部 像嬴政府邸的那些人 当然 赵高没有冲动 他花了大笔钱财买通了这些人 得到了一份比较详细的名单 也知道了当年的一些细节 以前的赵高对白轩是崇敬加崇拜 如今的赵高在心中多了一丝疑惑不解 还有一次恨意 所以赵高现在是一门心思地跟着嬴政 因为他知道只要顺着嬴政 他想要的就一定能得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江中石 演播恐龙先生 查查不绝 第五百四十集 赵高对嬴政说的 大王当年所受之辱 赵高感同身受 其实赵高和大王想的一样 只想狠狠地教训那帮人一下 赵高知道君侯是为将来着想 可是君侯不也说了吗 以德报怨就是句屁话 其实君侯不是不让大王报仇 而是提醒大王找个合适机会和方式而已 大王 趁背着您悄悄干了这些事 大王请看 赵高拿出名册献给了嬴政 名册上第一个人名就是 赵基当年所在的那座青楼的老板 除了他之外 还有叫赵基歌舞的嬷嬷 赵基的第一个恩客 占过赵基便宜的影官管事 还有就是一大堆击入过嬴政人的名字 嬴政挨个人名问着赵高 赵高说出缘由之后 嬴政的脸色就冷酷一分 当嬴政看完名册之后 他的脸色已经非常吓人了 嬴政说的 选公孙前赵庞来见寡人 诺 黄空跟着段玲珑他们走了 这是嬴政刻意安排的 因为他知道黄空和白轩之间的关系 所以要干这件事就得把黄空给支开 公孙前和赵庞来得很快 不等他俩失礼 嬴政就要笑嘻嘻地说道 不必失礼 都是自家人 客气什么 快坐 赵庞回答 大王赵建臣等有何要事 嬴政说的 怎么说 寡人也得称您一身外公啊 这里没有旁人 小高你也是见过的 自己人无需担忧 寡人就要回咸阳了 可是寡人有些舍不得离开邯郸 大兄是没有时间陪着寡人细细游览就地 就连从台都没有去看看 寡人甚是遗憾 二位爱卿 不如陪着寡人到从台游览一番如何 公孙前和赵庞互相看了一眼 两人的心就放松下了 白轩离开邯郸之前 特意嘱咐他俩看好了嬴政 所以这老哥俩就怕嬴政弄杀幺蛾子 如今一看嬴政只是想故地重游 这当然没问题 于是这老哥俩是陪着嬴政去了从台 如今的从台可比当年壮观华丽多了 嬴政站在风雨楼前高兴地大叫道 寡人要喝酒 就要在这里宴请两位爱卿 对了 把邯郸郡的主要官吏都叫过来 把阳端和枪雷两位老将军也请来 快点 看着嬴政高兴的样子 公孙前和赵鹏觉得白轩是不是多虑了 这哪像是对邯郸有任何仇怨的样子呀 不多时 酒宴摆上 被嬴政点名的那些人也先后到齐 从台之上摆开宴席 嬴政举着酒杯挨个敬酒 那态度是亲热得很 参加宴会的人不少 挨个敬酒的嬴政没一会儿就满脸通红 当他来到坐在最末尾的一个邯郸郡官员的面前时 那官员站起身来低着头举着酒杯说道 臣公主我亡 微服四海 启吞跋荒 嬴政哈哈大笑说道 哈哈哈哈 说得好 抬起头来 让寡人看看你 那人抬头看了眼嬴政 又迅速低下头去 不了嬴政一把攥住那人手腕 惊喜地说道 阿丑 你不是阿丑吗 那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抠手 大王息怒 臣年幼不懂事 触怒大王和太后 臣臣有罪 罪该万死 还请大王网开一面 只杀罪臣 饶过罪臣的妻儿老小啊 嬴政一把将此人扶了起来 他哈哈大笑说道 哈哈哈哈 你小子最是奸化 当年没少骗我的糖果和钱呢 你以为是你骗术高明吗 错了 寡人早就看出你家境贫寒 又是个有孝心的 不忍寡母和弟妹人机安恶 所以这才会这样做嘛 可是你只骗寡人和太子丹 这样的智人和富人 穷人你绝对不骗 所以啊 别看寡人被你骗了很多次 可寡人心中甚位啊 公孙钱 他现在官局何职 公孙钱有点奇怪了 他觉得嬴政是不是认错人了 嬴政说的这个人家中可不穷啊 他爹就是银官的管事 这小子自小就把吃喝嫖赌坑蒙拐骗那一套 学得是炉火纯青 本来他是当不了杀官的 后来走了赵旁的路子 献出了大批的粮草物资 给秦军做了军资之后 才得到这个官职 因此公孙钱觉得嬴政肯定是看错人了 就在公孙钱打算提醒嬴政的时候 却见嬴政笑着 冲他眨眨眼睛 公孙钱似乎有些明白了 难道说大王是故意的 故意这样说 那小子的爹是尹官 当年没少欺辱召集啊 大王却替他说话 编排了什么有孝心的等等言语 哦 我明白了 大王不是替他遮掩啊 而是为太后的颜面着想啊 大王高明啊 这一招不仅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而且是满天过海 把过往根源化为了无形 高 实在是高 想到此处公孙钱拱手达道 回大王 此人显为邯丹郡司农使 官居七匹 嬴政说的 第一了 寡人用人力求德才兼备 德为首才居次 似这等德才兼备之人 应该重用啊 阿丑 寡人给你一个县 你若能治理得好 就给你一个郡 若还能治理得好 你就回咸阳 在寡人身边辅佐寡人 治国理政 如何 那人听吧 是跪倒在地 嚎啕大哭 连谢恩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嬴政扶起他说道 当年咱们都是顽童 偶有冲突在所难免 不要放在心上 对了 当年那些玩伴都好吗 阿丑回答 都好都好 只是不敢来见您呢 嬴政笑的 这样 你告诉大家 就说寡人在从台设宴等着他们 寡人别无所求 只求重温当年的旧时光啊 诺 臣一定将大王的人词传遍邯郸 嬴政哈哈大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严重了严重了 来人 送一只烤羊 捐薄食匹 两千钱 送到阿丑家 交给老妇人 就说 当年的小政 很是想念他呀 他若是身体允许 就来看看寡人吧 群臣是一片的赫散 邯郸郡的官员 都是后来投靠大秦的赵国臣子 如今一见 嬴政如此左派 不管是不是真的被感动了 总之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公孙钱是真的被感动了 阿丑他娘当年也在引官做事 专门管着刺绣将写 直接管着赵姬 他折腾赵姬的手段 可不比在丈夫上 这一家三口 对嬴政和赵姬 基本上是有怨无恩的 如今嬴政这样对待这一家三口 堪称是胸襟宽广 宅心人厚了 公孙钱跪倒在地 于代耿义地说道 大王如此对待邯郸臣民 我等定为大秦孝死 定为大秦孝死 嬴政哈哈大笑着说道 都起来吧 今日必须一醉方休 来谁与寡人同饮 臣敬大王 敬大王 从台上的酒宴还没结束 秦王嬴政这已得抱怨的消息 就流传起来 当一堆绫罗绸缎 还有一大箱哗啦啦作响的钱 堆在阿丑家面前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而且也都心动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四十一集 第二天 当从台宫门打开的时候 门外已经站满了人 阿丑被嬴政任命为迎接的典客 是不是当年的伙伴 他说了算 于是 阿丑成了当前邯郸最受追捧的人 每天到他家里走关系送礼的人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接连三天 从台上的宴会就没有断过 而嬴政幼年的好友 已经过了万人了 嬴政坐在宴席最上手位置 笑嘻嘻地看着喝的红头丈脸 还时不时跑到他面前 拉关系哭穷的人 这时这人说的 大王可还记得我啊 当年大王被徐平扔进坑荒买的时候 是我拖住徐平的脚 还用嘴咬他的肉啊 可惜我年幼拖不住他 哎 嬴政回答 赏搏一匹 前五百 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嬴政转头对身边 这一连铁青色的徐安说道 抱腿的已经过了三十 搂腰的过了五十 拽胳膊掐脖子的过了一百人 徐安 你家兄长若能活到现在 寡人定会封他作为秦锋大将军 别的不说 身上挂着近二百个人 还能把寡人扔到坑里 这就不是人能够干出的事啊 你家兄长定是神讲下凡 可惜可惜了呀 徐安回答 徐安护士之徒 向来如此 大王明知都是假的 为何还要如此 嬴政回答 寡人想看看 人性到底是啥样的 值不值得寡人代之以人 徐安回答 家主和大王有言在先 大王不可乱来 嬴政说道 还有你说 后天寡人就走 国开比寡人晚一天 你明白 徐安点了点头 眼中射出了寒光 两天后 嬴政离开了邯郸 返回咸阳 临走那天 邯郸主街上是人头攒动 人山人海 当嬴政的车架 出了王城大门的时候 百姓们发出了 山湖海啸般的喊声 恭送大王 大王仁慈 大秦万年 嬴政坐在车上 笑着招手致意 偶尔还会指着某个人 哈哈大笑 随后赵高就会 将一把钱洒过去 如此一来 百姓更加高兴 那些参加过 从他酒院的人 蹦着高喊的 大王 大王 我在这儿呢 在这儿 哗的一声 又是一把钱砸了过去 换来一句 大秦万年 大秦万年的欢呼声 这时 嬴政低声问身边的一个 黑衣黑甲 就连面甲 都是漆黑的人 都记下了吗 给钱的 杀全家 卑下记住了 大王放心 动作也快 手脚要干净 城外那些大坑 不还都空着吗 不光死活 全埋那里 这些人的产业嘛 你来处理 就算 黑兵台的资产 谢大王 嬴政的桌架 出了寒灯车 停载了十里长亭 前找旁 盈端和 青雷 上前敬就 嬴政一眼 就看到了郭开 嬴政说的 哎呀呀 寡人 忙昏了头了 怎把郭爱卿给忘了呢 郭爱卿 速速准备 随寡人回咸阳 你在咸阳的府邸 早就备好了 这些天 嬴政确实没有搭理郭开 把郭开弄得是 心里七上八下的 现在 嬴政这一句话 就让郭开 是如同 受了气的小媳妇 突然得到了 夫君疼爱一般 这哇的一声 就哭了出来 真弄得 公孙前 罩旁阳端和枪蕾 皱着眉头 后腿 竖步 离着郭开远了一些 嬴政这时说的 爱情有何委屈 不妨直说 郭开 抹着眼泪说的 臣不委屈 臣是感激大王的 知语之恩 请大王先行 臣回家收拾行囊 处理了房屋填产 然后就去追大王 嬴政说的 好 你们看看 这才是忠臣 应该有的样子 关中复属 去了就不想离开了 郭爱卿有眼光啊 郭爱卿 寡人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你必须追上寡人 你送给寡人的那些书 有些地方寡人不是明了 爱卿还要指点烟儿呀 嬴政如此一说 郭开的心是彻底的放到肚子里了 他得意的说道 臣定在明天太阳落身之前赶上大王 臣恭送大王 嬴政哈哈大笑着 登车离开了邯郸 郭开回到家中 遣散奴仆 然后将他这些年 所贪莫的钱物财宝 打包装车 随后又将房屋填产 卖给了履签 如今 在邯郸 能在仓促之间 拿出这么一大笔钱的 也只有履签了 第二天 郭开带着家人 趁早离开了邯郸 这家伙的车队 长达三里 装财宝的大车 不下七八十辆 幸好昨天 郭开花了大价钱 贿了公孙钱和赵鹏 又花了大价钱 请了五百邯郸游侠 当保镖 不然 郭开是真的 不敢离开邯郸 当然 这些游侠 也都是郭开的好友 吕谦给找的 带着这么多财物 想走快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 嬴政的车队 比郭开庞大了十倍不止 所以走得应该更慢 一天 最多能够走出五六十里 就算不错了 可是 郭开紧赶慢赶 在太阳落身之前 还是没能赶上 嬴政的车队 郭开心中纳闷 怎么回事 大王的车队 不应该走这样快 郭开的管家回答 家主 天就要黑了 咱们已经错过了速投 前面就是赫兰山了 那里有秦军大营 大王定时入营了 郭开说道 那就赶紧追啊 无论如何 不能在大王面前食言 快 众人只借着月色赶往了赫兰山 正走着 只听前锋一阵鼓声 一飙人马从树林中冲了出来 只见这些人一身的黑衣 还用黑金蒙面 没手那人用一把细长的长剑指着郭开喊的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若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胆敢说个不 管杀 不管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林天下 作者江忠实 演播恐龙先生 茶茶伯爵 第五百四十二集 郭开说道 大胆 我乃大清上清郭开 你敢解我 必死无疑 素素让开道路 不然本官叫你死得很难看 这随手嘿嘿一笑 嘿嘿 郭开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告诉你 我等原是李牧将军麾下 燕门纪僵尸 今日 你就算把所有身家圈给我们 也换不回你的一条狗命 兄弟们上 给上将军报仇 上 郭开连忙的喊道 护驾 护驾 不料那些游侠们转身拔剑 把郭开的奴仆杀的是失衡便宜 郭开都看傻了眼了 郭开说道 你们拿着我的钱 去杀我的人 你们怎可如此言而无信 那贼手吼的 背上你的狗嘴 一个卖国贼 您还好意思说信誉 看见 哭的一声 戏长的利剑把郭开扎了个透心凉 郭开双眼一翻 从车上摔倒在地上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那名贼手掀开了面筋 露出脸 正是许安 脚伞 东西都在 人全死了 许安说道 哼 某恨不得将他随时万段 方解心头之恨 把他们全家都吊在兽上 用血水在他身上写上 郭开卖国 死有余辜 诺 第二天一早 附近百姓们发现了这些尸体 但是没有一个人曝光或者收敛的 郭开的尸体先是被人打断手脚 后来又被人开膛破肚 最后附近官府得知赶来的时候 郭开只剩下一颗头 挂在树叉上晃来晃去 这件事情被官府压了下去 尸体也被一把火烧了 所剩的灰渣也被撒进了河里 又过了三天 邯郸城内总是莫名其妙地有人失踪 最开始是一个两个 逐渐的是十几个 最后是一家一家的失踪 有新人暗中一琢磨 就会发现其中的端倪 这些人都是参加过从台宴会的 搞明白这些之后 很多邯郸百姓就当啥都没看见 啥也不知道 此事一直闹了半个月 终于消停了 没人报官 也没有人问这事 那些失踪的人的产业都各自有了新的主人 至于那些失踪的人都去哪了 其实大家心中都明白 邯郸城外原本埋秦军的那些大坑如今又被填平了 想找那些人只需扒开黄土就能找到 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去哪里找 天子一怒浮尸百万 这填平了这几个大坑最多不过万人 离百万还差得很远呢 这还得感谢营正仁慈 没把整座城屠杀一空 嬴政虽然没有屠城 但这效果要比屠城还要好 邯郸郡内那些毕业于九宗书院的学子 成为基层官吏 代表秦王守护一方之后 大秦律法在邯郡郡的贯彻之行是异常的顺畅 没有人敢提任何异议 也没有人胆敢反抗 似乎原来赵国百姓已经认命了 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大秦子民 昔日威严的王城如今大门紧闭 秦子大齐告诉邯郸百姓 这里已经换了主人 十字街念秦寨的生意依旧火爆 来的多是些郡县的官员 秦军将士以及城中的富户 如今周二狗一家 也是基身于邯郸的富户之列的 而且是中上之家 而且二狗两口子也托旅签 在关中买了大片的良田 而且还盖了宅院 为的是以后有个乙症 邯郸的生意虽好 钱也赚了不少 但每天被人直直戳戳的 这丝味不好受 尤其是那些因为被如花顺遂供出 而被杀的人的亲戚 更是恨不得杀了二狗一家 若不是因为念秦斋太过扎眼 经常有秦军将士到那吃喝 令人毛骨悚人的黑兵尾 也时常出现在念秦斋的话 周二狗一家怕是早就被人从铺子里拽出来 打死在街头了 因此两口子想弄一个退身步 邯郸肯定不能呆了 因为惹了众怒 咸阳也不敢去 因为得罪了白轩 所以就把养老的地方定在了长安 也就是城郊的封地内 这事儿没让二狗两口子多操心 他家和吕千是多年的朋友了 大笔的银钱交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现在二狗两口子唯一担心的是儿子大牛 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 大牛好像受了刺激 不说不笑一天天是傻愣愣的 人眼看着就瘦了好几圈 这可把如花给心疼坏了 可是请了好几位大夫都说看不好 说是人傻了治不了了 其实二狗两口子明白 那是人家不愿意给孩子治 这天下午还没到吃饭的时辰 念秦斋内没有几个客人 只有守卫王成的刚换班的几个秦军 在那吃酒 吕千迈步走进了念秦斋 二狗两口子一见 立刻如同见到亲人一般就迎了上去 吕千问道 大牛呢 还不见好啊 周二狗叹了过气 如花是低头抽气不止 吕千又说道 把他叫出来 我有个事跟他说 没准这一说 他就会好了 这两口子一听是非常高兴 如花猛不迭地把大牛找了过来 吕千看着已经瘦得脱了馅的大牛 心中也挺不是滋味的 可是这事怪不得别人 原以为大牛是个聪明孩子 没想到这小子泛起轴来 那真不是一般的胆大呀 吕千说的 我要回关中一趟 你跟我走吧 顺便看看你爹娘置办的产业 我不去 大牛说了三个字 就让如花是喜极而泣 好几个月不说话的大牛 终于开口了 吕千又说道 别着急应我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你必须跟我去关中 因为明年九宗书院五经院 会找第二期学子 我给你报了名 所以现在必须走 我考不上 不是是怎么知道 九宗书院就在为何之盼九宗山下 九宗山上有个原家村 那里有棵梧桐树 梧桐树下就是他的家 我我跟你去 我一定会考入九宗书院的 吕千笑了 不急 给你一月时间恢复体力 不要求你像以前一样胖 但必须健壮 否则你是过不了五经院的体检官的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娘给我做好吃的 听到这话 如花手挖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二狗拉着吕千的手走到一边问道 别拿白家大女说事啊 咱家高攀不起呀 吕千说道 不然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先把孩子置好再说嘛 大牛这孩子看着忠厚 实际上是有心眼的 经过这事之后 孰清实重 他拎得清 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吧 二狗感激地说道 大哥 幸亏有你啊 都听你的 听你的 一个月之后 大秦辞别父母 跟着吕千离开邯郸 踏上了前往关中的路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君临天下 作者 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五百四十三集 易水 在战国时期 一直是燕照两国的分界线 易水以北 为燕国 易水以南 为赵国 如今 燕照这对冤家 不得不靠在一起 共同抵御 如狼似虎的大秦 王谨的大军 驻扎在中山 这个位置 很是重要 秦军由此出发 北可灭烟 东可亡齐 南下 可以乏位基础 最难打的赵国 都被秦军所灭 如今天下 还有哪个国家 能够阻挡 大秦兵风 因此 白宣早就制定了 两面作战的计划 白宣本来是想 乏位来震慑楚国 因为 魏国国土 已经急剧缩小 国力兵力 在大秦面前 显得微不足道 魏国就是 摆在营正面前的一盘菜 营正 啥时候想吃 就能啥时候吃的 但是 燕带联军 和兵一处 驻扎在 溢水 以 溢水和 燕昌城为 一托 构筑防线 白宣就将 秦军兵风 从魏国 转向了 燕国 和魏国相比 燕国算是 不太好打的 燕国的国防线 主要是 有南北两面 北面防线 从现在的 张家口西部开始 由西向东 一直延伸到 现在的辽东 然后 转向南 到达 现在的 朝鲜 青川江入海处 燕国 在这条漫长的 国防线上 驻有长城 成为 燕国 抗击北方之敌 入侵的 屏障 南面的防线 就是 溢水 这条防线 是以 溢水为中心 溢水以东 是 黄河下游的 沿捡地 河滩地 不利于 行军固阵 溢水以西 指太行山脚下的 广毛土地 大多为 平原地带 这里才是 防御的重点所在 而且 燕国 在 溢水以西 也驻有长城 形成了 前有河 后有城的 防御体系 秦军若想 从此突破 就必须 付出 比较沉重的代价 而 这和白宣 以及王俭的 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接下来的 乏味基础之战 还需要大量的兵力 尤其是基础 楚国疆域面积很大 兵力少了 根本不行 因此 灭烟之战 必须速战速决 还要尽量地减少伤亡 秦军大营内 白宣指着地图 对王俭说道 你的战略 本军一力支持 大王若有怪罪 本军一力承担 将军只管 领兵灭烟就好 白宣的话 让王俭 也脸轻松 这位和白起 同时代的 大秦名将 战绩虽然不如白起 但指挥作战的本事 却不在白起之下 但是 王俭有一样优点 是白起 也比不了的 说起白起 谁都知道 他是位无敌战神 长平之战 杀了赵国四十五万 是他一生之中 最辉煌的手臂 但是 此战 让他享福盛名的同时 也背负着千古骂名 而长平一战 也成了白起的 谢幕之战 此后 他受反追离间计 被清朝相忘记的 最终以字文收场 一代名将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 理由很多 不外乎是 功高震竹 鸟尽工藏而已 但是 秦国的另一位名将 王俭 却在 宫心卓著的情况下 还能够明哲保身 安逸终老 这离不开 他的处事态度 比白起 那臭脾气相比 王俭 在为人方面 要圆滑得多了 他绝对是个聪明的人 军事上 懂得带兵打仗 政治上 也会耍心眼 用手段 仅仅从 《资士通鉴》上 记载中 王俭讨赏这件事 就可以看出 王俭的精明和手段 他用自己的贪财 一方面打消了 嬴政对他的猜忌 最终以灭五国之功 功成身退 这绝不是 一般人能够办到的 如今 灭烟之战就要开始 在邯郸的时候 嬴政专门找过王俭谈过一次 嬴政要王俭迅速灭了燕国 但似乎又在左右为难 王俭问嬴政 是不是因为顾忌到 与太子丹的关系 嬴政叹了口气说道 今日 方知大雄为何不看好寡人和燕丹的兄弟之情了 此事 错在寡人 你无需顾忌 但必须尽快灭烟 嬴政作为君王 已经明显地表达出自己意愿了 王俭作为将军 就应该执行 但是王俭想得远啊 他不想让那些 在灭兆之战中战功卓著的将士 倒在溢水之盼 更何况还有一个超级大国 楚国在等着这些将士们征服呢 既要灭烟 又要能够减少损失 办法是有的 只不过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王俭需要带领大军 从溢水河上游 太恒山绕过烟长城 突击烟军侧背 如此一来 溢水淹带联军的防线 就会不攻自破 只是嬴政是不会答应的 因为时间会很长 而且嬴政已经答应了 给王俭增兵 这实际上就是 逼着王俭快点开战 幸亏有白轩在 也幸亏白轩能够撑得住 如今有了白轩的支持 王俭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战术 灭烟了 王俭说的 军侯 此地有我和王奔 还有蒙田和李信 兵力足够了 若是大王再调兵马来 就请军侯将其调往 卫楚方向啊 白轩说的 将其放心 本军自有安排 王俭沉吟了片刻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白轩问的 将军有话不妨直说 王俭说的 军侯 你还是回咸阳 坐镇军帅府吧 虽然军侯和大王 情同手足又是姻亲 但是不可恃宠而骄啊 王俭的话说的不重 但是非常重肯 在历史上 嬴政连王俭这样的将军 都要猜忌 就更别说 从没有打过败仗 一直为大秦开疆 拓土的白轩了 白轩才多大年纪 如今已经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灭兆之功 堪比拓土开疆 若是再加上 一同天下的战功 嬴政拿什么来封上白轩 猎兔封王吗 那是不可能的 等待白轩的 恐怕只是在死一个 还是死全家上 做选择了 和聪明人说话最省事的 白轩已经明白了 王俭的意思 将军说得对 白轩多谢你了 将军请记住 将来一统天下之后 不要跟大王提功劳 自请辞官回老家隐居就好 我知道 我知道啊 但是你不能走啊 大秦还离不开你 王黎就交给你了 我们父子等着 只要大秦需要 只要大王愿意 只需军侯一声召唤 王家父子会再次 披挂上阵的 白轩抱住王俭说道 白轩感谢将军 我今晚就走 记得 隐匿消息 明白 白轩慢慢地说道 我的确 没那份心思 可也得让小郑知道 我真的没有那份心思 是得回去了 小郑在寒郸闹的那一出 其实是闹给我看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 军临天下 作者 江中石 演播 恐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 五百 四十四季 燕国 继承 结石宫 秦军 濒临一水的消息 早就已经在燕国传开 燕国 从普通百姓到满朝文武 都是人心惶惶 燕国 连赵国都打不过 哪有能力和大秦抗衡 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 就好像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 要跟一个二十多岁的壮汉 生死搏杀一样 不用打 就知道结果如何 燕王席坐在王位上 以首服额 如今 他是真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而太傅局武 则站在大殿中央 滔滔不绝 大王 臣和太子 前往先阳的时候 早已看清楚 那秦王残暴 王燕之心不死 如今 大秦用了那么短时间 就将赵国吞并 这天下 还有哪个国家 能与之抗衡啊 以臣之间 我燕国 若想保住社稷 唯有和七楚未带 何总抗秦 与此同时 还需买通匈奴 让他们攻击秦国 这样 才可以减轻 溢水防险压力 何总若成 燕国无忧 除此之外 别无他方啊 太子丹 也站起来说道 太傅亲眼所见 七楚和秦国 是眉来眼去 魏国是甘做秦国附庸 想要合纵 势必登天 为今之计 只有靠燕国自己了 燕王喜说道 靠自己 寡人也知道 靠自己是最靠得住 可惜 燕国拿什么和秦国比啊 秦国国里人口战力 均在燕国之上 即便我们能将秦军 足于溢水 但嬴政定不会善罢甘休 一次不成就两次 两次不成就三次 秦灭诏 连功五次 寡人不敢奢求 燕国能扛住五次 只这这一次扛不扛过去 都在两可之间呢 那个赵家 也是靠不住的 他那点兵力 还不够白宣三牙缝的呢 买通匈奴 寡人和七楚还能谈谈 因为他们的国君 至少是人 匈奴是什么 那就是一帮永远也喂不饱的狼 燕国有什么能够填满他们的胃口啊 不要打匈奴的主意 吉吴 寡人命你出使七楚为三国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务必要让三国答应出兵煮烟 臣遵命 吉丹 你也不想了 不能总是想那些没用的 你不是和嬴政冲凶到地吗 你现在放下面子求求他去 太子丹说的 求他若有用处 儿臣早就去了 上次儿臣至秦 人家把儿臣赶了回来 现在儿臣才明白 他就是要打算灭烟的 父王 儿臣自请镇守溢水防线 儿臣就算死在那里 也绝不让秦军踏上燕国疆域半步 哈哈哈哈 我儿勇气可嘉 你去可以 但绝对不能带上那个樊无鸡 哼 寡人觉得他就是嬴政派来的奸细 一旦把兵权交给他 燕国就完了 儿臣听父王的不带他 你不要再干傻事 千万不要触怒秦王 战事为齐 还有回旋余地 一旦开战 燕国就完了 只需不断地增加兵力 把声势搞大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待到齐楚未出兵 我们才可以松口气呀 太子丹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是他看看燕王喜的面色 最终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出了结石宫 局部拦住太子丹说道 大王所言 虽然不是什么上上之策 但胜在稳妥 太子当前不可以其用事 一定要严守防线 督促将士们严防死守 臣明早就去齐国 若不能说动齐王发兵 臣就撞死在狼牙宫前 太子丹回答 太父不可如此 燕国危难之际 正需太父辅佐 太父一定要保重身体 万万不可无畏牺牲啊 此话说的是推心之父 局部心中一酸 眼泪就流了下来 他扶着太子丹肩膀说道 太子若能早日为王 恐怕燕国也不会 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哎 能拖多久 就拖多久吧 尽人是挺天命吧 太父啊 丹在府中 致久为太父践行 局部摆了摆手 命啊 今晚早回去 早早休息 明天赶早就走 一刻也耽搁不得呀 太子丹回到宫中 命人修饰行囊 这时高建礼走了回来 一见太子丹这般举动 立刻上前问道 你要去哪儿 太子丹回道 我要去一水大营 能守得住吗 太子丹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高建礼 焦急地问道 到底能不能啊 太子丹回道 太父去游说齐楚 想封设法 让他们共同出兵抗积 太父还说 尽人只请天命 高建礼说的 那还是没有把握呀 你说到底怎么做才行啊 要不然我去见嬴政 我跟他说 我愿意投靠秦国 我愿意去做秦宋 我可以不要封军 只求嬴政放过嬴国 太子丹欢欢地说道 你入秦 嬴政会在王城间迎接你 会用封军之礼带你 他之前答应你的 只会多 不会少 但唯有一点 无论你怎么说 他都不会答应的 他就是一心想要灭烟吗 他心里就没有一点兄弟情谊吗 你何曾富过他 燕国又何曾富过他 为何 为何呀 他要成为这天下的主人 他想成为天子 他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在这个时候 谁也阻止不了他的脚步 他的心中有一团烈火 这天下 要么屈服在这团烈火面前 要么这团烈火就烧成灰烬 出死之外 别无他图 高剑离一把拽住太子丹 腰间长剑 转身就走 太子丹一把将他拽住 小黎 你要干什么 不要胡闹 花旦 我要去杀了嬴政 杀了他 秦国就不敢灭烟了 太子丹夺过长剑 扔在一边 他把高剑离 按坐在周岸旁边 说道 你杀不了嬴政 你连靠近他的机会 都没有 张太公高大威额 大殿内宽敞 宏大 你也是见过的 大秦 戒备森丹 就算白轩面前嬴政 都不能靠得太近 都要把长剑摘下 才能紧定 你又不会武功剑术 就算让你靠近嬴政 你又能将他如何 须致 嬴政的剑术 是白轩侵传的 白轩传了 金刻三召剑法 便造就了一个不败剑客 那嬴政自幼就跟在白轩身边 白轩对他也是倾囊相守 虽然这么多年 没有见过他初见 但我觉得嬴政 绝对是个用剑高手 你不是他对手啊 况且 你此时入秦 嬴政对你必有怀疑 他可以封赏你 然后按照当初答应你的 让你做九宗书院的 分眼手 但他绝对不会让你 靠近他半步 我可以等机会啊 太子丹苦笑摇头 等你有了机会 燕国早就亡国了 高剑李低下头来想了想 然后他抬起头 抓住太子丹的手 我有办法了 我们还是刺杀嬴政 我不行 有人行啊 狗徒 我们去找狗徒 此时凶险 已确定 狗徒能为燕国冒这个险 高剑李 拽着太子丹就送 总得试试才知道啊 快走 太子丹立刻命人准备车架 哥俩是急匆匆的 跑着东宫 跳上马车 直奔 稀释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秦军临天下 作者 江忠实 演播 孔龙先生 茶茶不绝 第545集 随着秦军逼近燕国的消息传开 季城内是人心惶惶 有钱的人家 糟糟地就歇家带口 离开季城 或是前往辽东 或是前往齐国避祸 有钱人家一走 贫民百姓们 自然也都没了主心骨 于是就各凭本事离开季城 不管到哪 总之是能必一时 事一时啊 如此一来 往日繁华的继承 逐渐变得萧条起来 就连平常热闹非凡的西市内 如今也变得很是安静 此时天已过上午 偌大西市内却没有几个人 偶尔传来的叫卖声 也是无精打采的 狗徒家的小铺子 本来走的就是高端路线 往来的是飞富极贵 即便是有各方游侠常来 那也都是有身份的游侠 最起码各个身价不菲 如今随着战事比进 富人是牵移避祸 狗徒的小铺子 基本也没了啥生意 不过狗徒两口子 也不指望这间狗肉铺子 能够赚钱 再说他们夫妻 现在也不缺钱 如今夫妻俩最关心的就是徐夫人的肚子 两人成亲时间不短了 好不容易徐夫人的肚子鼓了起来 这个还没出事的孩子 瞬间成了继承各界名流的宠儿 不管走的留的都送来了厚礼 表示祝贺 这让狗徒家很是热闹了几天 可现在又恢复了之前的冷清 冷清就冷清吧 正好让狗徒两口子可以享受一些清闲时光 狗徒用心炖了一锅肉 这次他专门研究了新的配方 是专门给有身孕的夫人吃的 补却补燥 此时徐夫人正慵懒地靠在踏上 一边闻着扑鼻的肉香 咽口水 一边和正在忙碌的狗徒眉来眼去的 一般这个时候丫鬟扑人啥的 那都必须是退避三社 不能在这时候自讨没趣 但是有人不怕 这时田光拿着荆轲走了进来 田光开口说道 这可真是只献鸳鸯不献仙呢 这老夫和荆轲小友来得不巧啊 打扰打扰告辞告辞 徐夫人笑着说道 田先生大驾光临 谁敢撵你走啊 谁若是有这么大胆子 我就让我家大狗把他拆不了对肉 田先生快坐 阿克这些天你去哪了 怎么突然就没了消息 真叫哥嫂担心 都是老朋友了 一般这时候狗徒是不说话的 他要把那锅肉炖得是尽善尽美 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家娘子 以及他肚里的娃吃得美美的 也能让兄弟们吃得尽兴 都是亲如手足的朋友 此时也就没了那么多避讳 田光脱了外袍 坐在他经常坐的位置上 徐夫人张罗着倒茶 却被荆轲拦住了 嫂子身子重 这些事还是让小弟代劳吧 那怎么行 嫂子不动 你也不准动 小桃 年红 快来伺候田公子 金公子 两个娇弟弟的 年纪仅在十五六左右的小姑娘 走了进来 失礼过后 利索地端茶地水 小桃还为荆轲 脱下了外袍 仔细地贴好了 又把荆轲的长剑 放在自己腿上 用干净的抹布擦拭 田光笑道 少年少女 看着就让人喜欢啊 徐夫人笑道 这两个丫头啊 我是高价从习国买来的 哪里是当丫鬟 正是当自己的闺女妹子来养的 荆轲把一个包裹 推到徐夫人面前 笑着说道 嫂子 也不知将来是侄子还是侄女 不管是儿是女 小弟这个做叔叔的 必须要有份礼物 这一步啊 我和田先生一起跑了一趟辽东 弄了些宝贝回来给你 当地野人 管这个叫棒锤 咱们中原人叫神草 土精 未甘未寒 竹补五脏 安精神 定魂魄 指经济 除邪气 酒服 轻身延年 嫂嫂请看 像不像一个人 哎呀 真像 有头有身子 还有四肢 这是地宝啊 这么多这么大 这得花多少钱啊 嫂子喜欢就行 其他的不用管 那嫂子可就收着了 这东西价值不菲 拿到齐国 能卖高价 你的庄园 就能增加几十亩地呢 这事交给嫂子办 嫂子 这是给你的 你快些娶了夫人成了家 嫂子不就不为你操心了 咱不求找个高门贵女 那咱也高攀不起 咱就找个模样周正的 心地善良的 家世清白的 能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就行 小桃就不错 哈哈哈哈 对 对呀 田光是哈哈大笑 连声称对 小桃是胸红了脸 把长剑放在了荆轲身边 去厨房了 徐夫人冲着荆轲眨眨眼睛说道 不好意思了 上回给你的那镯子 小桃一直藏在怀里都不舍得戴 这丫头心里有你 你可别不识好歹呀 狗徒也笑着说道 阿哥 你嫂子眼光错不了 你就听她的 田光也说道 小桃这姑娘面带福相 和荆轲很配 这种婚事老夫为美如何呀 徐夫人拍手下道 先生屈尊为美 我们夫妻求之不得 其实小桃的身份不是婢女 而是养女 这个 未能和阿哥身份相配 我俩也只能如此了 阿哥你莫要嫌弃 咱们各伦各的 狗徒说道 堂堂七十男儿 拿那么多机会呀 遇到合适的就该出手 不然呢 会后悔一辈子 你看 我跟你嫂子多好呀 你也得这样 田光拍着桌子笑道 哈哈哈哈 是这个道理 荆轲 你就答应了吧 荆轲笑道 我早就说过了 婚事听歌嫂的 我的家业都是歌嫂给置办的 岂有不听之理呀 小桃 我也是喜欢的 狗徒 哈哈大笑着说的 哈哈哈哈 这就齐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太高兴了 我去把藏的好酒拿来 今天我们就把这事定了下来 田光和徐夫人催着狗徒去拿酒 银红则拉拉惊刻的袖子 徐夫人伸手一直戳在银红脑门上 急个啥 你是妹妹 怎能抢在姐姐前面 放心 你们姐儿俩的事 我做主了 快把肉端来 人不大 心眼不少 还没嫁人 就这么不听话了 嗯 这一番话说的田光是手舞足蹈 乐不可知 连说着这才是好日子 这才是家业兴旺的征兆啊 荆轲也是笑容满面 看得出来 他也是喜欢这家的感觉 大盆的肉 菜 果品端了上来 狗徒是大咧咧的拍开了酒坛风口 狗东东给田光和荆轲的碗里倒满了 徐夫人把娃也伸到狗徒面前 夫君 今天是大喜之日 我只喝一点 就一点 一点都不行 等你生了娃 我天天陪你喝 现在呀 你给爷们忍着点 哈哈哈哈 众人是哈哈大笑 这笑声飞出窗外 给萧条的西式带来了一丝生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至于 一udi 来 您的邮